大夏王朝 广山域 京阳县 城南流园外的新宅子 闹了邪岁 哪怕青天白日 走过流家新宅 也仍觉阴冷森寒 虽然至今没有闹出人命 但邪岁之事 让人心中惶恐 流园外一家 仍然住在旧宅 不敢迁居 这时闹得沸沸扬扬 流园外重金相仇 请到了一位年轻道人 道长 据说那东西邪性得很 你有把握吗 流园外见着道士年轻 心里实在有些信不过 年轻道是相貌清俊 气质脱俗 手执扶尘 背负法剑 虽然一身道跑显得老旧 但并边黑发飘扬 别有一番洒脱之意 这年轻道人 听得流园外开口 便笑了一声 出声说道 小道修行以来 降妖除魔无数 斩过大妖 灭过鬼王 上天官仙府 入海游龙宫 区区斜碎而已 又怎会放在小道眼中 他语气平淡 没有骄傲 没有得意 仿佛在陈述一件 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流园外见他如此气度 心神一震 不由多了几分底气 连连点头道 这就好 这就好 年轻道是浮沉一摆 做足了姿态 道长 钱都就是我那宅子 只要你能清了邪碎 刘某人自当奉上一百两银子 钱财是身外物 年轻道人轻笑了声 补充说道 等小道收了这邪碎 园外再看着给 他走上前去 看着大门的铜锁 偏头看向流园外 流园外颤抖着手 拿出钥匙来 又不禁问道 非得要老夫同行 虽然他没见过邪碎 但宅子里闹邪是真的 此刻心里慌得 不禁两脚发抖 年轻道人正色道 宅子是你的 邪碎到此 必有缘故 须得你亲自化解 刘家宅邸 无人居住 难免冷清 显得有些荒凉枯击 许是邪碎在内 仿佛有些清冷阴寒 忽然清风吹拂 卷起落叶 秋风萧瑟 令人生寒 流园外吓得脸都白了 这邪色好高的道行 年轻道人神色凝重 刹那之间 天色骤然暗淡 黑暗洗脚来 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道长 流园外颤声地说来 年轻倒是没有回应 仿佛黑暗中 只剩下了他一人 周边没有半点光亮 只听风声音笠 嗖嗖作响 阴寒彻鼓 嗡 黑暗里忽然一亮 露出个凶利猙獰的脸庞 啊 流园外大叫出声 寒意瞬间笼罩全身 大胆妖念 就在流园外 以为自己就要被斜碎 害死的时候 一声轻喝 骤然响起 刹那之间 由火光亮起 只见黑暗如潮水般褪去 年轻道人左手朝上 夹着一张燃烧的符纸 如同掌心拖着一团火焰 他手里的浮沉 白色的沉思卷成一团 不断抖动 隐约可以从沉思的缝隙之中 看到内中有黑色的物体 在挣扎 道长 无妨 年轻道士将卷成一团的浮沉前端 塞入腰间布袋之中 然后抽出来 浮沉如旧 沉思飘扬 那布袋抖动了两下 然后就平静了下来 鞋碎已经收了 小道给你几张镇宅灵符 轻一轻残余的鞋气 你这宅子就干净了 收 收了 流园外口干舌燥 想到刚才的场景 险些尿了一裤裆 是啊 收了 年轻道人这般说来 手上似乎有些痒 食指和中指抹扎着大拇指 又抽五张灵符数了数 流园外觉得他属灵符的动作 跟自己平常属银票的动作 有些相似 顿时想起 酬劳还没有支付 给这位真正的得到高人 连忙掏出银票 递了过去 银票一张 面额一百两 年轻道人含笑点头 然后在五张灵符之中 抽出一张 递了过去 流园外面色微变 将剩余银票递了过去 银票五张 足足五百两 对小道而言 除魔味道才是正事 钱财只是身外物而已 源外实在客气了 年轻道士 伸手接过五张银票 意念扫过官方硬件 却是争吵无疑 然后他才看向流园外 笑了一声 园外切记 积德行善 午后 成万 年轻道士解开布袋 往前一抖 顿时一缕黑气落地 就地一滚 化作个小兽 这小兽身形与熊相近 但高不过三尺 浑身黑毛 眼睛赤红 邪气凛凛 咻的一声 这小兽忽然往前扑去 年轻道人 竟然不躲不避 小熊抱住了他的大腿 抬起头来 赤红的眼睛里 闪烁着水一般润子的光芒 宝兽道长 这趟咱们 赚了多少银两 五十两 年轻道士感叹道 这位流园外 着实是个大方的 咱们老规矩 一九分成 这次你那五两银子 先存在平到这儿 等凑足了银两 回头建成道观 后院的柴房 就归你住 小熊高兴点头 盲事说道 好练好练 他不久前经受点话 开启灵智 败入了这位道长门下 可惜只管吃 不管住 后来道长说 只要他出钱 就可以在道观里 买一块地方 今后建成了道观 后院就有他的住处 不用在道观门前的空地上 风吹雨打 他没有钱 只能跟着道长赚钱 好在道长向来大方 给了足足一成的分红 再这么下去 不到十年 他就可以先在道观里 买个茅房 穿越半年了呀 饱受道长抬头看天 神色恍惚 他如今的身份 是白红观长教 白红观近来半年 运势高涨 如日中天 在他努力发展之下 已是人丁兴盛 目前除他这长教外 罐中还有这头雄族的 护山大妖 原先白红观老长教 也是个有法力的 一年前下山降妖除魔 当场就被魔给除了 道观内唯一弟子宝兽 自然而然成为了长教 在吃光了道观内粮食之后 无奈下山游利 半个月后 宝兽饿死街头 然后死到是在睁开眼睛 就成了穿越者宝兽道长 死而复生的宝兽道长 继承了部分残缺记忆 于是思考了一下 自己的死亡原因 身怀真传 武艺超群 偏偏饿死街头 怎么都没有道理 然后他总结出来原因 主要是前身性格迂腐 不思便通 以道门正统真传为傲 不愿放下身份 既不愿意仗着武艺拦路打劫 也不愿意凭着本事另谋生路 只是一心想着除魔味道 替人消灾解恶 顺便混口饭吃 但是大夏王朝 太平盛世 佛门与道门病例 根本没有邪魔妖怪的生存之地 既然没有邪魔 饿死街头 此后的穿越者宝兽道长 痛定思痛 进山偷了一头熊仔 点化成了熊妖 在此之后 世间有了妖魔 于是 也就需要有宝兽道长 这样除魔味道的人物了 短短半年 熊妖坐乱八方 宝兽道长行侠仗义 积德行善 除魔味道 至今已经攒得六千两银子 当然 在二十一世纪 结出青年的教导下 这熊妖形式 也是专挑为父不仁 贪赃王法之辈下手 例如这位园外 就曾募捐修桥 按理偷工减料 再攒个万八千两银子 就可以重建道观 布置阵法了 宝兽道长这样想着 揉了揉眉心 按道 这跟着我穿越而来的混沌珠 能够加快修行进度 能够增强战力 但最重要的 还是布置相应的阵法 才可以将它的力量 发挥到极致 等道观建成 阵法自成 从此之后 他亲自坐镇道观 以他眉心中的混沌珠 来作为阵眼 那么 道观灵气之圣 将会堪比仙境 修行起来 一日千里 道观所属范围之内的 天地灵气 都将经由混沌珠吸引 归入自身 注意修行 那么修炼速度 必将百倍提升 更重要的是 凭借混沌珠的力量 阵法增强千百倍不说 它的道数威能 也将得到极大的增幅 在道观的一亩三分地 就算大下国师亲至 都毫不畏惧 他这样想着 将熊妖收回带中 往下一座城出发 然而才走出几步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轻贺 妖到哪里走 妖到哪里走 少女之声宛如银铃 却充斥着怒意 带着浩然之气 饱受道长文言一阵 不免心虚 顿时运转真气 脚下声风 瞬息往前而去 但是就在这时 又听得身后 那少女声音从传来 道兄 你也是修行中人 为何不助我斩杀妖道 而视若无毒 什么 饱受道长心声错愕 回头望了一眼 然后便见身后 有一个穿着墨绿色道袍的老者 朝着自己背后追来 这老者满脸邪气 手指骷髅拐杖 浑身气息阴森 手里提着一个婴儿 随着她的跳跃 婴儿不断甩动 显然已经死了 少女口中的妖道 原来是这个老家伙 而不是她饱受道长 找死 妖道见前方这小道士 竟然停了下来 认定她要阻拦自己的去路 当即下了狠手 拐杖点了过去 墨绿色的光芒 宛如阴火一般 劈头盖脸 朝着宝兽覆盖而来 宝兽震了一下 仿佛被吓傻了一样 竟然不知躲闪 快躲开 少女惊呼一声 就算是以她的修为 都不敢直面这等阴火 只能躲闪开来 她被誉为九霄先宗的奇才 今年魏族十六 已经是炼气出镜的人物 那年轻道士 看起来也未满二十 只怕炼气劲都没有达到 面对这等阴火 不闪不避 岂不是死无全尸 不知死活 妖道冷笑一声 认定这小道士 已经灰飞烟灭 当下就要穿过阴火 逃至妖妖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便见前方大片阴火 全部往那一收 凝聚起来 年轻道士站在原地 手掌上拖着一团 墨绿色的阴火 什么 妖道健壮 满脸惊愕 身后那个九霄先宗的少女 也露出了惊愕万分的神色 而宝兽道长神色复杂 难难低语 怎么这么弱 宝兽穿越之后 继承了前身的修为 但一个没能避鼓 饿死街头的小道士 能有多少道行 他一直认为 自己是修行者之中的弱者 但现在看来 这个妖道更弱呀 该死 你敢羞辱老夫 妖道大怒 手中拐杖往前一敲 打出了滚滚威势 请客之间 周边陷入了一片阴暗之中 阴风呼啸 仿佛鬼哭神吼 在黑暗阴风之中 有鬼脸猙獰 有兽脸咆哮 似乎隐藏着万千鬼怪 邪一其疯 锁人性命 快逃 九霄宗的少女 一眼目光才收了回来 看向这一股 充满了万千鬼怪的 阴暗邪风 他不缓不及 抽出剑来 然后一剑斩了下来 剑落 风停 一剑斩风停 剑气断流 一通鬼神 妖道惊呼道 你是恋神真人 他眼神中充满了 惊骇之色 颤动不已 当下他转身必要逃 但他上半身一动 半个身体就都掉了下来 刚才那一剑 将他连肩带背 半个上身 都劈成了两段 剑风太细 剑意太锐 竟然让他筋肉血脉 都没有直接分裂 严丝合缝 依然保持血脉畅通 直到他意念一动 想要转身 有了动作 导致血脉筋骨分离 上半身才掉落了下来 鲜血内脏 满地都是 血腥味弥漫开来 令人欲呕 这 宝烧道长错愕万分 他本是随手一剑 要把风劈开 哪知这风看似威势滚滚 邪气浩荡 却不堪一击 被他一剑劈开之后 连藏在阴风后面的妖道 也一剑给劈了 这妖道 不免也太弱了 他压根没想杀人 因为他没杀过人 毕竟杀人犯法 刹那之间 考虑要不要跑路的宝兽道长 心中想起了逃命的一百种方法 完备方玉 拜见真人 九霄仙宗的少女 盲势上前来 恭敬失礼 这个声音 打乱了宝兽道长的思绪 他看向少女 眼神一眯 欲气沉重地说道 今天的事情 你要保密 不然的话 小心凭到杀人灭口 毁尸灭迹 方玉吓了一跳 盲势颤声道 真人息怒 晚辈绝不敢泄露此事 宝兽道长这才满意点头 又看向那尸体 想着怎么毁尸灭迹 方玉悄悄抬起头来 看见宝兽道长盯着尸体 似有苦恼 他有些诧异 不禁低声问道 前辈 这妖道的尸首 您是不想要了吗 宝兽道长正了下 问道 尸体要来何用 方玉回应道 大夏王朝在本月之初 临时组建猎妖府 已经把这个秋风妖道 排上猎妖府的猎杀榜 位列第172位 价值三枚纯羊丹 并赏赐三万两白银 他说完之后 似乎想到什么 盲是诱刀 是晚辈肤浅了 以前辈的修为 自然是不会将这妖道放在眼里 奖励对您来说 自然也是如粪土一般 宝兽道长陷入了沉默之中 三枚纯羊丹 三万两白银 这妖道 其实是官府的通缉要犯 其实 宝兽道长咳了一声 说道 平道游历四方 淡薄名利 隐于世间只为除魔未斗 但既然再次被你看出了端倪 也就不必再隐藏身份 而游走红尘俗世间了 这妖道尸体 平道自己处理就好 方玉听闻这番言语 顿时对眼前这位游戏人间 品行高洁的恋神真人 有了一股敬佩之感 随后宝兽道长又旁敲侧击 询问了几句 从方玉口中 了解到了所谓猎妖府 与猎杀榜的事情 猎妖府 组建于本月初 适应上月之时 大夏王朝与大洲王朝开战 边境之战 惨烈无比 尸山血海 引得许多邪道修行者聚集 想要趁着尸山血海 无穷煞气 练就邪道秘法 除此之外 又有许多妖类凶兽 被血腥吸引 想要吞食大量尸体 从而增进道横 为此 朝廷组建猎妖府 从各大道门先宗 各大佛门寺庙 各大旁门宗派 抽调正统修行者 前往边境 降妖除魔 而有着许多妖魔 逃避猎妖府的追杀 慌不择路 往大夏国境逃了过来 据说其中有一大批妖魔 是怀着特殊的阴谋 趁机潜入 异域谋夺大夏境内的一场机缘 目前朝廷官府 在围剿这些妖魔道的修行者 而猎妖府 也在大夏王朝国境之内 颁布了猎杀榜 凡猎杀妖魔者 皆可得获重力 宝兽道长 再度陷入了沉默之中 前身那位活活饿死的宝兽道长 是死得真怨啊 傍晚时分 夕阳黄昏 年轻道士 提着一个低血的破布包裹 走进了衙门 在他身后 是一个少女 脸淡如志同 胸前如高山 衙门的公差 见年轻道士手上低血的包裹 吓得纷纷抽刀出鞘 待 那道士 杀人也就罢了 还敢来衙门寻衅 本捕头自幼练武 等先三五十人都伤不了我 你千万不要挑衅我 你要是掉头就走 我就当没见过你 年过四十的捕头 满是胡须的有黑脸庞上 吓得泛白 这他大娘的 是哪里来的凶人 杀人就算了 他还割头 割头就算了 还提着人头来衙门 他这不是挑衅吗 如此嚣张狂妄 来衙门挑衅 显然是自负武艺高强 五捕头经不住双脚发颤 饱受道长 神色古怪 方玉闻言 怒道 作为官府公差 怎能胆小怕事 如若真有作恶之人 你们不该是尽忠职守 拼上性命 也要拿下凶徒吗 饱受道长 神色愈发古怪 转头看向了这个 出身九霄仙宗的少女 少女瞬间反应过来 似乎方才言语不当 不禁缩了缩脖子 善笑了一声 然后才看向那个捕头 喝道 本姑娘乃是九霄仙宗 真传弟子 今次跟随这位前辈同行 她老人家今次斩杀了 逃入我大下境内的妖道 来此进行认定 乃是大下境内 三大道门先宗之一 九霄仙宗真传弟子 身份之高 非同寻常 她惊恶之下 盲是施理道 原来是九霄仙宗的真传 有失远迎 还请宽恕 然后她又 起了 刚才这位九霄仙宗的真传 称呼这个年轻倒是为前辈 巫捕头心中威震 盲是又施理道 道长恕罪 道长恕罪 饱受道长挥了挥手 将手中的人头就地一抛 说道 你雁明正身 把奖赏给平道就是了 吴捕头先是挣了一下 然后才想起不久前 来自于广山域的猎杀榜 京阳县正是广山域所属 十七县之一 猎妖府颁布猎杀榜 经由京城发出 传至清明州 下达至各域 各县 各城 凡榜上有名者 皆为穷凶极恶之妖魔 各地修行之人 猎杀妖魔之后 取其尸首 到当地官府登记 当地官府 曾曾上报至猎妖府 待经猎妖府 燕名正身 猎妖人 吴捕头先是一正 然后才反应过来 倒吸口气 心道 就是这道士 斩杀了猎杀榜上的妖人 他震惊不已 直到九霄仙宗的少女 轻哼一声 才醒悟过来 两位稍等 我去禀报大人 伴赏之后 县衙之外 吴捕头恭恭敬敬 把二人送了出来 五天之后 平道再来一趟 饱受道长略感无奈 这小小县衙 既无法燕名正身 也给不出应有的奖励 只能保存人头 再上书广山域 然后传至猎妖府 等猎妖府派人 前来燕名正身 再由猎妖府的人 给予奖励 而这书信一去 再等猎妖府来人 就续得三五日的光景 好在这次也不是没有收获 他将金阳县衙之中的 猎妖榜 抄露了一份 猎妖榜三百十三名妖魔 都列于其上 道长走好 道长走好 吴捕头连忙点头 送到了门口 注视着这道士 和那少女远去 走出金阳县衙 接到尽头处 多谢姑娘 宝兽道长 朝着少女失了一礼 她斩杀妖道不难 但是怎样领取奖励 倒是全然不懂 好在这少女热心 伴她来县衙走了一趟 今后再度领取奖励 也算熟悉了流程 道长客气了 方玉似乎想到什么 伸手入怀 取出一本册子 说道 晚辈见道长 向金阳县衙 要了一份猎妖榜 想必是有意替天行道 斩妖除魔 这里是我九霄仙宗的详细记录 算是最详细的猎妖榜 宝兽道长先是惊讶 然后接过册子 翻阅了两页 便明白了 这册子上面 每一页都记录着 一位猎妖榜的人物 但是猎妖榜上 只有名字和画像 而这本册子 不但有名字和画像 同时也注明了身份来历 年龄相貌 修为本领 过往事迹等等详细信息 猎妖榜每月 会有一次更新换旧 我九霄仙宗 也会根据猎妖榜 重新制定这猎沙策 方玉迟疑了下 巧声说道 等下一次更新 晚辈再给道长送来一份 宝兽道长闻言 当下笑道 自然是求之不得 方玉心中大喜 握紧小拳头 暗暗挥舞 离山半个月 就结识了一位恋神真人 回头看师姐 还怎么感受他天真幼稚 等他告辞离去之后 宝兽道长神色复杂 他低下头 缓缓伸手 掌心朝上 火焰骤声 控火之朔 混沌珠竟有如此奇效 宝兽道长为之震动 心绪复杂 在他斩杀妖道的瞬间 混沌珠立刻吞噬了 对方精气神 在一息之后 混沌珠炼化了 这妖道的精气神 温养自身 然后他感觉到 体内真气瞬间增长一截 大约相当于他穿越之后 这半年来 自行修炼的进步成果 而且还得到了 这妖道控火御风的本领 火焰动念而起 狂风呼吸而出 毫无半点声色 如同他多年苦修而成 就可以掠夺对方 苦心钻研的法术造诣 宝兽道长眼神一亮 当下左手一番 清风吹拂 将右手火焰吹灭 他在看着这猎杀榜和猎杀侧 眼神之中的光芒 愈发强烈 这猎杀榜在他眼中 原先是金山银山 现在这猎杀榜在他眼中 是他活跃在外的千百年道横 以及 他寄存在外的千百种道术神通 广山玉 白阳县 老七死了 黑袍老者 面貌枯瘦 眼神浑浊 探一探 不要鲁莽行事 他声音才落 就听得黑暗之中 传了一声嘀吼 宛如猛虎 玄疾有个低沉的声音 回应了一声 是 师尊 广山玉 枫元山 续日出生 朝霞绚烂 但见青山葱翠 白云萦绕 天地清零 这座高山 位置特殊 承接大厦境内的真悬山脉 起自于中悬州 贯穿清明州 中间经过九大玉地界 延绵而至 宛如长龙 落定于此 风元山承接真悬山脉 共汇聚九玉风水 本门创派祖师 能够占据这等风水宝地 建立起白红罐 也真是了不起 宝兽道长感慨了一声 低头看着手中的一打纸张 这是他半年来的心血 关于重建道罐的构造设计 自穿越之后 混沌珠深藏眉心阻鞘之内 让他修炼速度增快 让他道术威能增强 穿越六天后 他在修炼之时 从混沌珠的道运之上 悟出了一套阵法 冥冥之中 他认定这套阵法 能让混沌珠的种种玄妙 发挥到极致 可惜他对阵法方面的造诣 较为粗浅 并非阵道宗师 也不敢寻找阵道宗师相助 而将阵法泄露于外 因此 他苦思冥想 最后决定重建道罐 以最根本的方式 将道罐的格局布置 甚至是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都严格按照阵法的构造来重建 根据他的推算 道罐一旦建成 那么整个道罐 就是一座阵法 道罐成为阵法的根基 混沌珠 就是阵法的源头 混沌珠藏于 宝兽道长体内 所以 宝兽道长 就是阵法的源头 在此之前 因为缺钱的缘故 他之前还准备了 简化版的道罐建造图 但是如今 他已经把简化版的 道罐建造图 扔在角落里了 如今大厦境内 群魔乱舞 而猎杀榜一出 对他宝兽道长而言 便相当于是遍地经营 缺钱 不存在的 从树上探出半个身子 宝兽道长应了一声 看向不远处的来路 来人是个中年汉子 皮肤有黑 双手粗壮 这是他找的工匠 名为王山 是枫元山周边各县里 最好的尼瓦匠 而且为人朴实 风平颇好 宝兽道长 你交代的事情 办得差不多了 王山说道 目前已经找到了36个工匠 至于你特地交代的那位 倒是有些难办 宝兽道长沉印道 郑元 他有什么难办的 这郑元来历不俗 16年前 在朝廷任职 属工部官员 曾参与大厦皇宫的重新修建 更主持建造当今广山域的掌域府邸 只是可惜 郑元的叔父 作为工部侍郎 因建造皇陵出错 被下域处死 家眷流放 郑元受到牵连 也丢了工部的官职 沦为一介白丁 放眼整个广山域 郑元未必是最杰出的工匠 但他是宝兽道长 目前能够请到的 最好的工匠 这人颇有文采 精通建造 能够看懂图文表达 足以根据他的图纸 建造道观 这人也曾参与修建 大厦皇宫 更主持修建 掌域府邸 知晓什么才是 恢洪大事 这人的才能 以及眼力 还有见识 都不是普通 尼瓦匠可以相比的 所以 宝兽道长特地交代 让王山务必 请来此人 作为主持 修建道观之人 他自视极高 不肯前来 王山文言 略感无奈 摇头道 如此骄傲 宝兽道长笑着说道 据小道所知 郑元如今穷困潦倒 家徒四壁 现在有活计给他干 他还不想养家度日 他的贫穷 是有缘故的 王山叹了一声 说道 这些年来 他自视身份 不愿屈尊 许多人请他建房造庙 都被他直言拒绝 但也因此 十六年间 也就坐吃山空 日渐家平 不是说 他进来还有个规矩吗 宝兽淡淡道 这郑元十六年间 坐吃山空 家敌已是吃空 才定了个规矩 但所有人都当他是个疯子 王山说道 你具体说一说 宝兽饶有兴趣地道 郑元曾说 他当年主持修建广山域的掌域府邸 历时一年三个月 建成之后 奉路加奖赏 前后得了927两银子的报酬 王山说道 所以要请他出山 不得低于927两 927两 宝兽道长眉头一挑 这个价格可是极高 你说 这不是疯了吗 王山摇头叹息道 当年他修建的是广山域的掌域府邸 可是谁家建造府邸 能够跟掌域府邸相提并论 况且说了 他不过一介白衣 无官无职 早已今非昔比 就算广山域要重建府邸 也轮不上他 你替小道转告一声 就说小道答应了 宝兽道长忽然应道 什么 王山不经一政 难以置信 你没听错 宝兽道长淡淡说道 但有一点 他建造广山域的掌域府邸 是要掌域大人满意 才能完工 而他建造白红道观 必然也要我这罐主满意才成 如若他建造的不如意 这927两 我全都要收回来 说完之后 又见宝兽道长 将手中一打纸张递了过去 说道 你将这个带给正元 问他敢不敢接 广山域 封县 这是一座小院 地方不大 没有金雕细琢 没有雕兰玉器 却显得简单朴素 有一种另类的美观 宝兽道长答应了 但若不能让他满意 927两 他都要收回 好大的口气 连于花甲的老人 忽然哼了一声 顿时拂袖 颇为不满 老夫当年主持修建掌域府邸 连当今掌域大人 都挑不出毛病来 他一个乡野道士 莫非眼界 比掌域大人还高不成 王山 你转告他 老夫建造出来的道观 他若是不满意 能具体挑出毛病来 别说927两 就是老夫的人头 都一并送他了 这道士既然给得起价钱 老夫就让他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功不将人 正元微微抚须 淡淡道 你让他这当道士的 自己则个良辰吉日 到时召集工匠 再来动工 王山应了声好 便也转身离开 正元随手取过 桌上的一打纸张 这是王山带来的 说是那道士的手笔 作为曾经公布的官员 他有些瞧不起 市井之间的尼瓦匠人 也不认为这乡野道士的手稿 能有多么精细 但他既然接了这个事 便也该仔细了解一番 然而 他结果这图纸之后 只扫了一眼 便呆住了 这 正元看得仔细 然后便有些惊异 他手上颤动 一张又一张 翻阅过去 这图绘画工整 标注精细 具体到一砖一瓦 具体到一分一毫 整个道观 占地甚广 勾连起来 气势辉弘 显得堂皇大气 这倒是想要建造的道观 无论从规模 气势 风格等个方面 竟然都还在广山域的掌域府邸之上 这倒是 要见仙宫不成 正元想起自己先前的一番狂言 竟然隐隐有些忐忑 这倒是心气如此之高 眼界如此不凡 自己真能让他满意吗 可瞬息之间 正元心中不由地生起一股豪气 凤皇非无同不弃 十六年间 他不曾再为人建造 被视为颓丧自费 但实际上 是他才高至大 不屑于建造寻常人家泥瓦房屋 十六年间 满门心思都在钻研建筑之道 不曾有一日间断 从未皇匪才思 不就是为了有生之年 再见出一座辉煌的建筑 让朝廷公布的旧人 刮目相看吗 这就是老夫等了十六年的梧桐树 正元眼神熠熠生辉 心绪激昂 哪怕这株梧桐树 比想象中更高 老夫也要攀上去 与此同时 风元山三十里外 林间掠过一抹庞大身影 掀起狂风 大爷别吃我们 那小道士是风元山白红罐的 就在前头了 忽然有个声音 颤颤发抖 而他手上提着一柄断刀 他虎口已经崩裂了 却死死抓着刀柄 不敢放开 他并不是英勇无畏 而是自觉抓着刀柄 就是抓着最后一条救命稻草 安抚自己恐惧而颤抖的心灵 风元山 山腰之处 旧关之内 年轻倒是盘歇而坐 呼吸吐纳 半晌之后 他睁开眼睛吐出口气 叹道 赚钱哪有抢劫付得快啊 修炼一夜 真气只增长一丝敬意 而斩腰除魔 真气瞬间增长半年 仔细比较起来 相差百倍不止 就在这时 破庙之外 有个两三尺高的黑熊仔 屁颠屁颠跑了进来 宝兽道长 小的已经找到活了 城东有一家人娶了个媳妇 三年没生孩子 近来求神拜佛 怀疑是祖坟风水不好 导致夜债缠身 小兽兽兴奋地说道 这次他们找风水先生 给五十两银子呢 宝兽道长神色淡漠 哼了一声 说道 平道善观阳宅 而对坟种阴宅方面 只是粗通 并不精通 小兽连忙说道 您老不会风水 但是可以帮这家的女人生孩子吗 宝兽道长闻言 不由得一正 点头说道 这倒是能行 虽然他对风水之术只是粗通 但是他对于医学之道 却颇有造诣 可以尝试 但下一刻 就见宝兽道长反应过来 当下伸手一敲 把小熊脑袋敲得播一声响 平道让你 去找猎杀榜上的妖魔鬼怪 你找的什么活 宝兽道长恼怒道 都跟你说了 咱们是做大事的 过往那些小买卖 已经不入眼了 当下猎杀榜上这些妖魔 才是大买卖 你知不知道 要是砍死一个 比咱们之前半年都还赚得多 小熊捂着脑袋 委屈巴巴 低声道 找了一大圈 没找着跟这上面长得一样的人吗 咱们大买卖找不着 也不能空坐着不开张呀 这才想着找点小买卖 维持一下生活 也能挣些钱 攒两块地砖的 宝兽道长忽然伸手 踢着他的熊二 拎到了面前 恶狠狠道 你要是再这样 目光短浅 回头平道就去官府 把你这熊妖也抱上去 等你被猎杀榜收录上去 然后平道再拿你 去换猎妖斧的奖励 小熊吓得瑟瑟发抖 道 宝兽道长 咱们穷极了 也不能卖自家熊啊 小的这就出门 再去探探风 宝兽道长伸手一放 把这小熊崽子丢在了地上 说道 不用探了 小熊颤声道 你已经决定卖熊换钱了 小熊别无所求 今后盗罐茅房上 能不能留个熊仔的标记 也算让后人知道 有只熊为咱们盗罐出过力的 咚的一声 这小熊捂着头 蠢才 门外吹风去 宝兽道长踢了他一脚 小熊圆滚滚地滚到了门口 他撑起身子 双手搭着门槛 探头出去 短鼻子嗅了一嗅 眼神顿时一缩 然后他卷起身子 又圆滚滚地滚了回来 宝兽道长 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 叶峰有寒意 有阴邪气 还有血腥味 所以 猎杀榜上的妖魔 不就有线索了吗 宝兽道长神采异议 说道 过往大厦境内没有妖魔 大虎人现在该让你知晓 凭到真正斩妖除魔的风采了 他提起小兽 放在肩头 左手提起扶尘 背负法剑 走出了门外 阴风吹拂 寒意入骨 风中有血腥味 且十分浓烈 带着煞气 若换作常人 在这里吹上片刻 就要大病一场 他没有停步 继续前行 走过约三五百步 血腥味愈发浓烈 青草间 树枝末挂着点点血滴 地上有残枝断壁 内脏变 地宛如炼狱 宝兽道长眉头紧皱 肩上的小熊 低声说道 死了三个 像是被野兽撕碎的 宝兽道长看着 碎肉旁边的碎衣片 说道 都是惊阳县衙的差异 声音财落 就听得夜里的树林间 阴风呼啸 风吹草动 树烧摇曳 速速作响 宝兽道长 神色烧宁 肩上的小兽 颤颤发抖 宝兽道长 有鬼啊 熊妖惊叫出声 吓得毛发倒数 紧紧抓着宝兽道长的肩头 不敢松手 前方幽暗之处 出现了三个身影 穿着金阳县衙的拆衣服饰 眼神呆滞 气息阴冷 他们不是来查案的 他们就是案件的死者 肉身成了一地的碎肉 魂魄却成了害人的鬼物 道长 还认得我们吗 就在这时 当头的捕快 低沉着开口 宝兽道长梅宇一扬 说道 先前频道去县衙交人头 你们三位就在当场 还跟那位五捕头一起拔刀的 这人忽然音笑了声 似乎还有些自嘲 说道 南威道长还记得我们 宝兽道长沉默了一下 说道 你们因频道而死 这音鬼低着头 缓缓说道 五捕头赶赴广山域送信 逃得一劫 我等却为了道长 而受无妄之灾 惨死山林 他抬起手来 手上的皮肉忽然脱落 变成了白骨 他抬头起来 脸上的血肉层层脱落 变成了个血色骷髅 他森然一笑 獠牙尖利 那道长就来陪我们 走一趟黄泉路吧 他身形忽然一闪 化作了阴风 而他身后的两道身影 也化作了阴风 黑夜幽暗 阴风呼啸 凄厉森然 青草晃动 树枝摇曳 救命啊 小熊吓得瑟瑟发抖 险些屁滚尿流 周边的阴风愈发寒冷 也显得愈发凌厉 然后 就见饱受道长神色淡漠 浮沉一扫 风亭生效 一切归于平静 三道阴风 尽数消散 无形的力量 融入眉心的混沌珠之中 瞬息之后 混沌珠之中的力量 反补提升了少许道横 大约 等同于 他修炼半个月的成果 三道鬼魂 每一道都蕴藏着些许法力 相当于我修炼五日的成果 饱受道长神色肃然 陈阴道 他们死去不超过一个时辰 怎么会这么快就变成厉鬼 而且在出生鬼物之中 他们道横不算浅薄 心死之鬼 如风中烛火 黯淡无光 怎么会具有道横 他们说 是因为自己而死 自然也是 因为自己而来 那么他们背后 究竟是谁 这样想着 饱受道长心中一动 翻出九霄仙宗的猎杀策 拨到一百三十二页 这一页 画得不是人 而是一头猛虎 姓名 孟山君 身份 猛虎成妖 拜入吞英山长老袁孝州座下 排行第四 名为弟子 实为坐骑 修为 炼器静 巅峰 天赋 食人血肉 炼人魂魄 使其化为猖鬼 任凭驱使 世纪 猛虎开灵 化为大妖 为获百年 动辄屠灭村落 后卫吞英山长老袁孝州降伏 追随袁孝州 进入大夏国土 动机未明 行踪未明 孟山君 饱受道长心中一动 翻开了猎杀策 翻到了第十九页 姓名 袁孝州 身份 吞英山长老 修为 炼神静 大成 本领 精通吞英山秘法 善于射魂夺破 喜好杀人炼魂 炼至阴魂鬼物 世纪 屠杀十座村庄 聚万人精血 炼至万魂血藩 被证到所不容 半月前 与吞英山另一位长老莫归联手 在边境杀死猎妖府 十三名红衣斩妖历 后率领其三名真传弟子 顿入大夏国境 不知去向 饱受道长看着下面的画像 黑袍罩身 黑衣精蒙面 只露出一双森然可怖的眼眸 但隐约可以 从眼睛周边皮肤的皱纹判断 此人面貌苍老 并非轻壮之年 而饱受道长 则看向了最后这一栏 低声道 吞英山 袁孝周 炼神境 这两日来 根据前身残缺记忆 连同猎沙册上面 关于各方妖魔的记载 他大致上清楚了 当时的修行层次 世间修行者 大致化分为三个大境界 分别是炼精 炼气 炼神 每一个大境界 又因各自功法差异 道横底蕴深浅 修为强弱不同 以而分作不同层次 出境、小城、大城、巅峰 炼神境 已是世间修行者之中的上层 而炼神大城 更是此境之中的佼佼者 已经盯上我了吗 饱受道长 低声念了一句 猎沙榜上 没有详细记录 但是九霄仙宗的猎沙册 却记录得很清楚 先前被他斩杀的邀道秋风 正是跟随袁孝周 进入大厦境内的三名弟子之一 排行第七 而孟山君排行第四 可将锁食之人魂魄炼化 成为猖鬼 眼下这三个英灵诞生的诡异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猎鬼 孟山君的手笔 是孟山君偶然得知此事 来为师弟出头 还是袁孝周已经得知此事 命孟山君来此 若是孟山君这炼气大妖 饱受道长自存 倒也足以应付 但若是袁孝周这炼神大城的高人 盯上了他 可是不小的麻烦 饱受道长 小熊见他思索扮上 盲笛声唤了一句 饱受道长沉默片刻 说道 根据传说 猛虎驱使猖鬼 距离远近不定 但是跃不过三座山的范围 目前来看 迪亚我名 极为不利 他抓住小熊的脖梗 提了起来 你也是山中猛兽 在山林之中最是灵敏 这三个鬼屋背后的幕后黑手 应该是一头狐妖 狐妖距此不远 只在三座山的范围之内 你打不过他 但平道 要你寻到他 饱受道长伸手一抛 道 去吧 凭你的天赋 从山林留下痕迹之中 寻找他所在的方向 十里之外 悬崖边上 月光清澈 光滑如水 但见一头斑斓大虎 遥望前往 他丈许来高 眼眸闪烁 竟有人一般的神采 瞬息之间 灭杀三只猖鬼 蒙虎眼中有思索之色 心道 至少是炼气境大成 极有可能是炼气境巅峰 但应该 没有达到炼神境 如果达到了炼神境 刚才就可以通过三只猖鬼 以神石契机锁定自身 师尊有令 让他来此探查 但不要妄动 也留了后手 这年轻道士 如果真是游戏人间的炼神真人 他就会断尾求生 舍弃十年道行 将对方的神石契机 留在断尾上面 从而让自身脱逃 他自身作为炼气境巅峰 而这年轻道士 应该是炼气大成 最高也只是炼气巅峰 如果此刻出手 为老七报仇 也不是没有希望 就算同为炼气巅峰 他的本领不如所谓道门真传 但同等境界之下 逃命倒是不难 这般想着 他又思索了片刻 最终还是放弃为老七报仇的念头 罢了 老七这次一向瞧不起我妖雾出身 犯不着为他设险 猎妖府的人紧追不舍 又颁布了猎杀榜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 回头禀报师尊 只说对方本领不在我之下 也就足以交差了 猛虎这般念着 朝着饱兽道长的方向 深深看了一眼 转过头来 走入了山林之间 夜色深沉 山风吹拂 树梢摇动 速速作响 但见猛虎奔行于山间 月色照于虎区 明暗不定 似有森然之意 百兽之王 威风凛凛 夜间狩猎的豺狼 立于树上的夜鹰 藏于底下的毒蛇 纷纷退避开来 不敢临近 然而就在这时 月华疏地一亮 亮得耀眼 气息森寒 灵力万分 轰的一声 猛虎骤然一跃 瞬息已在三丈之外 剑气瞬息划过 青草尘土 漫天纷飞 在妖虎先前所在的地上 出现一条裂缝 裂缝长达丈许 宽颈三寸 身不可及 倒是躲得挺快 侧边不远处 大树之后 走出一人来 来人面貌清俊 年约二十来许 他身着道袍 左手扶尘 右手法剑 他笑意盈盈 看着这头妖虎 说道 戏耍了平道一回 这就想走了 不免无趣了吧 而那猛虎眼神凶利 充斥着难言的威严 修行之事 射服偷袭 不免有失身份 孟山君忽然张口 口吐人言 妖泪净声炼气净之后 足以凭借体内妖气 炼化喉中横骨 模仿人类发声 宝兽道长见惯了小熊 倒也不怎么意外 只是笑道 山中狩猎 不都是钱藏偷袭的吗 什么时候 你们这些妖魔鬼怪 也讲究光明正大了 孟山君眼神闪烁 做出叙事 代发姿态 露出凶利神态 道 你以为与九霄先宗的 真传弟子合力 斩杀了本尊 那不成才的废物失地 就能单独一人 将本尊斩落了吗 他心中有些惊疑不定 因为他看不出 穿着年轻道士 修为深浅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对方绝对不是炼神境 你还知道九霄先宗的 真传弟子 与平道同行 看来你 真是去了金阳县衙一趟 先前那三位差异的阴魂 就是被你驱使来 试探小道的罢 宝兽道长抬起法剑 缓缓说道 你作为炼气境巅峰 探查之后 不来报仇 反而要走 想必你是没有把握 胜过小道 可是 道爷却想试试 你这炼气境巅峰大腰的分量 夜风吹拂 阴云遮住了明月 山林之间 陷入漆黑之中 蒙虎隐于月色 扑沙而来 道人提剑而起 剑气闪耀 如星芒一般 果然不弱 比秋风腰道强得多了 宝兽道长脚下如风 身形腾挪闪烁 法剑挥洒之间 剑气纵横 蒙虎身躯庞大 一扑一跃 速度极快 力道沉重 虎爪之下 光芒幽暗 咻的一声 一人一虎 在夜色下交错而过 宝兽道长停下身形 看着被撕破的衣袖 眉宇一扬 炼气境巅峰 已有真气外放 护持周身 宛如盔甲一般 虎爪积散了他的护体真气 但是没能伤及他的身体 可是他的剑 也划破了孟山君的护体妖气 但是他的剑刃锋芒 划过了虎区 只可惜 蒙虎的肉身体魄 要强于人身 所以剑刃也只是切开了他的皮肉 没有伤及筋骨 大腰的体魄 比我的肉身更强悍 但是他的真气质量 远没有我这样凝练 要比我弱了不少 算了 到此为止 宝兽道长看着那胸利的猛虎 笑着说道 小刀大致明白 炼气境界的力量变化了 这就送你上路 他抬起剑来 浑身气势暴涨 剑上萦绕的气息 添上了一缕难言的玄妙之意 无形的夜风吹拂而来 在剑刃周边 就忽然被切断 剑气断流 孟山君惊呼出声 这是炼神镜 才能拥有的玄气本领 与他斗了半天的 这个炼气境道士 竟然是炼神镜的真人 刹那之间 生死的大恐怖 笼罩了这头巨大的猛虎 平日里狩猎无数 作为百兽之王的虎妖 感受到了生死 盗梟的寒冷与惊惊 轰的一声 宝兽道长 一剑斩落 然而就在这时 虎妖口中蹦出一雾 光芒大胜 这一剑斩在光芒之上 光芒愈发耀眼 如同炎炎烈日一般 不可直视 什么宝贝 宝兽道长心中微动 运转真气到了双目 只见空中是一道令牌 令牌之上的力量 已经散去 他一剑把令牌 斩落在了地上 而眼前已是一片虚无 那炼气竟猛虎大妖 已经逃之夭夭 山风吹拂 阴寒入骨 残存妖气 弥漫八方 宝兽道长收剑入鞘 目光落在了泥土中的令牌上 连忙跳下树来 滚了好几圈 站起身来 顾不得灰尘 忙是屁颠屁颠 朝着宝兽道长而去 要不是他发现了 猛虎在山林出没的痕迹 确定了虎妖的方向 宝兽道长也没办法 再次设服截杀虎妖 这次宝兽道长 已经算他立功了 在他的功德部上面 多寄了十两银子 眼下他心中十分焦急 要是放着老虎跑了 宝兽道长没赚到钱 一气之下 他的十两银子也不算了 可如何是好 宝兽道长 别吵 只见年轻倒是弯腰 拾起了那令牌 在手中颠了颠 露出复杂神色 小熊巧声安慰道 宝兽道长 这次没砍死他 咱们也不要气馁 一时失手 不算什么大事 这种大生意 还能再找的 但最重要的是 心情要放好 有些事情 咱们还照旧 宝兽道长忽然笑了声 说道 砍石头猛虎 都不如这一块令牌来的值钱 真是意外之喜 小熊凑近前来 只见这令牌古铜色 上面刻着一个 古老的复杂文字 仔细看下来 小熊隐隐觉得眼熟 然后他才忽然想起 宝兽道长 似乎也有一个 该死 孟山君在山间奔逃 他身躯庞大 速度却是极快 掀起一片剧烈的山峰 声势好大 他想起那一枚令牌 心疼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是他成妖之前所获 当时他恶极了 在山林外围的官道上 吃掉了两个行人 而其中一个人 贴身带着这块令牌 被他连同血肉 吞噬了进去 在此之后 难受了三天 忽然便明目了许多 思绪清晰 明慧灵智 开灵成妖 如果这一枚令牌 没有失去 那么他有把握在 十年之内 静声练神境 但是他也知晓 如果不舍弃这一枚令牌 刚才他已经在 那一剑之下 断为两劫 这般想着 他身上忽然刺痛了一下 剑气萦绕在身 竟然纠缠不灭 剑气如复古之躯 不断侵蚀 如不妥善处理 必定危及性命 这就是炼神境的力量 他分明是个 炼气境巅峰的道士 怎么会瞬间 成了炼神境的真人 孟山君无法想象 他微微停步 思索了片刻 尾部一绕 剑气缠绕在他的虎尾之上 啪的一声 虎尾骤然断裂 掉落在地 他回望一眼 充满了怨恨之色 断落的不只是半截虎尾 还有他十年道行 罢了 去寻墨归师叔 借我虎尾 宝兽道长盘膝而坐 看着手中的两枚令牌 宝兽道长 这是什么玩意儿 小熊巧声问道 九宫令 宝兽道长缓缓说道 本门就藏有一块 余下共有八块 散落天下各处 据先师所言 及其九宫令 可知悉天地奥秘 天地奥秘 小熊瞪圆了双眼 不可置信 不错 宝兽道长忽然笑道 这虎妖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机缘 竟然得到了 九宫令之一的离子令 但终究还是 落在了平道的手里 那 小熊说道 这次小妖立下的功劳 能不能再找二两银子 最多一两 宝兽道长大方地挥手 打发了小熊 然后他才将两枚令牌 分别拾起 左手上是本门 为数不多的宝物 九宫令之一 前自令 右手上是虎妖孟山君 用来保命的令牌 也是九宫令之一 离子令 我继承前身宝兽道长的 部分记忆 残缺记忆之中 对于这九宫令 记得十分清晰 似乎至关重要 不知如何动用这前自令 但是这离子令 似乎不难使用 宝兽道长这般念着 右手托着离子令 九宫八卦 离子赎火 先前斩杀 摇到秋风之后 混沌珠掠夺其一身所学 自身不但获得半年道衡 也得到了控火和御风的造诣 他思索了一下 然后运用火焰道术 轰的一声 火光暴涨 冲破电定 先翻了破瓦 小熊就在边上 吓得就地一滚 瑟瑟发抖 眼露惊恐 火焰的威能 堪比炼神境施展出来的倒数 宝兽道长露出喜色 这两日来 经过猎杀榜上 各方妖魔境界的对照 他已经可以确定 自身真实境界 只是一个平平无奇 而弱小可怜的炼气境巅峰 但如果动用 混沌珠的助力 可以达到剑气断流 一通鬼神的境地 堪比炼神境的力量 可这一次 他没有动用混沌珠 而只是借用了这一枚离子令 火焰道数 就足以堪比炼神境的倒数 宝兽道长不免欢喜 心道 看来这虎妖 只是误打误撞 得了离子令的好处 但他不通火类倒数 所以不能借用离子令的玄妙之处 否则这一场斗法 还真要飞些手脚 在这一瞬间 宝兽道长又隐约想着 如果动用了梅雨之中的混沌珠 再借助离子令 助力叠加起来 他的火焰道数 会强大到什么地步 此外 离子令 可以将火焰道数增强十倍 那么 前自令 对应的是什么类型的倒数 有九霄仙宗的少女同行 这一次 他是亲自来领取奖励 道长 好久不见 吴捕头匆忙来营 说道 猎妖府的人已经到来 并且勘验完毕 确认是猎妖榜上的妖道 他是携奖赏而来 就在那中等猴 宝兽道长微微点头 然后停顿了一下 说道 金阳县衙失踪了三名差一把 吴捕头文言 震了一下 说道 道长如何知晓 宝兽道长说道 他们死于城外 吴捕头惊呼道 什么 他们死了 宝兽道长说道 被猎妖榜上的孟山君所杀 吴捕头陷入了震惊之中 区区金阳县 怎么接二连三 来了这些猎妖榜上的妖魔 宝兽道长台步迈入县衙 边又说道 小道击退孟山君之后 已经收拾了他们的遗骸 沿东南方向 城外二里处 有一座破庙 他们的遗骸就在神像后 为了避免血腥吸引其他野兽 小道还做了一些处理 吴捕头忙是说道 多谢道长慈悲 他说完之后 朝着旁边吩咐道 听见了没有 还不叫上武座 去把他们的遗鼓收敛回来 旁边的其他公差 匆匆应试 便有四人动身离开 猎妖府位于京城 有三十八位文官 分别主司各职 而在外猎杀妖魔的修行者 换作斩妖历 斩妖历分三个层次 白衣 红衣 金衣 对应三大修行境界 炼精 炼器 炼神 此刻 献崖之中 那中年男子 身着红色衣袍 宝兽道长心道 炼器劲的修为 他这样想着 脚下未停 继续前行 这红衣斩妖历 也没有拖大 迎上前来 笑着说道 在下杨文黎 御龙仙宗外门长老 现任猎妖府红衣斩妖历 想必道友 就是斩杀妖道秋风的 宝兽道长了吧 宝兽道长失礼道 正是 杨文黎回了一礼 说道 先前那妖道的头颅 我已亲自看验 确认是猎杀榜 第172位的秋风妖道 今夜就带回广山玉丰存 送往京城 至于道长的奖赏 我也已经带来 请道长亲自点验 他从怀中取过了两个墓盒 一长一短 宝兽道长接过 打开长条墓盒 里边是大夏王朝的银票 共计三万两 在巨款面前 宝兽道长 依然保持平静的神色 打开了短的墓盒 内中有三枚丹药 色泽赤红 引有赤裂之意 尽管宝兽道长 不认识纯阳丹 但他也能知晓 这丹药极为不俗 有助于修行 多谢 不必客切 杨文黎说道 我官道友年龄不大 却能斩杀妖道秋风 真乃修道之奇才 不知师出河门 宝兽道长淡淡说道 白红贯 杨文黎正了下 不曾听过这个宗门 但是可以断定 不是大夏境内有名的先宗 想必是某些散学修士留下的传承 他沉吟了下 又道 道友可怨入猎妖府 宝兽道长文言 梅宇一条 猎妖府是大夏王朝临时组建而成 目前猎妖府的掌权者 是朝廷的修行者 但是猎妖府出建 还抽掉了许多 来自于各宗各派的修行者 例如眼前御龙先宗的外门长老 据九霄先宗少女方玉所说 猎妖府近来也开始吸纳大夏境内 那些无门无派的散学修士 对于没有事成的散学修士而言 他们没有明示指点 甚至也没有完整体系的修行功法和道数 而且也没有足够的修行资源 而拜入猎妖府 为官府效力 就可以得到官府各类奖赏 诸如功法 道数 丹药 法宝等种种资源 此外 加入猎妖府 便有了大夏官方正统的身份 地位不亚于先宗弟子 对许多修行者而言 这也是一条正道 实际上 宝兽道长如今与小熊相依为命 整个白红冠也就剩下他一个活人 与无门无派的散学修士 倒也没有多大区别 进入猎妖府 每月可以领取俸禄 不但有银两 也有丹药 杨文黎说道 如若立功 那么奖赏更高 且在猎妖府当中 存有大量点击 也有大量资源 更有炼神真人 不定期讲述修行要点 他看着宝兽道长 正次说道 道友乃是修行奇才 若得名师指点 再或朝廷栽培 必成大器 宝兽道长笑着说道 多谢道友爱财之心 但小道是咸云也鹤 不喜规矩束缚 杨文黎有些无奈 也有些可惜 在他眼中 这是年少气盛 自觉仗着一己之力 就可以在修行路上 平步青云 但这样的少年 往往蹉跎多年之后 终究难免懊悔 可是蹉跎了年华 再幡然醒悟 怕是为时已晚 也罢 全凭道友意愿 但若今后改变了主意 道友可以去广山域寻我 杨文黎这般说来 又问道 道友此后 打算往哪里去 宝兽道长说道 就在广山域内长久安居 庇护周边百姓 杨文黎心中 生起一股难言的敬佩之意 诗里道 道友高益 我被修行之势 就应该如道友这般 心在斩妖除魔 意在替天行道 重定太平乾坤 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盛世 宝兽道长神色复杂 心中咕弄道 要是这时候说 小道只是为了回去建造道观 他会不会尴尬 杨文黎沉吟了一下 又道 道友若是有意斩杀猎妖榜上的妖魔 竟来道有一件大事 宝兽道长问道 什么大事 杨文黎身手 翻出几张纸来 当前一张纸 画着一头蛟龙 眼眸凶利 双脚如毛 但蛟龙领甲 则分别是有赤红和默黑 这两种颜色 不规则分布 斑驳杂乱 三日前 我猎妖府的三位 金一斩妖莉 已经在渊河的上端 困住了猎妖榜上 第九位的赤玄蛟龙 预计七日内 便可以破开赤玄蛟龙的天赋神通 将之斩杀 但这头杂血蛟龙 当日是携上摆虾兵蟹将 沿着江海逆流而上 从大夏国境之外的海域 侵入渊河的 避免这些虾兵蟹将搅局 广山玉猎妖妖府的斩妖力 都已经赶往渊河 除此之外 清明州已经从周边各域 抽掉猎妖妖府的人手前来支援 但渊河的大战 恐怕在支援到来之前就会爆发 目前还有人手不足的忧虑 道友若是有意 可以在我这里报个名字 到时候在渊河外围 每猎杀一头小妖 就能得一份奖赏 杨文黎化落之时 却见年轻道士神色一样 将杂血蛟龙那一页抽开 然后这年轻道士 抽出了下面那一页 这是一个黑色的人影 看不清身材与面容 而在黑影的手中 提着一柄长剑 青壁之色 纹路复杂 似有万般玄妙 吞英山元孝州 宝烧道长 与其烧尘 正是 此前道友斩杀的妖道秋风 就是他的弟子 杨文黎见他认出 也不意外 说道 这幅画像的来源 赤玄蛟龙被奉命监察冤河的斩妖力所发觉 这剑 宝兽道长目光烧宁 这剑说来也颇古怪 他进入大夏王朝之前 配剑已经被斩断了 杨文黎说道 如今他手中这柄剑 品阶极高 激进于仙剑层次 让他剑气变得更加丰锐 斗法本领数以倍增 还重创了猎妖斧 一位精一斩妖力 也不知他从何而来 宝兽道长认得 这柄法剑 根据前身记忆 这是白红罐的传承法剑 更是初代祖师传下的掌门信物 这柄法剑 一直在他师尊手中 自从一年前 他师尊陨落之后 尸骨无存 掌门法剑便也不知所踪 他记得袁孝州上个月 才进入大夏王朝疆域之内 此剑为何落在了袁孝州的手中 前身有个执念 就是寻回法剑 当一个堂堂正正的白红罐长教 没有长教法剑 就名不正 言不顺 更重要的是 以本门功法 继承此剑 便可继承至高传承 由初代祖师创造而成的先品剑绝 前往冤河一世 道长以为如何 冤河路远 奔波劳碌 而且赤玄蛟龙 已是你猎妖府的瓮中之鳖 平道何必去捡这些小鱼小虾 宝寿道长笑着说道 不过 日后若要围杀袁孝州 还反请智慧平道一声 傍晚时分 杨文黎给出了一份新的猎妖榜 宝寿道长守直猎妖榜 便寻金阳县 未见妖魔踪迹 作为一名正统道门真传 宝寿道长已经不屑于 再用小熊敛财 于是他失望地 拿着猎妖榜 离开了金阳县 在回到枫元山之前 他多了一圈 货比十三家之后 没满 一日 清晨 枫元山上 宝寿道长功行圆满 舒展身躯 眼神异矣 经过一夜修行之后 真气再增一丝 如此缓慢的修行进度 让宝寿道长 更坚定了斩妖除魔 替天行道 匡扶正义的信念 望着朝阳 他背负双手 眺望远方 陷入思考之中 小熊睁开朦胧睡眼 忽然觉得 宝寿道长的身上 身上升起一股 强烈无比的正义之感 不愧是正道先门的掌教真人 旭日升起 光芒明亮 王山来到了白红观 但这一次 不是他一人来此 还戴上了个头发 灰白的花甲老者 这就是曾经光耀故里 而后被贬归来 颓丧自费 蹉跎十六年光阴的正元 宝寿道长 比老夫想象之中 年轻得多 正元略有诧异 说道 单凭你的图纸 就不是寻常工匠可比 在老夫看来 你若有心 受得引荐 未必不能进入公部 受到朝廷栽培 未来不可限量 他本以为绘画出那一打图纸的人 必然是个经验丰富 精通建造的道人 未有料到 竟然如此年轻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个乳秀未干的小道士 宝寿道长笑了声 说道 官场之事 可不是记忆精通 就能平步青云 小道士修行之事 不求达官显贵 只想建造这七身之地 安心求先问道 正元似有自嘲 又说道 老夫冠小道长这七身之地 可好比先攻龙巢啊 饱受道长文言 也不作答 只问道 道是我这白红罐的建造 正老可有把握 正元听得这么一声 正老的禁称 神色稍缓 然而接下来 却又肃然道 道长想要建造的白红罐 可是与眼前这 寻常道罐大不相同 论起规模之宏大 论起细节之精微 游在广山域的掌域府邸之上 饱受道长神色如常 面上略带笑意 而王山在一旁 却听得露出了茫然的神色 正元左右观看 目光往上抬 看向了风原山的上端 这道观的建造 如若全按你图纸标注而建造 必要耗费巨资 而你图纸上 是要依山而建 更是难度倍增 单是搬运材料 单是取水上山 就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如此一来 所耗费的银两 是一笔天大的巨资 就算是广山域的首富 想要拿出这么一笔钱财 只怕都要伤筋动骨 正元看向宝兽道长 问道 听闻白红罐素来清平 真能拿得出来这笔钱财吗 宝兽道长背负双手 但他说道 钱财方面 你无需担忧 工钱三日一节 绝不拖欠 如有资金不足 你们停见便是 身后树上的小熊 听得这话颇为心疼 建在山上的道观 居然还得加钱 他在心疼的时候 又忽然发现 宝兽道长背在身后的手 早已紧握得毫无血色 正元见他如此自信 心中输了口气 又正色道 宝兽道长 你要建造的道观 难度有在掌域府邸之上 而你招来的工匠 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尼瓦匠 与朝廷工部所属的匠人 记忆不在一个层次上 想要如你所愿 建成此等辉弘道观 绝非一事 他声音落下 又深吸口气 说道 老夫只能多费精力 亲自监看 加以教导 让他们不要出错 但建造难度甚高 而且耗时更久 宝兽道长闻言 笑了一声 说道 郑老既然有此把握 便随我上山 选定位置 接着三人登山而上 直至日暮时分 才下山来 下到山脚 郑元便已开口 言明他心中已大致有了方向 只待今夜再做推算 随时便可动工 接着又听他说道 道长乃是悬门之事 可则好了良辰吉日 宝兽道长哈哈一笑 说道 常言道 择日不如壮日 平道掐指一算 黄道吉日便在明天 百无禁忌 可以动工 这话一出 无论是郑元还是王山 都颇为错愕 但作为凡夫俗子 他们便也没有多言 按道理说 宝兽道长作为悬门与世 必是经言此道 大约心中早有想法 而就在二人告辞离去之后 裁剑树上跳下来一个小黑熊 蹦跳着过来 只是显得很是郁闷 一旦动工 就得花钱 从官府领回来的赏金 这还没误热呢 这么一想 小熊愈发低落 得赚钱了 深吸口气 翻手掏出了他的账本 猎妖榜 这一期猎杀榜 有297尊妖魔 上一期的猎杀榜 则有323尊妖魔 比起上个月 猎杀榜上 只少了26尊妖魔 但根据杨文里所说 上个月在大厦境内 被诛杀的妖魔不止26 而是有176个 因为这个月内 又有众多妖魔 从大厦边境潜入 越过了猎妖府的封锁 其中大部分被杀 有部分则隐匿于 大厦国土疆域之内 不知去向 从而被列入了猎杀榜 昨夜让你变人 猎杀榜上这些家伙 认清楚了没有 认清楚了 小熊闷声说道 这剑凿道观所需的银两 比原先预定的 高出了上百倍 宝兽道长说道 这次咱们定个小目标 本月之内 要斩杀十个恋气径的妖魔 高出了上百倍 他们这些奸诈之徒 如此丧心病狂 小熊惊呼一声 不是他们丧心病狂 而是平道选择了奢侈的道观 宝兽道长叹息一声 原先赚钱不易 只能靠着小熊 招摇壮 壮个不平式 出于义愤 诚恶扬善 他原先考虑的 是图纸上的简化版道观 只需用上最简单的材料 以最简朴样式 根据阵法的布置 即可建造而成 大约耗费数千两银子 但自从发现 猎杀榜这赚钱的来路之后 他就把图纸上的道观 升级到了他认知当中 最高的层次 不单是整体规模扩大 而且假山流水 亭台楼阁 电雨雕像 皆按阵法布置 雕兰玉器 恢弘大气 可是如此一来 就有了一个最大的弊端 缺钱 极度缺钱 宝兽道长 目前极度万分缺钱 于是他眼睛通红地 看着猎杀榜 那是他活跃在外的 无数银两 那也是他活跃在外的 千百年修为 还有他失落在外的 种种道数神通 与此同时 路原县 山林之间 轰然一声巨响 之间一头庞然大雾 从山的另一端扑了过来 这是一头巨大的猛虎 落在地上 仿佛山林一阵 孟山隽 你在外吃了亏 不去寻你师尊 来这里寻我做什么 林间走出 一个黑袍男子 貌若青年 神情冷意 猛虎扶在地上 口吐人言 道 师叔 家师去了冤河 与赤玄交龙 做了一场交易 答应住他脱离困境 免受猎妖斧为杀 如今他尚未归来 只好来寻师叔 为弟子报仇 黑袍男子看着他的尾部 冷淡道 你行事一向谨慎 最爱隐于暗处 驱使猖鬼试探 怎么被断了尾 猛虎低沉道 一言难尽 他忽然抬找一扫 有个布囊抛了出来 黑袍男子伸手一挥 布囊破碎 掉出一条粗壮的虎尾 练神境的剑且 黑袍男子沉吟道 你是要我以此为凭 灭杀对方 一日 清晨 风元山迎来了隆重的喜事 道观开始动土星宫 火热朝天 郑元和王山 以及宝兽道长 都忙碌不已 除了36名尼瓦将之外 郑元还另外招了两个妇人 给所有工匠准备午饭 小熊蹲在树梢上 看着这般景象 既是心疼银两 又期待着道观建成 在此期间 他又看到郑元给宝兽道长 递了些什么玩意儿 经不住心中好奇 便寻了个空隙 悄悄找宝兽道长问了一声 这是郑元给出的材料清单 材料清单 小熊眨了眨眼 挠了挠头 每一项材料 他都去各家进行比较过 宝兽道长感慨说道 郑元和王山 两人来此之前 就已经去各家店铺 了解当下的行情 而且 他们跟各家店铺商议出来的价格 出乎频道意料之外 他们莫非从中吃了回扣 保高了价格 小熊顿时怒道 敢吃俺们的钱 这就打死他们去 胡闹什么 他们给出的价格 可是低得让频道诧异 宝兽道长笑着说道 郑元精通建造 而王山则深知行情价格 二人互相监督 去各家店铺溢价 实在让频道省心了不少 当日 他从金阳县回来 兜里揣着三万两白银 或比十三家 四处去探厅价格 但是郑元给出的材料清单 比他亲自上门去 各家店铺里溢价 所得到的最优价格 还要更加实惠 而在这时 他眉头一挑 却看见山下来了一人 九霄仙宗真传弟子 方玉 只见那少女蹦蹦跳跳上山来 惊起一片波涛汹涌 道长道长 他抬起手挥舞着 高虎道 我来给你送心的猎妖册了 饱受道长文言 笑着迎了上去 将他请入了九道观之中 毕竟猎妖册上 记录的是猎妖榜 诸多妖魔的详细信息 而猎妖榜 又是他的钱袋子 入了道观之后 饱受道长大方帝 奉上一杯茶 道长 你这是修缮道观呀 是啊 原先游历世间 不过如今 既然已经暴露身份 便也该回山来了 对不起 方玉文言 露出歉意 与你无关 饱受道长伸手 接过猎妖册 笑道 还要谢谢你这猎妖册呢 他翻阅两页 忽然问道 据说最近潜入 大厦境内的妖魔 并不少 都在这上面了吗 方玉文言 沉吟了一下 说道 据师门长辈提及 潜入大厦境内的妖魔 未必都进入了猎杀榜 其中有许多的原因 但是有一部分 需得十分注意 饱受道长问道 哪一部分 方玉稚嫩的脸蛋上 崩得十分严肃 政策说道 这一部分妖魔 因为过于神秘 连猎妖斧 都没能查明 他们的身份来历 修为本领 因此 猎杀榜上 都不知该如何标注 才暂时没有列入榜单 饱受道长稍微点头 过于神秘 也有可能是过于强大 问题是 没有进入猎杀榜 就算杀了也没钱赚 不用过多理会 对了 还有这个 方玉忽然又挠了挠头 翻了翻包袱 才取出一本不测 说道 这一本 是上个月受诸的 176个妖魔的信息 宝兽道长接过步测 直接翻到了 妖道秋风的那一页 这一页 详细记录了 妖道秋风的 悬赏名次 与悬赏奖励 以及来历 修为 升平 在妖道秋风的升平一览 末尾之处 标注了这么一句 大夏历82年秋 亡于白红罐宝兽道长之首 前辈不要误会 方玉面色微变 连忙说道 这是大夏官府给出的消息 不是晚辈上报的 猎妖册来自于九霄仙宗 这上面记入了 宝兽道长的称呼 着实容易让人误认为 是他上报了此事 而在他眼里 宝兽道长乃是淡薄名利 隐于世间的高人 这件事情 或许会让他老人家心生不喜 凭道没有怪你 得了大夏官府的赏钱 自然会被大夏官府所关注 宝兽道长笑了一声 在和尚步测之时 却又翻动一眼 赤尊 大洲境内赤燕蛇成妖 原猎沙榜第163位 炼气大成 大夏历82年秋 亡于九霄仙宗方玉之首 你出入炼气境 跨越小城境界 斩杀炼气大成 宝兽道长赞赏道 不愧是九霄仙宗真传 只是你身上的伤势 也是那时候留下来的罢 前辈简直慧眼如炬 竟能看出近乎痊愈的伤势 方玉颇是惊叹 盲道 晚辈离开京阳县 归返宗门之时 遇见赤尊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将他斩杀 受了些伤势 回山之后 有长辈出手 并有疗伤丹药 已经不防事了 宝兽道长稍微点头 正要表示感谢 却又听得门外传来声音 宝兽道长 出事了 郑元的声音 显得有些急迫 宝兽道长文言 心中一阵 书得站起身来 方姑娘 你再次稍作片刻 频道出去看看 说完之后 还不等方玉回答 他便匆匆走出门外 而在门外 就见郑元眉宇间带着忧愁 在郑元的身边 还有个老者 貌若花甲 带着歉意 怎么回事 宝兽道长问了一声 又看向那老者 问道 这位又是 见过道长 花甲老者施礼道 老夫是青岩阁的掌柜 青岩阁正是专门经营 木材及食材的店铺 而且规模颇大 实力雄厚 发家于袁天狱 如今店铺分行 就已遍及整个广山狱 这是郑元给出的材料清单中 同等质量下 价格最实惠的一家 广山狱各县供应的材料不多 郑元出声说道 吴掌柜修书一封 准备袁天狱那边调来材料 但途中出了变故 什么变故 宝兽道长问道 青岩阁的店铺 遍布广山狱和袁天狱 常有材料货物运来 吴掌柜苦笑道 前两日夜里 永遥河突然上涨 淹没了道路 那边的材料便运不过来 只能往回运 而昨夜 老夫才收到那边的传信 现在 不单是道长 您这一笔生意 就连上一笔生意所需的材料 都在永遥河前 掉头运回去了 什么 宝兽道长眉头一条 忽然又觉着老者神色异样 当下沉声道 老掌柜的 就用这种借口 来搪塞平道 道长这是何意 吴掌柜无奈道 老夫句句属实 不对 郑元忽然出声说道 近来天汗 未见下雨 永遥河的水位应该下降 如何还暴涨了 连周边道路都淹没了 岂不是连周边村庄都冲毁了 这 吴掌柜脸上一掷 才叹了声 左右看了下 乔生说道 据说是河中有妖魔作祟 永遥河有妖魔作祟 敢足我修道观之路 饱受道长当即大怒 妖魔 郑元露出意思 他沉吟着说道 若有妖魔 为何不寻官府 他当年也是公部官员 知晓大夏王朝之中 是有神仙般的人物 而那吴掌柜却无奈道 永遥河 位于广山域和元天域的交界之处 但说白了 便也不归两域管辖 若是永遥河有宝藏出世 想必两域官府都会争抢 可现如今出了妖魔 两域官府都恨不得撇清关系 免得误了自家官府 所辖地界的名声 万一闹个妖魔出没的名声 影响可是不小 此事通常需要当地官府上报 请动猎妖府的修行人 前来降妖除魔 而今没有官府上报 想必就连猎妖府都不知此事 吴掌柜 宝兽道长心中一动 忽然拉着吴掌柜 到了一旁 问道 这永遥河受阻 你们清延阁遭受的损失 可不少罢 吴掌柜点了点头 充满了苦涩 说道 我清延阁 与其他各家相比 最大的优势 就是来自于原天玉的材料 如今这两域交界间最大的道路 被妖魔所组 损失可谓惨重 宝兽道长文言 顿时笑了一声 摸了摸光洁的下巴 也就是没有胡须 不然他还真想抚恤而笑 道长这是何意 平道问你一句 宝兽道长面色凝重 说道 替你清延阁 亲了这妖魔斜碎 打通两域道路 你清延阁能给平道多少好处 吴掌柜不经一正 然后眼神一宁 低声道 道长有降妖伏魔的本事 这竟然是个有真传的道门与世 而不是招摇撞骗的神棍 这妖魔兴风作浪 绝非寻常之辈 宝兽道长叹道 就算是平道 恐怕也是要拼上性命 经历九死一生 以重伤甚至残疾的代价 才能勉强将他拿下 吴掌柜文言 陈寅说道 不瞒道长 那郑元和王山 是个老油条 清延阁给出的价格 已经是极低 赚得不多 但若道长可以清除 那永遥河的阻碍 他微微咬牙 说道 老夫可以做主 按照如今的价格 再打个折扣 只收八成银两 不赚利润 而且 当前这第一批材料 就送予道长 只当交个朋友 如今清延阁断了材料运输的道路 生意上损失惨重 真能恢复这一条来往通道 对于清延阁来说 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再者说 如果这个倒是真有本领 能清除河中妖魔 那便代表 他不是寻常之辈 就算是清延阁的老阁主 都一直在想方设法 去结交这样的神仙人物 而至今求道无门 成交 宝寿道长将武掌柜送下山 便与郑元和王山交代一声 然后他走入了旧道观之中 与方玉智慧一声 频道听闻 永遥河出现妖魔邪碎 异域下山斩妖除魔 不能招待姑娘了 永遥河 方玉插一道 为何没有听到 在猎妖斧的同门传来消息 他这般想着 忽然脸色一变 低声道 难道是目前广山域的猎妖斧 也不敢轻易插手 只能暂时避开锋芒 等候猎妖斧高层强者来源 若是如此 这妖魔岂不是修为极高 宝寿道长脸色古怪 然后才咳了一声 说道 兴许是猎妖斧 也不知此事 方玉微微摇头 说道 大厦各地官府 一旦发现妖魔 必然都会上报 猎妖斧不会蒙在鼓里的 宝寿道长也不想多费唇舌 便即说道 不管如何 眼下妖孽作祟是真 无论他有多少本领 既然为祸一方 凭道今次定要斩踏 当天正午 宝寿道长 赴见下山 除魔未到 看着他的背影 方玉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钦佩之意 妖魔入侵 天下大乱 如今咏妖河中的妖魔 只怕是连猎妖斧 都不敢轻举妄动的强大存在 可是这位真人前辈 却不惜姓名 仍义无反顾 直见下山 要去斩杀妖邪 这等侠义之心 才是我被修行之势的楷魔 前辈放心前去 方玉就在这里 替您看守道观 方玉施了一礼 行道 若您不归 晚辈定会为您物色在传弟子 继承白红罐之名 而就在这时 山下的宝寿道长 忽然一个亮枪 又打了个喷嚏 宝寿道长 您怎么了 小熊探出头来 关切地问道 怪事 想小道我如此修为 也算寒暑不清 怎么险些跌了个狗啃屎 宝寿道长安骂一声 心道 莫非是谁用咒术 要咒杀小道 铁定是山上的这批人 下周要弄死您老人家 然后无马分尸 碎尸万段 再立个衣冠种 假装清传弟子 霸占咱们道观 小熊趁机挑拨 想要换个监工 说道 不如就让小的留在山上照看 免得今后 他们还要 绝您老人家的坟 费什么话 宝寿道长一把 将他塞进口袋里 说道 休想偷懒耍华 平道还得用你这狗熊鼻子 去探查各方妖物的 与此同时 广山域边缘 路原线所在 山林之间 岩石之上 有一个黑袍青年 神色冷峻 盘膝而坐 师叔 咒死了吗 忽然之间 林中出现一头壮瘦猛虎 口吐人言 眼神凶利 只是断了尾巴 黑袍青年睁开眼睛 面无表情 咒死了 那就好 我死了 黑袍青年忽然蹊跷流血 往后一仰 倒了下去 猛虎的眼神中 刚浮现出来的 大仇得抱之色 忽然僵住 然后就见眼前的师叔 往后倒下 咒术明明 查无此人 黑袍青年气若犹斯 说了这么一句 就咽了气 孟山君悲愤难当 仰天长笑一声 然后含泪吃了他的师身 到了风原山下的 宝寿道长 对刚才一瞬间的恍惚师神 依然感觉有些不大对劲 怎么回事啊 就在这时 眉心混沌珠遗产 有一股凝炼无比的真气 从混沌珠之内流转出来 宝寿道长 只觉自身道横瞬间增长 约等同于他五年苦修 而冥冥之中 他脑海之中 还多了一缕感悟 悟出了一道法门 明和咒术 大夏王朝 清明州 广山域 南泉县 这里距离风原山 已经有二百里地 属于广山域的边缘地带 官道之上 道路右侧 由一人缓缓而行 这是个年轻道人 身材挺拔 相貌清俊 他沿着道路前行 脚步缓慢 但速度却并不慢 他行走在路上 微风吹拂 灰尘扬起 却见他道袍 依然洁净如新 只是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显得失魂落魄的模样 昨日 他忽然多出五年道横 并得了明和咒术 心绪一动 便以明白来龙去脉 定然是有人咒杀于他 受到反噬 从而毙命 混沌诸于冥冥之中 掠夺了一门明和咒术 并汲取了对方一身修为 炼化之后 反补自身 增长自身五年道横 在饱收到掌明物之后 心中却充满了痛惜之感 他究竟弄死了谁 那斯究竟死在哪里 没有手机 没有证据 甚至不知身份 如何去官府换取奖赏 而且 根据推算 斩杀妖道秋风 才掠夺了半年道横 这次获得五年道横 也就代表 此人修为比妖道秋风 更高十倍 妖道秋风 悬赏三万两白银 那么这个未知名的妖魔 岂不是得三十万两白银 四舍五入 就是上百万两 要是这么一算 白白就丢了百万两白银啊 宝少道长 勇摇和还有多久才到啊 就在这时 他腰间的黑色布袋当中 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小兽头颅 亮晶晶的眼眸 生如志同 却语气低落 小熊得知此事后 也茶饭不思 郁郁不乐 这回是白白丢失了多少银子啊 这妖魔之辈 果真卑鄙无耻 有种就光明正大 面对面战上一场 背地里捅刀算怎么回事 背地里捅刀也就罢了 这妖魔好歹知会一声 咱们白红罐素来仁慈 也好给他说个诗吧 还有这宝兽道长也是 弄死个妖魔 也不提前交代一声 让他提前找找尸首 白花花的银两 这就打了水漂 经过此事 在小熊仔幼小的心灵中 种下了一个坚定德信念 凡是背后伤人 暗中偷袭 藏头鹿尾的 都是个混账东西 快了 宝兽道长看向前方 陈生说道 以后再斩妖魔 若平道无暇顾及其他 你务必记住 趁乱把人头捡回来 小熊神色肃然 狠狠点头 宝兽道长沉默下来 继续闷头赶路 忽然之间 听到身后一阵马蹄声传来 宝兽 长没有回头 只是稍微往右侧路旁 让过两步 关道上驶过一辆马车 前后共四名舞者 骑着高头大马 护卫在侧 马蹄仰起了些许灰尘 宝兽道长伸手捂住口鼻 皱了皱眉 右侧的舞者 骑在马上 扫过一眼 居高临下 神色冷漠 宝兽道长回了一眼 不以为然 灰尘见平 马蹄声远去 那一行人 在关道尽头渐渐消失 而宝兽道长染了半身薄灰 他轻出口气 浑身一震 灰尘静落 尘埃不染 半个时辰之后 车队临近南泉县城 围手的舞者 口干舌燥 摘下水囊 饮了口水 待他放下了水囊 再看前路 远处关道 视线所及 似有个人影 他并不在意 驾马前行 临近之时 他发现这人背影挺拔 背负长剑 身着道袍 竟然也是个年轻道士 今日关道上遇见的人较少 半个时辰前 才见个年轻道士 半个时辰后 又遇上个年轻道士 而且背影相似 倒令人错愕 车队越过这道士 马蹄扬起灰尘 这舞者偏头看去 而那道士 也偏头看来 这中年舞者 忽然一正 恍惚之间 这年轻道士 跟半个时辰前 遇见的那个年轻道士 竟然无比相似 但他还在细看之时 却已经越过了那道士 毕竟骑在马上 远胜徒步而行 怪事 中年舞者念了一声 暗道 莫非我年纪大了 老眼昏花 神志也恍惚了 精神不佳 偶有一时恍惚 倒也不算什么 他便也没有放在心上 车队渐行渐远 回望一眼 那道士依然还在道路后方 缓步而行 随着车队行进 便看不见到是身影了 又过一个时辰 车队进入了 南泉县的范围之内 而在前方 似乎还有道人影 远远看去 那背影显得挺拔 背负长剑 身着道袍 脚步缓慢 中年舞者 心头忽然一领 而他驾着马 还是越过了那年轻道士 他偏头看去 仔细打量 而那年轻道士没有看他 目视前方而行 马的脚步 比人的徒步 还快得多 他又越过了这年轻道士 但是 刚才那个清俊的侧脸 竟然跟早先看见的年轻道士 一般无二 这 中年舞者 脸色有些难看 先前一次 或是精神恍惚 看错了面貌 但这是第二次 便不该是他看错了吧 耿说 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一名年轻舞者 笛声说道 这倒是很古怪 耿信中年舞者 回望一眼 陈生道 你们看到了什么 旁边又有舞者陈英道 早上出发 到现在舞时 咱们遇见了三个年轻道士 而且装束相同 莫不是同门师兄弟 耿信舞者沉默了一下 然后说道 不要招惹 不要理会 不要节外生枝 他江湖惊艳老道 从一开始 就跟那道士对了一眼 照了个面 而其他三名舞者 显然只是 关注了道士的装扮 却没有注意到 那道士的面貌 耿信舞者心绪忐忑 官道上真有三名年轻道士 长得一模一样 还是说 他们三个 都是同一个 正午时分 官道之上 路边查停 小姐 日头确实太热了 水囊也喝了大半 不如我们在这里歇一歇 补歇清水吧 耿信舞者略微偏头 说道 这才中午 傍晚才能到南泉县的 马车里边 有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应了一声 然后 就见两个少女 从马车上下来 一个面貌秀气 一个身材高挑 二人却都是丫鬟打扮 下车之后 撩开车帘 接着才有个年轻女子 小心翼翼出来 只见她容颜轻力 腹弱凝脂 被丫鬟扶着 慢慢下了马车 店家 上茶 这一行人 四个护卫 两个丫鬟 一个车夫 还有个小姐 共有八人 便分了两桌坐下 查停不大 又有其他的行人在此歇息 加上这八个人 倒是坐满了查停 一时间显得生意红火 而就在这一行八人坐下之后 却听到查停之内 又传来一个 稍显懒散的声音 店家 再上一壶茶 耿信舞者随意偏头一看 陡然心头一震 疏得站起身来 他面色变幻 心绪浮动 这年轻倒是 阴魂不散 莫非是冲着 他们这一行人来的 查停之内 行人各自饮茶 他们一路赶来 也颇疲累 趁着歇息之间 与同伴闲谈几句 而在这边 随着耿信男子 站起身来 他的同伴也都心头一领 目光纷纷看了过去 旋即这两桌上 气氛紧绷 哎呦 道长 店内已经坐满 委屈您捎带一下 而就在这时 店家忙碌之中 匆忙回了一句 只听他倒是笑了一声 道 可得要快些 天气炎热 平道只喝了一壶茶 还不解渴的 自始至终 他也没有朝这边 看过来一眼 耿信男子与同伴对视一眼 不知怎的 有些松了口气 似乎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耿说 坐下 耿信男子伸手一按 是一同伴坐下 耿说 你认识他 旁边鹅黄色衣裙的 年轻女子 忽然轻声问了一句 他也看见了 那是个年轻倒是 相貌轻俊 举止洒脱 显得不拘一格 早上启程 路上遇见他三回了 耿书沉声道 三回 鹅黄群女子亚一道 不错 他孤身行走在路上 每次马车越过他 过不了多久 他又在咱们前路上 耿书皱着眉头 低声道 早先还以为老眼昏花 后面又遇上一次 便知他绝非凡俗 没想到咱们一落脚 他已经在这儿了 马车行进 比徒步而行 快了 该有许多倍的 鹅黄群女子猝眉道 不错 官道上见他走得很慢 按道理说 以他的矫程 明天正午都不一定走到这里 耿书脸色凝重 道 但是他比咱们早到了这茶亭 难不成冲着我们来的 又有舞者 低声说道 不像 若真冲着咱们来的 早该动手了 说完之后 耿信舞者又伸手招来店家 道 那位道长的茶钱 我替他付了 耿大说 你怎么又花这些冤枉钱 旁边卖身来的丫鬟 却有些心疼凝两 巧声道 你看他身上 没有半点风尘之色 但先前咱们经过时 扬起灰尘 染了他半身的 耿信中年人喝了口茶 说道 这样的高人 或许不会与咱们计较 但也难保真的不会心生戒地 咱们不能无礼 替他截了茶钱 算是赔个礼数 耿书做的事 鹅黄一群女子 轻声说道 左右只是一壶茶钱 只当卖个人员 而在茶亭的另一端 保守道长饮了口茶 颇绝舒畅 那边的声音 压得极低 不敢大声说话 但是保守道长 是修行有成之事 即便不是有意窃听 也能听见这些言谈 倒是个老江湖 保守道长笑了一声 又倒了一杯 放在袖口 袖中悄悄探出一个 黑乎乎的毛绒熊头 把茶喝完 砸吧砸吧嘴 保守道长 都说炼神镜真人 也不能壁谷 照俺看来 他们是不想壁谷 你个卫族炼气镜的小家伙 又何出此言 若有朝一日 我成了炼神镜的妖王 我也不想壁谷 左右喝喝茶 吃吃肉 多美一件事 倒也有理 保守道长笑了声 放下茶杯 说道 不过炼神真人 确实没法避谷 不说五谷杂粮 但单要领悟 还是要吃的 他站起身来 将茶壶放下 便往前走去 小雄心中震惊 然后大喜 莫非向来奋功守法的保守道长 今日便要喝一顿霸王茶 若照此下去 保守道长开了窍 今后吃喝用度 便不用再有花费 常年累月之下 岂不是又能攒下一笔银量 想什么呢 保守道长淡淡说道 有人赔礼 结了茶钱 小雄嗷了一声 略有些遗憾 但想起茶钱有人付了 心情顿时便畅快了 而在另一边 那丫鬟有些心疼银量 耿叔给他付了茶钱 也不见他道生谢 本就是赔礼道歉 哪当得起人家一声谢 耿性中年男子笑了一声 然后说道 喝了茶 补些清水 咱们也该走了 永遥河前 河水奔腾 汹涌澎湃 就如骏马奔腾 长思狂吼 前边水流湍急 已经阻断了前路 而见这景象 众人已经沉默了下来 气氛颇为低落 耿叔 片刻后 一名年轻舞者驾马而来 语气低沉 道 找不到渡船 倒是遇上个侨夫 说是这两日间 永遥河的水位突然上涨 把道路淹没了 是我疏忽大意了 耿性中年人颇为自责 说道 这条道路直通袁天狱 许多商行的车队 都要经过这条道路运货的 咱们从茶庭出来之后 这后半截路 未有见到行人过客 也没有商贩车队 我早该猜到的 耿叔 车帘撩开 俄黄衣裙的年轻女子 轻声说道 现在怎么办 咱们只有五天十日 若不能尽快将信物 递交给袁天狱的掌狱大人 老爷便性命难保 耿叔沉音说道 这样 我也算精通水性 待会儿就由我求度过去 将河岸对面 接上几条绳索 然后咱们弃了车马 以我的功夫 能带你们踏索过河 带到了袁天狱那边的城镇 再买几匹豪马 他声音才落 便听得周边传来笑声 带着嘲讽之意 破风刀耿记 不愧是成名二十年的高手 能带着人 还能踏索过河 想必轻功 已是炉火纯青 众人皆露出金色 朝着后方来路看去 六个黑衣人 骑着高头大马 各执长刀 逼近过来 保护小姐 耿性中年男子拔出长刀 脸色凝重 道 真要赶尽杀绝吗 当头一人笑道 你们这些人也翻不了天 可谁能想到 周小姐居然跟袁天狱 掌狱大人的千金 是归中好友 要是让你们见到 袁天狱的掌狱大人 岂不是坏的大事 另外一个中年人 淡淡说道 其实周家只要与我们合作 把朝廷赈灾款分掉 大家共同富贵 就皆大欢喜 为何要宁死当个穷鬼 就在这时 马车之内 年轻女子的声音传来 今年大汉 颗粒无收 你们吞掉了赈灾款 要饿死多少人 我周家世代清廉 岂会与你们同流合污 女子声音柔弱 却带着坚毅不屈 人命如草剑 饿死几千人 又算了什么 如今你周家爱惜清明 却不但要覆灭 还得背上贪污赈灾款的罪名 名利皆毁 一臭万年 岂不可笑 那黑衣中年人 面带嘲讽 玄机抬手麾下 贺道 杀了他们 耿记神色冷意 持刀而上 贺道 护送小姐离开 他当先 驾马赢了上去 余下三名年轻舞者 接对视一眼 驾马冲了上去 对面七名黑衣人 同样驾马杀了过来 顷客之间 刀光剑影 金铁交击 一时间混乱无比 走 耿机衣人独占三人 忽然大喝一声 车夫闻言 狠狠一甩马鞭 马吃痛 拉着马车 往前奔逃 扬起一片尘灰 想走 两名黑衣人 驾马持刀 截断了去路 忽有一道破空声响起 马夫被一剑 射在了胸腹之间 闷哼一声 跌下马来 勇摇河依然水声汹涌 滚滚奔腾 血腥味弥漫开来 不过片刻之后 局面已经恶劣到了极点 当头一名黑衣人 哈哈大笑 手中提着刀 而刀上滴着血 耿机 功夫不错 不如投靠我们 好过死在这里 妄想 耿机浑身染血 他偏头看向马车 低声道 小姐 耿叔这次 恐怕不能护你周全了 耿叔 马车内的周佳千斤 脸色苍白 而车内两名丫鬟 也是吓得轻轻颤抖 气氛沉寂 涛声依旧 在生与死的局面中 忽然之间 涛声停了 奔腾的河流 轰隆的响声 刹那之间 仿佛被冻结住了 而有轻微的脚步声 悠悠传来 显得十分遥远 但又极为清晰 无形的气势 笼罩在永遥河两岸 所有人只觉浑身僵致 如同陷入泥沼之中 难以动弹 然而视线所及 大河的上端 却见一道人影 那是一个奇长的身影 如闲庭信部 行走于停滞的河面上 那身影缓缓走来 越发清晰 那是个年轻道士 面貌清俊 气质脱俗 他手执浮沉 背负长剑 他走到了河流中间 然后淡淡扫了众人一眼 他的目光 越过众人 直落在耿性中年人的身上 然后他沉默了一下 才缓缓开口 过河 莫名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露出茫然之色 耿记心中一阵 鬼使神差的点头 好 声音落下 倒是淡然拔剑 然后他轻轻一剑 在水面划过 河水分开 断作两劫 趁人剑气断流 倒是一剑结江 天地聚迹 万物凝制 倒是一剑 结断江河 忽然轰隆巨响 下游的水 清洗而去 上游的水 被剑气所阻 不断蓄水攀高 竟不能越过分后 眼前难以置信的景象 生出令人震撼 而惊骇的思绪 笼罩了所有人 他们身体僵制 似乎连思绪都僵制住了 他们不自觉 屏住了呼吸 或者是忘记了呼吸 直到那河面上的年轻道士 缓缓收剑入鞘 看了过来 过河 淡淡的声音 打破了凝制 无形的压迫 泥沼般的困境 顷刻消散 众人仿佛 卸去了一座大山 然而思绪清晰下来 震撼与惊骇的情绪 却愈发浓重 过河 耿记忽然翻身下马 拉起重伤的马夫 沿着前方 被剑气轻开的道路而去 马车的车帘已经掀开 年轻女子轻力而温柔的脸上 似乎泛起波澜 她看着一件结疆的道士 眸中充满了震撼与敬畏 年轻倒是仿若不绝 淡淡扫了那些黑衣人一眼 那些黑衣舞者 面色骇然 只觉无边的寒意 笼罩了他们 撤 黑衣首领大鹤一声 余下众人毫不犹豫 立刻掉转马头 奔逃而去 马蹄仰起 尘灰飞扬 不知逃了多久 仿佛骏马都疲累不堪 他们才得以停下来喘息 然而各自对视一眼 只觉得充满了恐惧 而在永瑶河上 宝兽道长淡淡收回了目光 落在了大河的上游 他的目光 异异生辉 似乎透过层层水流 看穿了河底 所有的藏污纳垢之处 妖念 谁给你的胆量 在这涌摇和新风作浪 倒是 你要多管闲事 河底之下 传来一个声音 沉闷而凝重 多管闲事 宝兽道长 忽然陷入了沉默当中 然后便见他满面怒容 连高人气度都维持不住了 咬着牙伸手出来 指着河水 他气得手指都在颤动 你敢说平道多管闲事 你他娘的 在这里新风作浪不要紧 你断了来往伤队道路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他娘的 在阻挠老子见到场 你他娘的有没有常识 这是阻道大仇 这得不死不休 河底的妖物 不禁吓了一跳 不过是在此布阵 导致水未上涨 如何就成了 不死不休的阻道之仇 看那道士的架势 杀气腾腾 不像作假 妖念 报上明来 宝兽道长贺道 敢阻平道的路 且看你只几斤几两 河底下的妖念 没有回应 但是被宝兽道长 真气所禁锢的河面 忽然沸腾了起来 滚滚浪潮 再度掀起 只见宝兽道长 目光如炬 真气晦及双眼 堪破虚妄 却见大河底下 隐隐绰绰 形态各异 底下不止一头妖物 而且不止一种品类 足足百余之术的 虾兵蟹将 这些虾兵蟹将 修为都颇是浅薄 大多在炼精进的层次 而为首的一头大妖 是一头墨青色的巨龟 他心中一动 想起了猎妖榜 第242位 终足血脉 修为 炼气静 小城 本领 善于操控水流 有兴风作浪之力 善于自保 其龟壳坚不可摧 世纪 早年与世无争 深藏湖泊修行五百年 后被赤玄蛟龙降服 随之潜入大厦境内 在猎妖府围剿之下 与赤玄蛟龙失散 以不知所踪 而根据悬赏 这头炼气静的大妖玄归 一万二千两 纯阳单一枚 至于赤玄蛟龙麾下的小妖 没有资格进入猎妖榜 但是也标注了 每一头虾兵蟹将 价值百两 宝兽道长思绪一动 愤怒的心情顿时平复了不少 神色也缓和了不少 语气也温和了三分 原来是上了猎妖榜的玄规 你倒是早说啊 和底之下 玄规察觉到 这倒是杀意全消 语气柔和 不由一正 难不成这倒是 也是龙王麾下的 如今认出了他 便当了自家人 而当他这般想的时候 又听到河面上的年轻道士 寒笑说道 听闻赤玄蛟龙 被猎妖斧的金衣斩妖力所为 你这缩头乌龟不去救主 反而躲藏在此 又阻我大道 看来命中注定 是与我有缘分的 然后还不带玄规出声发问 就见那道士 轻飘飘一掌拍落了下来 轰隆隆声响 整条大河 仿佛都翻覆了过来 道士 玄规张口出声 怒道 你既然认出了我 就该知晓我家龙王的威名 怎还敢伤我 饱受道长笑道 你当平道 惧怕他不成 可惜他被猎妖斧所为 命不久矣 否则平道连他的龙头都想要 如今既然是你撞上了 就何该是我的银两 玄规这才听得明白 对方竟然是要 拿他去换奖赏 当即怒吼咆哮 江河浩荡 奔腾不已 水面不断积高 声势愈发壮烈 道士 纵然 你能剑气断流 乃是炼神真人 也未必能将我斩杀 你不过练气竞小城的妖物 也敢大放狂言 还以为 你是能够跨越 大境界迎敌的故事主角吗 道士 你敢瞧不起我 河底下的玄规 疏乎浮现 犹如山丘般庞大的外壳 墨绿颜色 赤色纹路 他头颅伸出 宛如胶手 眼眸森然 气势滚滚 然后道士一言不发 直接一箭披露了下来 轰隆 那巨规还没放狠话 便缩了头颅 立即沉入了河底 这一箭落在了河水中 掀起百杖浪涛 轰隆如雷 河岸两侧为之巨阵 碎石散落 尘埃四起 树木晃动 落叶纷飞 但这一箭 却没能斩杀巨规 阵法 宝兽道长露出差异之色 底下足有108头 虾兵蟹将 都是炼精镜的小妖 竟然汇聚成了阵法 而阵法的中枢 在于这炼气镜的玄规身上 可即便如此 凭百余为小妖结成的阵法 就可以抵挡得住她的剑 刹那之间 精明万分的宝兽道长 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这玄规身上有宝贝 然后她眼神更加赤裂了 于是她的语气 更加温柔和善了 玄规道友 以你这浅薄修为 凭这宝贝 连同阵法 难道就能抵挡 恋神真人的功法吗 若真如此 这宝贝着实堪称至宝 平道还想问一句 催动其微能之时 是否需要特定的法觉来启用 永遥和尚 年轻的道士 站在水面上 俯视河底 接连开口 温和的语气 由衷地赞赏 求知的谦卑态度 这让玄规不由的心绪恍惚 但刹那之间 她便反应过来 好生狂妄的道士 敢将我视入雾 敢将这宝贝 视作你囊中之物 真是气煞我眼 真有宝贝啊 宝兽道长愈发兴奋 又是一剑朝着河面劈了下去 永遥和近乎翻覆了过来 但是底下的重妖阵法 却依然稳固 道士 任你道横高深 且看你如何破我阵法 这阵法确实不俗啊 宝兽道长梅宇一阳 露出诧异之色 他第一剑 动用混沌珠 结将断流 此后便全凭自身道横来使剑 根据他的推算 没有动用混沌珠 一剑斩出来的威能 隐隐已是超出 炼气巅峰境界应有的范畴 也就是说 这阵法之稳固 足以抵挡炼 弃境巅峰的人物攻法 可是这阵法 也只能守 而不能攻 所以这玄规打算藏在河底 静静挨打 等这道士打得烦了 自然就走了 而在河面上 宝兽道长也陷入了沉默当中 河底下的玄规心中大喜 想着这道士无法打破阵法 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而实际上 宝兽道长确实颇为苦恼 若我动用混沌珠 道士足以斩破阵法 将这玄规也一并斩杀 但就怕剑气威能太胜 阵法溃散之时又有反噬 到时候 这些小妖都尸骨无存 这样一来 我还怎么去官府邻居赏钱 他这样想着 竟有些下不去手 而在河底之下 玄规发出笑声 这宝珠 乃是我家龙王世代相传 被他老人家祭练了千年的至宝 以一百零八头小妖站住阵击 你是打不破的 道士 我伤不得你 你也伤不得我 不若就此罢手言和 你退去了吧 你若不走 也是自取其辱而已 那玄规言语之中 不乏嘲讽之意 宝珠道长沉吟了下 忽然收了法剑 玄规见状 更是张狂大笑 声音滚滚 盖过了大河奔腾之声 但是他声音还未落下 便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因为那河面上的道士 伸手入怀 不知掏出了什么玩意儿 然后 这道士又蹲下身子 伸手探入水中 道士 你想干什么 玄规心中顿身惶恐 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笼罩住了他 宝珠道长笑着说道 其实没必要非得强行破阵 凭到不喜欢这种 他说的还是文雅风度 例如遵循五行对应之法 他话音未落 便以运转真气 施展道朔 得自于妖道秋风的火焰之术 而在他掌中 还有一道令牌 九宫令之一 离字令 火焰道朔 未能暴涨 火焰侵入水中 非但不灭 气焰更盛 水中温度骤然升高 道士 住手 玄规怒吼咆哮 喝道 你管 这叫五行对应之法 五行之中 水能克火 这倒是居然反过来以火煮水 五行相克 水能克火 但物极必反 火望便得以克水 宝兽道长淡淡说道 平道的火远 剩余这涌窑河的河水 自然可以克水 而整个涌窑河 温度不断攀升 河水不断翻涌 只见河面上 白烟滚滚 迷雾茫茫 只见河水汹涌 宛如煮沸了一般 他不必用剑来强行破阵 他只需将这众妖的 七身之河煮河水沸腾 水下众妖难以存身 自然就无法维持阵法 阵法就此不攻自破 道士 你敢坏我大事 我与你拼了 玄规同样在逐渐升温的河水之中 烦躁不堪 难以平静 见到那些小妖 已是支撑不住 各自散开 阵法溃散 心中绝望 他怒吼一声 沸腾的江河 欲发汹涌 蒸腾的白雾 弥漫在这片大河之上 他口中忽然吐出一枚白猪 白猪如玉 光芒晶莹 这就是那宝贝 宝兽道长眼前一亮 正在出手抢夺 然后便见到玄规 暴露在龟壳之外的头颅脖梗 以及四肢不断萎缩 血气不断挣腾 而那龟甲之上 纹路愈发细密 细看之下 竟是无数的裂纹 他竟然是拼了性命 还催动这一枚宝珠 宝兽道长先是一正 未有料到 这玄规竟然有如此宁死不屈的血性 然后他下一刻 便面色大变 玄规道友 千万不要冲动 你要冷静 不要乱来 大家都是修行之辈 凡事都可以讲道理的 咱们好生商量 平道留你个全世 好过你这样 尸骨无存 他声音才落 就见那玄规 更是怒火冲销 咆哮了一声 然后宝珠骤然大放光彩 隐隐有龙音之声 而那玄规在水中一颤 化作灰烬 溶于水中彻底消散 宝兽道长垂足顿胸 痛惜道 你这样死了不要紧 可尸骨无存 让平道怎么去领悬赏 前有无名之事 暗中咒杀 不知死于何处 措施巨额悬赏 后有玄规大妖 而仅死无全尸 万鱼两白银 彻底打了水漂 这不禁让宝兽道长 对于生命的逝去 而感到悲痛万分 吼一声巨响 大河底下 传来一声剧烈的长笑 玄规虽死 风波却未平息 河底的宝珠之外 忽然浮现出一道虚影 那虚影眼眸 酷似玄规 然而身形姿态 却形如骄莽 有乾隆升天之势 隐隐不亚于 炼神真人的威能 玄规弃了性命 将一身道横 灌入宝珠之中 竟化作了一道蛟龙虚影 那蛟龙似乎要挣脱大河 冲销之上 与宝兽道长决一死战 罢了 到此为止 宝兽道长已是心灰意冷 叹道 安静一些 你又不在猎杀榜上 吼什么吼 他心念一动 眉宇之中 混沌珠微微一颤 他的真气威能 节节暴涨 而如此强悍的真气 又灌注到了离子令之内 火焰道数 威能之胜 如烈日当空 河底下的蛟龙 发自本能的愤怒挣扎 哄 大量的白烟 冲上云霄 遮蔽两岸 随后这一切响动 都归于平静 只有朦胧白雾 笼罩在天地之间 久久不散 白烟朦胧 遮天蔽日 在烟雾弥漫之间 一个年轻道士 缓缓走出 他神色复杂 轻出口气 之前便考虑过 他以火焰道数 经过离子令加持 未能变暴涨十倍 堪比炼神真人 可以坟将主海 那么 如果他在动用混沌珠 又有离子令加持 那么他的火焰道数 会强大到什么样的地步 现在他便看清楚了 原先水流湍急 汹涌咆哮的咏摇河 此刻彻底干枯 就连一滴河水 都未有留存 咏摇河的阻碍解决了 但是他并不高兴 因为玄规死无全尸 下场凄凉 令他感到悲痛 直到混沌珠微微颤动 增长了他小半年道横 并且得到了一门神通 才稍微弥补了 他沉痛的心情 入水神通 饱受道长微微沉吟 心道 以后入水 便如鱿鱼 不受束缚了 他这般想着 多了几分欣慰 此时笼罩这片地界的 朦胧白烟 也已逐渐散去 而隐于河岸边上的小熊 迈开两条小短腿 屁颠屁颠就跑了过来 饱受道长 那大妖呢 小熊激动地问道 死了 饱受道长的心情 又变得低落 那尸首 小熊正了下 饮有不安 他动用了一枚宝珠 尸骨无存了 饱受道长叹了一声 但颠了颠手中宝珠 心中又多了几分安慰 尸骨无存 小熊陡然拔高声音 惊呼出声 饱受道长 咱们不是说好的 让小妖来收尸的吗 您老人家下手 怎么就没点分寸 把她打没了呢 这回咱们银两又没了 还剩下一些炼精进的小妖 聊胜于无霸 饱受道长摆了摆手 小熊低下头来 抹了把熊泪 然后又看向余下的虾兵蟹将 在饱受道长 还未动用混沌珠之前 但是凭借离子令施展出来的火焰倒数 就已将大合煮沸 这些只在炼精进界的虾兵蟹将 在阵法溃散的同时 也都尽数死绝 砍两棵树 做个木板 将这108头小妖 都拖到最近的官府去领赏 饱受道长声音落下 伸手一饮 将最近的一条大白虾取到手中 这白虾长有三尺 粗如手臂 已经变得通红 他看着白虾 忽然鼻翼吸动了一下 然后小熊就见他 直接包了虾壳 咬了一口 饱受道长 小熊忙是说道 也值不少银两的 怎么就吃了 饱受道长敲了他脑壳一下 说道 咱们把虾头蟹克鱼鼓啥的 拿过去当个凭证就成了 小熊听了 当下一言不发 转身就扑向了河床 直接抄起一条大鱼 放在嘴里就啃 瞧你那吃相 要是让外人看见了 岂不是丢我白虹罐的脸面 饱受道长十分嫌弃 又抜起袖子 抽出法剑来 把墨盘大的螃蟹给撬开壳 然后他一头扎进蟹壳里 吃得浑身油光 半晌之后 就见小熊躺在河床上 拍着骨髒的小肚子 摸着柔软的毛发 喘息着道 饱受道长 咱们吃不完呢 这不可惜了吗 饱受道长优雅地 用袖子擦了擦嘴巴 淡淡说道 吃不完就做两张木板 把肉都拖回去 那些虾头 蟹壳鱼鼓什么的 平道带去官府领赏 他说完之后 止不住打了个宝格 一时间吃得太香 都还没来得及运转功法练化 这些小妖 虽然道横不高 但毕竟是汲取天地日月精华的 其血肉之中 蕴藏天地灵气 以他蒸活主熟之后 已不亚于灵丹妙药 过得小半个时辰 后 待会儿你就在山间等着 平道去一趟官府就成 好嘞 再拿个虾肉过来 饱受道长又拿过一条大虾 咬了一口 嚼了嚼 心中忽然想起一事 那玄规拼命催动着宝珠之前 说自己坏了他的大事 他躲藏在这咏摇河 能有什么大事 两个时辰之后 咏摇河所在 便见一道身影 从袁天狱的方向赶了过来 他临近咏摇河 面色忽然微变 没有汹涌澎湃的水声 他小心翼翼 再往前探 然后眼前的景象 让他如遭雷击 干枯的河床 干燥的河岸 勇摇河呢 玄规呢 108虾兵蟹匠呢 他只觉口干舌燥 往前迈了一步 残存的赤裂之意 仍扑面而来 这 他面色骤变 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已经可以断定 就在不久之前 勇摇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 有炼神奇数的真人 以大法力 蒸干了整条大河 这河只是坟江主海 这是直接把江河给烧干了 这样层次的人物 便是在炼神真人之中 也必是强大至极的人 勇 难不成是大下国师亲至 完了 勇摇河没了 妖物全消 玄园龙顶珠也丢失了 这边的退路已经断了 渊河的那头赤玄蛟龙 恐怕是劫术难逃 这人不禁握紧了拳掌 脸色有些苍白 心道 那吞英山的袁孝洲 素来心狠手辣 就算我师尊是猎妖府的 精一斩妖力 他都没有半分忌惮 这次袁孝洲定然不会饶我 他这般想着 心下也不免委屈 就在昨天晚上 师尊才跟袁孝洲达成合作 今日一早 师尊才让他来监察勇摇河 这还没感到 连勇摇河都没了 可是他知道 袁孝洲震怒之下 不会听他解释 而且 这次师尊与袁孝洲合作 事关重大 牵扯极深 射击更广 只怕以师尊的性情 是会亲手斩下他的人头 送给袁孝洲当作陪礼 不成 潘家三代单传 到了我潘城这一带 得遇先缘 前途无量 岂能坐以待毙 潘城咬牙 脸色变幻 心中思绪纷乱 回去是必死无疑 可是逃命的话 却也无路可走 他知道 师尊勾结袁孝洲的事情 两大恋神真人 一鸣一鸣 都不会放过他 师尊是猎妖府的 精一斩妖力 在官府有众多好友 一旦我与各地官府联系 他必定就来灭口 袁孝洲更是邪道的炼神境 与许多 前于大夏王朝的妖魔 都有联系的方式 冤河 士玄骄龙 目前就被困在冤河 前去围杀他的精一斩妖力当中 就有名镇清明州的 精雷剑柳明 他跟师尊有大仇 定会保我 潘城脸色难看 回望袁天玉一眼 忽然咬牙 猛地一跺脚 便越过咏摇河的河床 朝着广山玉递界而去 广山玉 南泉县 年轻倒是 背着一个大包裹 进入了县衙之中 这些都是妖魔遗骸 是猎杀榜上 那尊赤玄骄龙的附属 都是道长猎杀的 南泉县的捕头 看他这般年轻面貌 眼神中充满了诧异之色 宝兽到长环环点头 说道 不知领取奖赏 需要多久 这捕头思索了下 说道 这些妖魔残骸 需得上报猎妖府 由猎妖府派人进行鉴定 然后发放奖赏 一般是要三五天的十日 但是不远处的封线 据说来了一位 猎妖府的红衣斩妖历 我们先报之于那位大人 看他如何作答 宝兽道长沉印道 具体十日呢 这捕头出声说道 若是这位红衣斩妖历 今日应邀而来 并以猎妖府的传讯手法上报 那么道长明天下午 就可以来领取奖赏 如若这位大人实在不愿管事 就还得要等到广山玉猎妖府 派出人手来鉴别 而这一来一回 约莫也得三五天十日 宝兽道长点头说道 既然如此 平道明日再来一回 这捕头应了一声 然后就见眼前的年轻道士 朝着他失了一礼 便转身离去 这捕头有些错愕 似乎欲言又止 但他终究没有开口 便命人将这些妖魔仪骸收拾了 南泉县 山林之间 宝兽道长盘歇而坐 静静运功 小熊趴在树上 而在他旁边的树枝上 淋淋散散挂着些 包了壳的虾蟹鱼肉 他打了个宝阁 明日大约就要领钱了 本该是十分高兴的 可是 想起那玄规大妖 还有那个暗中 咒杀宝兽道长的无名修行者 心情不免失落 都说明月象征着忧愁 此情此景此时忧愁 小熊不仅想要迎试一手 发泄心中之仇绪 这头熊妖 怅然叹息一声 低声念叨 床前明月光 一视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四姑娘 忽然一阵疾风掠过 熊妖摔在了地上 摔了个狗啃屎 闭嘴 宝兽道长恼怒说道 频道警告过你 再提及这诗 就杀熊灭口 这是他穿越不久时 出于私乡酬绪 迎送出来的 他可以用孟山君的性命发誓 只是因为一时嘴瓢 把故乡念成了姑娘 没想到随口迎诗 就被这头开灵一天的熊妖给记住了 他这样想着 又把那熊妖给揍了一顿 心情才算舒畅 接着他开始钻研 这心得的神通 神通与道术不同 道术的出处 皆是道门高人创造而来 有详细功诀 须仔细练习 要有足够悟性 才能逐步领悟 提升造诣 甚至有些道术的修行条件 要较为苛刻 与本身所学功法 以及本身修为高低 都息息相关 至于神通 则如本能 乃是天赋 属天赐之法 如玄规一般 天生就能在水中畅游 这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神通 如飞禽一般 天生就可以翱翔九天 这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神通 修行之人 具有神通的 极为牺手 往往是在特殊的 十纪元法之下 偶然领悟天地奥妙 大道规则 得获天兽 也有更少数 是吞服某些 及天地精华的宝物 得到神通 例如大夏国师年少时 便吞服过一枚异果 然后举手投足之间 便可动用雷霆 如同本能一般 融会贯通 自然施展 而在此之前 他不曾学过任何雷法 道术是炼成的 神通是天兽的 这是当今修行界的共识 但宝兽道长却违背常识 掠夺了一门神通 这玄规大妖 以及这一百零八头小妖 都是水中生灵 天生就可以在水中畅游 平道斩杀了他们 得到了他们共同的一种本领 这种本领 在他们身上 便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本能 而放在修行人的身上 便是神通 宝兽道长微微闭目 他没有学过水类的道诀 此刻也依然不能凭空诞生水流 但是他若进入水中 与在陆地之上 并无不同 一举一动 都毫无阻碍 恋神真人 都做不到这一点 虽说恋神境界的真人 已是造化通玄 可以上天入海 但除却擅长水类道诀的 恋神真人之外 其余恋神真人 在进入江河湖海之后 一身本领的威能 也都必然要受到削减 尤其是修行火焰道诀的修行者 一旦进入水中 道数威能骤减 本领实不存一 这也是玄规 大妖自认为 凭借宝珠和阵法 藏匿在大河底下 可以抵御恋神真人的原因之一 而宝兽道长 具有了这等神通 今后在水中斗法 便不受局限 可以全力施围 他在水中的一举一动 都不会再有阻碍 而如由于在水 畅通无阻 今后欲敌 若不能胜 进入水中 此消彼掌 他受克制 平道毫无阻碍 宝兽道长颇为满意 行道 今后在江河湖海之中 便也算平道的主场 与此同时 南泉县雅 面前空地上 摆着大量的妖魔残骸 虾头 鱼头 蟹壳等等 仿佛是某个酒楼里 吃完倒掉的残渣 这名身着红衣长袍的青年 神色异样 颇为古怪 而在他身后 则有两人 一个是宝兽道长 白日里见到的捕头 一个面貌略显苍老 正是南泉县的县令大人 大人 您觉得 那捕头迟疑了下 确实是妖魔残骸 这红衣斩妖力 神色淡然 说道 只不过修为低了些 如果不是在水中 放在陆地上 普通舞者都可以应付得来 这些小妖连猎杀榜 都没有资格猎入 只是作为赤玄蛟龙的 附属小妖而已 那奖赏方面 这捕头问道 可需县衙再报猎妖符 每头一百两 红衣斩妖力平淡说道 本官已经传讯猎妖符 上边让南泉县衙 暂作垫覆 待本官回返广山域之后 再行结算 这岂不是一万多两银子 捕头惊呼一声 与县太爷对视一眼 都有惊异之色 就算是县太爷 当了这么些年的地方 父母官冒着杀头的危险 兜里藏了些银两 可听到这上万白银 也不都得心头震了一阵 这些小妖都不入流 一本官看来 这倒是只盯着 上百头小妖来杀 想必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 红衣斩妖力面带不屑 嘲讽道 将这些小妖都吃得剩个渣 成什么样子 而县太爷跟那捕头 忽然对视了一眼 玄疾便见着捕头上前 巧声说道 大人 那道士来得及 去得也急 都还没来得及给他写收条 如今他手中便也没有什么凭证 第二日 午后 南泉县衙门前 来了一位年轻道士 背负长剑 手执扶尘 颇具轻易出尘之色 而此时年轻道士的脸上 也颇有几分难言的喜色 道长 您来了 那捕头迎了上来 只是神色比起昨日 略有古怪 饱兽道长也不多想 只出声问道 猎妖府的斩妖力 可是来了 这捕头应道 道长随我来 饱兽道长跟着他 走入了县衙之中 前方就见一袭血红长袍 退下吧 这红衣斩妖力 挥手示意 那捕头失了一礼 便退了出去 而这红衣斩妖力 目光看向饱兽道长 打亮了一眼 说道 你就是猎杀了上百头小妖的 那个道士 饱兽道长眉头一皱 觉得对方十分高傲 没有像上一次的杨文黎那般自曝性名 而且在对方眼中 还有着毫不掩饰的亲面 正是平道 饱兽道长想到银两 便也不恼怒 只应了一声 说道 大人鉴定之后 该取奖赏了吧 红衣斩妖力淡淡说道 官府开给你的收条凭证呢 饱兽道长震了一下 才道 什么收条凭证 红衣斩妖力眉宇一阳 说道 你没有官府干印的收条凭证 领什么赏 饱兽道长心中微沉 脸色变得难看 说道 尊驾这是什么规矩 红衣斩妖力出声说道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一切都有规矩 你送来了妖魔残骸 自然该有官府收条凭证 眼下没有收条凭证 本官如何认定你 就是斩妖除魔之人 饱兽道长神色冷淡 往外看了一眼 那捕头已经不在这里 而他却也没有寻找 那捕头作证 更没有要所谓收条凭证 他心中知道 所谓凭证 就只是个借口 你想要吃了平道 这一万零八百两银子 饱兽道长笑呵呵道 大胆 这红衣斩妖力 忽然面色冰冷 无有半点迅思枉法 你没有收条凭证 便不能领取悬赏 你要知道 这贸任悬赏之事 素来不少 本官作为官府中人 必要谨慎行事 就算告上广山玉 换作猎妖府的主事来查 也不能认定 本官有独职之嫌 饱受道长面上的笑容 逐渐脸去 上一次在津阳县 也没有收条作为凭证 或许是津阳县的官府中人 以及那杨文黎 较为公正 但更大的原因 想必是因为当时他的身边 有方玉这一位 出自于九霄先宗的真传弟子 身份显赫 背景通天 而这一次 对方显然是 将他看作了道横浅薄 出身寒威的散学修士 他静静看着眼前的红衣斩妖历 然后伸手握住了剑柄 顿时寒意咒声 你想干什么 红衣斩妖历淡淡说道 凭你这点浅薄道横 只能猎杀小妖 凭本官练气大成的修为 一巴掌就能拍死你 再者说来 本官乃是烈妖府的斩妖历 你胆敢在这里对本官出手 就是对整个大厦朝廷宣战 莫说是你 哪怕是炼神真人 都不敢犯此禁令 大人说的有道理 在县衙之中 对朝廷官员出手 惹来大厦朝廷高层的追杀 确实很不明智 宝授道长忽然笑了一声 然后放开了手中的剑柄 心里默默替这红衣斩妖历 挑选一些其他方式的体面死法 高层追杀 想什么呢 这红衣斩妖历吃笑道 刚才你若拔剑 此时就以身死盗销 而你死在这里 等烈妖府查下来 本官还能有个斩杀 邪到狂徒的功训 大人说的有道理 你小子也算实去 红衣斩妖历笑了声 从怀中取出一袋子银两 抛在了地上 说道 这里是一百两 本官赏你的 你要知道 就算你有收条凭证 可是那些妖魔失手 都成了残骸 就是抱上广山玉猎妖府 都不一定拿得到赏钱的 现在 就当本官施舍你了 大人说的有道理 保守道长捡起那袋银两 心想这大概就是封口费了 收了之后 并又笑着说道 谢大人赐赏 行了 滚吧 这红衣斩妖历挥了挥手 颇为不耐 保守道长 也只是笑了声 转身就走 但临到门口 他忽然转过头来 笑道 对了 大人得记住一件事 当你看见一个人 平平无奇的时候 也许只是自己眼神不佳 没能看清对方那英俊帅气 到了极点的旷世荣年 说完之后 不但那红衣 斩妖历回应 他便走出门去 除了门口 又见到不远处的捕头 那捕头忙是偏过头去 不敢对视 保守道长轻笑一声 走出县衙之外 他回望一眼 笑着摇头 继续前行 片刻之后 他来到了野外 保守道长 你回来了 一头小熊从树上跳下来 少说废话 记住这个气息 保守道长伸手一挥 有无形之气 被他蒸汽包裹 送到了小熊面前 这是什么 小熊问道 猎妖符斩妖历的气息 保守道长面色如常 说道 用你的天赋 记下这个气息 看他什么时候离开南泉县 凭刀要宰了他 不是猎杀榜的妖母啊 小熊当下迟疑 低声道 保守道长 您总把熊当狗屎 这样不大好的 传出去了 实在有损咱们 白红罐手山大妖的威名 他吞了咱们的赏钱 保守道长斜了一眼 淡淡说道 什么 小熊一跳三丈高 怒吼道 老子要宰了他 一定要宰了他 你冷静点 这还怎么冷静 小熊双臂上扬 仰天咆哮 不弄死他 势不为雄 与此同时 南泉县衙当中 红衣斩妖历 随手扔出一打银票 说道 这里有1700两银子 若是有人核查今日之事 你们该知道如何应对了吧 那捕头接过银票 盲事应道 赏钱已被那倒是领走了 他这般说来 心中欢喜 县太爷做事 也不会太过亏待手下人 这1700两银子 他也能得到三五百两银子 他在官府这么些年 家底都没有这么丰厚 似乎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给这位大人保密 便得了这等天大的好处 虽说这位大人 取走了9000两银子 但他心中 倒也没有什么不欢喜 也不敢有什么不欢喜 话说回来 那捕头低声道 这倒是可是个 能够斩妖除魔的 万一大人离开后 他气不过 来此寻衅 该如何是好 放心好了 就算是炼神真人 都不敢来犯官府 否则就是挑衅大下国威 到那时候 猎杀榜上便有他一个名字 这红衣斩妖力平静说道 要不是顾虑上面喝茶 刚才本官便斩了这小道士 免得你们心慌意乱 他说完之后 便挥了挥手 道 本官该回去复命了 说完之后 他背负双手 走出了县衙之外 这捕头 忙是送他出门去 眼看着那一袭红袍 骑上一匹骏马 离开了县衙 南泉县 官道之上 来自于广山玉猎妖府的 红衣斩妖力 正骑在马上 面带笑意 驾马悠然前行 然而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石头 从路旁扔了过来 驯如疾风 快如闪电 堪比离弦之见 砰的一声 石头停在他身外一尺 随后破碎 化作沙粒 这红衣斩妖力 真气外放 震碎了石头 才面色冰冷 看向了路边 只见路边 一个小小的黑影 一闪而过 急匆匆逃命去 乃来的小妖 这红衣斩妖力 眉宇一扬 哼了一声 道 见了本官 非一旦不跑 还敢挑衅 他看得出来 那是个练精进的小妖 猎杀绑都不会收入 不过 这种小妖 也能值个百两银子 平日里若听得有小妖消息 他倒也不会放在心上 但眼下 既然撞在了他的手上 就当是路边顺手捡了带银子 于是他调转了马头 离开关道 朝着路旁临间而去 这头骏马 似乎也飞俗类 在山林间急驰 不过片刻 就看到 前方有一个小小的黑色身影 屁颠屁颠在跑 原来是头小熊妖 这红衣斩妖力 从怀中一掏 多了一条赤色绳索 隐隐有金线编织器中 旋即便见这盏妖力 念动咒语 真气运转 将那赤色绳索往前一抛 便见这赤色绳索 化作了一道赤金色的光芒 书得朝着那小熊而去 但就在他要情下 这头小熊的时候 忽然一道剑气展来 那赤金绳索断作两截 大人怎么如此暴躁 不过一头小妖而已 值得你这般动怒吗 就在这时 林间走出一个年轻道士来 面貌清俊 韩笑说道 好歹是吞了平道上百头小妖的赏钱 现在抓着一头小妖来追杀 岂不是有失身份 红衣斩妖力目光看向饱兽道长 当下明白事情来龙去脉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是你用这小妖 引本官来此 大人果真智慧无双 饱兽道长眼中充满了由衷的赞赏 你已引本官到此 意欲何为 红衣斩妖力缓缓抽出了在马腹一侧的志士长刀 阴沉说道 难不成还想在这里 扶杀本官 大人居然连这都能料到 饱兽道长显得愈发赞叹 你再嘲讽本官 红衣斩妖力冷淡说道 就凭你一个只能杀小妖的道士 再加一头熊妖 就能扶杀本官 这里一没有阵法 二没有陷阱 你凭什么扶杀本官 不过你也算识趣 知道引本官来此 免得在官道上杀你 被旁人看到了 本官还要废些手脚 来杀人灭口 大人心智之高 竟然都快比得上平道了 饱兽道长笑着说道 平道引你来此 也是这般想法 免得官道之上杀你 被旁人看见了 节外生枝 您老人家仔细看看 死在这块风水宝地之上 可以瞑目了吧 找死 红衣斩妖力面色冰冷 他手中长刀往前一劈 刀光闪烁 瞬间斩下 是大力臣 强悍万分 然而这一刀 却如泥牛入海 消无踪迹 眼前不见了年轻道士的身影 这红衣斩妖力 心中生起了一股难言的寒意 忽然身后传来声音 平道说过 你眼力太差 然后极为强烈的气息 压住了这片山林 这红衣斩妖力 不禁闷哼一声 经不住压力 弯腰下来 长刀铸地 脸色胀红 而那年轻道士 手中拖着一团火焰 从他身后 绕到了他的面前 这一团火焰 在他掌心之上流转 没有气息外泄 也不显得炎热逼人 却给这红衣斩妖力 无法言喻的恐惧之感 你 红衣斩妖力颤声道 你的道行 他终于明白 这倒是临走之前说的话 看似平平无奇 只是因为 自己没有看穿 对方真正的样貌 看似道行浅薄 只是因为 自己没能察觉 对方真正的修为 可是为何 这样强大的存在 只是去猎杀上百头小妖 为何如此修为的高人 连小妖的血肉都不放过 为何他一举一动 都只是像个 没见过世面的小道士 在此刻 他眼中充满了恐惧 心中充满了悔意 如果早知 这个道士修为高深 自己又怎么敢 为了这万语两银子 得罪对方 如果这个道士 直接显露修为 自己又怎么敢 那样嚣张跋扈 他张了张口 但却无法发出声音 接着又见到 这年轻道士 带着人畜无害的 和善笑容 拔出剑来 然后这年轻道士 又把剑尖对着他的胸膛 紧紧皱着眉头 摇摇晃晃地左右比划 他在干什么 这红衣斩妖力 心中忽然一震 这年轻道士 似乎在寻找 自己心脏的位置 他心中生起 这样一股明雾 然后面上浮现出 无尽的恐惧 扑斥一声 那剑忽然往前一捅 刺穿了心脉 为什么 这红衣斩妖力 紧紧咬牙 从牙缝里发出声音 还不是为了 让你痛快点 年轻道士拔出剑来 在他的棺袍上擦了擦血 叹道 贫道杀人经验不足 怕出剑太盛 让你死无全尸 也怕你死得太过痛苦 所以对准心脏 会让你很痛快 其实你不用太感谢的 其实要是直接砍他一剑 他可能会更痛快 小熊从树上蹦了下来 低声说道 您老人家刚才对着他 比划的时候 他差点就直接吓死了 那他刚才倒是死了 宝兽道长无奈道 现在还得把剑擦拭一番 多费功夫啊 红衣斩妖力目刺欲裂 仰面躺倒 死不瞑目 这就死了呀 小熊看了一眼 低声道 换个炼气劲的妖魔 也得好几万两银子 他真是个赔钱货 可是宝兽道长 您为何不在县衙 当场斩路修为 想必他就下的那头就败 磕头赔礼 咱们也省得这些麻烦 贫道本性善良 向来仁慈有爱 秉承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原则 宝兽道长上前搜尸 一边说道 这要是当场斩路修为 他把银两还了咱们 又磕头赔礼 那么贫道就得出于心善与原则 考虑饶他一命 哪里还好意思在这里弄死他 小熊茫然挠头 然后见到宝兽道长 从尸身上搜出好几大银票 才恍然大悟 赞赏道 宝兽道长说的是 你这么心坎手黑的斩妖力 怎么才四万五千两银票 宝兽道长愤愤道 穷鬼 就在这时 脑海之中的混沌猪 微微一颤 在这一瞬间 宝兽道长获得了一门身法 但是他的身体忽然僵致 他的脸色变得很是难看 他的眼神也逐渐显得凝重 因为他的道行 并没有增长 山林之间 宝兽道长神色凝重 看着这具尸首 眼神变幻 混沌猪玄妙无穷 他每斩杀一位修行者 无论仙魔 都能将对方修为炼化 而增长自身 除此之外 还能掠夺对方所学之中 造一最高的本领 但是现在 他获得了一门身法 可是没有道行增长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是特例 还是因为混沌猪本身的缘故 又或者是平道本身的缘故 宝兽道长 心中略微有些慌乱烦躁 因为这关系着他的成长 若斩杀妖魔 便可掠夺对方道行 增长自身修为 将会节省多少 修行的岁月 他自身运转功法 一夜修行下来 真气增长一丝 然而一见斩杀妖道秋风 便相当于半年苦修 尽亦何止百倍 而且 混沌猪万分玄奇 炼化之后增长的修为 并无根基虚浮的弊端 与自身勤学苦练那般根基扎实 然而在此之后 混沌猪若失去这个效用 他就还得一步一步 一点一滴 来积累修为 逐步增长 没有了洁净 他思索半赏 似乎考虑到了什么 眼神一凝 便不再纠结于此 而是上前去 继续搜尸 宝兽道长 他身上没有银票了 小熊也搜了一遍 神情低落 咕弄道 穷鬼 宝兽道长提起一个布袋 扫了地上的尸身一眼 神色如常 这红衣斩妖力 其实不算穷鬼 在炼气境的修行人中 也算富足 一柄长刀 一条赤金绳索 包括这一身红色官袍 以及长靴 其实都是法器 这是加入猎妖府之后 由猎妖府赐下的智氏法器 据说是大夏国师 亲自构思的法器 由大夏王朝军 卸步之中的修行者着手 成批炼制 根据斩妖力的品级 所得到的智氏法器 也高低不同 比如 眼前这红衣斩妖力的一身法器 便要比寻常炼气境修行人所用的法器 还要更胜一筹 但是这些法器 宝兽道长显然是不能用的 所以他都抛在了 这红衣斩妖力的尸身上 而这红衣斩妖力 身上除了四万多两银票之外 还有九瓶丹药 三本书册 以及二十余页的文书 分别来自于猎妖府 以及各地官府 其中有一页 便是关于上百头小妖的鉴定 上面带着南拳县衙的印章 大致内容是 正是他宝兽道长 已经领取了一万零八百两的赏钱 果然是狼狈为奸 跟南拳县衙合伙 吞了平道的赏钱 宝兽道长也不意外 将纸张焚成灰烬 玄机又取过一张文书 这是眼前之人 最初加入猎妖府的申请文书 晚辈周英 今三十七岁 出生于大夏王朝 清明州 袁天玉 白袁县 无于六岁放羊之时 偶德修行姬元 并于十六岁登堂入室 晋升炼金镜 又于二十一岁 修至炼金镜巅峰 至三十二岁 已突破炼器出镜 三十五岁 炼器进小城 周某生平以来 谨记尊师重道之念 铭记行善积德之举 经文妖魔入侵 作为大夏子民 理当除魔未到 守护一方安宁 周英请求 加入猎妖府 为大夏效力 为百姓除恶 为天下太平 尽绵薄之力 而落款的日期 赫然就是本月初 宝兽道长 这次加入猎妖府 明明是为了贪赃王法 中宝私囊 怎么偏偏说的冠冕堂皇 大意凛然的 小熊也看了一眼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说道 简直比您老人家 还不要脸呢 啪的一声 小熊屁股顿时挨了一脚 整个身子如离弦之剑 飞出了三五帐外 滚了六七圈 碰到岩石 跟个小黑球似的 弹了弹 宝兽道长收了脚 目光落在周英的尸首上 说道 原来是个无门无派的 散学修行者 一招入了猎妖府 就相当于入了 这大夏王朝境内 底蕴最雄厚的势力 如同一步登天 身份再非寻常 所以狂妄自大 傲视天下修行者 说完之后 他目光又落在那日期上 心道 本月初时才入猎妖府 不怪如此张扬跋扈 原来是难改过习气 他仔细往下看 这叶纸张底下 有广山玉猎妖府盖章 并有一行文字批准 经猎妖府勘查 周英此人 出身清白 于各地官府之中 未留暗底 并无前科 义无作恶 准许进入猎妖府 根据律令 无论何方来人 出入猎妖府 列为白衣斩妖历 但鉴于周英修为 以达炼气境 在完成三次任务后 准许晋升红衣斩妖历 看这个家伙的形式风格 可不是善类 称的是心狠手辣 宝寿道长将这文书 也瞬间焚烧 面露古怪之色 看周英此人 若说他手脚干净 杀人灭口 他以前没有作恶 简直是荒唐 是猎妖府 没有查到蛛丝马迹 还是猎妖府之中 有某些人受了他的好处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正这般想着 那边传来声音 砰的一声 正是那小熊 跳到马背上 逃出了一个虾头 宝寿道长 之前那些虾兵蟹将都在这 咱们要不然拿回去 找其他县衙换赏钱 小熊显得十分高兴 这些小妖 已经被这周英 上报了广山域的猎妖府 你再拿去其他县衙换赏钱 不就摆明了 是咱们宰了他的 宝寿道长喝道 扔回去 知道了 小熊十分无奈 却又忽然一震 他将虾头放了回去 然后又拿了出来 接着来来回回 进进出出 重复了二三十遍 他忽然停住 然后充满了惊恶之感 宝寿道长 你看这儿有宝贝 乾坤带 早看见了 宝寿道长 神色也颇复杂 终究叹了一声 这乾坤带 只有八掌大小 但内中 却犹如马车的车厢一般大 据乾坤与掌中 这是炼神镜巅峰的真人 都未必能做到的 但是传说中 大厦国师有这样的本事 如今大厦王朝 列妖府的斩妖力 均有配备 算是国师 创立列妖府 招揽各方修行人的大手笔 可还是那句话 这些大厦官方的 制式法器 根本不能用 甚至是不能留 这些玩意儿都放在一起 待会儿都烧了吧 宝寿道长这般说来 伸出手指 在周英的身上 沾了些血 然后小熊便看见 他用这些血液 在地上绘画着 什么诡异的图案 宝寿道长 你这又是干什么 没事 就是打算再弄死两个 啥 这玩意儿能死人 小熊仔指着地上的图案 稚嫩的绒毛脸上 充满了不可置信 在枫园山上 出发之后 宝寿道长便察觉不对 然后他得到了五年道横 并且得到了一门明和咒术 显然是有暗中的强者 以明和咒术 尝试咒杀于他 但是被反噬而死 从增长的道横来看 对方修为极高 甚至极有可能是 炼神静真人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死的 但目前来看 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自身作为穿越者 命格早已不同 二是体内混沌珠玄妙无穷 直接正溃了对方 但无论哪一种原因 至少他明白这明和咒术 是有反噬的 这一次他之所以扶杀周英 而不是咒杀 原因同样也有两个 第一 周英是猎妖斧的红衣斩妖力 想要弄死他 而不被猎妖斧追踪 就不能留下线索 得要毁尸灭尽 第二 周英是炼气境的修行者 而自身最真实的修为 也只是炼气境 谁知道同等境界之下 去咒杀一名炼气境的修行者 需要承受多大的代价 没有搞清楚第二点 饱受道长自然不会贸然行事 所以他选择服杀了周英 当然 这个半路截杀的选择 跟周英身上 有多少银两和宝贝 没多大关系 而在眼下 要用周英的鲜血 来咒杀南群县的县令和捕头 这一次绘画法阵 咒杀两个凡人 是为了尝试一下 明和咒术的旋旗 也能大致确定一下 明和咒术的反噬力度 并且 用周英的鲜血咒杀 可以将咒杀的前因后果 冥冥中的天机变化 转移部分在周英的身上 免得寻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与寻常道术不同 前次虽然得到了 对方所学的明和咒术 知晓此数来龙去脉 知晓此数如何施展 但却不知其中常识 饱兽道长心中暗叹 连反噬力度 以及反噬后果 都全然是一无所知 只好找两个是尸首了 他这般想着 将手中一缕气息 抛了进去 这是那捕头的气息 而他手中一鸣 又从一张文书之上 提取了一缕气息 这是证实 饱兽道长 领取了上百小妖赏钱的文书 上面有县牙印章 而这一枚印章之上 最浓烈的气息 便是真正掌控着 这印章的南权县令的气息 咒杀之术 须有一平 这两道气息 便是咒杀的桥梁 南权县衙 那烈妖府的斩妖力 着实黑心了些 万鱼两银子 就给了一千多两 县太爷微微抚须 看着眼前的银票 抽出五张 递给了眼前的捕头 说道 这几百两银子 便给你了 回头请你手下那些弟兄们 也都喝一顿 免得他们泄了口风 这捕头迟疑了下 低声道 他们不知内情 不必了吧 主要是请这一顿酒 又得花不少钱 不免让他心疼 该花的钱 不能省了 县太爷淡淡说道 你看这烈妖府的斩妖力 把咱们都看成蝼蚁那般 不也是给了点钱打发咱们 这捕头挣了下 低声说道 不过这位 看起来不像是高官 行事风格 言行举止 倒颇具江湖气息 只是跟江湖人不一样的是 他显得太傲了些 县太爷缓缓说道 烈妖府成立未久 人手不足 所以最近扩招人手 显得鱼龙混杂 但有一点你要记住 烈妖府的人 咱们每一个都惹不起 他这般说来 然后便要起身 忽然之间 一阵天旋地转 大人 你的脸 捕头的惊呼声传来 县太爷只觉得呼吸极为艰难 他朝着捕头看去 却见捕头的脸色 也不断涨红 县太爷浑身冰寒 难以开口 原本捕头还想过来扶他 但现在捕头的脸上 红得通透 然后浑身颤抖 下一刻 他就该跟我一样 觉得寒冷了吧 县太爷这般念着 眼前陷入一片黑暗 只见房中二人 一前一后扑倒在地 生机消逝 性命全无 而在山林之间 宝兽道长手中法印散去 他已经确认 对方已经死了 两个凡俗之人 反噬轻微 照这个强度的话 凭道扶杀周英 这样的炼气境小成层次 被反噬了 也就最多虚弱十天半个月 咒杀境界低于自身的 居然还有虚弱十天半月的反噬 看来还是正面一剑 砍了比较实在 宝兽道长沉引了一下 这种咒术 平日里最好不用 如果遇见那些碍于外部原因 所以不好光明正大 去打死的敌人 倒是可以用一用 再比如那些销声匿迹 不知去向的敌人 又或者那些本身境界不高 而战力极强的仇敌 类似于这些情况的 倒还是比较适合 暗中用咒术去弄死的 行了 把那些东西都搬过来 给周英陪葬吧 宝兽道长 咱们真要把这些东西 给他陪葬啊 小熊依依不舍 颤声着道 这些东西看起来老值钱了 尤其是咱们那 上百头小妖的尸首 都是银两呢 咱们是做大生意的 凡事得要大气 后患都得消除 宝兽道长背负双手 淡淡说来 小熊猜测他 背在身后的手 肯定握成了拳头 说不定 指甲都把掌心扎流血了 过了片刻 该要舍弃的东西 都扔在了周英的身上 然后就见宝兽道长 手中升起火焰 将这一切 烧成了灰烬 来来回回烧了十几遍 然后又用空风的法绝 将这一切都吹得消散 临走之时 宝兽道长 又把这里的气息 都尽数扫掉 毕竟猎妖府是 大下朝廷组建 背后又有 各大宗门的支持 不知是否真有 什么奇人异事 能追索宗迹 还是谨慎为好 广山域 猎妖府 有一道消息传了过来 郑大人 红衣斩妖力周英失踪 白主事 怀疑他已经死了 那就划掉他的名字 一切按章程 青年人微微抚须 淡淡说来 神色如常 猎妖府组建以来 猎杀大下境内 各地妖魔 伤亡自然也是难免 而周英此人 不过本月才入的猎妖府 众人与他也谈不上交情 白主事认为 周英失踪于南泉县周边 应该是有妖魔在那边出没 所以请求抽掉 其他斩妖力前去探查 但目前柳大人 作为精一斩妖力 被清明周猎妖府 调去了渊河 围杀赤玄龙 您暂代广山玉一切事物 需要您的调令 来报之人 低声说道 另外还有一事 便是周英失踪当日 南泉县的县令 以及捕头 在县衙之内 骤然暴毙 死因不明 那正姓中年人文言 顿时眉宇微皱 沉思片刻 说道 柳大人前往冤河 带走了十位红衣斩妖力 目前 咱们也人手不足 来报青年说道 白主事初步怀疑 南泉县的县令和捕头 与周英 或许死于同一个妖魔手中 踪迹 所以请大人以天机盘推演 给出一个准确的方向 南泉县 山林间 三名红衣斩妖力 皆神色复杂 眼前一片焦黑 所有的一切都烧成了灰烬 而所有的气息 又都被风吹散 线索全无 有人在此扶杀了周英 并且动用火焰倒数 烧毁了一切 又吹散了所有的气息 而周英 刚从南泉县衙出来 当头一位红衣斩妖力 貌若中年 陈英说道 南泉县衙的县令和捕头同时暴毙 武作查不出原因 照我看来 英是被人咒杀 目前不能证实 凶手是同一人 但是周英走出南泉县衙便死了 县令和捕头未过一刻钟也暴毙 其中必有联系 另一名青年面貌的红衣斩妖力 缓缓说道 周英这蠢材 死无权尸 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不过县令和捕头的尸首 既然是被咒杀的 应该留有痕迹 刚才已经命人送往广山玉 请郑大人运转天机盘追索源头 想必今日就能有结果 与此同时 广山玉列妖府 中年男子立身高台之上 在他面前 是一方石盘 石盘古朴 方圆一丈 上面分化八卦图案 又有种种纹路 显得万分玄奇 他伸手一按 法力运行 便将石盘催动 光芒大胜 玄疾便见他单手捏印 属于胸前 口中念咒 扮上之后 光芒凝致 又见他将两缕头发取出 放置在石盘之上 一缕头发抹黑 一缕头发灰黑相见 这是来自于两人的头发 南全县的县令与补头 开 正姓中年男子喝了一声 便见两缕头发 顿时化作灰烬 融于石盘光芒之中 光芒流转 仿佛石盘在转动 过得半晌 便见冥冥之中 浮现出一个人影 细看之下 那面容竟是周英 是周英骤杀了他们 正姓中年男子 不由错愕 然后便见他眉头微皱 片刻之后 他才眉头舒展 心中暗道 此人是用周英的血 来做咒杀的材料 分担了咒杀的反噬 更重要的是 能让推算天机之人 将源头落在周英的身上 他这般想着 再度捏印 法力灌注在石盘之上 石盘继续运转 而周英的身影 骤然破散 无形的力量 似乎从天机之中 穿破了周英这一层 伪装的源头 朝着隐藏在 更深处的源头而去 这正姓中年人的脸上 浮现出自负之色 若是寻常天机术士 只能将施展咒术 骇人的凶徒 认定是周英 但他不是寻常的天机术士 更有天机盘这等质宝 足以堪破虚妄 得知真相 这人拿周英挡在前头 倒也聪慧 可惜遇上了我 郑先生这般说来 眼前再度浮现出一个人影 然后他面上露出笑容来 只见那人影越来越是清晰 接着那人影凝食 他硬绝一变 喝道 现 石盘上的人影 面目依然模糊 他细看之下 竟然是没有五官面貌 什么 郑先生露出惊异之色 硬绝再度一变 喝道 现 然后石盘上的人影 逐渐有了面貌 五官渐渐浮现 他细看之下 似乎有些眼熟 随着五官凝食 那石盘上的人影 已经变得清晰 石盘上人影的相貌 与这位郑先生 竟然一般无二 凶手竟然是我自己 不可能是我 但天机盘的推算 不可能有错 我用尽毕生经历 去钻研的天机之术 不可能有错 郑先生喃喃低语 神色复杂 变换不定 见有癫狂之兆 否认了这个推算出来的结果 就等同于否认了 自己多年以来认定的修行道路 但承认这个结果 他不就是杀害了周英 以及南权县令 与捕头的凶手 他脸色苍白 神情恍惚 转身走下了计台 他脚步虚浮 思绪紊乱 而在旁边 早有猎妖府的主事迎上前来 问道 郑大人 可查出何人是凶手 郑大人沉默了半晌 才转过头来 盯着对方 语气低沉而哭涩 认真地说了一句 我就是凶手 傍晚时分 南权县衙 三位红衣斩妖力 终于等来了消息 郑先生身体不适 掌域大人 代为监管猎妖府诛事 根据掌域大人查阅卷宗 得知当日南权县衙有道士 送来108头小妖残骸 疑似得自于永瑶河 今命你三人 前往永瑶河一探究竟 得到这个消息 三名红衣斩妖力 面面相去 怎么如此巧合 今日郑先生要推算天机 为他们指明方向 就恰好身体不适 如今还要他们自己去寻线索 而在这个时候 作为始作俑者的罪魁祸首 已经回到了风云山下 天色已晚 建造白红罐的匠人 都已各自回家 明日就该结工前了 饱受道长这般想着 心中算了一下 如今袋子里的银两 顿时安心 接着他走路上山 脚步都迈得宽了三分 颇有些财大气粗之感 而灵静就倒灌时 便看见前方 有个熟悉的身影 蹲在地上玩泥巴 饱受道长见状 不由地震了一下 然后 那身影似乎也发现了 看了过来 连忙蹦跳着起身 胸前仿佛惊起一片浪潮 前 前辈 方玉磕磕巴巴地道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饱受道长神色如常 说道 刚回 他很识趣地没有多说 只是心中也颇好笑 堂堂九霄仙宗的真传弟子 炼气劲的修行者 忽然同心未抿完泥巴 未入到关门口 就闻得香味扑鼻 方姑娘 吃饭了 王山端着饭菜 从后边灶台处走了出来 看见宝受道长 不由一恶 道长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宝受道长笑道 刚到不久 倒是你这当监工的 太阳都下山了 怎么没有回家 王山放下饭菜 说道 我和郑老商量了一番 觉得方姑娘一个女孩子 住在道观 就怕一些人心怀不轨 所以我就留下住两天 等您回来 他搬了张椅子 然后笑道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我就回家了 宝受道长一边放下包裹 一边说道 饭菜都做好了 吃过再回家吧 王山笑着说道 您出门到现在 我都好些天没回家了 再不回去 我婆娘还不把我踢下床了 您可以放心 家里这时候肯定有饭吃的 他说完之后 挥了挥手便走出门去 方玉受他两天照顾 也送到门前 挥手喊道 王叔 明天早点不来啊 王山憨厚笑了笑 应了一声 便下山去了 宝受道长看他离去 才招呼着方玉 围着残疚的桌子坐下 吃饭吧 好 面对宝受道长 这位神秘莫测的前辈 方玉显得有些局促 残破的道观 昏暗的光线 香味扑鼻的饭菜 王山的手艺真不错 指不定平常家里 都是他下厨的 宝受道长笑了一声 放下碗筷 方玉很自觉地端起碗筷 准备去洗碗 宝受道长却抬手制止 说道 碗筷待会儿再洗 我有些事情问你 残疚的道观 斑驳的墙壁 磨损的桌椅 天色已经昏暗 但两人都是修行中人 夜能事物 不必点灯燃烛 但宝受道长 还是觉得道观之内太过昏暗 从布袋中取出一枚明珠 这赫然是得自于 玄规大妖的那一枚宝珠 宝珠光芒绽放 如同月华 将这道观之中 照得亮如白昼 视线清晰 呀 方玉不禁又站了起来 看着这明珠 眼神中充满了诧异 宝受道长 只是想要拿出来照明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方玉脸上依然充满惊讶 看向宝受道长 笛声说道 这是玄渊龙顶珠 据传出自于真龙 极为珍贵 宝受道长心中微动 出自于真龙 莫非是龙珠 你如何识得 宝受道长笑了一声 语气如常 不像是询问 倒像是口笑 这玄渊龙顶珠 整个大夏王朝境内 只有三对 而我九霄仙宗之内 就有一对 方玉这般说来 只觉宝受道长语气之中 带着轻松与戏谑 不像是询问 反而像是有意 考笑他的知识 当即又仔细说来 道 听闻大夏国师 手里有一对 另外有一对 则是在御龙先踪 一对 宝受道长心中微动 这宝贝还分两个 若是如此 多半就不是以龙珠 炼成的了 听闻师尊提及 这玄渊龙顶珠 单个只算寻常法宝 但若是 这一对合起来 就是世间最为顶尖的法宝 方玉又继续说道 他并非攻伐的兵器 玄妙令在别处 若以此论起 无亚于仙宝 那你可知 这宝物妙处何在 又该如何使用 宝受道长韩笑说道 这一对宝物之间 有极为特殊的联系 玄妙无穷 但如何动用 晚辈倒是不知 方玉成思了下 才道 不过单个使用 与普通法宝 应该没有不同 真气灌注其中 即可施展 只是 只是什么 宝受道长又道 九霄先踪的那一对 玄渊龙顶珠 是作为圣物 安放在宗门大殿之上的 方玉说道 师尊说过 山不再高 有仙则灵 水 在深 有龙则灵 这玄渊龙顶珠所在 便如真龙其身 可以将一处地方 都化为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 宝受道长 陷入了沉默当中 而自认聪慧绝顶的方玉 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道长是高人 一言一行必有深意 如今正在兴建道观 下山一堂 归来之后 手中便有了这种 珍贵至极的 汇聚风水的宝物 这难道真是巧合吗 绝不可能 可是道长建造这方道观 请的是繁俗工匠 用的是世间材料 显然是寻求 繁普归真 为何又要用上 这种风水宝物 莫非道长心中又有想法 道长是想要将 这玄渊龙顶珠 用在道观之上吗 方玉巧声问了一句 真聪明 饱受道长 含笑夸了一句 方玉听得道长 说了一句大实话 心中欢喜 绽放笑颜 但他忽然又想到一点 看着那玄渊龙顶珠 低声说道 可是道长 咱们这道观 承栽得住吗 说完之后 他又显得有些慌忙 生怕自己说错了话 心想 如饱受道长这样的人物 怎么可能连这些尝识都没有 自然是心中早有想法的 而饱受道长 则陷入了沉默当中 过了半晌 才听他笑了一声 语气轻松 你年纪不大 修为不低 学识境也不差 看来你师门教导十分全面 不愧是先宗 道长过奖了 方玉听得夸奖 面带羞难 你倒是说说 你懂得多少 饱受道长问道 晚辈略通阵法 以及风水方面的布置 对于炼器之道 以及炼丹之法等 皆有些许心得 方玉这般说来 小女孩的语气间 难掩骄傲 那平道考考你 饱受道长 放下玄渊龙顶珠 问道 你认为道观应当如何改变 方玉心想 道长果然是要考教自己 作为九霄先宗的真传弟子 可不能给宗门丢脸 这两日间 金正老等人交谈 晚辈大约猜测 道长建造道观的方向 是为樊渤归真之道 白红罐依山而建 即风源山之灵气 此为风水宝地 道观占尽风水 视为福地 但是道长所用 从横梁立柱 砖瓦石阶 无不是樊渐材料 若是一道长之前设想 这一切皆无弊端 可玄渊龙顶珠 是真正成型的宝物 樊渐材料 恐怕难以承载 他停顿了一下 又迟疑着道 另外还有一点 饱受道长袖中的手 紧握成拳 而神色如常 应道 你说 方玉诱道 道长本领通悬 外人自然不敢侵犯 但若真有人在此争斗 以繁俗材料建造的道观 恐怕难以支撑 墙砖地板 横梁立柱 都有可能损毁 且岁月悠长 这些材料更易腐朽老化 难以长久 饱受道长文言 略微沉默 他倒是预料过这一点 但是建造道观的根本 在于他自身体内的混沌珠 道观一旦建成 他在这里将会强大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以他不惧怕有人来此撒野 谁敢犯贱 随手一挥 便能打死 可是岁月悠长 道观腐朽老化 却是个难题 他曾经想过 未来道观也能翻新修缮 但更好的方式 还是一劳永逸 传闻先宗福地 大殿延绵 毅历千年 那以你所知 认为该如何是好 这 方玉看向宝受道长 只见他神色如常 略带笑意 没有不悦 才松了口气 玄机说道 其实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将道观的一切材料 换作灵材便好 全部换上灵材 宝受道长神色不改 眼中见有思索之色 但是 按照道长划定的地方来看 建成这座道观 需要大量的材料 方玉出声说道 而近些年来 大厦王朝修建皇陵 征集了大量的材料 目前大厦境内建造材料稀缺 莫说 这座广山玉 就算抽掉清明州十三玉的材料 都未必能凑足 若清明州之外呢 宝受道长再度问道 那倒是够了 只是 方玉吃一道 目前的灵财 价格极高 价格多高 宝受道长问道 一块青砖 换作灵石 大约等同于一百两银子 方玉声音落下 门外啪一声响 树上有只熊砸进了泥土里 浑身抽搐 一块青砖 一百银两 一头小妖 才换得赏钱一百两 也就是说 像他这样的熊 就是拿去官府卖了 也就只能换一块砖头 早前道长说 再挣个万八千两的 就可以建造新道观了 前些天又说 要把道观建造的灰红大器 得准备追加百倍银两 反正那猎沙榜上 全是银两 可如今一块砖就得上百两 那建造这座灰红大器的道观 又得耗费多少银两 就算宝受道长 把猎沙榜的妖魔 全都给包圆了 都未必能凑得足吧 这物价每次一涨 就上百上千倍 谁探娘的顶得住啊 这丫头 莫不是来骗钱呢 小熊仔趴在泥土里 浑身抽搐 觉得这世间充满了压力 让他渐渐感觉无法呼吸 似乎将要窒息而亡 然后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抬头 才把一张毛茸茸的脸 从泥土里拔了出来 空气一下子就清新了 可是 他觉得 压力还在 之前按他估算 大约十年积蓄 可以在道观买个茅房 如今得把他每天卖上百次 还得上百年吧 这他娘的是什么人间疾苦 小熊心中默默地想 而在此时此刻 旧关之内的宝兽道长 也颇感压力沉重 但他抬头看了一眼 又见到方玉神色异样 似乎欲言又止 方姑娘 有话直说无妨 宝兽道长韩孝说来 心中暗道 这是莫非还有捷径 晚辈看过正老和王叔 挑选的专实材料 本身质地不差 方玉低声说道 其实 若有精通炼器的修行者 动用真火加以炼制 明刻符文于其上 便也足够坚实 估计连炼器进修行者的道数 都不能轻易毁坏 可以节省多少 宝兽道长 顿时觉得天又亮了 须再买材料 服以炼制 方玉思索了一下 又道 一块金砖 约三十两银子 省了这么多 宝兽道长心中微动 但瞬间又觉得 依然贵得没边 仿佛浇了一盆凉水 可是 在大厦境内 精通炼器的修行者 多数出身极高 心高气傲 请他们动手 价钱必然也不低的 方玉说道 而散学修行者当中 练器造诣较高的 较为携手 但基本也都修为不浅 地位不低 若要请动他们 价钱也是不低 若是算上请来 练器大师的价钱 恐怕每块金砖 也不见得低于一百两 宝兽道长 再度陷入沉默之中 入夜 月明星熙 自觉穷困潦倒的宝兽道长 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然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翻身而起 推开房门 他静止到了 方玉赞助的房门前 树上的小熊仔 被敲门声惊醒 睁大一双亮晶晶的眼眸 只见到宝兽道长敲门 方玉开门 把宝兽道长赢了进去 接着就听见里边传来声音 道长 不行 我不行的 这是方玉的声音 显得有些慌忙 小熊心中微震 透过窗户看去 只见房中 方玉面容羞涩 不断摇头 接着 宝兽道长 又是满面可求的神色 说道 如何不行 频道看你最合适 小熊眼神古怪 但作为正经的熊 瞬间便明白 宝兽道长 是想要请求方玉姑娘 帮忙练气 若是不正经的熊 定然会认为 宝兽道长 是穷的心中烦闷 于是受性大发 方姑娘 之前你曾说过 通晓练气之法 想必练制金砖 也是不难 可是晚辈练气造诣有限 一次只能练制 十几二十块金砖 而练制巨木基石 横梁立柱 更是三五日 才能练制一剑 定是跟不上道观 建造用材的速度 方玉有些紧张局促 小声道 那些练气大师 一次能练制 数百上千的数量 晚辈比不得他们 无妨 宝兽道长出声说道 道观目前还在打基础 暂时动用的材料不会多 而你在明日开始 便着手练制金砖 需要什么顶炉 需要什么材料 仅可说来 可是晚辈也不能 长久居住在此 大约明日就该走了 方玉显得颇为迟疑 还请方姑娘 再留半月光景 宝兽道长正色道 接下来这段十日内 频道会尽快招来 精通练气的修行人 实在不行 频道尽心学习练气之法 却也是可以的 频道答应 定然不会困扰姑娘 太长十日 半月十日 方玉巧声道 可是再过二十多日 就是晚辈回山 上到师门的时候了 晚辈这次奉命下山斩妖 是要斩够五名 练气劲妖魔 才算完成宗门考核的 小事 宝兽道长正色说道 频道给你砍石头 练气劲妖魔回来 你要是能留一年 频道把练神经的妖王 都给你砍了 这不是作弊吗 方玉闻言 去斩杀妖魔吗 宝兽道长问了一声 那倒是没有 只要能斩妖除魔 只要不伤天害理 行正道之事 就不算违背宗门条例 方玉应道 替频道炼制材料 算是伤天害理吗 自然不是 你替频道炼制材料 频道去给你斩妖除魔 你这算是靠自己本事吗 应该算吧 靠自己本事斩妖除魔 违背宗门条例吗 好像 也不违背 事情就这么定了 那 方玉娜娜道 那就这样定了 定了 宝兽道长大手一挥 然后才笑着出门去 小熊看着宝兽道长脚步欢快 心里想着 这定然是心中企图已经得逞 得到了方姑娘的人 与此同时 广山玉 猎妖府 这里气氛极为凝致 当头一人 年过半百 脸颊消瘦 续着山羊湖 他抚恤陈吟 说道 都下去吧 本官与郑大人单独谈一会儿 众人对视一眼 揭示行礼 道 是 掌玉大人 众人退下 房中只有这位掌玉大人 以及猎妖府的郑先生 而掌玉大人 往前一步 来到了郑大人的面前 掌玉大人 你要审我 郑大人抬头起来 脸色苍白 猎妖府诸事 本该是你猎妖府自行处理 但如今执掌 广山玉裂妖府的 精一斩妖利柳明 被抽掉往渊河 你这暂代主事之人 却又自认是凶手 掌玉大人揉了揉眉宇 无奈道 眼下也只能有本官审你了 掌玉大人 想要如何审我 此案之中 三条人命 凶徒究竟是谁 掌玉大人出声问道 郑大人沉默了一下 然后眼神凝重 微微咬牙 低沉道 是我 房屋之中的气氛 显得十分安静 掌玉大人沉默了半上 才微微抚须 本官在问你 天机盘上 你见到的凶徒 究竟是谁 是我 郑大人眼神恍惚 脸色更加苍白 你没有理由杀他们 掌玉大人说道 理由可以有千万种 比如周英得罪了我 南泉县的县令和捕头 是被咒杀的 如果他们是被你杀的 还说得过去 但周英可是被当场服杀的 掌玉大人缓缓说道 事发之时 你在广山玉 不在南泉县 也许是我派人杀的 你派的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 那你确定是凶徒 就是你自己 就算掌玉大人 再省个千百遍 这人也是我杀的 为什么你就认定了自己 因为天机盘上 出现的就是我 郑大人微微咬牙 说道 我所修行的道 绝不会错 既然天机盘认定是我 那就一定是我 他抬起头 看向掌玉大人 说道 目前看来 应该是我派人 扶杀了周英 咒杀了南泉县令和捕头 然后抹去了一切痕迹 就连我自身认知 都被彻底消除 才有今日之奇案 掌玉大人深深看了他一眼 然后转身出门 大人 大人 你听我说 身后传来郑大人的呐喊声 掌玉大人揉着眉心 走出了房外 房外的猎妖斧众人 都围上前来 掌玉大人 郑大人怎么样吗 疯了 掌玉大人叹了一声 说道 他认定了 自己就是凶手 所有人听的这话 竟都是面面相去 那一日 郑大人以天机盘 推演凶手 下了祭台之后 便恍恍惚惚 神志不清 所有人都知道 郑大人不会行凶 偏偏他认定 自己就是凶徒 天机盘上 出现了他自己的面貌 掌玉大人叹了一声 说道 老夫认为 天机盘的推演 出了变故 众人对视一眼 皆有同感 均表示认可 但我等认定天机盘出错 郑大人却不能相信 天机盘出现偏差 掌玉大人缓缓说道 他这一种修行人 感悟天机 最为特殊 修行不在站立 而在大道感悟 一旦在他心中 质疑天机出错 那便相当于 推翻了他一生以来 所修行的道路 从此之后 他便是废人 众人皆知 正是因此 郑大人宁愿相信 他自己就是凶徒 也不愿意相信 天机盘会出现错误 天机盘推演出错 原因屈指可数 第一 是郑大人本身 修行出错 无法准确推算 但在推演开始之前 郑大人一切正常 这一点可以排除 第二 对方修为远高于 郑大人 该是恋神境巅峰层次 第三 对方身怀至宝 天机遮掩 无法推算 第四 此人是无命之人 没有命数 没有诡计 没有过往 没有未来 排除郑大人本身问题 余下三个原因 任何一个都不容轻视 尤其是最后一个 掌域大人陈生说道 无命之人 不在天机之内 不在国运之中 无法掌控 无法测算 时刻可能成为 我们无法预料的变数 上一位无命之人 修制恋神境巅峰 并以阴神化阳 即将羽化登仙 都未曾掀起天机变化 后来是国师偶然察觉 在一年前亲自设局 以自身重伤为代价 以十二位皇族血脉为影 才俘杀了这位 堪称半仙的人物 众人神色凛然 皆不敢妄言 国师重伤 短时日内 难以出手 这也是外界妖魔 胆敢趁机 侵入大厦境内的原因之一 大人认为 是哪种 有一名官员问道 最后一种 掌域大人淡淡道 何以见得 另一位充满书卷气的 秀为极高 郑大人只能是无法测算 甚至遭受反噬 但是 郑大人看见了他自己 掌域大人出声说道 这代表 对方没有命数可言 而在这一场推算之中 气息最终的源头 因为寻不到对方 便落在了 大人本身 掌域大人的意思是 有一名官员 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他 掌域大人神色凝重 可是 目前没有线索 适才那官员迟疑着道 未必没有线索 忽然之间 有个中年人开口 说道 大人之前取来的卷宗上有记录 周英之所以前往南泉县 是因为南泉县之中 有个年轻道士 用108头小妖的残骸 上报官府领取赏钱 而周英奉命前去鉴定残骸 并发放了赏钱 此后未过半日 周英便死了 而南泉县衙的县令与捕头 也在那时候死了 如此说来 这个年轻道士 嫌疑很大 那官员沉映道 查一查他的底细 掌域大人忽然道 有三名红衣斩妖历 正在永瑶河附近 核查着年轻道士的样貌 探寻他的身份 那中年书生沉映了一下 说道 我们认为 那108头小妖 在永瑶河兴风作浪 阻断了袁天狱 和广山狱的道路 被这道士斩灭 但是 但是什么 掌域大人问道 永瑶河没了 中年书生正色道 场中气氛 顿时陷入沉寂之中 没了 没了 我记得永瑶河宽数丈 延绵而去 甚为壮观 那么大一条河 说没就没了 有个花甲老者 差点胡子揪下来 满面不可置信 应是有修为极高者 以大法力 动用真火 蒸煮大河 直至烧干 中年书生顿了下 又道 连上流水源出口都塌了 这 众人面面相去 然后有一人低声道 其实 如此强大的人物 在炼神镜当中 怕也是顶尖之列 像是周英这样 出身微末之人 最善于察言观色 为人又是欺善怕恶 怎么敢得罪他 而且炼神镜的存在 是凡人如蝼蚁 南拳县衙的县令 与捕头 又哪里有资格 招惹到这等人物 且这样的人物 又哪里会把两个蝼蚁 放在心上 还特地去动用咒术 不管怎么样 既然线索 在他身上 就先探一探虚实 但是千万记住 不要莽撞 注重规矩理数 掌玉大人看向众人 说道 金一斩妖利 柳明已经被调往冤河 如今广山玉 只有老夫作证而已 若在此期间 广山玉境内有一尊恋 神经的强者作乱 会变得非常麻烦 众人接应一声 神色尽都凝重 而那中年书生 低声问道 那么郑大人呢 掌玉大人沉默了片刻 叹道 送去京城 且看国师如何处置 如若实在不成 送他回自家山门 以养天年吧 风元山 白红关 天色渐明 蓄日未生 朝霞已现 只见山巅之上 一个年轻道士 盘膝而坐 土纳霞光 尽管拥有混沌珠 这样的宝物 杀人就能掠夺道横 比自身修行 快了百倍不止 但保兽道长 依然是一个 刻苦努力修行的年轻人 保兽道长秉承着 赚钱的原则 认为修行也该是如此 毕竟蚊子腿也是肉 十万两银子的生意要做 十两银子的生意也得做 但是感受到 宫行圆满之后 凝聚起来的一缕真气 再度散去 他便叹了一口气 果然是瓶颈啊 保兽道长暗 暗叹了一声 充满了惆怅 斩杀周英 这红衣斩妖力之后 他的道横 没有增长 实际上 在永瑶和灭杀了 玄规大妖 和一百零八头小妖的时候 所增长的道横 也不如预期的多 他隐隐知晓 这些修为 并没有凭空消散 而是存于混沌珠之中 只是因为 他本身的境界 已经无法承载更多 他已经达到了 炼气境的最巅峰 他在这个境界 走到了极致的尽头 而无法再进一丝一吼 他目前大概是成为了 天下道横 最为雄厚 真气最为充沛的 炼气静修行者 想要再进一步 就要踏破 这一层境界 炼气的境界 好比一个木盆 如今盆里的水 已经满了 再添一碗水进去 也只能满溢出去 如若踏足炼神境 木盆就会扩大 而变成木桶 也就可以添上更多的水 虽然平道拥有混沌珠 也有着九弓令 具有比寻常炼神 竞争人更强大的力量 饱受到长探西道 天下第一的练气静巅峰啊 而在此时 在山下修行的方玉 抬头看去 只见那个 身影盘膝坐于山巅 迎着朝阳 缓缓起身 万丈辉煌 而那身影 散发着一股惆怅 而不满的气息 似是对自身修为的不满意 更似是对妖魔作乱的烦忧 方玉心中 升起一股 难言的情绪感触 按道 如道长这样的人物 也每日心情修炼 甚至对自身修为 静静感到不满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练气静 又怎能每日 懈怠修行 他这般想着 便见山上的宝兽道长 飘然而落 来到了他的面前 修行静静如何 晚辈练气小成 已隐隐感受到了 静声大乘境界的门槛 到了你这个修为 想必也了解不少 关于静声练 神静的各种知识了 宝兽道长笑着说道 九霄仙宗总 不至于等你练气巅峰之后 再教导 你如何去训练 神静的奥妙吧 晚辈确实知晓一二 但修为不足 未有感悟 方玉这般说来 你知晓多少 静接说来 评到替你屡一屡 未来的修行道路 宝兽道长韩孝说道 多谢道长指点 方玉顿时大喜过望 躬身失礼 宝兽道长满一点头 心中暗想的小姑娘 就是挺好骗的 恋神之静 视为真人 即三魂七魄 何为阴神 视为恋神静 而恋神之静 便是修炼阴神的境界 而恋神巅峰 则是已经将阴神 壮大到了极致 大夏国师 是什么境界 恋神巅峰 方玉似乎并不奇怪 宝兽道长 为何会问出这个问题 恋神巅峰 宝兽道长神色 似乎有些古怪 听师姐提过 传说大夏国师 在十三年前 就是恋神巅峰的修为 后面闭关一场出来 不知受了什么伤 而跌落了境界 只有恋神大成的修为 但似乎掌握了 什么惊天秘数 从那之后 各宗老祖都愈发忌惮 隐隐将他尊为 大夏第一强者 宝兽道长 与方玉一番长谈 收获颇丰 明晰了道路 而他凭着 本身高于方玉的修为 指点方玉 却也是绰绰有余 尽管方玉有些纳闷 为何宝兽道长只询问他 关于恋神境的知识 却只是指点他 如何晋升 恋气大成的诀窍 但这一场指点下来 他确实 对前路更加清晰 我明白了 道长是让我看得长远 提早去 熟悉通往恋神境的道路 但是更要我脚踏实地 先走好恋气境的道路 方玉这样想着 心中愈发感激 对了 方姑娘 这些银票 你先拿着 宝兽道长取出一达银票 说道 炼制灵财金砖 以青年阁送来的砖石 为主财 但还需辅财 也需要顶炉 凭到这里没有 还要你多费心 道长客气了 方玉忙事说道 晚辈在山门中 就有一座炼气宝顶 以传讯于同门师姐 再过两日 就能送来 至于辅财 倒是需要下山去寻 但若是难寻 九霄仙宗的同门 也是可以帮忙寻找的 无论是采买材料 还是请求同门 都不能让你花费太多 宝兽道长将银票 递到他的手上 道 长久的事情 可不能一直让你垫覆 说完之后 不带方玉回应 宝兽道长辩 以挥手 往山下的旧道官而去 而小熊仔 还蹲在树边上 拿着一根树枝 在地上画圈 排解压力 而宝兽道长 又不准他迎师作对 发泄情绪 只好在这里画圈 进来算账 宝兽道长将他后脖子一提 拎了起来 走进了房间 而在房中 有宝兽道常用 蒸汽封锁的箱子 箱子打开 里边是他进来赚取的银票 除了银票之外 还有一些银两铜板 这些银两铜板 是昨日回山前 用银票去兑换回来的 准备用来今日发工前 今日发工前 你把账目记一记 不要出错 宝兽道长这般说来 将银票揣兜里 迟疑了下 又将几页文书 取了出来 这是什么玩意儿 小熊瞧了一眼 问道 风元山的地气 宝兽道长缓缓说道 您老人家 上次不是说 风元山跟咏摇河一样 介于元天狱 和广山狱之间 对两边官府来说 都是荒山野岭之地 所以两头不管 就是个 没人搭理的地方 小熊惊讶地道 可怎么道观里 还有地气的 大厦建国之初 这里划归 元天狱的轩辕线 地气也是本门 第四代祖师花钱买的 上面还盖着 元天狱所辖轩轩辕线的章 宝兽道长将地气收起 说道 只不过 近百年来 轩辕线为了 尽快摆脱贫困的名声 从而获得 元天狱的重视 便也不要这块偏僻地方了 于是干脆将这里 画出了轩辕线的 管辖范围之外 导致咱们道观所在的 风元山 也就成了咏摇河那样 两头官府 都不管的地界 在这个瞬间 心中一动 恍惚之间 心境似乎也顺畅了许多 通往恋神境的瓶颈 似乎在这一个瞬间 松动了一丝 但瓶颈松动的感觉 瞬间而过 枷锁依然还在 可是刚才 并不是错觉 这 刹那之间 饱受的脸色 变换不定 他好像在无意之间 发现了静生恋 神境的契机 广山玉 金阳县 红衣斩妖里杨文黎 再度来到了县衙 这次不单是他一人 还有其余三名红衣斩妖丽 杨兄 赵兄 四名红衣斩妖丽 聚在了一起 尽管烈妖府成立不久 但同在广山玉之内 他们也都相识 寒暄了一阵 便提起正事 今次我三人奉命到此 来请杨兄相助 赵姓男子正色道 想必杨兄 应该是知晓此事了 杨文黎神色凝重 点了下头 烈妖府红衣斩妖丽周英 被扶杀于南泉县关道旁 南泉县的县令与捕头 被咒杀于县衙之内 烈妖府暂待主侍一职的郑先生 已经沦为废人 原本烈妖府就是 与妖魔争斗 死伤折损 在所难免 但这件事情 在毁掉了郑先生之后 便已经成为了 广山玉的滔天大案 根据探查 用108头 练精进小妖 换取赏钱的道士 有很大的嫌疑 赵姓男子陈生说道 这108头小妖 来自于永瑶河 但是如今 永瑶河已经消失了 疑似被大法力坟主干枯 照此推算 毁灭永瑶河之人 修为高深莫测 怕是比柳明大人 还要更强 只是 我们暂时不能确定 坟江主河之人 是不是去过南泉县衙的 那个年轻道士 杨文黎沉吟着道 你们判断去过南泉县衙的 年轻道士 就是前次 在杨某手中 领取悬赏的宝兽道友 赵姓男子点头说道 我们明察暗访 又通过蛛丝马迹 初步判断 应该是这个宝兽道人 他在前一日 出现在 通往永瑶河的官道上 也永瑶河消失的荡日 出现在南泉县衙 杨文黎眉宇威咒 说道 当日所见 宝兽道友平平无奇 没有恋神竞争人的威士 观他言行举止 也像是修行不久的 他心中 是有些不大相信 那个年轻道士 便是坟干大河的恋神真人 而且那个年轻道士 给他的印象 也颇为温和人善 根拂杀周英 咒杀献令 逼封郑大人的那个神秘人物 实在无法联系到一起 郑大人的事情 已经传到了 金城烈妖府 而金府主震怒 赵姓男子低声说道 这个道士 是我们目前能寻道的 唯一的线索 杨文黎沉吟了一下 点头说道 我知道他是 风原山白宏官的道士 之前临去赏钱时 见过一面 交谈也算融洽 既然如此 就由我牵头 去见一见这位道友 探寻一番究竟 他这般说来 却没有发现 对面三名红衣斩妖历当中 站姿靠后的一名青年人 神色渐身古怪 风原山白宏官 这青年心中暗道 这不是宗主 两个月前看中的 灵脉宝山吗 风原山 时至正午 烈日当空 建造道观的工匠 劳累了一个上午 此时便也到了歇息的时候 但今日他们的午饭 大不一样 这是永瑶和 108头小妖的肉 尽管过了两三日 但练精进的血肉 依然没有腐坏的痕迹 这些工匠 包括落魄多年的正老在内 都颇为欢喜 尤其是众多工匠 都是干苦力活 吃辛苦饭的 家境都颇贫苦 养家糊口便十分不易 平日里家中饭菜 游磨都不多见 未想着饱兽道长 如此大方 下山一趟回来 请他们 吃大鱼大肉 虾蟹和鲜 着实让人心情振奋 而常人看不出来 方玉却看出了端倪 这些都是腰泪的血肉 方玉端着一碗鱼肉 心中颇为震动 练精进小妖 毕竟是开灵的妖物 血肉之中 蕴藏灵气 这种血肉 让修行人吃了 效用如丹药一般 或多或少 能够增长道行 而寻常人吃了 更是滋补身体 能够通血活络 补义精气神 从而得以消除弊病 身轻体健 获益良多 甚至对于正老 这样的老人来说 打通了经络气血 几乎就等同 于是延年益寿的功效 对于这些工匠来说 替道长建造山门 也是一场天大的机缘 方玉这般念着 心中充满了敬仰 暗道 尽管道长修为高深 凌驾凡尘 但依然善待凡尘众生 而不是如许多修行者一样 一朝修炼有成 便俯瞰人间 使众生如蝼蚁 如道长这等人物 才是我修行之辈的楷模 他这样想着 但却并不知道 树上的小熊 一双小熊掌 正拖着下巴 看着大块朵頤的众人 他撇了撇嘴 心祥安早就吃腻了 他这次之所以非常大度 直接把这些肉 散给了众人 是因为宝兽道长说过 让工匠们吃了小妖血肉 会受益不浅 必能精神百倍 消除疲劳 身体强健 干劲十足 一人能干两个人的活 咦 小熊露出异色 刚才想到宝兽道长 他才发现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 宝兽道长都不见人影 他又没下山斩妖除魔 藏哪去了 剑刀官这么大事 他还不仔细盯着 这一天天的 怎么就不务正业 而此时此刻 不务正业的宝兽道长 正在风云山下 绕山而寻 他昨日收了地气 有一瞬间 炼神镜的瓶颈 似乎松动 他隐隐觉得 这一缕契机 只要他可以明误 就能立食 生炼神镜 并且在此期间 他储藏在混沌珠之内的力量 会随着他晋升炼神镜 而增添他的修为 也即使说 他一步入炼神镜 就会直接超出炼神出镜的层次 不过宝兽道长 心中倒也不算急切 论起斗法的本领 有混沌珠加持 一切顺其自然 缘分到了 自然就成了 再者说 平道就算不入炼神镜又如何 宝兽道长默默想着 要是道观建成 在这风云山地界之内 炼神巅峰都能翻手打死 他这样想着 看着手中的玄云龙顶珠 他此时已经站在风云山的山下 这里是风云山的根基 也将是 他白宏观未来的山门所在 他准备在这里 将玄云龙顶珠炼化 并且在这个位置 将他深深打入山体之内 成为巨灵之物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位置 玄云龙顶珠的存在 不会影响到 混沌珠所衍生出来的大正根基 随着他真气 包裹玄云龙顶珠 便见大量的水汽 朦胧生成 而与此同时 天空骤然暗淡 阴云密布 建成雨势 这一年 在大夏境内 烈日当空 已持续数远 草木干枯 粮食无收 建成旱灾 广山域内 旱灾之势 尤为严重 但在这一日 天空忽然阴暗 苍穹高空之上 不知何时 凝聚了阴云 轰然一声 雷霆在云层中 似乎撕裂了一切 暴雨倾盆 骤然而起 前面下雨了 京阳县外 四名红衣斩妖力 军队饰演 露出惊异之色 但是他们抬头看去 却见京阳县范围之内 依然是烈日当空 炎热难当 于是只会局于前方 而未有扩散 但更古怪的是 广山域到处是烈日 大旱灾年已至 为何偏偏前头 就有雷霆暴雨 那里是 风原山 那倒是的所在 正是 杨文黎神色异样 稍微点头 旁边又有一名红衣斩妖力 笛声说道 旱灾日久 到了如今 也该是下雨的时候了 杨文黎没有回话 但是那赵姓男子 却深深看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国运之变 今年大旱 乃是天数 纵然是国师这等人物 都无法改变 注定的天灾 眼前这语不寻常 天下大旱 唯独风原山范围之内 阴云密布 大雨磅礴 而在山脚之下 宝兽道长手托悬原 龙顶珠 神色肃然 大雨倾泻下来 然而在他深周 便顺着无形的轨迹 落到了地上 他将真气灌注在了 悬原龙顶珠之内 如今 苍穹之上的雷霆暴雨 便是悬原龙顶珠的力量所化 可是这并不是 属于宝兽道长的力量 而是原先便存在于 悬原龙顶珠之内的力量 随着宝兽道长的真气 灌注其中 便将原先储存于 悬原龙顶珠的力量 驱逐了出去 而这一股 被逐出悬原龙顶珠的力量 冲上云霄 凝成阴云 形成雷霆暴雨 这是 宝兽道长抬头往上看 心道 这就是赤玄蛟龙 留下的法力 炼气静 顾名思义 体内修成真气 从而超凡脱俗 然而 炼神静修行者 则是精气神合一 以真气为基础 而宁救法力 按道理说 任何炼气静修行者的真气 都无法与炼神静的法力抗衡 但是宝兽道长的真气 进入悬原龙顶珠 却能与赤玄蛟龙法力匹敌 而且 宝兽道长体内 真气充沛 赤玄蛟龙 留下的法力 只是无根之水 所以宝兽道长的 真气源源不绝 占据上风 逐渐取代了赤玄蛟龙 留在其中的法力 刚才悬原龙顶珠之中 还残存着玄规大妖的真气 同为炼气静 玄规的真气 在我的真气面前 不堪一击 我的真气威呢 可与炼神静法力相比较 这是因为我的真气 已经凝炼到了极致 难怪 在这一瞬间 宝兽道长队之前的许多疑惑 都有了名误 妖道秋风 数十年道横 炼气小城境界 被混沌珠吞噬了道横 反补自身 却只让宝兽道长 增添了半年功力 以明和咒术来 咒杀自己 而受到反噬 而死的那位静修行者 应是炼神静 也只增添了宝兽道长的五年功力 这是因为宝兽道长本身根基雄厚 而混沌珠 吞噬了他们的道横 抹去了属于他们的痕迹 磨灭了他们的精神 炼化做了最精纯的真气 凝炼至极 堪比法力 若真是这样 等我静生炼神静 体内真气与精神相合 化为法力 将是何等霸道强悍 宝兽道长这般想着 手中玄渊龙顶珠 已经彻底练化 再也没有其他的法力与真气 只有他宝兽道长的真气 存在于其中 于是便见他伸手一挥 玄渊龙顶珠 深深打入山体之中 深入365丈 又见宝兽道长 伸手一抹 便抹平了玄渊龙顶珠 打出来的缺口 而此时此刻 围绕着风原山 方原石里 依然阴云盖顶 暴雨倾盆 这是赤玄蛟龙的法力残留 从玄渊龙顶珠驱离之后 如同法力催动了玄渊龙顶珠 形成了这一场狂风暴雨 宝兽道长抬头看着天空 感受周边颇为清凉 微微闭目 他穿越至今半年多 从来没有见过刮风下雨 这般看着大雨 似乎也别有一番清静之感 直到一个声音 远远传来 大声呼喊 宝兽道长 不好了 有一只小熊仔 双臂高举 迈开小短腿 跌跌撞撞跑过来 带着哭腔道 这什么破天气啊 只为这咱们 风原山下雨 他在暴雨中奔跑 浑身已经湿透 他声音凄凉 想起今天停宫了 宫前还得照发 叫得愈发凄惨 雨水顺着他的绒毛滑落 早已经分不清 是雨水还是泪水 宝兽道长不经一正 然后心中大碍 道观停宫了 这还了得 他二话不说 伸手拔剑 然后他朝着天上 一剑劈了上去 风原山上 因大雨倾盆 工匠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 纷纷避雨 众人看着雨势 眼中颇多欢喜 议论纷纷 一来是长久干旱 如今下雨 自是大喜 二是干活疲累 得以名正言顺地休息 工前依然照发 但是郑老眼中 除了九汉逢甘陵的喜悦之外 又有延迟建造道观的几分无奈 然而只有方玉的眼中 充满了惊异之色 作为修行人 一眼便看得清楚 风原山外 依然艳阳高照 风雨只在风原山范围之内 这场风雨 来得好生古怪 正当方玉心中 这样想的时候 忽然之间 阴云骤然分裂 天空好像被无形的力量 一分为二 只在眨眼之间 风雨消去无踪 云层破散 明亮的阳光 照落在了整个风原山 这 众人都被这突然变化的天气 所震惊 唯独方玉 心中震撼 看着那无形的剑气 感受着其中的灵力 在他心中 见生惊骇之意 与此同时 风原山外围 四名红衣斩妖立 举着油纸伞 踏足了这座风原山 大雨倾盆 与一部之外的烈日艳阳 精卫分明 显得万分异常 今次这个道士 与此案不无关系 他具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我们此行 务必小心谨慎 赵姓男子陈生说道 若他真是凶徒 敢杀周英 自然也敢杀我们 请各位将身上的神行服都备好 若他 真是恋神竞争人 让我们合力 也难以匹敌 到时候 就该动用神行服 分头逃命 上报掌狱大人 除此之外 他声音才落 便漠然一阵 书底抬头 无形的剑气 冲销而上 一剑裂苍穹 剑气划九霄 云分 风指 雷霆 雨歇 刹那之间 艳阳高照 瞬息之内 沉寂无声 过得半晌 才听得赵姓男子陈生说道 除此之外 你们都要记住 这次我们来此 不是审问 不是质疑 而是请求 此次奉命 请求这位道长指点 替我们指明 关于永瑶河 与南泉县之时的线索 他看向余下三人 正次说道 这位道长不是罪犯 而是知晓此案线索的人证 我们必须礼数周全 不能贸然得罪 余下三位红衣斩妖力 军事默契点头 道理大家都懂 剑斩苍穹 这是何等威势 这在炼神真人当中 也是佼佼者 他们一旦得罪 就算动用神行符 分头四下逃命 也逃不掉 风云山上 雷霆暴雨 来得快 去得快 甚至来不及让众人反应 但下过一场雨 虽然各处泥泞 但空气清新 令人神清气爽 整理一番 不要懈怠 拿了工钱 就要做事 郑老的声音 传了开来 指住了众多工匠 嘖嘖称奇的议论声 而方玉的眼中 依然残留着难言的震撼之色 他曾经见过 宝兽道长出手 一剑便斩了妖道秋风 但他未曾料到 宝兽道长一剑 能将苍穹斩裂 将风雨停歇 他心里想着 只怕就是自家的授业恩师 堂堂九霄 仙宗一脉手作 都没有这样的本领吧 他心里顿时美滋滋地想 这次果然结交了一位 强大到了极点的真人前辈呢 至于那位强大到了极点的真人前辈 正在山下揉着眉宇 脸上充满了自责之色 小熊看着晴朗的天气 先是震惊于宝兽道长的剑 然后便是万分欢喜 道观又能开工了 只是 他仿佛又想到了什么 看向宝兽道长 不敢开口指责 但眼神之中 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宝兽道长尖一整天不务正业 没去山上监工也就罢了 怎么还给自家道观 建造大事天堵呢 嗨嗨 宝兽道长轻壳了声 说道 其他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咱们该上山监工去了 小熊仔想起正事 转头就往山上跑 你干什么去 雨都停了 他们万一还偷懒怎么办 小熊的声音远远传来 俺得去瞧瞧有哪个不勤快的 今晚上就去他家吹妖风 宝兽道长哑然失笑 然后他心中一顿 当下眉宇一阳 看向风原山外围的方向 四名红衣斩妖力 其中包括他认识的杨文黎 他们来风原山干什么 难不成是自己扶杀周英 咒杀南权县令与捕头的事情 已经事发了 但如今的宝兽道长 已经不是前几天被方玉一举 邀到哪里走 就给吓得心虚的宝兽道长了 他可以确认自己 没有留下什么板上钉钉的铁证 猎妖府方面 多半是因为他出现在 咏妖河以及南权县 而有所怀疑 但也仅是如此 其实猎妖府职责 便是猎杀妖魔 自然难免伤亡 而周英一个新人斩妖力 地位不算高 死在外边 谈不上稀奇 猎妖府未必会耗费太多的精力 去探究此案 于是 宝兽道长 只是笑了一声 便朝着山上走 虽说有客来访 但他不想迎客 四名红衣斩妖力 沿着泥泞的道路 逐步登山 风原山青葱翠绿 承接八大玉之风水 尽管他们不能一眼看 进八大玉 也不能一眼看清风原山 但作为修行人 他们依然可以辨别 这座风原山的不凡之处 臣可算的是风水宝地 赵姓男子感叹道 难怪这位道长 选定了如此风水宝地 作为道观所在之处 成为妻身之所 另一位红衣斩妖力 却笑道 山不再高 有先则灵 我看不是道长 选定了这脸 而是因为道长居于此处 才让此山成为宝地灵山 杨文离神色复杂 依然难以想象 那个在他面前温和人善 腼腆含蓄的小道士 竟然是一剑斩苍穹的恋神真人 想起当日踢裂妖府 招揽这位道长的时候 此刻不由的脸上有些火辣 想起待会儿 再见到那位道长 不由的有些尴尬 心怀忐忑 而另外一名青年 则神色异样到了极点 心中暗道 这座山国真是灵山宝地 难怪宗主 看中了这座风原山 想要将山门道场 搬到这风原山上 只是如今 有了这样一尊真人 我新罗宗 着实招惹不起 心中都情绪复杂 登山而上 远远便见到前方 数十名工匠正在忙碌 这里在重建 赵姓男子看了过来 看起来是的 杨文黎点头道 为何我等来此之前 未有听得此事 赵姓男子皱眉道 这座山介于两域之间 不受两地官府的挟制 所以金阳县 衙部之风原山道官重建 也在情理之中 杨文黎说道 两地官员 真是凡夫俗子 如此临山宝地 看作荒山野岭 竟然不予理会 赵姓男子语气之中 不乏嘲讽之意 有这么一尊恋神真人在山上 两地官府 或许也没有资格 将此山化归自家 所辖范围之内 另一名红衣斩妖力出生说道 赵姓男子不由沉默 然后看见其中一人 忽然一正 杨文黎见状 问道 赵兄认得那老者 赵姓男子偏投过来 说道 不算认识 但当年修建皇陵 我奉命护送 公部官员 其中就有此人 当年广山域 建造掌域府邸 就是由他主示 主持建造掌域府邸的人 参与修建皇陵的人 竟然在这里 为一个道士建造道观 众人不由感到诧异 但想起这个道士 修为高深莫测 本领强盛万分 便也为之示然 直到他们又看见了一个 正在忙碌的少女 那是 九霄仙宗的弟子服侍 看他腰牌 是真传弟子 他这事 在帮忙建造 四位红衣斩妖力 对视一眼 皆沉默了下来 连九霄仙宗的真传弟子 都只能在这里 帮这位道长建造道观 恍惚之间 他们似乎生出了一种错觉 仿佛整个广山域 甚至是整个大夏王朝 都知道 枫原山上 这倒是乃是一位本事 通天的高人 只有他们列妖府 一无所知 然而 就在这时 树上忽然蹦下来 一只小熊仔 憨声憨气地道 来者是客 我家关主老爷 命案来迎四位贵客 他圆溜溜地眼眸 静静看着这四人 小熊爪子 做了个请的手势 而四名红衣斩妖立仙 是一正 然后便互相对视一眼 他们恍惚之间 似乎从这小妖的眼睛里 看出了嫌弃的意味 四位 请呀 小熊又说了一声 觉得这四个家伙 就是个呆祸 他本身心里 就不待见 这四个不速之客 现在更加嫌弃了 这时 正在建造道观的锦妖时候 还指望着 宝受到长监宫呢 他们啥时候 不好来拜访 偏偏这时候上门 风原山上 就关门前 小熊妖领路 四名红衣斩妖立 在后跟随 这种场景 放在外界 必是显得极为诡异 因为猎妖府的斩妖立 职责便是斩妖 而在他们面前的 就是一头小妖 若放在外界 这样的小妖 他们早就随手砍了 若放在其他地方 遇见跟妖物为伍的修行人 也早就心事问罪了 但是在这里 便都大不一样了 只听得赵姓男子轻笑着道 道长竟是养了 这样一头憨态可居的小熊 看来真是一位风趣之人 另一名红衣斩妖立 则又说道 传闻古之圣贤 以仙情神兽看家护宅 我冠道长 时有上古圣贤之风范 未来这位小熊道友 想必也是能与仙情神兽并肩的 小熊走在前头 听得这话心里舒畅 嫌弃之意减少了三分 想着这两个家伙 还是挺有眼力的 其实没那么憨怠 进了旧关当中 便见一个年轻道士 面容俊朗 轻易脱俗 他覆手而立 面上含笑 似乎等候多时 猎妖府红衣斩妖立杨文黎 见过道长 杨文黎当先上前 眼神复杂 面带欠然 低声道 前次在金阳县衙 晚辈有眼无珠 不识真人当前 还望道长恕罪 保守道长笑着说道 道友说笑了 当日你一番好意 平道怎会不知 只是今日你到此造访 又带领着三位道友 可是有事来访 杨文黎神色异样 旁边三名红衣斩妖立 也都心中威力 刹那之间 道观之内 气氛似乎凝制了三分 道长 那赵姓男子 上前恭敬师礼 在下猎妖府红衣斩妖立赵巡 今次到此 主要是请道长 为我等指点迷惊 保守道长神色微动 看向此人 从一开始 他就觉得四人之中 以此人为首 四人都是红衣斩妖立 而杨文黎修为最高 但偏偏地位最高的 却是这个赵巡 他扫了一眼 看见此人妖间的令牌 当即明白过来 此人是大夏王朝 一手栽培出来的修行者 如今被调人猎妖府 担任红衣斩妖立 而杨文黎 虽是猎妖府斩妖立 但他本身是 御龙仙宗的外门长老 同是猎妖府的红衣斩妖立 但毕竟亲疏有别 地位高低自有不同 不知何事 凭到这乡野之事 如何指点迷惊 道长太过自谦了 您一见斩天 震撼人心 我等敬佩不已 赵荀感叹道 高人隐于事 我猎妖府 竟然不知风云山上 有您这一位真人 是我等太过失礼了 赵道友实在过奖了 宝兽道长淡淡说来 神色如常 似乎对这赞誉 毫不在意 赵荀见状 也不再自讨没趣 当即说道 听闻前些十日 永遥河水未上涨 却一日之间消失无踪 浩荡大河 一日干枯 不知 宝兽道长平静说道 妖孽作祟 平道斩妖之时 没有分寸 把大河烧干了 实在是平道学艺不精 造诣不足 把握不了 说来惭愧 场中气氛一时沉寂 坟将主河 把大河烧干了 这叫学艺不精 造诣不足 这就是说来惭愧 如戏听 人言否 赵荀沉默了一瞬 才道 道长将永遥河 众妖斩灭 是否曾将妖物尸骸 送至南泉县衙 这话一出 其他三名斩妖力 都不由得心头凛然 个子都不禁摸了摸袖子 内侧贴着的神行服 看看这逃命的宝贝 还在不在 有啊 宝兽道长毫不掩饰 点头说道 怎么了 赵荀文言 略有错愕 他本来觉得 这样深不可测的恋神真人 根本看不上小妖的尸首 根本看不上 区区万语两银子的悬赏 他甚至想过 是不是眼前这位真人 烧干了永遥河 便飘然而去 另外又有个年轻道士 将妖物残骸收拾了 拿去南泉县换取奖励 但却没有想到 眼前这位道长 承认得如此干脆 而且 如果真是凶徒 应该撇清关系 不该这般坦诚才是 那道长 赵荀声音一顿 暗纳住心中紧张 低声道 可识得周英否 这是此案的关键一点 四名红衣斩妖力 都觉得手心貌汗 然而 就见得饱受道长皱了皱眉 周英是谁 四名红衣斩妖力 不禁对视一眼 他否认了 他没有承认 有大问题 周英是我猎妖府的红衣斩妖力 他去南泉县衙 鉴定着百余小妖 并发放赏钱 照寻深吸口气 才沉声说道 但是他死了 原来就他叫周英啊 宝兽道长微微摇头 说道 你们猎妖府的 这位红衣斩妖力 姿态高 眼高于顶 没有自爆身份 让平道领了赏钱就走 怎么认得他 只不过 他好歹也是练气静 就这么死了 四名红衣斩妖力文言 均是沉默了下来 周英此人本是散学修士出身 入了猎妖府 一朝登天 连仙宗真传他都不放在眼里 如这道士所说 倒也符合周英的作风 你们上山 是怀疑平道有嫌疑 宝兽道长忽然笑了声 这般说道 不敢 不敢 赵勋芒是说道 只是 此案至今未有查明 又知晓道长当日 去过南泉县 所以想要请教道长 不知道长在当日 是否见过什么异常之处 或者知道什么其他的线索 异常 宝兽道长摇头道 换了赏钱就走 哪有一场 讨扰了 赵勋公身失礼 三位红衣斩妖利 军事失礼 宝兽道长还了一礼 老 来者是客 四位不留下 喝一杯清茶 赵勋叹道 我等无暇饮茶了 此案毫无线索 我等还需忙碌 请道长误怪 宝兽道长笑道 无妨 查案要紧 他看向杨文黎 稍作点头 然后对四人道 对了 之前频道说过 若有吞英山元孝州的消息 还反请告知频道 前次频道斩了他的徒弟 他派梦山君来寻衅 被频道经退之后 至今便等不到他上门 着实让频道担心 四名红衣斩妖利 都不由地沉默了下来 你能一剑斩天 猎云直雨 本领通天 担心个什么 人家已经探知到 你是炼神镜的真人 避之而唯恐不及 哪里还敢上门寻衅 就算是袁孝州 也不会因为区区一个炼气劲的弟子 去跟炼神镜真人拼个生死 想必是袁孝州也惧怕道长 不敢冒头了 赵荀轻笑一声 说道 近些时日 道也不见他的踪迹 不知藏匿于何处 这就难办了 饱受道长无奈道 频道与他已经结了仇 万一他今后趁频道不在家 来这里放火烧山可怎么办 再者说了 都说这种邪道之人心胸狭隘 最喜欢记仇 不死不休 万一过个千八百年 他修炼得道 成神化魔 来找频道报仇怎么办 还是趁早宰了他安心 一时之间 这四位红衣斩妖利 都不知该如何回应 在这一面上 暂时还没体现出心胸狭隘 喜欢记仇 不死不休的举动 反倒是这位道长的想法 显得十分清奇 道长放心 近些时日 我们会关注袁孝洲的消息 赵荀正色道 劳烦几位了 饱受道长笑着说来 道 这些烦心事早些了结 频道与袁孝洲都会痛快 便是皆大欢喜 只要寻到袁孝洲 然后给他一个痛快 那么得了赏钱 又取回先见的饱受道长 自然也会十分痛快 这就是皆大欢喜 告辞 四名红衣斩妖力各自行礼 辞别了饱受道长 静止下山去了 他们四人一路下山 均一言不发 直到出了风原山的范围之外 才见赵荀长出口气 看向余下三人 缓缓开口 你们怎么看 你们怎么看 赵荀一句话 让其余三人都露出思索之色 过得片刻 才听得杨文黎出声道 言行举止 十分坦荡 不像说谎 赵荀看向其余两人 而其余两位红衣斩妖力 也露出沉吟之色 三位都认为 杀人的不是他 那青年面貌的斩妖力 皱眉问道 表面来看 应该不是 杨文黎应了一声 又道 但无论是不是 可在他身上 已经断了下一步的线索 我们不必查了 那此案该如何是好 另一人沉印着道 若不是他 线索就断了 我们无从探查 若真是他 事情就更麻烦了 据时上报 接下来是掌玉大人的事 与我们无关了 赵荀淡淡说道 猎妖府职责在斩妖除魔 在外行走 死一个周英不算什么 那些死得不明不白的同僚 难道还少了 目前大厦境内 妖魔作乱 猎妖府本就人手不足 若不是郑大人因此事而重创 掌玉大人也不会如此伤心 杨文黎微微点头 心中也明白 猎妖府成立不久 但死在外头的斩妖力 并不在少数 这些因公殉职的斩妖力 也未必都一个一个 查清了他们的死因 也未必都查到了凶手是谁 无头公案 自古以来 从来不少 只是这一次 涉及到了郑先生 才让掌玉大人如此重视 可事情查到了这一步 线索指于这 风元山上的炼神真人 已经不再是 他们可以继续查探的了 若是真要继续查案 那也是猎妖府高层的事情 或者是由郑大人师门出面 只不过风元山这位道士 既然是在炼神境中 都属于顶尖层次的真人 那么此案多半就是会这样结了 当然 无论是否这般了结 终归是与他们这些 炼气境的红衣斩妖力 没有太多干系 此事由我亲笔书写 上书猎妖府 赵荀这般说来 手中取出一张符纸 陈生说道 眼下案件未定 按照猎妖府规矩 关于此案的一切 都不得外传 需守口如瓶 其余三人 都各自取出这张符纸来 这符纸名为誓言符 乃是为了保守机密 只要以此符起事 在一年之内都不得违背 如若不然 必烈火焚身 通常什么机密之事 隔了一年之久 也都不大重要了 到那个时候 外不外传 也都无所谓 当然 如果还不允许公布 那么便会提前召回这一批人 在猎妖府主事面前 再以誓言符起事 无名赵荀 以符立誓 关于此案一切线索 守口如瓶 绝不外传 赵荀咬破食指 点在符纸上 然后符纸燃烧 化作灰烬 杨文礼等人 依言照做 只是那个面貌年轻的 红衣斩妖立 眼神闪过一丝异样 略有迟疑 但他终究是出言立誓 以削点符 玄疾扶指燃静 接着 才见四位红衣斩妖立 互相道别 分头散开 而片刻之后 却见山林之间 走出一个年轻道人来 果然 是对频道有所怀疑 要不是频道之前行骗 之前抓妖时 练出了炉火纯青的演技 还真就容易露出马脚 饱受道长暗中跟随 倒也不是来杀人灭口的 就是单纯想要知晓 他们是如何认定此事的 他其实心中早有预料 以大夏王朝目前的国情 不会为了区区红衣斩妖立 动用更多的力量 去探查此事 毕竟他没有明面上斩杀周英 挑衅猎妖斧 践踏大夏国威 对大夏王朝而言 也不会在没有线索的事情上 去纠缠一位炼神镜的真人 如元孝州这样的炼神真人 进入大夏王朝之后 便是隐藏在暗中的巨大祸患 让猎妖斧万分头疼 至今未能擒拿斩杀 那么大夏王朝 又怎么会因为毫无证据的事情 仅凭一丝怀疑 就逼返一位 在明面上奉公守法的 大夏本土炼神真人 听他们刚才所说 这件事情之所以受到极大重视 是因为所谓的郑大人 在其中出了变故 但是他保守道长 都不认识郑大人 郑大人的事 跟我保守道长 有什么关系 一定是有人顺水推周 把这郑大人的事 跟周英的事联系到一起 然后顺手栽赃平道 保守道长不禁叹了一声 低声道 平道奉公守法 惨遭栽赃 何其无辜 而在东南方向 四名红衣斩妖力之一的青年 却忽然停下了脚步 他神色变幻 脸色有些苍白 但终究是叹了一声 伸手入怀 取过一张白纸 他运转真气 在纸上划过 留下痕迹 形成文字 本宗山门搬迁 请令则保地 他将这纸张 叠成纸鹤 真气运转 低声念咒 旋即便见纸鹤飞起 宛如活物 朝天空而去 消失在正南方向 他看向天际尽头 长出一口气 文字之中 没有提及封原山 没有提及那道士 也没有提及此案相关的一切 便不算是违背誓言 纸鹤高飞 千里迢迢 落到了一座高山之上 有个中年男子 伸出手来 纸鹤飞到了他的手上 自行摊开 化作一张纸 中年男子扫了一眼 原本淡然平静的神色 忽然变得凝重 他书弟起身 带着这张纸 匆匆而去 片刻之后 他来到了山门大殿之中 拜见宗主 就一句话 殿中 有位花甲老者 看着手中这一张纸 眉宇微皱 此人正是新罗宗的宗主 只一句话 这中年男子低盛道 本座寻访明山十年之久 才寻得一处无主宝地 就凭这出入炼气境的弟子一句话 放弃十年心血 新罗宗主神色冷淡 缓缓说道 新罗山大不如前 已是灵气稀薄 运势渐渐变得恶劣 迟早会成穷山恶水 这十二年来 门下新收弟子 修行缓慢 难以入门 你也看在眼里 门中后辈弟子 不能成长起来 新罗宗只能逐渐示威 若再不搬迁 祖宗基业何以为迟 这中年男子 顿时沉默下来 但又思索了片刻 才道 师兄 我那弟子素来严谨 既然道出此事 必有缘故 不若我修书一封 询问的来龙去脉 知晓其中究竟 再行定夺 新罗宗主也不固执 微微点头 道 那便让他说出个理由来 新罗宗 大下境内的修行道宗之一 但论其底蕴 远不如三大先宗 这座名为新罗宗的高山 本也是一座较为不俗的风水宝地 然而十二年前 地龙翻身 震断了地脉 已经逐渐失了运势 渐渐归于平凡 对于修行之事而言 法 财 旅 地 四者至关重要 这山门之变 让新罗宗陷入惶恐之中 于是近来十年 都在寻找一处 可以迁居的风水宝地 可是大下境内 凡名山大川 一处宝地 甚至比这新罗山十二年前 还更具灵域 宗主知晓此事 大喜过望 正在筹备举宗搬迁之事 却不想 门下一名刚入猎妖府的弟子 传回了这么一句话来 他可有回应 半日之后 新罗宗主才沉声问道 究竟是什么原因 中年男子神色复杂 低声道 回了一句 只是 新罗宗主问道 只是如何 中年男子 没有说话 将手中纸张递了上去 新罗宗主看了一眼 只见上面仅仅写了三个字 不可说 这就是你教的弟子 这叫他给宗门的回应 才入猎妖府半月十日 便忘了自己是新罗宗的弟子 新罗宗主焚了这张纸 面无表情地说道 本座虽为一宗之主 却也并非顽固不化 他若给出一个理由 本座自然会加以考虑 但只凭他一句话 就要来命令本座 改变宗门大计 他还真以为入了猎妖府 便将宗门也不放在眼里了 真把自己当作是大下国事不成 兴许是涉及猎妖府积命 中年男子沉映道 他修成真气不过一月 进入猎妖府不过半月 新罗宗主问道 凭他炼器出境修为 凭他一个新人小力 能涉及到什么重大积命 这中年男子一时语色 竟也不知如何回应 本座看他 是进了猎妖府 将大下王朝作为靠山 便以猎妖府 斩妖力的身份为荣 早就不将新罗宗弟子的身份 放在心上了 新罗宗主书的拂袖 面带韵怒 只怕其中会有纠葛 中年男子低声道 能有什么纠葛 新罗宗主神色冰冷 说道 本座从不是鲁莽之人 两月前就已经查过 枫元山只有一座破道观 那中一个老道士 以及一个小道士 如今老道士已经死了 小道士更是衣食难尽 而无奈下山 死后便不知去向 而且 据本座探知 那小道士除了长相出色 便在无过人之处 能有何忌惮之处 宗主 中年男子心中仍有不安 但却也不知如何回应 本座主义已定 新罗宗主微微抚须 陈生说道 十年寻找 才寻得这么一处宝地 涉及宗门传承大业 谁也改变不了 本座的决心 风元山 我要定了 广山域内 青年面貌的红衣斩妖丽 神色复杂 他已经传讯宗门 另选搬迁宝地 尽管他并不知道 宗主寻找十年 才寻得这一处 合适的灵山宝地 但他知道 自身出入恋气景 静生真传 不足半月 宗主三次 而宗主对他最深的印象 也只是在半月前 他突破炼气境 静生真传的那一次而已 单凭这只言片语 只怕是不能让宗主改变主意 可他却也不能言明 其中真相 先前他尝试过 提及风元山 也尝试过提及那道士 但只要动念一想 真气便生出灼热之感 他甚至不能警示 其中蕴藏大祸 否则必将惹出 烈火焚身的下场 我也算经历了 这红衣斩妖力 神色低沉 心道 作为本门弟子 我已传讯宗门 若宗门对我并无信任 也实在不能怪罪于我 风元山上 宝兽道长 与郑老商量过详细之事 又在方玉这里 得了一些炼制金砖的 其他辅才清单 既然山上修建之事 一切进展顺利 宝兽道长辩 准备下山购买 炼器辅才 顺便寻找一些 猎妖榜上的妖魔 赚些银两 如今建造道观 花费巨大 单凭他手里 几万两银子 之前 宝兽道长 招呼了小熊仔一声 但小熊 一心看家护院 不愿出门 其实 主要还是因为 宝兽道长房中 藏着不少银票和银两 所以他才不愿下山 这一下午 风元山上 建造过程 一切正常 到了傍晚时分 工匠们各自回家 可是寻不到 宝兽道长的王山 却又迟疑了许久 才进入旧道观 敲响了宝兽道长的房门 道长 我是王山 是这样的 王山站在门前 神色复杂 语气有些低 哦 再有些天便要过节了 我家婆娘 要带着孩子 回娘家做客去 可家里 昨日刚买了一袋米 也没有多少余钱了 所以想要 跟道长提前领取一笔工钱 买些礼品回去 道观开工到现在 才有几天 你昨日才领工钱 又要多领一笔 哪有这样的道理 里边传来声音 像个志同 语气颇为不满 王山听着声音 不是饱受道长 不由错愕了一下 他心中一慌 怕是进贼 连忙把房门打开 只见桌子上 蹲坐个小熊仔 手里 捏着一打银票 像是在鼠前 他听到动静 抬起头来 看向王山 眨了眨眼睛 满面无辜 四目相对 气氛一阵寂静 半晌过后 才见那小熊仔 把银票往背后一揣 露出警惕之色 口中蹦出一句话来 你瞅啥 你 王山顿时一震 脸上充满了惊骇的神色 屁滚尿流的转身就跑 呼喊道 有妖怪啊 妈呀 有妖怪 小熊吓了一大跳 满身绒毛 乍然倒树 连滚带爬地跟着跑了出去 边跑边大喊道 饱受到掌 救命啊 他们说 咱们倒灌 有妖怪 啪地一声 他被门槛绊了一跤 滚了三圈 连忙又爬了回来 赶紧把撒了遍地的银票 都抱在怀里 才继续往前追赶 带着哭腔大骂道 天杀的王山 你不讲义气 等我一会儿 风云山 旧关之内 王山魁梧的身子 缩成一团 蹲在角落 瑟瑟发抖 方玉就在边上 低声宽慰 而在到关门前 宝兽道长揉了揉眉心 小熊正抱着他的大腿 嚎啕大哭 道怪里有妖怪啊 太他娘的可怕了 俺的天赋神通 都嗅不到他的气息 俺逃跑的时候 他还绊了俺一跤 要不是俺手机眼快 把银票收了再逃出来 指不定他 就偷了咱们的银票 直接跑路了 宝兽道长 你一定要把那妖怪给打死 太他娘的下熊了 那小熊仔泪眼汪汪 眼眸里都是恐惧之色 带着哭腔道 以后俺再也不离开 道长身边了 宝兽道长十分头疼 他已经知晓此事来龙去脉 并且向小熊解释 整个道观 只有他这一个小妖的气息 没有其他 妖泪残存的痕迹 但这小熊仔 哭喊着坚称道观里 真有妖怪 他逃跑时 还被绊倒了一跤 这就是证据 最后还是 宝兽道长 忍痛打破了 自己诚实善良 而从不撒谎的原则 骗着小熊仔 说那妖怪已经被砍了 才平息了小熊的恐惧与愤怒 那这妖怪的失手呢 咱们下山换钱呢 想到这个 韭菜熊丽马又精神了 他不在猎杀榜上 换不了赏钱 已经顺手打成渣了 宝兽道长随口回了一声 怎么又是个赔钱货 小熊恼怒不已 十分不满及嫌弃 觉得自己先前受到的伤害 都无法弥补了 宝兽道长 深深看了他一眼 王山依然被道观里出现妖怪这件事情 吓得不轻 尽管芳玉轻声宽慰 让他心中放宽了许多 但这种颠覆他认知的事情 依然让他恍恍惚惚 毕竟大厦王朝 太平盛世 多年以来 只有凡夫俗子求神拜佛 乃曾真正见过妖魔之流 至于大厦边境 有妖魔入侵 也就这一个多月的事情 而且这种事情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 自然也是全然不知 小王啊 事到如今 平道也不满你了 宝兽道长叹了一声 说道 平道本非凡俗之人 素来游历人间 喜好隐居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跟你们相处 无奈 想必你心中也有猜测 若是寻常道士 孤身一人 何来雄厚钱财 可以建造这等 浩大规模的道观 王山文言 不由一正 抬起头来 他对这个小王的称呼 还不大习惯 以前宝兽道长 好歹是称王叔的 不过听的这话 也不知眼前 看似年轻的道士 是多少年前的老祖宗了 当下便又释然 那个 妖怪 这是平道不久前 收来看家护院的 性格温和 素来乖巧 勤俭持家 那这不是妖怪 王山正了下 低声道 是您老人家养的神兽 正是 宝兽道长韩孝说来 心中暗暗可惜 自己没有留着胡须 不然抚须而笑 更有先锋道骨之风范 而方玉 则在边上 并无意外之色 他早就见过小熊 也知道这是宝兽道 常患养的小妖 其实 在九霄仙宗之内 许多师兄师姐 甚至是长教 及各脉长老 都养有作气 他有些诧异的只是 宝兽道长这等人物 如何只养了一头 修为浅薄的小妖而已 此刻听来 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神兽幼宰 今日之事 不要外传 避免吓到了其他工匠 好的 王山连忙点头 然后又吃一道 那正老呢 倒是无妨 宝兽道长笑着说道 他曾是朝廷工部匠人 建造掌域府邸 曾修建皇陵 地位不低 对于修行人的事情 或许知道不深 但也并非一无所知 说完之后 又见宝兽道长 取出了一些银两 说道 你的为人 众所周知 提前支取工钱 却也无妨 这些银子 先拿回去 王山有些恍惚 到了这个时候 竟有些不敢伸手去接 宝兽道长笑了声 将银两放在他手上 又取出一些 说道 这些你带平道 交给正老 虽说他答应 在建成道观之后 再跟平道取纳 927两银子 但在此期间 总也不能让他 过得太穷困 王山和郑老 两家的住处 相隔不远 而且听说 他们二人的结发妻子 都是出身于白阳县 尽管家境贫富 差距悬殊 但也算自小相识 也正是因此 饱受到长才 通过王山的关系 联系到这位 曾经声名显赫的 前工部官员 这 王山接了这笔银两 神色略有复杂 低声道 他夫人已经15年 不曾回娘家做客了 郑老落魄16年 坐吃山空 生活拮据 比起当年风光之时 是云泥之别 不单是来自于 自家的压力 也有来自于 邻里清倦的异样目光 郑老当年身份显赫 他娶过门的夫人 也不是出身贫苦之家 之所以不回娘家做客 大约是娘家那边的清倦 难免也有指指点点 被人看清三分 郑老早年风光 中年落魄 晚年磨平了棱角 到了如今 建造道观 已经成了 他人生之中 最后一件大事 他要以此事 证明自身 从而倾泻16年 不得志的心中玉气 与此同时 广山玉当中 张玉大人 这就是赵寻传回来的消息 他将此行的一切 所见所闻 包括谈话之中的每一个字 禁述都记述下来了 白主氏 约四十出头 当日正是他派人 请求郑大人 推算天机 闹出了这件事情 心中不免愧疚 因此主动请求处理此案 你怎么看 张玉大人问道 风原山上的年轻道士 却是恋神竟真人无疑 广我等 都不知小广山域内藏着 这么一尊真人 说来着实惭愧 白主氏神色复杂 又道 从上面计数推算 至少表面上看 这倒是 不像是凶徒 可是 我们没有证据 能够证明他 就是凶徒 也并不能证实 他就真的不是凶徒 凶徒确实不是他 张玉大人 微微摇头 说道 他若是恋神竞 那一定不是他 为何 白主氏疑获道 这是刚送来的消息 张玉大人 将手中一张纸递了过去 明和咒术 白主氏接过纸张 看了一眼 露出异色 道 吞阴山的独门咒术 不错 张玉大人沉生说道 如果这道事 是练气境或者练精境 本官会怀疑他是否被 吞阴山的妖人 收归门下 而学得了这一门 邪道咒术 但既然是练神境 他的修行道路 早已定了 不至于去学 吞阴山的阴邪之术 那就不是他 白主氏沉应道 应该是 吞阴山那一批人 张玉大人这般说来 又道 提起吞阴山 你该知晓 他们最擅长什么邪术吧 炼尸 炼魂 白主氏沉生说道 这是邪道之中 最令人厌恶的一脉 如今 前日我大厦境内的妖魔之中 数这一脉的 就足有十七个之多 他们分别吞阴山 幽明宗 以及阎罗殿 可是 在广山玉之中 却有官员 在勾结这一脉的邪道修饰 暗中贪污灾营 更是草菅人命 掌玉大人面色阴冷 沉生道 更可怕的是 我广山玉各地官员 以及猎妖府行走于广山玉的 所有斩妖里 竟然无一人能够得知 此事的线索 竟然还是 从袁天玉那边传过来的 他取过信件 狠狠甩在桌面上 立声道 十二日前 就已经死了 两万三千四百六十人 但你我作为广山玉的官员 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你可知道 在这十二日来 又死了多少 他看向白主氏 眼中充斥着杀鸡 韩生道 这不是数字 是一条又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续日出生 天气晴朗 新的一天到来 道官继续进行建造 象征着宝兽道 掌斗里的银两继续减少 小熊仔表示十分痛心 而郑老这一日 没有直接上山 而是走到了道官门前 在宝兽道掌面 前道了一句 多谢 他说完之后 就转身离去 登山而去 许多事情 不需要多说 只需要做 见道官 就是表达感谢的最好方式 郑老的夫人 带着孩子回娘家做客了 王山巧声道 这是郑老落魄 十六年后 赚到的第一笔钱 算是脚踏实地 愿意正口饭吃了 想必郑家夫人 也觉得如今 可以在外人面前 抬起头来 宝说道长笑了声 说道 郑老心情不错 郑老心情大好 没有烦躁之事 也凭了家中所事 没有后顾之忧 建造道官 自然更加专心 而这一日 对他来说 也是十分重要 因为方玉 昨日下山 在金阳县中 见了他的同门师姐 并娶到了这位师姐 替他送过来的 炼器宝顶 先前方玉 是以真火炼制砖石 每次一块 十分费力 有了宝顶之后 方玉每次可以批量 炼制二十余块金砖 甚至可以开始尝试 炼制巨大的基石 衡量 力柱等等建造材料 你去山上监工 平道在这里 与方姑娘商议 炼制之事 保守道长 随手打发了小熊仔 小熊虽然好奇炼制的过程 但明显觉得 上山监工才是正事 当下转过身子 屁颠屁颠 就跑山上去了 只见道观之前的空地处 方玉将宝顶取出 似是青铜材质 样式古朴 仅有八掌大小 三足两耳 然后又见方玉 将真气灌住其中 宝顶往前一抛 迎风变大 落在地上 已是方圆丈许的巨顶 大小如意 此顶品皆不低啊 宝受到长行中微动 寻常顶炉的大小 基本固定 而这种可以控制大小的宝顶 便是与猎妖腹的乾坤袋相似 设计到了 极为高深的层次 炼制着宝顶的高人 必是擅长炼宝 且秀为高制炼神极术 他静静看着方玉 动用火焰倒数 打入了巨顶的左耳之中 旋即便有火光 在巨顶上面 蔓延开来 传至右耳 巨顶双耳 如同两个火源 开始吐出火焰 朝着顶内而去 又见方玉双手捏印 将二十块青砖 用真气包裹 送入了顶内 然后 又见方玉手捏印诀 不断以真气明成符纹 打入顶中 过得约有一刻钟 方玉便将饱受到 掌之前准备的一些材料 抛入顶中 又过一刻钟 才见方玉印诀定住 轻喝一声 便二十余块青砖 飞出顶外 落在地上 青砖温度极高 肉眼看去 在他们周边的空气 已是几乎扭曲 道长 这一批好了 方玉脸颊汗水滑过 他呼吸略有急促 真气已经消耗许多 毕竟论起修为和练气造诣 他终究不如真正的练气高人 评到来看看 宝兽道长不惧高温 伸手取过一块金砖 朝着天上一抛 咻的一声 他拔剑斩下 剑锋划过金砖 金砖落地 砸得一声沉闷 然后又见宝兽道长 伸手运转真气 射过这块金砖 看了一眼 上面有一道剑痕 道长 方玉有些紧张 很好 宝兽道长笑着说道 可谓是极为坚硬 就算是炼气劲的道数 都不能轻易毁坏 放在凡尘俗世的武林之间 比什么神兵力气还要坚实 不单是坚实 而且上面明刻符文 已成灵才 悠长岁月 长久不坏 宝兽道长估计 这样的砖石 若不受外力毁坏 千年之后 依然不会腐朽 你先歇歇 这些天炼制金砖 再过些天 尝试一下炼制石柱 宝兽道长这般说来 心中又有些疼痛 暗叹一声 这些辅才也不便宜 但好在把这小姑娘 骗来当了苦力 省了好大一笔银两 他本来还想着 自己能不能偷师 学得这炼气之法 然后借了宝顶 自行炼制 但细想之下 他若是自己当了这苦力 道观后续建造的银两 该从何而来 须得知晓 这块金砖 在外购买足足百两 哪怕现在自行炼制 成本也有三十两银子呢 他饱受道长的证事 终究还是落在下山斩腰 赚取银两的这条道路上 道长若要下山 能不能帮宛辈一个忙 方玉忽然说道 但说无妨 宝受道长点头道 昨日替宛辈送来 这宝顶的师姐 好像遇上了麻烦 但他没有明言其中究竟 也不等宛辈问话 便禁止离开 宛辈追上去 也没追到他 方玉低声说道 不过 他说广山域已有大祸 让宛辈留在金阳县 不要离开 大祸 宝受道长眉头微皱 具体宛辈也不知晓 方玉低声道 他叫什么名字 宝受道长问了一声 他叫孔秀 方玉低声道 猎妖府出见时 各宗都要派一批 长老与弟子 加入猎妖府 他就是其中一个 而他本不是 隶属于广山域猎妖府的 斩妖令 但是为了替晚辈送来保顶 他进入了广山域 而昨日广山域 颁布了征召令 身在广山域的猎妖府之人 都要受召而去 昨日师姐送来保顶 原本方玉 还担忧他询问缘由 心里有些忐忑 总觉得事情 真相难以启迟 毕竟宗门命令弟子 下山斩妖 考校本领 回山是要进行考核排名的 而自己如今 一心只为练 啥 孟山君神色有意 却未有回应 只低声道 还是请杜大人 早日将你那匿徒灭口了吧 杜兴神色平淡 说道 转告你师父 不必催促 本座自由主张 说完之后 他又目光一宁 道 你师父近来几日 不见宗义 也不在袁天狱 究竟干什么去了 难不成如今 在广山狱内 准备屠露 十数万百姓的 恋神镜妖人 就是你师尊元孝周 孟山君没有应他所问 只是又开口说道 家师还提了一句 藏在永瑶河的 玄园龙顶珠 至今不知所踪 还请杜大人 调任广山狱之后 尽快彻查此事 寻回玄园龙顶珠 声音才落 他便转过身子 朝着山下而去 杜兴看着他的背影 拍了拍身侧的斩妖刀 笑道 险些就忍不住拔刀了 只是斩了一头 炼气劲巅峰的大妖 又值得几个钱呢 这头老虎 快要近身炼神镜了 待到那时 把这头妖王 急速的猛虎 连同袁孝周 再一并斩了 才是功绩卓著 想必到了那个时候 国师都会亲自接见 赐予他半袖子衣 风元山 白红罐 饱受道长守直扶陈 背负法剑 准备下山 这一次他没有耽搁 因为每吃一克 就会有大量的人 在恐惧怨恨之中 凄凉地死去 就会有无数个家庭 经历家破人亡的惨况 这一次面对的是强敌 所以饱受道长 没有带上小熊 只留下他在山上监工 临行之前 饱受道长回望一眼 只见正老跪地叩拜 方玉一世公身失礼 小熊在树上挥爪 在这个时候 饱受道长本想说一句 等我回来 但想起各种故事之中 但凡说这一句话的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十有八九都没能回来 他想了想 既然是面对强敌 就不要给自己下诅咒了 于是他也只是挥了挥手 便下山去了 杨文黎就在前方领路 取出了一条金色丝带 这是什么 饱受道长接过之后 发觉才智不俗 当下问了一声 半袖精一 杨文黎正色道 道长非我猎妖府之人 不受我猎妖府调遣 但是具有这半袖精一 在我猎妖府当中 道长具有精一斩妖力的权力 可以任意调遣红衣斩妖力 与白衣斩妖力 也可以向各地县衙官府 发号施令 哦 饱受道长梅宇一阳 说道 不受猎妖府所致 却能有猎妖府高层的权力 赠这半袖精一 是掌玉大人的意思 他老人家认为 只要道长愿意出手 便是有功于天下 理当有半袖精一 杨文黎顿了一下 又道 其实往常半袖精一 也只是在猎妖府内部 属于功绩显赫的红衣斩妖力 这样的事情 往往是立下了巨大功劳 但因为修为只在练气境 不能晋升金衣斩妖力 所以赐下半袖精一 若这红衣斩妖力 晋升炼神镜呢 饱受道长问了一声 晋升炼神镜 谈何容易 杨文黎苦笑一声 又道 不过 若真天纵其才 晋升炼神镜 那么 凭这半袖精一 便可直接成为金衣斩妖力 听闻列妖府的辅主 是炼神镜巅峰 身着紫衣 饱受道长又问了一声 正是 杨文黎顿了一下 忽然说道 其实道长若能加入烈妖府 便能成为金衣斩妖力 今次如若力挽狂澜 功劳显赫 想必是能赐下半袖子衣的 凭道志不在此 宝受道长笑了一声 忽然问道 你见过那位 炼神巅峰的烈妖府主出手吗 不曾 杨文黎略有迟疑 然后说道 但三十年前 有幸见过大夏国师出手 举手投足之间 雷霆漫天 轰碎了一座高山 震慑八方 你且细细说来 宝受道长这样说了一声 他听得杨文黎的讲述 对炼神境巅峰的本领 逐渐有了清晰的认知 他心中知晓 此去面临的是强敌 具有极大凶险 所以对炼神境各方面的战力 都需得加深认知 如今可以知晓的是 白阳县中的邪道妖人 却是炼神境无疑 但是目前的烈妖府 对这尊炼神境妖人的真正身份 以及具体修为本领 却都一无所知 若真是吞英山长老袁孝州 换个地方相逢 宝受道长面对这炼神大成的妖人 会直接拔剑相向 可是在白阳县 如今布下了九煞鬼柱阵法 已经成了这邪修的主场 而且十二天前 就已经死了两万多人 而时至今日 十二天魂珠至少炼之过半 威能之强 不容小觑 再加上袁孝州本身炼神境大成的修为 还有他白宏观历代相传的仙剑在手 若白阳县之中的妖魔 就是袁孝州本人 那么袁孝州的本领 将直逼炼神境巅峰 尽管宝受道长 凭借混沌朱与黎自令 比寻常炼神境真人 还要更为强大 但他究竟能否与炼神境巅峰一战 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没有见过炼神境巅峰的威势 他本身 毕竟也只是炼气境巅峰修为而已 他要去斩妖除魔 拯救众生 而不是直接送命 所以 他要从杨文黎这里 详细了解 关于炼神境巅峰的力量 听完了杨文黎的讲述 宝受道长心中有了底气 心道 此行凶险 炼神经妖人自然是极为凶险的 但是以他的本领 倒也有一战之力 再不计自保 还是有把握的 所以这一趟 值得冒险 白羊线十四万人的性命 晋升炼神境的契机 猎妖榜上 关于炼神境妖人的巨额悬赏 且斩杀大敌之后 还能掠夺炼神境修行者的修为 并夺取其修行有成的道数 而如果是袁孝舟 他还可以在 解决这个大敌之后 取回白红罐传承的仙剑 再有 还有宝兽道长 此前并不放在心上的一点 便是官府方面的人情 这半袖精一 只是广山玉官府的一点心意 但远远不止于此 时过正午 白羊线就在前方 杨文里的脚步停了下来 笛声说道 前面就是白羊线 目前广山玉范围之内 可以调来的斩妖力 都已经在那里了 宝兽道长的目光 却看到了更远处 那里有一层无形的力量 笼罩了天地 那一股力量 阴冷森寒 颇为诡异 这就是 所谓的九煞鬼柱 所凝裂而成的阵法 走吧 宝兽道长往前而行 随着他临近白羊线范围之内 隐隐有几道气息 朝着这边探了过来 那是奉命而来的 众多猎妖符斩妖力 根据杨文里讲述 大夏王朝境内 除了较为重要的地方之外 其他每一遇猎妖符 都有一位炼神镜的 金衣斩妖力作证 广山玉作证的金衣斩妖力 名为柳鸣 号金雷剑 寿命前往渊河 如今整个广山玉之中 秀为最高的 便是炼气巅峰 仅十二人 其中一人 便是姓白的主事 他曾立下显赫功勋 身为红衣斩妖力 或半袖精衣 目前已经陨落在了白羊线 目前广山玉各处 只留下三名炼气巅峰的 红衣斩妖力作证 余下都已经掉来 如今加上杨某 白羊线外 共有八位炼气巅峰 此外还有27名炼气镜 红衣斩妖力 白衣斩妖力共261人 多数是炼精镜修行者 但其中有9名炼气镜 只是因功勋不足 未有镜身红衣 仍是白衣斩妖力 他们都在前方 听后调遣 261名白衣斩妖力 35名红衣斩妖力 此刻进阶汇聚于此 人来的这般骑 出乎宝兽道长意料之外 他本以为猎妖府 众多斩妖力 会分别镇守各个方位 将整个白羊线都禁术为主 但尽管意外 宝兽道长依然没有询问 而是保持住了高人的气度 神色平淡 服侍众生 这位是风元山宝兽道长 杨文黎素然说道 这是掌玉大人 命我前去请来的炼神镜真人 众人原本平淡的目光 瞬间凝聚 落在了宝兽道长的身上 这个面貌年轻的小道士 看似平平无奇 除却相貌出众之外 似乎再无过人之处 但他竟然是炼神镜的真人 与金一斩妖力柳明大人 同等境界的刀人 众人目光复杂 有人尊敬 有人畏惧 有人嫉妒 有人平淡 也有人审视与质疑 而在所有人精异的目光之下 宝兽道长神色如常 然后 就见他缓缓取出了 那半袖精一 记在了左臂上 半袖精一 众人揭露金色 各自对视一眼 眼神愈发复杂 宝兽道长神色依旧 看了杨文黎一眼 只见杨文黎这位出身玉龙先宗 修为高智炼气巅峰的猎妖府 红衣斩妖力 攻身败道 道 属下见过大人 宝兽道长微微一笑 看向其余七名神色复杂 带着审视之色的炼气巅峰斩妖力 便见这七人对视一眼 皆攻身失礼 属下拜见大人 随着这八位修为最高 地位最高的红衣斩妖力失礼 其他的红衣斩妖力 以及白衣斩妖力 都未敢再有迟疑 均攻身失礼 宝兽道长缓缓抬手 淡淡道 不必客气 杨文黎抬起头来 心中威震 这位宝兽道长好厉害的手段 只轻描淡写间 就打平了所有的不服与质疑 如今袁天玉那位精衣斩妖力位置 一切都应以宝兽道长为首 但是 若宝兽道长不能服众 而众人不能听命行事 便是一盘散沙 而宝兽道长此举 让众人见礼 便已经让众多斩妖力 更加清晰地认知道 目前广山玉境内猎妖府 以这位炼神真人为尊 如今白杨县局势如何 宝兽道长目光扫过 淡淡问道 其余七位炼气巅峰的红衣斩妖力 对视了一眼 才有一名中年人出来 陈生说道 如今白杨县内 进阶惨况 鸡民无数 死去的人数 应该超过了八万 而昨日夜里 白主使帅27名红衣斩妖力入内 全部殉职 今日一早 白杨县便被九煞鬼柱所笼罩 宝兽道长 心中微沉 超过八万人死亡 这个噩耗的背后 也代表着 对接下来行事的方向 可有筹备 宝兽道长 也不会轻视这些猎妖府的修行人 认为他们全是废物 相信他们早半日到此 对于如何行事 也会有商议 只是他们 为何没有分别镇守各个方位 而是聚集于此 宝兽道长心中抱有疑惑 但是他没有询问 以免显得无知 作为一个修行有成的炼神静高人 他应该维持这种 淡然平静的高深莫测 九煞鬼柱笼罩整个白杨县 禁术封锁 想要进入其中 正法变化 只要寻得变化 就有机会进入白杨县 但是九煞鬼柱正法 意境难出 所以 要进入其中 必须万分谨慎 宝兽道长平静道 不能破阵 中年人咒媚说道 我们当中 有精通正法之人 只要仔细钻研 一日可破 杨文黎沉吟道 为何不破 这中年人缓缓说道 正法凝固 宛如囚龙 不但阻拦了我们 也阻拦了内中的邪修 就好比有人 在白杨县外 铸造了一层围墙 围墙拦住了他们 同样也拦住了 内中铸造围墙的邪修 这邪修察觉事发之后 再今日布阵 仅半个时辰 就将白杨县笼罩其中 属下怀疑 因为时机仓促 他来不及布下完善的阵法 所以直接布下九煞鬼柱 这样简单而坚实的阵法 中年红一展妖力说道 九煞鬼柱如同怨墙 他尽管是布阵之人 可是想要离开白杨县 他也需要像我们一样 耗费手脚 破阵而出 除非 他愿意放弃此刻白杨县内 能让十二天魂珠 更完善的无穷煞气 而强行打破九煞鬼柱 宝兽道长闻言 顿时明朗 淡淡说道 阵法可破 但是他不敢破 因为他 除了阻挡我们 另外还要借九煞鬼柱 封锁无穷煞气在内 这中年展妖力 顿时点头 应了一声 宝兽道长神色平淡 却又问道 那我们不敢破 是为了借他的九煞鬼柱 把他留在白杨县中 怕他逃离 七位炼气巅峰的 红衣斩妖力 对视一眼 军士点头 这是他们在此之前 就已经达成的共识 宝兽道长背负双手 平静道 无论是调来金衣斩妖力 还是请来平道 这样的炼神静真人 也不管最后 能不能斩杀这名邪修 但只要能留下这名邪修 对你们来说 就算大功一见了吧 他看向众人 缓缓说道 所以保留九煞鬼柱 不但留住这名邪修 同样也将白杨县 十数万百姓 尽数困于其中 只要有着十数万人 当作鱼儿 他这条大鱼就不走了 他这一番话 仿佛揭开了血淋淋的一幕 直指众人刻意避开 而不提的心思 他看着众位红衣斩妖力 面色骤变 他只笑了一声 然后拔剑出鞘 他朝着白杨县斩去一剑 一剑惶惶 剑破云霄 有一道无形的鬼柱 被他斩成两段 九煞鬼柱之阵 断去一柱 破开一角 塌陷一方 积蓄在白杨县的无穷煞气 有了倾斜的缺口 轰然而至 宛如山洪 朝着这个方位席卷而来 除了九煞鬼柱的范围之外 便汇聚于苍穹之上 凝成无尽阴云 不断扩大 你怎么敢 那名红衣斩妖力 露出震怒之色 喝道 放走了邪修 谁来负责 修的一声 剑刃停在了他脖梗处 本作负责 宝受道长神色平淡 多说一句 苍穹煞气由此而出 冲销而上 凝成无尽阴云 随着煞气不断汹涌 直冲苍穹而上 阴云规模也不断扩大 瞬间整个白杨县 都在阴云笼罩之下 甚至还在扩散 似乎要扩散至整个广山域 阴云之中 雷霆骤起 细雨成丝 阴冷无比 仿佛苍天也在戳起 本作携半袖精衣 统筹诸事 宝受道长收了剑 淡淡道 就算宰了你 也是致你以下犯上之罪 名正言顺 这中年男子面色变幻 终究退了一步 笛声道 属下失礼 大人恕罪 杨文黎忽然心中一动 具有半袖精衣 斩杀红衣斩妖力 是致以下犯上之罪 所以名正言顺 莫非宝受道长此前 还有名不正 言不顺的时候 他心中顿时想到了南权县一案 涉及猎妖斧红衣斩妖力 周英被扶杀一事 南权县令及捕头 被咒杀之事 还有沦为废人的正大人 宝受道长 似乎察觉什么 扫了他眼 杨文黎心头一震 然后肃然道 宝受道长乃是炼神真人 虽非我猎妖斩所属 然而具有半袖精衣 等同于精衣斩妖力到此 我等此行 以宝受道长为首 再由以下犯上者 无需道长出手 杨某亲自斩踏 宝受道长收回目光 然后看向众 说道 按照原定计划 以红衣斩妖力为首 各率七名白衣斩妖力 进入白阳县三十二乡镇之中 仔细寻找天魂珠的藏匿之地 但本作再次加上一点 到了地方之后 每一个红衣斩妖力麾下 奋出四名白衣 前去救治灾民 并指引他们由此方向 逃出白阳县 说完之后 他又看向杨文黎 在前面燃起大火 为灾民进行指引 除此之外 就地挖造 准备主舟 分发灾民 主舟 杨文黎不经错愕 看了看左右空旷之地 都说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何况他还不是巧妇 调一个人 到周边各县官府 借来粮食 饱受道长伸手 指向其中一名红衣斩妖力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出身哪家宗派 这红衣斩妖力 赫然是个女子 双十年华 面貌秀丽 修为以至练气大成 晚辈恐秀 九霄仙宗真传弟子 就由你去各家官府借粮 众人面面相去 露出狐疑之色 这位练神境的年轻真人 莫非看上了这个九霄仙宗的女弟子 须得知晓 进入白阳县 必有危险 一个不慎 或许全军覆没 而此刻前去借粮 可是个美差 不但没有危险 反而功劳不小 借粮 孔秀眉宇微醋 笛声道 目前大厦境内 渐生旱灾 周边各县 虽然没有白阳县这般严重 但各家官府 恐怕不会轻易借粮 世间道理为大 你跟他们讲道理 此番借粮 也留下借条 自有掌域大人还债 宝授道长平淡说道 若讲不通道理 就帮他们把道理打通 打通 孔秀不由一正 平道形式公正 给你出来 原因便是看中 你九霄仙宗的身份 宝授道长哼了一声 说道 你是猎妖府红衣斩妖历 也是九霄仙宗真传弟子 如今人命关天 哪家官府不借粮 打断他的腿 在你背后 有掌域大人 还有本座称妖 更有九霄仙宗的身份 你怕什么 大人说的是 杨文黎这般回应 众多斩妖力 均对视一眼 各自恍然 原来是误会了 这位宝授道长 他点出孔秀 另有原因 并非训思 道长 杨文黎面露愁愁 笛声道 杨某再次统筹 接引灾民 及救济灾民之事 万一那邪修 潜藏于灾民之中 由此顿头 杨某断然无法抵挡 该当如何是后 他若生顿头之心 就不会立下九霄鬼柱 宝授道长缓缓说道 十二天魂珠 炼制执法特殊 须得尽快合一 才能是近乎于仙宝的务势 如若不然 余下天魂珠 只是寻常法宝的层次 就如你们所说 他不会轻易舍弃的 可是 杨文黎总觉得他话中有话 而且剑斩九霄鬼柱之举 似乎更有深意 各自分配人手 准备动身 宝授道长高声说了一句 然后看向杨文黎 平静说道 平道自由主张 无需多言 来了个不讲规矩的 白阳县内 一个黑袍老者 抬头望天 轻笑了声 道 可惜了这无穷煞气 本该让十二天魂珠 再增添不少底蕴的 说来 道是这丝形式古怪 真就不怕老夫 顺着这个缺口走掉了 在他身后 一个黑袍青年 神色异样 眼神深处略带忧虑 早上师尊挑选阵法时 用了钱不久得来的九煞鬼柱 师尊曾说 猎妖府的人往往贪功 多半会认为 九煞鬼柱封住白阳县 会连同他们这些布阵之人 只会尝试按照正法运行轨迹 一步一步潜入白阳县 这样一来 猎妖府的人会来得慢 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时间 来炼化十二天魂珠 但是未有料到 才过半日 九煞鬼柱就被斩了一脚 而且竟然是以如此强硬的方式 悍然击破九煞鬼柱 出手之人必然是炼神静真人 而师尊也曾经说过 广山玉暂时没有炼神静真人 黑袍青年心有忐忑 师尊修行以来 年生日久 早已跳出了善恶道德的束缚之外 行事唯独利益 不讲好坏 也最擅长揣摩人心 堪破人意 这些年来给他的印象 便是神机妙算 算无一策 但今日 师尊说广山玉没有炼神真人 猎妖府也不会破阵而来 然而 此刻就有炼神静真人 出手打破了阵法 似乎就连师尊都已经失算了 那么这一次 还能全身而退吗 罗七 黑袍老者缓缓说道 去白阳县衙走一趟 替老夫传话 给那位县太爷 另外 替老夫捎一封书信 这青年挣了下 低声道 书信捎给谁 黑袍老者淡然道 你只放在身上 时机一道 自然明白 白阳县内 关道之上 饱受道长 率重踏足了这片土地 然后他陷入了沉默当中 身后的猎妖府 众多斩妖力 也陷入了沉寂 此刻阴云盖顶 细如雨丝 视线所及 一片昏暗 昏暗的天地之间 一片荒芜 寒风卷起灰尘 入眼全是沙石 光秃秃的一片 岩石幽暗 大树没有叶子 甚至没有枝鸭 路边连一株野草都没有 似乎都吃光了 饱受道长 沉默不语 白阳县内无穷的煞气 依然从这里汹涌出去 他们都是修行人 可以抵御煞气 但隐隐约约 煞气之中 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情绪 恍恍惚惚 似乎便有了一番场景 在众人面前闪烁 衣衫褣 过了几日 野菜吃光了 他们开始吃树皮 树叶 野草 草根 又过几日 这些又吃光了 有人抱着孩子饿死了 有人饥饿男人 开始吃泥土 然后也死了 有人赤红着眼睛 开始疯了 然后又有人嘶吼着 砸碎了另一个人的脑袋 他们开始 吃人了 各自行事 就在这时 饱受道长面无表情 出声说道 十二天魂珠 分布于白阳县各处 目前至少已经炼制过半 甚至更多 炼制成功的天魂珠 必然已经被邪修收走 但你们必须尽快寻找 尚未炼制功成的天魂珠 伺机毁坏祭坛 击碎天魂珠的胚胎 炼制十二天魂珠 必然是在白阳县中 布下十二个祭坛 各自供奉一颗猪体胚胎 每一颗猪体 都会将周边在饥寒交迫之中 带着悲愤恐惧死去的魂魄 尽数吞噬 这炼神竟邪修 潜藏于白阳县 时刻准备 将吞噬掉 上万魂魄的天魂珠收起 加以祭炼 可祭坛组有十二座 谁也不知道 他藏身于哪一座 其他的祭坛 必然也有人看守 或许是原本 跟随他进入大厦的徒子徒孙 或许是白阳县之中 与他勾结的官吏不快 但只要不是那炼神竟邪修 亲自作证 他们这些红衣斩妖力 倒也足以攻破祭坛 无论是谁 一旦发现炼神竟邪修踪迹 立即撤走 传讯于本座 不要贪功 宝受到掌承声道 敌案我明 你们探查各祭坛之时 须得万分谨慎 若是运气不好 恰是碰见了 炼神竟邪修坐镇的那一座祭坛 又被那炼神竟邪修察觉 本座可未必来得及救援 他看向众人 说道 本座让你们救百姓 但没让你们送命 众多斩妖力皆对视一眼 心中均有不安恍然 但他们却都躬身失礼 然后各自带队散去 每一名红衣斩妖力 身后斜七八名白衣斩妖力 分别去往各个方向 前方虽险 心中不安 但仍义无反顾 宝受道长朝着他们身后 失了一礼 目前 只知白杨县内会有十二祭坛 但他们并不知道 祭坛具体的所在 所以需要四处搜寻 而且 天魂珠目前至少炼制过半 至少一半的祭坛是空的 也就代表着 即便他们寻到了祭坛 也未必能找到 尚未炼成的天魂珠 白杨县 宝受道长沿着前路而行 眼下不知道那邪修藏身于何处 也就不能直接寻到他 然后斩了他 白杨县衙 本地的父母官 大小官吏 聚集在此 广山玉已经知晓了此事 派人来此探查 都被那位老魔斩杀了 除非这老魔 把整个广山玉都屠戮殆尽 禁术灭口 否则我们与他勾结的事情 是无法遮掩的 当初我就说 不该听从这老魔头的 说什么他取人命 我们取赈灾营 还有周烈当替死鬼 可现在 我们都是等死的鬼 另一名官员愤怒地说道 可是不答应他 当时我们就都已经死了 县太爷面色阴沉 说道 现在只能按他说的做 就算按他说的做 难道就能活命吗 又一名主部脸色难看 说道 这事的魔头 他不会把咱们的命放在心上 只要他达成了目的 再死几万人 他练好了法宝 就走了 我们依然难逃一死 这一次的罪 逃不掉一个灵池 武兄说的是 刚才那名官员咬牙道 而且猎妖府的人来了 我看这老魔也不见得 就能安然逃命去 指不定他就先死了 都别让让了 县太爷挥了挥手 反正现在广山玉 肯定是要咱们的命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只有一条路 就算老魔最后不救我们 至少我们也多活几日 当日若不答应 我们的尸首 也早就被那些鸡鸣吃了 是啊 多活几日 有个老利嘲讽到 死了十几万人 饿死的 打死的 被吃掉的 骨头都扔得路边到处可见 白羊线成了炼狱 跟咱们脱不了干系 可咱们这些罪孽深重的 比他们这些无辜百姓 多活了几天 这就是造化了 再过些天 就算落得个凌迟处死 比那些被活活啃成骨头的 也好得多了 众人不禁侧目 这个老利在衙门几十年了 混这一口饭 换了好几任县令 都没换掉他 这些年来 他向来都是恭恭敬敬 像条老狗 冲着谁都是摇尾巴 从来不敢顶撞谁 但今日见大家都死到临头 他倒是有骨气了一回 老家伙 你要真有骨气 当天就该跟赵忠他们一样 宁死不屈 被老魔翻手打成肉酱 可你还不是因为怕死 屈从了他 这滔天罪孽 大家都背在身上 你阴阳怪气算什么 是啊 老夫也是个死有余辜的 早知道最后还是要死 还不如直接被老魔打死 还能留个清白 免得污了祖宗 老利眉眼低垂 这样说道 说到底来 我们落得如此田地 不还是周烈的女儿 将这事告发了 刚才那主部脸色铁青 说道 早先要拿他顶罪 在牢里也给了他一口饭吃 事到如今 还留着他干什么 你说的是 县令站起身来 森然道 本官要亲手寡了他 好 这些天来 咱们锅里有米 吃喝不愁 跟那些贱民大不一样 可到了今日 我倒也想尝尝人肉的味道 主部冷笑道 没道理 这些贱民能尝尝人肉 我们临死了 还不知道这人肉是什么味道 这就去老脸 把周烈活剥了 我倒看看 这铁骨蒸蒸 宁死不屈的汉子 煮一锅骨头肉汤 是什么滋味 白羊县 牢房内 身着囚服的男子 贪坐在角落里 披头散发 乌臭不堪 他脸颊消瘦 精神违靡 神情显得恍惚 他知道牢房之外 必然是哀红遍野 饿瓢遍地 朝廷的赈灾粮和赈灾营早就到了 但是粮食被封在仓库 不准发放 而营两都被县衙的官员各自分去 他不愿同流合污 本以为会跟赵忠等人一样 被老魔打成肉酱 但是老魔留下了他 老魔用他来安抚县令等人 待饥荒过后 他周烈就是替罪羔羊 身败名裂 乳墨宗族 遗臭万年 但实际上 周烈明白 饥荒过后 不但他会死 县令等人都会死 老魔根本没有打算给他们活路 只是给县令他们一丝安慰 但县令等人也非蠢材 只是为了一时活命 而自欺欺人 这一次 要死多少人 周烈抬起头来 语气苦涩 低声叹息 已经死了超过八万人 忽然之间 牢房外传来声音 冷漠万分 周烈偏头看去 只见县衙中的官吏 多数已经来到了牢房之外 当下他面带愤怒 目自欲裂 喝道 你们不得好死 我们能不能得好死 谁也不知道 但是你恐怕没办法死得痛快了 那名主部 掏出钥匙 打开了门锁 左手一扬 赫然是一把森寒的踢骨刀 周烈怒吼一声 朝他冲了过去 砰的一声 主部一脚将他踹倒 饭都没吃饱 站都站不稳 还想掐死我吗 逐步走进来 在他身后 县令等人 也逐一进入牢房 周烈 你在牢房 是不是觉得自己受苦了 县令神色冷淡 缓缓说道 可是比我们好多了 这些天来 老魔逼迫着我们 如今白羊线饿瘢遍地 死了不知道多少人 有人是饿死的 有人是病死的 有人是被吃掉的 我们每天看着人间炼狱 而你只是在牢房里面 对着一堵墙壁 不是比我们好多了吗 无耻 炼狱不正是你们造成的 周烈披头散发 力声大喝 咆哮出声 竟像是一个厉鬼 是我们造成的 可我们也是无奈 逐步凝笑一声 说道 你该谢我们才是 这些天里 白羊线饿死了多少人 偏偏你在牢房里 还能混一口饭吃 没有饿死 那些鸡鸣吃的人 是饿成了皮包骨的 好在你还算血肉不少 想必味道会好一些 你们想干什么 周烈闻言 顿时大惊 你的女儿 将此事抱去了袁天狱 传回了广山域 如今事发 我等南逃一死 县令接过踢骨刀 力声道 我等必将凌迟处死 甚至祸及九族 这一切都是 你周家干的好事 什么 周烈正了下 然后疯了一般 哈哈大笑 道 事发了 事发了 好 好 好 她的女儿 逃出了这炼狱之地 她的女儿 还将这一切真相传了出去 她就算是死 也可死而无憾 她指着眼前众人 大笑道 你们想误我清白 可如今我周某人就是死了 也是流芳百事 而不是与你们一样 一臭万年 你死不了 忽然之间 牢房之中 传出一个淡淡的声音 原本提起踢骨刀 就要将周烈开膛破度的县令 浑身一致 众多官员 只觉无穷压力 如山一般 将他们重重压落 牢中除却周烈之外 所有人都跪倒在地 被无形的压力 死死压在了地上 众人寻声望去 牢房另一角落处 有个年轻道士 背墙壁 他神态平静 气度不凡 眼神冷淡 他附有一剑 手执浮沉 看着众人的目光 如同看着一群将死的蝼蚁 你 县令颤声道 你是谁 你们不认得平道 宝寿道长淡然说道 当日平道一剑结浆 放 而周家的千金 惊退了你们的手下 只是当时不清楚 背后牵扯着这么一桩大事 也就没有宰了那几个杂碎 他们应该回来报了才是 这话说完 他目光扫过 却见这些官员 依然神色迷茫 宝寿道长眉头微皱 难道那几个黑衣人 没有回到白阳县 而是直接逃走了 或者是半途 被猎妖府的人杀了 他心中微动 但也不太在意 只看向眼前的官员们 说道 你们认不认得平道 其实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罪孽滔天 他声音落下 伸手一压 无形的压力 滚滚下 这些官员经不住大声哀嚎 惨叫不已 浑身颤动 冷汗瞬息而出 宝寿道长这一掌 看似无形无际 实则争气威压 已将他们的经脉骨骼 寸寸碾碎 宰了你们 太便宜你们了 宝寿道长说道 留着你们 等朝廷律法处置 待你们凌迟处死之时 平道若有空闲 轻去官礼 送你们一程 到时候让你们魂飞破散 那些官员尽数趴在地上 浑身颤抖 剧痛无比 他们之中 有人心头充满怨恨 有人心生悔恨 有人想要求饶 但都在剧痛之下 化作了一声声颤抖的身影 啪的一声 周烈身上的枷锁破碎开来 他正正看着眼前的荧幕 两久未能清醒过来 本已准备引颈救路 忽然便峰回路转 得拖升天 而这些畜生 却都一个个趴在了地上 动弹不得 只能哀嚎惨叫 周烈 走吧 这位道长 周烈正了下 然后连忙跪倒 道 是道长救了小女 让白杨献着滔天惨祸 得以真相大白 算是 宝寿道长伸手一抬 将他扶起 说道 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无需跪拜平道 只是如今白杨献大火滔天 形同炼狱 你脱困之后 立即朝着火光方向逃命去罢 那里会有人接应你 周烈不禁迟疑 笛声道 那白杨献内的灾民 宝寿道长叹道 白杨献惨壮 比你想象中更残酷 你留下非但不能帮忙 反而有性命之忧 听平道一句 逃命去罢 至于余下诸事 自有善后之人 他声音财落 未等周烈回应 却目光一鸣 就在这时 牢房外又传来脚步声 大人 那位老神仙的弟子 来了县衙 正要与您商议事情 那小丽来报 然后便进牢房之内 诸位官吏老爷 趴在地上哀吼 心头一震 而另一边的角落里 有一个年轻道士 与那周烈 皆是朝这里看了过来 他见这景象 心头一慌 转头就逃 然而才一脉步 就狠狠摔在了地上 道长 冤枉啊 小人是无辜的 这小丽抬起头来 惨叫着道 都是他们勾结魔头 害死百姓 我就只是一个小丽 无权决策 实在与我无关 保守道长提起他来 缓缓说道 你知道外界惨壮 尸骸遍地 也知道他们勾结魔头 刻意制造饥荒 十几万人死不瞑目 可却还是 替他们效力 与他们为伍 你不算守恶 也算从犯 今次涉及十几万人命 按照律法 就是从犯 也难免判个斩刑 他们死有余辜 你也不算无辜了 他将这小丽 一并扔进了牢房 顺便落了锁 折断了钥匙 淡淡道 你们饿死之前 会有人来接你们的 他说完之后 偏头看向周烈 问道 你是直接离开白杨县 还是随频道 去会议会那位神仙弟子 白杨县衙当中 只见一名黑袍青年 神色冷漠 他端起桌上的茶水 饮了一口 此时他心中有些恼怒 白杨县衙的官员们 竟然敢让他等候 只是听闻这县衙中的官员 去循那个周烈的晦气 想到大祸临头 他心中就是一致 更是烦躁 自家师尊一向能揣摩人心 但这一次似乎有些失算 局面已经超出师尊预料之外 那他们这些小漏呢 若师尊一切预料顺利 他们这些小漏也能全身而退 可是如今局面不同 或许师尊作为恋神境真人 神通广大 得以顿走 可他们这些小漏 只怕就成了猎妖府的猎物了 更何况 他怀疑到了最后 师尊都未必能轻易走脱 该死的周炼 早知道就该将他全家都杀了 偏偏当时全然没有 把这些凡夫俗子放在眼里 却真的被这些不起眼的蝼蚁 给坏了大事 罗七这样想着 愈发恼怒 骂道 你们县林大人 怎么还没有回来 死了不成 我师尊交代的是 要是真耽搁了 他担待得起吗 还不快让他回来见我 他声音才落 便听得一个平淡声音 在前方响起 他还没死 但也快了 罗七骤然听的这话 一脸茫然 立即抬起头看去 就见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道士 已经站在了前方 而道士的旁边 还有上次被他亲自打入牢房的周炼 罗七见到这般场景 只觉浑身一震 寒气笼罩全身 仿佛有一股森寒的气动 从尾椎骨升起 直冲脑后 他毫不犹豫 转身就逃 施展身法 快如疾风 然后就见见光一闪 寒意掠过 罗七知觉双腿剧痛 往前扑倒 狠狠砸在了地上 接着就有一股力量 从脑后压落 将他的头压在地上 正是宝寿道长伸脚踩在了 他的后脑勺上 而此时此刻 罗七双腿已被剑芒扫断 齐膝而断 血流如注 区区炼金镜 也陪着那老鬼 潜入大夏王朝境内来送死 宝寿道长踩着他的后脑勺 用力碾了碾 才冷淡说道 你师尊究竟是谁 他现在身在何处 外边的九煞鬼柱 是不是他的手笔 他让你重回白杨县衙 对白杨县令有什么指示 想好再答 敢错一句 欠你一块 不说就宰了你 本座自己去找那老鬼 家师御衡 乃是阎罗殿长老 今日正午时分 他还藏身在东南方的豹尾乡 作为一名货真价实的邪修 罗七完全不讲道义 根本没有半点宁死不屈的骨气 当下就连忙欺师灭祖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不是袁孝周 饱受道长心中 既是遗憾失望 又不免松了一口气 袁孝周炼神大成 具有白红仙剑 如果是他在这白红仙主场之中 再有天魂猪相助 本领便直逼恋神巅峰 作为一名平平无奇的 恋气境巅峰的宝兽道长 只有五成把握 能将之斩杀 实在没有十足把握 但既然不是袁孝周 那么这白红仙剑 又不能取回了 九煞鬼柱 分明是吞殷山的恋制手法 又是怎么回事 困死白红仙的百姓 用以恋制十二天魂猪 本是袁孝周的谋划 罗七连忙诱导 他早已准备了十二祭坛的材料 但是半月之前 似乎发现了另一个天大的机缘 所以舍弃了这里的布置 又不甘种种准备 都付诸东流 所以传讯于我师尊 做了一场交易 让我师尊用阎罗殿的 三大秘传功法 换取他在白杨县的种种布置 和详细谋划 另一个天大的机缘 宝兽道长眼神一鸣 问道 是什么机缘 不知道啊 袁孝周根本没提机缘 连我师尊都只是事后猜测 认为袁孝周另有机缘 罗七连忙又说道 而且我师尊还考虑过 练就十二天魂珠后 寻找袁孝周的踪迹 伺机夺取他的机缘 最后一个问题 你师尊让你回到白杨县衙 召见县令 又有什么指示 宝兽道长抬起脚来 这般问道 让他们派出人手 以镇压暴乱为名 屠杀一批灾民 加重其他灾民的恐惧和悲意 罗七声音落下 似乎又想到什么 盲事说道 对了 我师尊还让我捎上一封信 但没说交给谁 信件 宝兽道长直接从他身上 搜出了信件来 扫了一眼 然后低头看着罗七 道 给本座的 罗七先是正了一下 然后面露惊慌 不禁挣扎起来 急忙说道 小人事情已经做完了 道长慈悲 还请 本座慈悲 给你个痛快 宝兽道长一剑刺穿了他的心脉 淡淡道 是做完了 就上路去 念你传信有功 本座也无闲心 帮你进行临时之行 就便宜你了 罗七眼中的神采 渐渐暗淡下去 他在发觉 这信是给对方的时候 他就已经明白 师尊让他来白羊县衙 不是让他给白羊县令下令的 而是让他来给这个猎妖府的 炼神真人送信的 猎妖府察觉到 白羊县衙与邪修勾结 必然会有人先行来到白羊县衙 而他奉命到此 就是为了给猎妖府送信而来 送信的同时 实则就是送命 但玉衡老鬼 根本没有在意过 常言道 虎毒不食子 这老鬼丧心病狂 根本不讲师徒勤奋 罗七这般想着 黑暗席卷而来 思绪凝滞 死不瞑目 道长 周烈走上前来 面露迟疑 等会儿 宝兽道长真气裹住手掌 摊开信纸 扫了一眼 冷笑道 他在挑衅平道 想要乱平道心境 老杂种 嫌命长吗 这封信件 并非指定给宝兽道长 而是给进入白羊县中的 炼神镜真人 这封信件上 陈述厉害 却充满了威胁之意 周大人在此稍后 平道先去忙上片刻 宝兽道长收了信件 托起罗七的尸身 朝着唐后而去 托出了一条血路 尸体要趁热 杀人要趁早 道友 见字如面 想必道友得了此信 也该从那欺失灭祖之徒 得知了老夫身份 且先感谢道友 替老夫清理门户 说来惭愧 老夫原以为 惊雷剑柳明 调去冤河之后 广山玉再无恋神镜真人 纵有周边 老夫低估了这广山玉 见道友一剑斩天 方知自身眼界浅薄 不知广山玉内 卧虎藏龙 实则老夫也非是杀之人 无奈十二天魂珠 需得十二万厉鬼为材料 才忍痛下手 不辞大局 然而白阳县中 共计十四万人 老夫念及上天有好生之德 只取十二万人之性命 留二万人性命 于一线生机 道友或许不知 如今白阳县死去人数 已逼近十万 老夫手中第十颗天魂珠 即将凝成 但若道友真要与老夫博弈 那便以白阳县为棋盘 百姓为棋子 你若胜了 或可救下余下的三四万人 你若败了 白阳县十四万人 尽数死绝 待老夫练就十二天魂珠 你自身同样性命不保 除此之外 在清明州调来其他精医 斩妖力之前 老夫凭借练成的十二天魂珠 可以从容屠杀周边六县之地 凑足百万之众 练至阎罗大御印 若以老夫建议 你我各退一步 白阳县中仅存四万活口 老夫再取二万 你就二万 皆大欢喜 如若不然 百万人命 皆因你一念之差 而死不明目 此外 道友出来乍道 消息不通 老夫向来讲究公道 便告知与你知道 老夫从袁孝州手中 接过十二祭坛 又自行炼制了两座祭坛 也即是说 白阳县共有十四座祭坛 你若破坏的是 原先已经凝就天魂珠的空祭坛 倒也罢了 可你若破坏了 正在运转的祭坛 那么老夫 只能再动用另一座祭坛 也即是说 你至少要破坏三座祭坛 才阻止老夫 凑齐十二天魂珠 但你每破坏一座祭坛 老夫新的祭坛 就要多害死一万百姓 道友须得万般谨慎 若一步踏错 孽障缠身 终生心魔相随 你再无成道之望 不愧是阎罗殿的老鬼 厚颜无耻 颠倒黑白 还他娘的 想要杀人诛心 宝寿道长看着信上的内容 当下催了一声 骂道 当本座是出出茅庐的小道是不成 上个月 本座带着之雄 在广山域招摇撞骗 忽悠有钱人的时候 你还蹲在阎罗殿前玩泥巴 他沾了罗七的血 在地上勾勒阵法 他要以明和咒术 咒杀这个老鬼 尽管这老鬼修为极高 乃是恋神静真人 但是他宝寿道长有混沌珠在身 自信这一次咒杀恋神真人 就算身受重伤 但不至于有性命之威 大不了就躺个一年半载 直接就把这个丧尽天良 灭绝人性的老鬼 给诛灭在这里 只见他勾勒出了阵法 手上捏印 口中念咒 然后便将手中这封信件 朝着法阵抛了过去 十四祭坛之一 玉衡老鬼此刻身着黑袍 盘膝而坐 在他身侧 是另一名弟子 名为钟章 师尊 列妖府的斩妖力来的不少 其中红衣斩妖力 有二十多人 钟章神色肃然 低声说道 目前还没有发现 金衣斩妖力的踪迹 周师兄正在寻找机会 申请一名白衣斩妖力 准备问得明白 看那斩断九煞鬼珠的 炼神静真人 究竟是什么来路 其他各处祭坛呢 玉衡老鬼这般问保 这些斩妖力 散入白阳县 已经寻到了两处祭坛的所在 不过都是 已经凝成了天魂珠的废弃祭坛 钟章回了一声 又道 罗七师弟去了白阳县衙 按道理说 已经回来了的 他 他回不来了 玉衡老鬼淡淡说道 什么 钟章顿时露出错恶之色 然后他便保持着这个神色 面容占红 他的眼睛瞬间冲血 他的真气 历时暴乱 他浑身颤动 然后张了张口 便轰然倒下 在这一刻 他生机逝去 他直至生死 都不知自身因何陨落 明和咒术 静静看着弟子倒地身亡的 玉衡老鬼 眼神中露出惊异之色 为何来这里统御诸世的 猎妖府 炼神静真人 会使得吞音山的名和秘书 难道来的不是猎妖府之人 而是吞音山的人 是袁孝州 还是莫归 玉衡老鬼的眼神中 顿时多了些许玩味之色 他看着即将成形的这一颗天魂珠 露出笑意 是吞音山的老鬼们 归降了猎妖府 还是大夏王朝的正道真人 学了吞音山的邪门咒术 用名和咒术来咒杀老夫 用邪道的法门 伸张正义 这个来跟老夫做对的家伙 出手不按规矩 法术不论正邪 做事不讲德性 真是个不拘一格的妙人 玉衡老鬼心中暗道 十二天魂珠合而为一之后 再将他打死 炼成炎罗大玉印的材料 涂了周边六线 凑足百万魂魄 待到那时 大夏国师来了 也不能轻易斩杀老夫 白杨县衙之中 宝兽道长面无表情 伸手一挥 清风吹拂 将地上的血阵痕迹吹成一片 再也看不出诡计 他娘的 老狐狸 名和咒术 已经把书写信件的人咒死了 但是名和咒术的反噬 比想象中更加轻微 轻微到宝兽道长 可以忽略不计 被咒杀的人 不是炼神经 书写信件的人 也不是玉衡老鬼 这老鬼从一开始 就害怕被人用咒术盯上 所以找人写信 来当替死鬼 剑字如面 剑你祖宗 老东西不讲江湖规矩 宝兽道长走出了门外 然后他心中一动 抬头看向天穷 云空上有一只纸鹤 展翅高飞 朝他飞了过来 准确地说 是朝着他左臂上的 半袖金衣飞了过来 只见宝兽道长伸手一招 只鹤入手 平摊开来 上面写着一行字 报尾箱藏有祭坛 人皆诡异 不敢妄动 请大人来援 罗七出卖玉衡老鬼的时候 直接提到了报尾箱 玉衡老鬼就在报尾箱 十四祭坛之一 也在报尾箱 老鬼就坐镇在这个祭坛上面 宝兽道长将纸张焚毁 然后看向另一边的周炼 周大人 平道还要搜寻那老魔 如若遇见了他 必是一场恶斗 余微波及 你承受不住 宝兽道长取过一个包裹 从中间掏出一柄短刀 递了过去 说道 鸡鸣如鬼 你用这个防身 离开白羊线吧 这个包裹是罗七的 里边还有些银票和银定 这次跟随在 玉衡老鬼的身边 地位凌驾于白羊线令等官员之上 居然没有趁机 从这些官员身上索取银两 浑身上下 也只有二三百两银子 望到掌朱砂老魔 还我白羊线十四万 百姓一个公道 周烈跪地叩首 语气沉重 饱受道长伸手 将他扶起 说道 白羊线之事 只有你才知晓真相 离开这里 向广山玉详述一切 还那些宁死不屈的官员 一个公道 将这些与妖魔 同流合污的大小官吏 都绳之以法 他送周烈离开县衙 便转身朝着 报尾乡的方向而去 这一线之地 对常人来说 颇为广阔 在这个时代 有些百姓 甚至一生 都未曾踏出 白羊线范围之外 可是 对于修行有成之辈而言 只要全力赶路 不到一个时辰内 就可到达白羊线 任意一处地方 只一驻香光景 饱受道长 就已经来到了 报尾乡的所在 目之所及 一片荒凉 沿路而行 路有海骨 偶尔还有鸡鸣 看见饱受道长 眼睛通红 不知是 觉得他身上有粮食 还是觉得 他就是粮食 但饱受道长背赴法剑 力气在身 行走如风 便已沿着道路远去 发出纸贺的斩妖吏 就在前面院落之中 大然 院落之中 有一名红衣斩妖吏 七名白衣斩妖吏 这名红衣斩妖吏 是个女子 名为灵验 清秀干练 她迎上前来 失了一礼 饱受道掌应了一声 目光扫过 见院中 有心泥翻动的痕迹 这家院子的主人姓周 据说是个善人 家境封后 在灾情出现时 她便失周救人 但时日一久 又不见官府救济 她家中粮仓 也见空了 而灾民 见她失周见少 怨恨颇多 甚至将她打了一顿 到头来心灰意冷 家中也无余粮 等不到救济 干脆闭了大门 一家五口 都饿死家中 无人收尸 林燕解释道 我们暂住于此 便将她一家尸海掩埋了 饱受道长心中 骂了一声 欲横老鬼 然后才道 你们发现了什么 祭坛之一 就在报尾乡 但我们还未 寻到具体位置 只不过 由此沿东南方向 二十里的一座村落 极为古怪 林燕说道 而且在村落外围 还有一些破碎的灵财 极有可能是 铸造祭坛的边角废料 所以你们怀疑 祭坛就在那里 目前报尾乡之中 最是古怪的 就是那里了 说到这里 林燕又迟疑了下 哦 原本属下 邪八位白衣 按大人吩咐 派遣白衣 接引灾民 但有一位 进入了那座村落 至今未出 甚至没有示警 所以我等 就都撤回 聚集在此 不敢轻举妄动 你们就地戒呗 平道去那里 探一探虚实 宝寿到长城迎着道 大人 林燕正了下 露出迟疑之色 怎么 宝寿道长看了他一眼 如此直截了当 进入那座村庄 是否他斟酌着言语 不知是用草率二字 还是要用鲁莽二字 最终还是说道 是否需要详细商议一番 这不是已经详细商议了吗 宝寿道长微微皱眉 露出不解之色 问道 你们在外侧应 平道亲自进去 如果这玉衡老鬼 还敢留在豹尾箱 平道 直接把他批成十万块 这个计划合情合理 并且周密 有何问题 林燕终于意识到 这位宝寿道长 根本没有把他们这些 猎妖服的斩妖力放在眼里 但细想之下 他竟悲哀地发现 对此无法反驳 炼神镜一旦开战 便是翻天覆地 就算是红衣斩妖力 也不敢轻易涉足斗法之地 否则就单是 炼神镜的斗法余威 就足以让他们难以承受 也即使说 猎妖服数百斩妖力 确实没有一人 可以帮助宝寿道 掌斩杀炼神镜妖魔 而宝寿道长 似乎也从来只是 打算孤身一人 直面白羊县内的炼神镜协修 猎妖服诸位 斩妖力的作用 只是接引灾民 探寻祭坛 搜索协修宗迹 抱之于宝寿道长 那 灵验低声道 请道长千万谨慎 万不可大意 知道 宝寿道长说道 涉及炼神镜 平道自然不会大意 正面遭遇了 就砍死他 要是平道 也砍不死他 加上你们 也无济于事 你们还是在这里 替平道祈福 万一平道败了 这白羊县就 无人可以制衡于他 你们也就成了 他瓮中的鱼虾 等他炼成十二天魂珠 广山玉也只能 任他纵横 那道长究竟有多少 把握圣他 灵验心中一阵 不禁问道 把握不大 宝寿道长微微摇头 说道 这邪修是阎罗殿的 玉衡老鬼 修为身后 所学繁杂 精通各类邪术 不是寻常炼神境可比 这 灵验脸色苍白 心中顿生忧虑 在他炼成十二天魂珠之前 平道只有七成 把握斩他 实在没有十足的把握 宝寿道长轻叹了一声 道 他若炼就十二天魂珠 平道便打不过了 说道底还是平道本事太弱 惭愧 灵验沉默了片刻 才失了一礼 道 天色不早 道长该动身了 你们在此等候 如有风吹草动 立即传讯平道 宝寿道长 这般说来 便走了出去 路过那几个无碑兴坟之时 他停下脚步 失了一礼 方是走出院落之外 他沿着东南方向 一路前行 未过片刻 便到了地方 这座村落 已是荒凉 灾民都不见踪迹 他围着村落 绕了一圈 不见有阵法布置 并未察觉埋伏的痕迹 但隐隐有一丝 诡异蕴藏于其中 宝寿道长 将扶尘一收 直接拔剑出鞘 他提着法剑 踏足了这村落之中 在他踏足村落的一瞬间 便有一股金色的光芒 覆盖了眼前的视线 恍惚间有一物事 朝着他笼罩而来 要将他当头镇压 宝寿道长 书帝一剑划过 剑芒锐利 毫无阻碍 那物事一分为二 裂成两片 就这 宝寿道长举起剑来 四处扫过 忽然皱眉 不是扶杀他吗 怎么不见人影 他低头看了一眼 不由错愕 这个想要将他罩住 反而被他斩成两片的物事 竟然是一件僧衣 玉衡老鬼 是阎罗殿的邪修 门下弟子 也没有僧人打扮的 这哪来的僧衣 这 宝寿道长行中诧异 多了几分疑惑 然而 就在这时 前方有光芒闪烁 似乎因为这件僧衣回去 又有物事开始展现异状 他往前迈步 临近前来 便见有个大碗倒扣在地上 细看之下 宝寿道长想了想 才记起这玩意儿 应该是佛门僧人常用的波鱼 但是这波鱼倒扣在泥土间 光芒闪烁 金光异矣 他目光微宁 然后用法剑一扫 将这波鱼挑了起来 波鱼之下 赫然是个人头 末弟 这人头瞬间抬起 只见他眼眸赤红 劈头散发 待 宝寿道长退了一步 一剑就要劈下去 大人救命啊 那个人头 一剑宝寿道长模样 当下叫出声来 险些就痛哭流涕 宝寿道长的剑 停在了他的头顶 细看之下 竟是猎妖斧的斩妖力之一 这丝整个身子 被埋在泥土里 只留个头在地面上 还被个波鱼给倒扣住 你就是灵验麾下的 白衣斩妖力 正是属下 这白衣斩妖力 眼睛通红 脸色苍白 劈头散发 显得狼狈不堪 色然道 属下奉命来这村落查探 准备接引灾民 谁曾想踏足这里之后 这一个大碗 就从天上砸了下来 罩住属下的脑袋 将属下整个身子 都砸进了地里 若不是大人到此 只怕就要 活活闷死在这里了 你好歹是炼气静 再闷三天 也死不了 宝寿道长提着他脑袋 像是拔萝卜似的 将他整个身子 从土里拔了出来 这家伙一身白衣 满是泥土 污秽不堪 精神也显得十分违静 此人名为冯承 是炼气出境修为 但出入猎妖府 功勋不足 赞为白衣斩妖力 多谢大人 冯承喘息着 瘫坐了下去 他不单是被埋在土地上 在波鱼将他倒扣 在地上后 他用尽一身真气 去冲击这个波鱼 也没能脱困 到了此刻 真气近乎浩劫 已经是虚弱不堪 宝寿道长了柔眉宇 问道 你进入这座村落 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冯承微微摇头 说道 这座村落已经没人了 如今 在白阳县境内 已经十世九空 全村饿死 也显得不再稀奇 宝寿道长伸手一射 将地上的波鱼 取到手上 波鱼光芒闪烁 似在挣扎 内中似乎还有残存的力量 但宝寿道长 真气压制 当下便将波鱼压住 这里怎么会有佛门法器 属下怀疑 灾情之初 有佛门高僧 游历至白阳县 冯承顿了一下 说道 波鱼镇压属下之时 属下以真气对抗 发觉这波鱼之中 残存的力量 是无根之水 兴许是 之前炼神静邪修 再次兴风作浪 那位高僧 想要保住这座村落 可时至今日 他恐怕是已经作画了 嗯 宝寿道长印了一声 没有多说 神色如常 只是他心中微动 若是照此说来 这位大师执念未消 察觉到 有其他修行 人踏足此地 恐是对这座村落 抱有恶意 所以属于这位大师的法器 便要来镇压 入侵的修行者 把这座村落 搜一遍 看这里 是否真有祭坛 宝寿道长往东 逢城 奉命往西 二人 分头搜索这座村落 而宝寿道长 沿着村中泥土路而行 看着两边 泥瓦房屋 漠然不语 他抬头看了一眼 因为煞气冲销 阴云覆盖 此刻仍是细雨如丝 显得十分寒冷 他真气外放 雨丝隔在身外 但寒意却无处不在 这座村落 怕是有二三百户人家 曾经也是吹烟鸟鸟上云空 土象泥鹿间 充满同声笑语的地方 但是现在 寂静无声 宝寿道长 在这死寂的村落间行走 偶尔可以从门窗之间 看到里边饿死尸骨 他忽然站住脚步 看着泥鹿的角落处 有一具幼小的骸骨 恐怕才知两三岁 玉衡老鬼 宝寿道长抬头望着天空 白阳县中 有多少个这样的村落 白阳县十四万百姓 足足死了近十万之多 他心中有一股 难言的玉器在积蓄着 不斩着老魔 玉器难消 宝寿道长就地掩埋了 这具幼小的骸骨 继续往前 喂过数百步 他又停下了脚步 前面一片空旷之地 也有一具森森白骨 以身手分离 但是 在那白骨的手中 紧握着一串佛珠 依然绽放着微弱的光芒 宝寿道长沉默了一下 然后走进前去 这骨骼是散碎的 但隐隐泛着金光 这大约就是那位 佛门高僧了 从金谷来看 其佛门炼体功法 已登堂入室 他失了一礼 正要收拾僧人遗骸 却发现在海谷的身旁 放着一本布册 宝寿道长伸手一射 将布册取在手中 翻开一看 神色微沉 第一页 今年开春以来 未见雨水 族长忧虑 恐有旱灾 朝廷至今没有震灾 隔壁乡镇上 已经饿死人了 村里余粮不多了 第二页 今日家中米仓也已见底 族长让大家均分粮食 家中有鱼粮的 救济穷困的 等待朝廷镇灾 众人能够齐心 便饿不死人 而今日午后 青壮年上山打猎 采摘野菜后 我见族长将野菜赠于老人 自己兜里 只留了几根野草 第三页 每天都有人饿死 也有孩子丢了 族长带人抓了陈尤雨 从他家里的菜瓮里 搜出了半截尸体 族长说 人有礼义廉耻 道德底线 纵死也不能逾越 才可区分于禽兽 陈尤雨灭绝人性 丧心病狂 与禽兽畜生无异 该杀 第四页 人性渐渐消失了 吃的都没有了 有人觉得狗活无用 便自杀了 听说隔壁乡镇 有人不忍 吃掉青生骨肉 一子而食 惨绝人寰 我不敢信 但今日村委的寡妇罗婶 她孩子饿死了 有人想要吃她的孩子 她抱着孩子跳了紧 族长很愤怒 她德高望重 一向威严 可是在这个时候 第五页 村里来了的僧人 她说佛祖慈悲 能割肉未应 她说她修行有成 血肉可以再生 愿意一身血肉 养活众人 第六页 僧人真有血肉重生的本事 但她血肉生长的速度 已经变得很慢 我觉得她也要死了 族长认为 人可以死 不可以与禽兽畜生一般 灭绝人性 于是族长和其他几个族楼 还有三两个年轻书生 想要保住僧人 但村里有人疯了 然后族长也死了 有良知的人都死了 第七页 僧人死了 她已经长不出新的血肉 可不知道是谁 她最后也争抢不到僧人的血肉 于是在争抢的时候 砍掉了僧人的头 僧人的头滚到了我的面前 她问我 错了吗 我不知道 但我吃过她的肉 我知道我错了 像我们这样的人 已经是磨了 其实我们都该死了 想用这个 坏我道心 饱受到长面无表情 抛了这本部册 看向左边房屋一侧 说道 既然没有离开 想必你也准备好了 被拼到朱砂的准备 出来 声音落下 只见泥屋之内 走出一个黑袍人来 这黑袍人黏于花甲 面容消瘦 眼神复杂 老夫赵琪 阎罗殿玉衡长老的真传弟子 有什么疑言 宝受到长 你中计了 赵琪面色复杂 叹了一声 而就在这一瞬间 西北方向的天空 轰然震响 有一道黑色的光芒 冲销而上 又是一颗天魂珠 炼制工程 十二天魂珠 又有一颗工程 那光芒冲销而上 那中蕴藏的 又是一万名冤屈 悲愤致死的无辜百姓 调虎离山 宝受到长拔剑出鞘 看向赵琪 道 将平道引来报尾箱 为另一个方向的祭坛 第十一课 赵琪忽然说道 你说什么 宝受到长眼神中 杀鸡愈发强烈 白羊县中死的人 早就超过了十万 只是我师尊在县衙动了手脚 且罗琪烧给你的信件当中 也故意误导了你 赵琪面容憔悴 低沉道 他一向善于玩弄人心 最喜欢掌握一切局面 他让你们以为 只练救了九颗天魂珠 还有三次机会阻止他 可是现在 你们只剩下一次机会了 他抬起头来 看着宝受到长 说道 他修行数百年 功于心计 城府深不可测 你们还是太年轻了 宝受到长面无表情 转头朝向另一个方向 封城 传本座口谕 所有斩妖力 全力搜寻祭坛 每伴助香来报一次 最后一座祭坛 必然是玉衡老鬼坐镇 没有来报的 必然是被玉衡老鬼所杀 那么 祭坛所在位置 也就确定了 想要尽快寻到玉衡老鬼 避免更大的祸事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宝受到长脸色难看 提着剑朝着赵琪走了过来 这老东西 确实是个合格的邪修 每一句话都不能信 但你留在这里等死 又为了什么 师尊让我留下 用这个和尚 还有那年轻人留下的几页笔记 坏你到心 本座到心肩如磐石 饱受到长的剑 架在了赵琪的肩上 问道 玉衡老鬼就只是为了这个 让你来送死 而你就这样甘心赴死 二十天前 我奉命监察此地 见到这和尚到来 与他对峙了三天 也与他一起 观看了村里的惨状 赵琪低沉说道 我答应和尚 不会屠杀村落 然后他走进了村落中 我看着他割肉救人 然后把人养成了魔 他死之时 眼中有悔意 我最近在想 我必然是错了的 但和尚真的错了吗 你想让平道解答你的疑惑 饱受到长 梅宇一扬 心中迷惑不解 我修行再也无法更进一步 赵琪出声说道 正是因此 我师尊放弃了我 他让我来这里送死 但我想了想 和尚不怕死 死好像也不可怕 毕竟我这一生 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就好像这些灾民 我一直很疑惑 他们用尽力气活着 好像也只是为了活着 除此之外 还能为了什么 饱受到长恍惚之间 似乎从这个邪修的身上 看到了赵文道 稀可死已的意味 但这一刻 他也明白了 这邪修 大概是被和尚的举动所感化 才留在了这里 其实我到这里 除了解惑之外 还有师尊让我带话 坏你到心 赵琪停顿了一下 又道 虽然我也很想问你 但是 道长想听吗 本座道星坚如磐石 不听 饱受到长的剑 就要披落下去 但他的心中 忽然悸动了一下 守护众生 保尽安民 和尚的举动 与他的初衷 又何其相似 但是 和尚错了吗 他来此救人 错了吗 前身的一缕执念 有了些许动摇 饱受到长 按到了一声菜鸡 然后收了法剑 说来听听 道长不怕坏了道星 饱受到长 本想说自己道星坚如磐石 但想起前身执念未消 此刻受到影响 当下便沉默不语 心中再度念了一声玻璃心 一个时辰前 师尊生情了一对斩妖力 问清了你的来历 赵琪说道 你曾一箭结疆 救了几个凡人 而那几个凡人 出自白杨县 将此事抱之原天狱 才有今日猎妖府到来的局面 不错 饱受到长点头道 如果你没有救下那几人 白杨县再死一万人 十二天魂珠炼城 就再无风波了 赵琪出声说道 如今事情闹大了 白杨县的百姓定然全部死绝 猎妖府数百 斩妖力葬身于此 连你本身也可能要在这里陨落 是否后悔 细想之下 就是因为你一箭结疆 白杨县多死了两万余人 始作俑者 是我阎罗殿玉衡长老 难道你就没有罪念 饱受到长静静看着赵琪 然后问道 就这 道长这是何意 赵琪露出疑惑之色 就凭这个 坏我道心 饱受到长吃笑一声 说道 本作道心 他声音未落 当下住口不言 在他心中 那一缕想要守护众生 保尽安民的执念 似乎因为这一番话 对自身的善举 产生了自我怀疑 先前玉衡老鬼 假借他门下弟子书写的信件之中 通篇便充满了威胁之意 那时候饱受到长 还是道心肩如磐石 这一缕执念也未有变化 但赵琪问出这一番话之后 在有玉衡老鬼前一次的铺垫 此时心中执念 竟有三分动摇 他动身来此 本意是要斩妖除魔 守护众生 但若到此 未能斩妖除魔 未能护住众生 反而让更多的无辜生灵 因自身的举动 而遭受邪魔的报复 形成更大的灾祸 岂非罪念 罪念 保守道长忽然冷笑一声 看向赵琪 问道 本座一件结疆 救人性命 本意原为善举 可是有错 赵琪仔细想了想 微微摇头 无错 本座到此而来 是为斩妖除魔 守护众生 可是有错 也无错 本座动念是为善 本座形势亦无错 保守道长 目光落在赵琪身上 实则扪心自问 那么本座究竟错在何处 赵琪文言 不由陷入沉默之中 然后他思索了片刻 才缓缓开口 但因为你的存在 将会造成更大的灾祸 所以必然还是有错的地方 可是错在何处 错在玉衡老鬼太毒 保守道长语气冰冷 说道 也错在本座太弱 他看着赵琪 仿佛看着前身饱受 沉生说道 善念不是罪 弱小才是原罪 若本座再进一步 修为更强一步 便可以更快寻到 玉衡老鬼的踪迹 阻止他造成更大的灾祸 就算他练就了十二天魂珠 本座也能一剑 把他斩成十万段 避免因为本座到来 让他心生报复 而造成更大的孽债 在这一瞬间 心中执念颤动 玄机消影 近乎于消散 前身饱受 似乎放下所有的不甘与遗憾 将未来的一切 尽数交予了精神 刹那之间 饱受道长便感受到了 合而为一 天帝仍是这个天帝 然而 天帝在他眼中 景象已不相同 阴神观天帝 大道满乾坤 阴云依旧覆盖白阳县 细雨如丝 阴冷甚人 只见一个黑袍老者 从阴暗的街道上走来 师尊 有一名中年人 上前迎去 笔声道 师兄弟们都已汇聚到此 各用本领 施压于灾民 如今恐惧致死的灾民 已超过五千 这一枚天魂珠继续过半 预计明日入夜之前 可炼制功成 预恒老鬼神色冷漠 说道 太慢了 这中年人迟疑了下 说道 还有那两对斩妖力 共计十五人 其中有一名斩妖力 也是炼气劲 这三名炼气劲 十二名炼精劲 乃修行之人 只要折磨至死 打入天魂珠 能以一顶百 预恒老鬼微微抚须 说道 炼制天魂珠的材料 需要长久 以恐惧悲哀等情绪 渗入魂魄之中 这些斩妖力 出入白阳县 未有长久 将他们的魂魄 打入天魂珠之中 会大打折扣 一人顶不过百人 他眼神微冷 看向这中年人 出声说道 你们每一人手中 都炼制过鬼道秘宝 尤其是你 炼制的百魂番 皆以厉鬼炼成 据为师所知 你三年前 曾经布下十二绝魂阵 这中年人脸色苍白 低下头去 目露不甘之色 这是他修行近五十年 才炼就得成的家底 他深吸口气 抬起头来 终究眼珠苦涩 面露笑意 说道 弟子炼成百魂番 共有一十二根 当初才勉强 可以布下此阵 困杀大敌 既然师尊如今 大势所需 弟子愿献上十二番 为天魂珠助力 玉衡老鬼神色平静 缓缓说道 不够 中年男子心中微颤 色然道 师尊的意思是 玉衡老鬼语气如常 说道 你们都是修行鬼道秘书 魂魄阴邪 早已渗入魂灵深处 你们为死之魂 便如厉鬼 若是一死 何止是以一顶百 中年男子面色骤变 转身变逃 然而他身形才动 便浑身僵致 他眼眸往下 只见身前 是一根染血的拐杖 这拐杖从他身后 刺穿了脖梗 透了过去 近些十日 老夫行事乖张 动辄杀戮 想必你们这段十日以来 心中也觉得 老夫疯魔了吧 今日为师送罗七去死 事才又让赵琪赴死 你等心中早已对为师 产生万分恐惧 为师两次借刀杀人 让烈妖府的炼神真人 替为师清理门户 实则是借他的手 让你们感到兔死狐悲 更加恐惧 渗入魂魄 都说虎毒不食子 你等都是为师 一手栽培起来的弟子 其实为师也是心中不忍 此行若能顺利 为师携十二天魂珠 可待你们纵横大下境内 夺取仙缘 无奈那倒是多管闲事 一见结疆 泄露此事于官府 如今他又不肯罢手 非要与为师作对 可这倒是毕竟是炼神境 为师也只能忍痛 出此下策 争取早一日炼就十二天魂珠 欲恒老鬼眼眸黯然 叹息说道 不要怪为师 实在怪那倒是 不怪等皆可安心 今后魂魄归于天魂珠 为师会是如亲子 万分珍重 待今日炼成 便以着整个白阳县 以这道士的性命 以列妖府数百斩妖力 来祭调等这些至孝家徒 他抽了拐杖 又从中年男子身上 取出了十六根百魂帆 十六根 欲恒老鬼面带嘲讽之意 法力运转 扯碎了这十六根百魂帆 厉鬼呼啸 魏等作恶 便被祭坛之上的天魂珠 吞噬了去 而他的目光 扫了过去 看向位于其他方位的 诸多智孝家徒 只要加上这些好徒弟 最后一颗天魂珠 今日可成 报尾香 林彦大人 目前已经失去 两对斩妖力的踪迹 不过我们察觉到 阎罗殿的图众 在各方都隐秘了踪迹 从赵大人传来的消息上推断 似乎阎罗殿途众 都朝着封集香汇聚过去 有白衣斩妖力来报 如此说来 有一座祭坛 极有可能是在封集香 他们想去那里护住祭坛 林彦促眉道 但我想不通 阎罗殿的玉衡老鬼 向来老奸俱滑 他应该是要分散我们的目光 不应该是在这一座祭坛 跟我们决战 这白衣斩妖力沉映着道 莫非是声东击西 将我等引去封集香 实则他藏匿于另一处祭坛 林彦思索道 也有可能 这白衣斩妖力低声道 属下向来自认质谋不差 但这玉衡老鬼 数百年城府实在难以揣择 将此事传于宝兽道长 林彦声音才落 忽然面色一变 抬头看天 只见一道光芒 冲天上 又是一枚天魂珠炼制工程 然而下一刻 他更是脸色煞白 接连有天魂珠冲笑而上 十二天魂珠 汇聚于九天之上 融合为一 十二天魂珠全部炼成了 白阳县东南角落的杨文梨 书弟抬头 面色变得极为难看 在他身边 是刚刚进过来的数百灾民 此时篝火燃烧 白衣斩妖力正失周救人 刚刚归来的孔秀 看着那十二天魂珠 低声念了一声 完了 原来如此 赵琪神色愈发暗淡 叹道 我那师尊 避免意外 为提前炼制天魂珠 将诸位师兄弟都填进去了 如今最后一颗天魂珠工程 这白阳县没得救了 宝兽道长没有理会他 只是抬头看着 九天之上的十二天魂珠 这十二媒天魂珠 蕴藏着将近十二万百姓的冤魂 鬼气冲天 阴冷邪义 此时十二天魂珠 融合为一 威势节节攀升 就在这时 便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 传遍整个白阳县 宝兽小道 老夫已炼就十二天魂珠 此宝一成 老夫本领足以堪比赤玄骄龙 没收广山玉境内 放眼整个清明洲 除非汇聚十位精一斩妖力 何为于此 除非大夏国师亲自降临 否则再无人可以与老夫匹敌 今日之后 白阳县将化绝地 周边六县百万之众 都是老夫炼就炎罗大御印的材料 白阳县地处广袤 作为炼神真人 全力施围 你在一刻钟之内 可逃出白阳县所属范围之外 但半刻钟后 十二天魂珠融合工程 老夫一击之下 足以毁灭整个白阳县 所有一切净化积粉 老夫一向慈悲 念你心善 容你先逃半刻钟 如何 玉衡老鬼城府极深 喜怒不形于色 然而此时大功告成 声音之中 却毫不掩饰心中得意 在他眼中 白阳县内 数百斩妖力 包括这位炼神经的 宝兽道人在内 都不过是他半刻钟之后 一击之下的积粉而已 宝兽道长 你我难逃此劫 照其语气苦涩 说道 你能解自身道心之谜 可否念在此刻 助我破除心中之障 死亦明目 难逃此劫 你瞧不起谁呢 宝兽道长神色平淡 从怀中取出一枚令牌 三魂合一化阴神 今日无畏练神经 便见他一身法力不当 他举剑向天 混沌珠运转 离子令运转 剑气通学 火焰滔天 火焰融于剑气之上 黄黄一剑如火龙 白阳县天穷之上 十二天魂珠融合为一 化作一枚阴森诡异的宝珠 此珠威视无双 覆盖整个白阳县 正如玉衡老鬼所言 只需半刻之后 天魂珠融合工程 一击落下 白阳县之内 所有房屋建筑 所有强弱生灵 包括炼神经修行者之内 都将化作积分 就在白阳县中的灵验等人 面露惊恐 止不住颤动之时 便见一道火光剑气 直冲消汗 宛如火龙升天 轰然一声巨响 响彻天地之间 火龙消散 火焰苍天 漫天的煞气阴云 尽数消散一空 雨仙风亭 只见蓝天白云 而那一眉急 十二万生灵 而炼成的邪道天魂珠 亦是消失无踪 这就是那位 饱受道长的本领 林燕等人对视一眼 充满着难以想象的意味 原本准备赴死的 众多斩妖力 此刻皆有恍惚之感 他们还来不及 恐惧将死的命运 就已经有人扭转乾坤 白阳县边缘所在的 杨文梨和孔秀 均对视一眼 露出茫然错愕之色 而无数灾民 也纷纷抬头 看向那天穷之上 一片清澈光滑 仿佛清掉了心中 压迫多日的玉气 在这一刻 整个白阳县之内 仿佛陷入 一片寂静当中 直到天穷之上 一缕紫金光滑 照落下来 才让出身先宗的杨文梨和孔秀 惊呼出声 功德 而在豹尾乡所在 饱受道长收了法剑 看向赵琪 赵琪沉默良久 中世攻身拜祷 赵某随玉恒长老修行多年 作恶多端 甘愿临死 饱受道长没有回应 只是感受着 三魂七魄合一的阴神 他体内雄厚至极的真气 已经融于阴神的当中 添上了属于他的烙印 转化为了法力 此时 一缕紫金光滑 从天而降 他斩碎了天魂珠 解脱了十二万 被局限其中的冤魂厉鬼 替天行道 竟引动大道功德 这一缕紫金光滑 融于体内 烙印在了混沌珠之上 只见洁白无瑕的混沌珠 添上了一缕金纹 然后混沌珠为之一阵 有无形的力量反哺自身 有着斩杀红衣斩妖力 周英所积存的力量 也有斩杀罗七所积存的力量 还有刚才天魂珠 所积蓄的力量 在这一瞬间 他阴神不断壮大 越过了炼神出境 达到了炼神小城 然而 阴神的威势 依然节节攀升 风吉祥所在 玉恒老鬼 抬头看着天穷 他脸上的笑意 以及眼神中的得意 此刻还未有消散 仍将至于脸上 耗费了这么长时日 耗费了无数心血 付出了极大代价 甚至将所有门下弟子 尽数葬送 采用白阳县 近十二万百姓的性命 炼制而成的天魂珠 就这么毁了 他本该仗此宝物 纵横大厦 力比赤玄蛟龙 成为炼神镜中的顶尖强者 他具有此物 本应该一击之下 将白阳县化为积粉 猎妖府想要杀他 只有如围杀赤玄蛟龙那般 调来十名精一斩妖力 围杀于他 猎妖府中 除国师之外 单独争斗之下 大厦境内谁能胜他 不可能 玉衡老鬼数百年成府 在这一刻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他脸色冰冷 紧紧咬牙 低沉着道 老夫没理由这样倒霉 区区广山玉 本已经没有了炼神真人 怎么可能出现这么一位 堪比炼神巅峰的存在 他握紧了拐杖 看着眼前众多徒弟的尸首 不禁笑了一声 充满自嘲 他扯碎了自身的法袍 变得狼狈不堪 他步履蹒跚 拄着拐杖 宛如一个寻常老翁 气息颓丧 他低下了头 勾搂着身子 他像是老了十岁 一步一步 沿着街道 缓慢前行 未过多久 他遇见了白衣斩妖力 宛如一个寻常老者般 跌倒在了这白衣斩妖力的面前 老杖 这白衣斩妖力 连忙将他扶起 将身上携带的干粮清水 喂了他一顿 然后指引着他 前往东南方向的 九煞鬼柱缺口而去 他走了半日 见到了前面的火光 然后便见老人 被斩妖力接去 排着长队 接过了一碗白粥 他端着白粥 喘息着喝了一口 颤声道 我要去陆元县 去我闺女哪 像这样已经家破人亡 想要投奔别处亲戚的 并不在少数 过了片刻 就有白衣斩妖力 借来一辆牛车 上面已经坐了五六人 老人千安万谢 坐上了牛车 他坐在这里 静静等着出发 身边还有个空位 只等着这个人到来 便可以离开这个 如炼狱般的地方 过了片刻 就有一人坐在了他的身边 老人偏头看去 神色如常 这是个年轻人 身着道袍 挽着病发 背负长剑 手提浮沉 陆元县 离平道所聚的道观最近 这趟车是替平道背下的 只不过有些事情还没做完 就这么回去 想必平道这一生都不能安稳 老人沉默不语 你是聪明人 不会做无谓的辩解 这里灾民有数千之众 若不是认定了 平道怎么会偏偏坐在了这里 你怎么知道 老夫会从这里逃掉 玉衡老人叹息了一声 平道为何一来白杨县 就砍了九煞鬼柱 保守道长淡淡说道 九煞鬼柱根本拦不住你 如果平道破了你的谋划 你想要逃命 从哪个方向都可以逃 只不过打破九煞鬼柱 动静大了先 平道还要去追杀你 而现在 平道替你开了一条路 你要无声无息避开平道 最好是混在灾民之中 老夫本以为 能将你玩弄于鼓掌之间 未曾想到 你一开始就在给老夫设局 玉衡老人自嘲着笑了一声 道 十二万百姓都已经死了 这秘宝已经炼成 其实老夫 不会再大开杀戒 带着磁宝离开 你又救下二万余人 皆大欢喜 可如今你出手了 却救不了更多的人 还毁了老夫无数心血 如此损人不利己 又是何必 是啊 十二万百姓都已经死了 余下二万人 余生皆是行尸走肉 宝兽道长伸手指着眼前的灾民 说道 你仔细看看 这一场罪孽 总有人要负责罢 你一走了之 公道何在 在这里争斗 余微波及 数千百姓都要死 玉衡老人微微摇头 说道 你是来救人的 而不是要来害死更多人的 你对自己的本领 有什么误解 杀你还用波及无辜 杀你还用波及无辜 宝兽道长声音落下 他手中沉思瞬间收紧 整个牛车早已被浮沉的沉思围绕 只见万千沉思将早有准备的 玉衡老鬼收拢 玉衡老鬼早已积蓄法力 怒吓一声 当下阴火燃烧 沉思崩断 然而就在这时 宝兽道长却将浮沉往天上一抛 玉衡老鬼经不住被他抛上了空中 沉思在燃烧 一团阴火升空 玉衡老鬼正开了束缚 便要化作顿光逃走 然而宝兽道长抛起浮沉的瞬间 就以拔剑出鞘 混沌珠运转 法力灌注其中 一剑斩天 剑芒分化 十二万缕 堂堂炼神真人化作一片血雾 说斩你十二万段 少一段都算本作言而无信 宝兽道长淡淡说了一句 这里的动静 引起了无数人的注视 然而却见那年轻道士 收剑入鞘 他看向近前来的杨文黎 沉默了一下 才开口问道 虽然没有留下他的头作为凭证 但本作将他斩成十二万段 是有目共睹 猎妖斧不会吞了本作的悬赏吧 杨文黎没有想到 宝兽道长第一反应 竟是这个 也不由得恶然了一下 难道没有人头 就不给悬赏 宝兽道长心中危震 手掌不禁握紧了一下 按道意识冲动了 大人放心 猎妖斧悬赏绝不会去 本作为了避免波及无辜 浮沉也毁了 属下定会上报掌域大人 那就还好 宝兽道长跳下了牛车 走到了一边 赵琪还没有死 只是被生情了 刚才这一幕 赵琪亲眼所见 神色之间充满了震撼之色 道长本领通天 我师尊死得不冤 赵琪深知 自家师尊本领极高 可却在照面之间 便被这位年轻道人 斩成了积粉 不经心绪起伏 他孽债滔天 怎么死都不冤 宝兽道长看着赵琪 淡淡道 道是你 不杀你 对不住白杨县百姓 可若杀了你 好歹你也算迷途之反 这样 你将所知元孝州之事 揭报于本作 本作给你一个痛快 我甘愿赴死 只是有些疑惑 赵琪低声说道 道长能堪破自身迷雾 心如圣贤 还请替我解惑 如此 赵琪死而无憾 你说 宝兽道长应了一声 我年轻时 家乡亦有饥荒 饿死多人 后来我告诉村民 河中有益于 藏匿泥土之中 他们下河抓鱼 未想这鱼群是异类 都被鱼群吃掉 后来我便在家乡寸步难行 误入歧途 走入魔道 赵琪叹息说道 我本意不是害他们 而是救他们 但是善心做了坏事 这些年间心有芥蒂 直到看见了大师 才受感化 你为自身过往而不平 宝兽道长问道 不是 我是想替大师问一句 赵琪问道 错了吗 他本意救人 视为善念 本事无措 宝兽道长叹道 做事的方式 错了 方式 赵琪皱眉道 以自身血肉养人 宝兽道长叹了一声 说道 他们组长说得对 人可以死 但须有底线 他用自己的血肉 破了人心的底线 从一开始 他注定要将人喂养成魔 本意无措 方式错了 但他本是慈悲人 赵琪叹了一声 看向宝伟箱所在 躬身失了一礼 笛声道 佛陀慈悲经文剑 大师慈悲无亲剑 他一礼完毕 看向宝兽道长 笛声说道 这白阳县的十二天魂珠 本是袁孝州的手笔 他有了更大的机缘 才放弃白阳县 我师尊一直怀疑 袁孝州谋划更大 一旦攻城 莫说白阳县 便是广山玉 甚至整个清明州 都要化作一片绝地 宝兽道长神色肃然 偏头看去 杨文黎微微点头 正色道 此事属下会禀报 掌域大人 通知清明州列妖府 上报京城 如有袁孝州消息 定会立即报之于道长 赵琪文言 方式朝着宝兽道长 稍微点头 他的罪孽 理当凌迟处死 但迷途知返 所以宝兽道长 给了他一个痛快 嗯 宝兽道长抽出剑来 心中微动 刚才斩了玉衡老鬼 这位恋神真人 道衡增长十年有余 阴神壮大 距离恋神大成之境 一步遥远 此外 在玉衡老鬼身上 又获得一门 极为玄妙的居神秘术 而斩了赵琪 道衡增长仅有三月 可是 除此之外 他竟然察觉到 混沌珠之上的 一缕经文 亮了一瞬 莫非是他用嘴炮 赶化了赵琪 他的感激 关于这一点 似乎值得摸索 增益功德 宝兽道长沉吟着 心中又念道 再进一步 平道就得以 炼神大成了 然后他抬头看着天空 前神宝兽执念已消 如今 他已经替前身 做到了替天行道 斩妖除魔 守护众生 保镜安明的十六个字 但是他心中知晓 前身还有两个遗憾 一是为师报仇 斩杀魔头 二是寻回白红剑 明正言顺继承道观 永遥和 只见一位金衣斩妖利 利身于河床之上 以大法利 蒸干一条大河 如此坟江主河 便是本座出手 也非常吃力 看来此人 要么身怀至宝 要么已是炼神巅峰 杜兴背负双手 他已知此事来龙去脉 逆途攀成 就是因为见到大河蒸干 恐受怪罪 才就此叛逃 而他已经探查清楚 蒸干永遥河的 是风原山上一个无名道士 但自从此事之后 这倒是作为炼神真人的事情 已经不再是秘密 他笑了一声 低声说道 如今本座调任广山玉 有的是机会跟你玩 他就要迈步 离开这永遥河的旧址 去往广山玉的范围之内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光芒传来 他伸手接过 打开一看 脸色顿时阴沉 广山玉请动风原山保兽道长 赶赴白杨县 力挽狂澜 破除危局 十二天魂珠被毁 罪魁祸首为炎罗殿玉衡长老 已被斩杀 杜兴脸色阴冷到了极点 过了半场 才沉声道 先是毁了永遥河 夺了玄渊龙顶珠 如今又在白杨县 抢了本座的功绩 这倒是执意要与本座为敌吗 他哼了一声 顿时腐朽 山川蹦裂 碎时滚滚 沉烟四起 歹烟沉落定 此地已不见人影 路原县衙 县令大人 这风原山的地气 有这么难办吗 尊驾有所不知 那年于花甲的县令大人 露出为难之色 广山玉境内 虽然风原山距离我这路原县最近 但自古以来 这风原山都不曾归我路原县 那从此之后 不就是路原县的地界了吗 中年男子韩笑递过一张银票 面值一千两 尊驾也该知晓 风原山曾受袁天玉的薛原县管辖 后来是薛原县嫌弃那里 过于偏僻满眼 才舍弃了这地方 如何让我路原县来接手这地界 县令大人接过了银票 露出迟疑之色 薛原县属袁天玉 如今袁天玉无事 种种文书办下来 着实太过麻烦 那中年男子笑着说道 可是广山玉如今出现大事 据说白阳县几乎死绝 广山玉已经无暇理会这些繁杂琐事 你就是盖了这个章 也无人追究 可是听闻那风原山 其实也并非无主之地 近些时日我路原县内有些工匠 被招去建造道观 县令大人仍旧为难 那道观没有地界文书 便是违背律法建制 实在应该拆毁 只有得了县令大人的地界文书 才算是真正的主人吗 中年男子笑着再度递过一张千两银票 尊驾所言也不无道理 县令接过银票 政策说道 在我大厦境内 如何没有地界文书 就该新宫建庙 我看那道士 恐怕都没有朝廷发放的正经身份 如此也道是 违法建奏 实在可恨 县令大人说的是 中年男子笑了一声 似是颇为满意 而他的眼神深处 充满了厌恶 若不是为了名正言顺 定要通过大厦官方的文书 来占助道理 他岂会搭理这种凡夫俗子 但这天下 终究是大厦的天下 就算是他新罗宗 也需遵守大厦的律法 风原山 风平浪静 一切如常 建造之事 颇为顺利 并无阻碍 保兽道长 你回来了 就在这时 山上跳下来一只小熊 屁颠屁颠 就朝着山下跑 保兽道长伸手一拎 就把这小熊提了起来 您老人家带银两回来了没有 小熊眼睛发亮 直接说出心中所想 斩杀那老摩的悬赏 晚点再送来风原山 保兽道长淡然说道 谁问你赏钱了 小熊眨了眨眼睛 茫然道 你不是说银两 保兽道长震了下 然后哼了一声 说道 虽说白杨县内失衡遍野 一物皆无人收 但平道怎会赚这种银两 不是说这种钱呢 小熊巧声说道 你下山时 我都让方玉去找官府的人打听过了 按照过往的规矩 白杨县会得到广山玉 一笔新的赈灾银两 但是此前白杨县内那些官员 所贪莫的银两 都当作赃物 尽数充公 更重要的是 按照广山玉的官场规矩 樊立下手工 擎拿贪官 奉命抄家的 有权收缴这一笔赃银 然后可以取一成银两 放在自家兜里 这是广山玉上层官府默许的 绝不追究 保兽道长陷入沉默之中 你不会没拿 小熊似乎想到什么 颤了一下 接着说完之后 他也陷入了沉默之中 平道 保兽道长手掌紧握 正义凛然 说道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平道不碰脏银 你是真不想搞 钱呐 小熊险些落下泪来 颤声道 这可是广山玉的官府默许的 咱们可以见多少座茅房了 保兽道长默然不语 低着头往前走 前面遇见了郑老和王山 二人神色急切 忙是赶上前来 没事 不待他二人开口 保兽道长便应了一句 继续往前走 玉衡老鬼是在破晓之前 布下了九煞鬼柱 隔绝内外 但是清晨时分 郑老和王山的妻儿 才动身前往白阳县 所以 他们根本没进入白阳县 也就没有性命之危 保兽道长 事情解决了吗 方玉从那边快步小跑过来 解决了 保兽道长这般说来 那就好 方玉松了一口气 又道 对了 我刚练好了最粗壮的那几根顶梁柱 道长要不要看看 明天再看吧 保兽道长的声音 显得很疲惫 脸色苍白 呼吸沉重 仿佛受了重伤 沙哑着声音说道 凭道此行有所误 且先去误导 那道长先去罢 方玉闻言 不敢阻拦 就见保兽道长 推开了道观的大门 他背对着将门关上 然后他似乎失去了力气 背靠着门 缓缓瘫坐了下去 他看着眼前墙壁上 前身保兽留下来的十六个字 犹豫着 是不是为了自己 在家淡薄名利四个字 来警示后人 展现当代观主的风采 傍晚时分 黄昏落日 方玉等人看向道观的目光 还隐隐有些担忧 莫非保兽道长 身受重伤归来 看他归来之时 脸色苍白 失魂落魄 而道观内至今沉默无声 恐怕伤得不轻 就连那头小熊仔 也蹲在树上 垂头丧气 时不时叹息一声 他难道察觉到了 保兽道长身受重伤 甚至是命不久矣 方姑娘 你看山下有人来了 就在这时 王山指着山下 这样说道 方玉目光看去 只见山下来了两辆马车 护卫约有十余人 从第一辆马车上 走下来一个淡黄一群女子 白阳县周烈之女周盈 前来拜见保兽道长 谢道长救命之恩 在他身后 一名中年男子 也躬身拜祷 白阳县耿介 谢道长救命之恩 几位 而在此时 距离山下最近 正在吩咐工匠做事的郑老 也已经发现来人 当前迎了上去 十一道 这事 名为周盈的女子上前一步 迎迎失礼 柔声道 小女是白阳县人士 因白阳县大祸 逃亡袁天狱途中 在勇摇和寿道长救命之恩 此番得了家父来信 得知保兽道长 亲自前往白阳县平息大祸 让小女子对一返回家乡 因而绕道至此 来拜谢道长大恩 与此同时 另一辆马车之上 一只掀手掀开车帘 好奇的目光四下打量 兄长 这就是那位道人的居所 少女声音清脆 衣衫滑贵 显然出身不俗 听说那位保兽道长 就住在这里 旁边一个年轻男子 神色肃然 微微点头 看向这山 也有打量之色 说道 尽管父亲是袁天狱的掌狱大人 但是这位道长 已经是恋神极数真人 便是父亲也不敢轻视 待会儿若见了他 万不能失礼 知道了 少女左右看了看 说道 看起来这山道也平平无奇 山不再高 有先则灵 有这样一位高人居于此 此山在广山狱内 必成名山 爹爹听闻他一见结江 推崇备至 都提了好几回 我很好奇他 究竟有多厉害 咱们经过永遥河 见过那河床 他能一见结江 在恋神真人当中 也属顶尖之恋 比起咱们袁天狱的 金衣斩妖力杜星 又是如何 少女问道 不好说 杜星大人在清明州各域的 金衣斩妖力当中 也是最顶层的真人 男子陈应道 我不喜欢杜星 虽然他是掌控 袁天狱猎妖腹的 金衣斩妖力 但这个人功力心太重 我想 这次他调任广山狱 而这位道长 在他到来之前 就平息了白洋县大火 恐怕杜星非但不会感激 还会认为这道人 抢了他的功劳 那少女巧声道 不如咱们 请他来当袁天狱的 金衣斩妖力吧 年轻男子看了他一眼 略感无言 然而就在这时 他面色微变 低声道 有事 少女顺着他的目光 往后看去 有一行人 朝着风圆山而来 而这一行人 约有二十余人 更重要的是 他们大多 都穿着官服补快的服饰 气势汹汹 挨者不善 年轻男子巧声道 里边还有高人 少女眼睛一亮 低声道 这不是很好玩 郑元听得周寅等人 来拜会保守道长 便要请人去通报 但往前一看 却发现又来了一行人 二十余人间 当头一人 穿着县令官服 郑老出身陆元县 对来人并不陌生 当下与周寅等人 稍作点头 便迎上去 老夫郑元 见过县令大人 郑老啊 陆元县令微微点头 背负双手 眼前这名老者 是前宫部官员 虽然被贬 但在陆元县中 也算名人 真要算来 当年郑老的官职品阶 还在这位县令大人之上 只是今非昔比 叫一声郑老 已经是他 这位县太爷 给足了脸面 不知大人到此何为 郑老看着二十余人的阵势 这我没问道 你拿钱办事 修建道观 罪不在你 此事与你无关 陆元县令语气如常 说道 雇你来建造道观的人呢 他未经官府许可 私自建造 可是要进牢房的 广山玉和原天玉之间 地处偏僻 荒野之地 向来是两地官府都不理会 如何今次开始建造道观 陆元县就要来奋一杯羹 郑老面色微变 陈生说道 郑元 说话要谨慎 否则你当年又何之于被贬 陆元县令听他顶嘴 当即大怒 喝道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难道这里不是大厦国土之内 即是大厦国土之内 如何不受官府挟制 封元山不是法外之地 更不是你们可以 思意妄为的地方 想要建造 就能为私自建造 是国法何在 他声音落下 便由身后捕快上前 将郑老一手拨开 郑老险些跌了一跤 当下不服 又要上前 郑元 只听陆元县令 忽然冷哼一声 喝道 再敢放肆 本官先将你拿了 就你这老身子骨 挨不了几个板子 就得把命丢了 你究竟要干什么 郑元面色难看 说道 这封元山 可不是你陆元县管辖的地方 你一介白衣 有什么资格议论朝廷之事 陆元县令面尘如水 看向身后捕快 说道 让他们全部停工 将工具收缴 且慢动手 周迎上前来 说道 不知县令到此 究竟意欲何为 你是何人 想要多管闲事 陆元县令见他衣着不俗 身边又有护卫 当即皱眉 家父白阳县 新任县令周炼 周迎轻声说道 这封元山的道长 于我有救命之恩 于白阳县有大恩 绝非闲事 白阳县令 陆元县令微微一正 他跟着新罗宗长老 可是打过交道 知晓知晓倒是没什么后台 怎么还跑出一个 白阳县令之女 但同为广山玉境内 所辖一线 他便也放缓了语气 说道 此事与你无关 且退下吧 周迎猝着眉头 仍要说话 大胆 陆元县令见状 恼怒道 就算你父亲来了 也只是与本官平级 屈屈后辈 还想阻挠本官的事 还不退下 据我所知 开国之初 这里是袁天玉 轩原县的地方 就在这时 旁边马车上 又下来一个少女 神色冷淡 说道 后来是薛原县嫌弃 过于荒僻 舍弃了这里 怎么反而是 陆元县来管辖了 我可未曾听闻 广山玉对各县的领地侠狱 有什么新的调动划分 你又是何人 陆元县令见接连 有人阻拦 拂袖道 乳袖未干的丫头 也敢大放厥词 本姑娘是袁天玉 掌玉大人的女儿 少女抬起下巴 哼了一声 道 官职可不止是与你平级 陆元县令不经一政 周边捕快面面相去 怎么接连有官员之女在此 为那小道士出头 袁天玉掌玉大人的千金 陆元县令语气柔和 然后他又偏头看向身旁一人 这人貌若中年 身着淡色长袍 至今一言不发 直到陆元县令露出为难之色 他才淡淡说道 袁天玉的掌玉大人 也管不到广山玉的官吧 何况只是官员家眷 又非是掌玉大人亲至 就算是袁天玉的掌玉大人亲至 又与着广山玉的事情合干 他侧身半步 压低声音 在陆元县令耳边说道 有我心罗宗撑腰 陆元县今后将繁华至极 就算是广山玉的掌玉大人 也需得看重大人 你还忌惮其他闲杂人等 坐肾 陆元县令闻言 心中一震 大手一挥 动手 给我拆了 再有阻拦的 全部拿下 今天这道观 本官拆定了 你拆一个试试 就在这时 山上又下来一个少女 众人面面相去 君事无言 陆元县令接连受阻 当即大怒 怎么又来个 你又是何人 本姑娘是九霄仙宗 真传弟子方玉 管你什么九霄 陆元县令怒斥半生 戛然而止 低声道 仙宗 这一声出 不单是他 就连那新罗宗长老 也面色微变 周莹 耿继 袁天玉长玉大人的儿女 以及其他护卫 都纷纷露出一色 九霄仙宗 大下三大仙宗之一 地位极高 这往常偏僻荒凉的风原山 怎么接连冒出 这些来历背景深厚的女子 其中年纪上轻 但面貌普通 而心思活跃的捕快们 心中愤愤想着 莫非这山上的道士 是个情场浪子 凭借一张帅脸 胡作非为 四处留情 而且他偏找这些长相美丽 出身不凡的女孩 大约还想做上门女婿 若真如此 道士该死 道贯当差 原来是方姑娘 路原县林面色变幻 隐隐觉得这风原山的小道士 并不像是中年人说的那般好欺负 当下他偏头 看向身边中年人 露出游移之色 而这中年人神色微尘 正色说道 此处不是九霄仙宗的地界 又与姑娘合肝 若是九霄仙宗的宗主在此 或者九霄仙宗的首座长老在此 他必然会敬畏三分 就此必让 但是一个九霄仙宗的后辈弟子 还吓不到 他这新罗宗的长老 当下便见他取出一份地气文书 风原山是无主之地 当属大厦官府管辖 而今本座已从官府手中 买下这一座风原山 中年男子缓缓说道 这里已是本座的地方 无关人等还请离开 他说完之后 伸手一挥 朝着众多捕快吩咐道 将所有人驱离 拆了这些私间的一切东西 先把旁边这茅房拆了 他声音才落 就见那边救道观的门 被缓缓打开 接着便有一个年轻道士 从中走了出来 神色冷漠 拆一个试试 饱受道长一天沉浸在悲伤之中 然后化悲愤为动力 努力刻苦修炼 感悟炼神境的奥妙 阴神的种种玄妙 真气化为法力的玄奇之处 功行圆满 便察觉到了门外的动静 他走出道观来 就看见有人要拆他的道观 而在山上忍着不出面的小熊仔 听到那人要拆道观 当下眼睛通红 就忍耐不住了 只见那头小熊仔 从树上蹦了下来 甩开小短腿 就往山下冲 王山健壮 连忙从背后 把他拦腰抱起 放开我 王山你别拦着我 小熊仔被他抱着 压压大叫 手脚挥舞 四肢乱蹦 熊小爷 你冷静点 王山紧紧抱住 盲事说道 可他们要拆毛房啊 要拆毛房啊 小熊仔怒叫道 这没法冷静 臭不要脸的 我要弄死他们 他娘的 想拆俺的毛房 知道俺存了多久的积蓄 才攒了几块毛房砖吗 弄死他们 弄死他们 叫你们拆毛房 熊小爷 你看宝兽道长出来了 王山盲事说了这么一句 才让小熊仔安稳下来 在哪 小熊仔把头往前探了探 才见宝兽道长迎上了那群人 当即松了口气 疲惫到 差点忘了 宝兽道长已经回家了 他刚才一时怒上心头 啥都忘了 还以为宝兽道长 依然在外边收脚脏银呢 但想到这个 又不禁心中一痛 更加疲惫了 而在此时 宝兽道长已经站在了方玉的身前 看着来者众人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周寅和耿继 接上前一步 躬身失礼 宝兽道长微微点头 而旁边还有来自 袁天玉的兄妹两个 好奇地打量着宝兽道长 这就是那位 一见结交的恋神真人 早知面貌年轻 未有想到 真如少年一般 看他气息平淡 低调内敛 谁能料想他竟是恋神真人 尤其是那少女 眼睛微亮 心中暗道 还以为恋神真人 都是跟杜星那样丑的 没想到他如此年轻 长得比我哥好看多了 与此同时 那位新罗宗长老 也看向了此事的郑主 暗暗叹了一下 发觉这小道士气息平淡 心中松了口气 自家宗主做事谨慎 果然叹得没错 老道士死后 小道士就算归来 也不足为虑 你就是故人建造道观的道士 你可知晓 未经官府许可 擅自建造 是要坐牢的 陆元县令不冷不淡地说道 念你年少无知 本官饶你一回 只拆了你道观 不将你擎拿入狱 你该谢恩了 若敢顽抗 定你一个强占田地的罪名 可是该问斩的 不知这位准备斩了平道的大人 是哪里的官 本官乃陆元县之县令 你陆元县跟我风元山 有什么关系 你什么意思 风元山也是大厦国土之内 自该有大厦官府侠制 难不成你要造反 好大的帽子 永遥和出了妖孽 两地官府生怕扯上关系 这风元山建造道观 便来抢夺功绩 宝受道长背负双手 缓缓说道 早些年元天狱宣元县 舍弃了这座风元山 但再怎么说 也不该是你陆元县的事 人家说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本作还没见过你这样的狗 不对 平道也不是耗子 你敢辱骂朝廷命官 陆元县令大怒道 抓起来 你这是滥用职权 耿计当头不答应 上前一步 手按刀柄 掌狱大人的女儿 便也要上场 准备拦在年轻俊秀的 宝受道长身前 但被他兄长死死按住 反了你们 想要造反吗 陆元县令见状 更是大怒 此时方欲目光一鸣 气息微震 扫尸各方 威压之下 这许多身怀武艺的衙门差役 竟都心中一致 无一人胆敢动手 方姑娘 你虽是九霄真传 但在大夏王朝境内 都需得按照大夏律法行事 就在这时 那新罗宗长老方氏开口 说道 以威压大夏官府之人 形同挑衅大夏国威 好大的罪名 宝受道长忽然笑了声 便看向这中年男子 尊驾才是正主 不知是什么来 陆 新罗宗长老 中年男子陈生说道 此地乃是我新罗宗买下的 将作为本门迁移新旨 经有地契文书为证 大夏律法为本 不错 大夏境内 以律法为本 规矩为先 不是你可以耍蛮横的地方 陆元县令鹤道 吴先生拥有风元山地契文书 便是此地主人 你一个也倒是 想要强占此山 可是死罪 律法在此 道理在此 就算是广山域的掌域大人到此 都无话可说 那老夫就不说话了 就在这时候 他身后忽然有个声音 叹了一声 反了你们了 一个个不把朝廷命官放在眼里 信不信本官 把你们都抓了 陆元县令转身看了过来 然后扑通一声跪斗 产生道 张 掌域大人 只见他身后的老人 一言不发 双手握拳 往前递了出去 目光朝旁边捕快地锁链看了看 示意他们把自己锁了 掌域大人 陆元县令抬起头来 声音不禁颤抖 还是锁了好 宝兽道长凑近他耳边 小声劝说道 大人 这老头不把你放在眼里 听平道一句 抓去打一顿 就这老身子骨 几个板子 下去就死了 回头尸体一烧 啥也没了 陆元县令看了这个唯恐 天下不乱的道士一眼 心中暗骂了一顿 此刻他心中执念倒霉 这究竟是什么破地方 白阳县的县令之女 袁天玉的掌域大人千金 九霄仙宗真传女弟子 此刻 就连广山域的掌域大人 都冒出来了 就在他这般手足无措的时候 就听到掌域大人叹息了一声 老夫确实该杀 掌域大人低沉道 作为广山域的官员 对白阳县失察 才造成如此大祸 十二万人惨死 是老夫背负的十二万罪念 宝受道长背负双手 神色如常 淡然说道 你不该来这里 该去白阳县赎罪 掌域大人露出羞愧之色 低声道 老夫确实是要前往白阳县 只是于情于理 也要来此答谢道长 另外 老夫暂代猎妖府诸事 也需亲手将猎妖府的赏钱 交与道长 饱受道长文言 不由一正 然后他微微点头 淡然说道 既然来都来了 事情就先解决了吧 什么赏钱不赏钱的 倒也不重要 就是凭道有些好奇 那老鬼值多少精良 此刻听着掌域大人 与这年轻道士的谈话 陆原县令更是心中颤动 掌域大人是何等身份 广山域之内 他便是品阶最高 权力最大的官员 但是这个小道士 竟是以一种教训的口吻 不冷不淡地对他老人家说话 而他老人家 竟是恭恭敬敬受了这些话 这回贴了铁板了 陆原县令微微偏头 看向那新罗宗长老 眼中多了几分怨恨之意 若非此人用银票这种误事 坏了他亲政联名的行事准则 他又怎么会来掺和这里的事情 此番得罪了掌域大人 今后岂非要备受打压 掌域大人 就在这时 我这里有地契文书 具有官府印章 您老人家不会不认罢 保守道长梅宇一扬 没有回应 而掌域大人却也没有回话 只看向陆原县令 缓缓说道 谁给你的权利 颁布封原山的地契文书 谁又把封原山 化归在了你陆原县的管辖范围之内 本官可没有签过任何一张相关的文书 你可要给本官一个解释 这陆原县令脸色苍白 一时间竟不敢答话 新罗宗长老神色肃然 说道 他该给掌域大人什么解释 该革职查办 还是入狱问斩 都与我新罗宗无关 但既然这上面有官府的印章 广山域也不能出而反而 就此作非罢 陆原县令面色大变 伸手指着他 颤声道 你 你个混账 这位新罗宗长老 竟然摘得如此干净 这陆原县令收受贿赂 贪赃枉法 是免不了一个 隔职入狱的下场了 但这新罗宗长老 显然并不在意 陆原县令的下场 他只是 也是大厦的官府 若签发地契文书 盖上官府印章 却能是作废纸一张 那么 大厦朝廷名声何在 总不能你让他签发哪里的地契 哪里就是你新罗宗的地方吧 掌域大人声音微寒 说道 你怎么不让他 给你开一张京城皇宫的地契 盖上他陆原县的官印 今次他罪责不小 当革职查办 入狱难免 你找一个罪犯囚徒盖印 是否草率了些 新罗宗长老陈生说道 掌域大人 这地契文书不认 可是对广山域官府的威严有损 掌域大人沉默不语 神色冷淡 饱受道长健壮 笑了一声 平道不让掌域大人为难 他伸手入怀 掏出一张陈旧的纸张 摊开了来 淡淡道 这是大厦建国之初 袁天域宣元县签发的地契文书 广山域的官府应有威严 我袁天域签发的地契文书 也总该有威严吧 袁天域出身的那少女健壮 当即笑颜如花 说道 真要说来 还需按得先来后道 仍该以这一份地契为先 掌域大人看了一眼 听得这话 倒也不恼 苍老的面上露出笑意 看向这新罗宗长老 说道 早年此地属宣元县 尽管宣元县舍弃了这座山 但毕竟是大厦官府签发的地契文书 也还是有效的 何况 封元山好歹曾经属于宣元县 而这陆元县 可没有权力干涉封元山的地契文书归属 新罗宗长老面色微变 未曾料到 这道观 早年竟然在宣元县得过地契文书 更未有料到 这座道观 竟然将一张陈旧的地契保存至今 历代传承了下来 他左右看了看 陆元县令跪在地上 不敢妄动 轻轻颤动 在眼前这批人的面前 这陆元县的县令 也不过是个小落 他一时间 竟有些孤立无援的意味 当下往前走了半步 在掌域大人身边 巧声说道 掌域大人 我新罗宗 足有上千屠众 不乏强大修行者 本门宗主更是恋神真人 岁月积累 抵运沉厚 非是年轻一辈道人可比 大人真要为他孤身一人 与我新罗宗交恶 掌域大人退了半步 淡淡道 你在威胁朝廷命官 中年长老微微摇头 低声说道 大下国威 自然不敢挑衅 但是我新罗宗 也算道宗大派 搬迁至此 对广山域益处无穷 大人为官者 当思大局 坎坎说来 一来可新广山域名声 封元山 有我新罗宗在此 各方求学之事 慕名而来 必成名山大川 二来本门上下 图众上千 本身吃穿用度 又有各项本领 加上各方求学之事 慕名而来 可新广山域之繁华 三来 新罗宗是大 可镇守一方 为广山域守的太平无恙 此番白阳县之惨祸 来前车之鉴 有我新罗宗镇守封元山 封元山周边各县 绝不会出现这等大祸 中年男子神色肃然 说道 掌玉大人决意为了一个后辈 舍我新罗宗 这堂堂到门大派 掌玉大人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道 听你说来 新罗宗在今日之前 已然知晓白阳县之事 但你新罗宗对于这等惨祸 人无动无中 未曾来源 中年男子闻言 神色一致 竟不知如何回话 掌玉大人继续说道 新罗宗不是猎妖府 治不了你们独职之罪 甚至你新罗宗袖手旁观 在律法方面 也不算有错 但是如此冷眼旁观 本官实在难信 你新罗宗在我广山域内 可以守护一方安宁 说完之后 又见他笑了声 说道 你家宗主是练神镜 中年男子背负双手 昂然说道 我家宗主修行二百余年 抵运身后 因神壮大 激进大成 看来新罗宗消息灵通 但并不是太过灵通吗 掌玉大人这是何业 这位道长昨儿 刚展了练神镜 你不知道 你觉得练气劲的妖魔悬赏 有资格 让本官亲自来送 中年男子浑身将至 缓缓转身 他偏头看着这个面容清秀 带着温和笑意的年轻道士 然后又看了看 旁边一脸细血的 袁天玉兄妹二人 再转过头去 九霄仙宗少女 和那白杨县周烈之女 都用一种看着蠢材的眼神 看着他 练神镜 这道士 怎么会是练神镜 宗主一向做事谨慎 早已经将这座道观 探查清楚 已经死去的老道士 或许道横不浅 但是这个小道士 绝不是什么隐士高人 先前这小道士下山后 失去踪迹 如今他重新归来 更身怀巨资 修建道观 本身已经出乎意料之外 但谁能想到 这小道士 竟然真是练神镜的真人 这位道长 中年男子神色异样 迟疑着道 是练神真人 保守道长没有说话 静静看着他 中年男子 不禁退了半步 然后满面羞脑 堂堂新罗宗 虽比不得三大先宗 却也是道门正宗大派 如今是新罗宗传承大士 关乎道统长存之势 岂能轻易退缩 更何况 自家宗派 势力庞大 有上千屠众 百于炼气境 炼气境巅峰的首座 便有七位 当今宗主同样也是 炼神镜真人 更是大派传承所出 修为高智炼神 大成镜剑 岂会畏惧一个 散学修士出身的 年轻炼神镜 于是他神色依然如旧 背负双手 正色道 大下王朝境内 终究是讲律法和规矩的地方 他目光扫过 说道 本座此次到来 不是来抢夺山门 更非是以利亚人 而是以利福人 以地契文书讲理 未想道长早有地契文书 本座这一张地契礼当作废 既然无礼 本座告辞 他说完之后 转身便要离去 然后一柄剑横在了他的身前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宝首道长笑了一声 说道 恶心了本座一阵 这就要走了 你想干什么 大庭广众之下 要斩了本座不成 中年男子脸色苍白 贺道 掌玉大人在此 大下律法和存 若你真要动手 掌玉大人不讲律法 我新罗宗也不会善罢甘休 掌玉大人 这枫园山是平道的地界坝 自然是道长所有 掌玉大人点头道 他不请自来 闯入枫园山境内 算私闯民宅吗 宝首道长又问道 这里哪有宅院 中年男子指着身边一片荒地 怒喝出声 丰元山是道长的地界 可以待会儿圈个围墙 就算私闯民宅了 袁天玉掌玉千金 给出了建议 私闯民宅 携带凶妾 作为主人 我可有权斩他 宝首道长满一点头 又看向掌玉大人 问了一声 可 掌玉大人点头道 慢 中年男子健壮 当即抬手 问道 道长想要什么 生命无价 新罗宗长老更是身份显赫 宝首道长轻声说道 你觉得该花多少买命钱 你这是勒索 中年男子微微咬牙 看向广山玉掌玉大人 又是心灰意冷 要么给钱 要么给命 袁天玉掌玉千金笑嘻嘻说了一句 唯恐天下不乱 若不给你出点血 谁都以为这封原山 想来便来 想走便走 宝首道长保健一挥 喝道 先脱裤子 新罗宗长老下山了 而且走得很体面 因为宝首道长十分仁慈 给他留了一条短裤兜底 而宝首道长骂了一声穷鬼 将几万两银票塞入怀中 便看向了掌玉大人 阎罗殿玉衡老鬼 猎妖榜上悬赏为四十二万两白银 一枚天级道单 掌玉大人缓缓说道 原本猎妖府商定 将这一份悬赏交与道长 但是老夫如今暂待猎妖府主事一职 认为玉衡老鬼造成如此大祸 并练救了十二天魂珠 如果让他逃离 猎妖榜的位置必定前移 悬赏也应增高 他看向宝首道长 说道 若无道长 他挟十二天魂珠逃离 悬赏将在七十八万两以上 并应有三枚天级道单 说完之后 便见掌玉大人 示意身后随从 取出一个墓盒 说道 这里是三枚天级道单 七十八万两的银票 饱收道长接过墓盒 神色如常 而周边众人 呼吸已经有些急促 别说耿记这样的人 就算是袁天玉掌玉大人的儿女 都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是一笔巨资 除此之外 因道长立下大功 力挽狂澜 避免更大祸患 老夫以广山玉的名义 再赠十万两银票 掌玉大人神色肃然 又道 此外 还有玉衡老鬼 麾下众多弟子 因道长前去 多数已被他亲手诛杀 用以炼制天魂珠 这些阎罗殿弟子的悬赏 同样归在道长身上 加上道长的扶尘法器 以及所获的僧人波鱼 皆算入器中 他又受益随从 再取一个墓盒出来 说道 这里还有三十万两银票 饱收道长身手结果 心里已经有些颤动了 足足一百零八万两 太好了 这一笔钱 足够咱们道观打好地基了 方玉经不住露出喜色 欢呼一声 饱收道长浑身一震 仿佛被浇了一盆凉水 火热的心瞬间冰冷 他微微抬头 看着这残阳之下的绚丽 如他此时近于垂暮的忧伤 掌玉大人将悬赏送来之后 便深深湿了一礼 也不停留 待人将陆园县令擎拿 下山去了 周盈玉耿记 接来答谢救命之恩 饱收道长淡然受了这礼数 又取过些东西 这是刚才从新罗宗长老身上 拿过来的几件小东西 结为法器 对他用处不大 但是对凡人颇有作用 算是护身符 周烈形势 平道颇为敬佩 这件小物件带给周烈 饱收道长说完之后 又朝着袁天玉这兄妹两个 稍作点头 答谢他们 是才仗义之言 接着就见饱收道长 将刚才得来的天机盗丹 取出两枚 抛给了方玉 耿记等人倒是不明所以 不知此为何物 但是方玉却露出金色 盲是说道 这怎么成 袁天玉这兄妹两人 也是粗通修行 入了炼精镜的 当即也露出震撼之色 天机盗丹 可是大夏镜内 最上品的丹药之一 只有炼神镜修为的丹道大师 才能炼成这等丹药 对于炼神镜的真人来说 都是大有必义 而对于炼神镜以下的修行人而言 更是难以想象的至宝 就算是九霄先宗的真传弟子 方玉也不曾服用过这等层次的丹药 收着吧 你修为越高 炼气造诣更容易提升 宝收道长并不在意 天机盗丹虽然不俗 但对他的注意 还不如斩个炼气出镜的妖魔 所以用来提升方玉的修为 进一步提升炼气造诣 反而更有大用 至于这一枚 留给小熊仔 可破炼气境 成就大妖 他这般说着 也不留耿记等人 便点了点头 准备回到冠去 然而这时 就见他衣袖被人拉住 转身看去 只见袁天玉掌玉大人的千金 扯着他的衣衫 抬着头看他 眼眸如水 可怜兮兮道 长 你还缺炼气的吗 要使人满了 扫地的也行 年轻男子一脸无言 连忙将他扯开 欠然说道 道长勿怪 我这小妹性情跳脱 一向如此 周盈也不禁玩耳一笑 将他拉开 然后向饱受道长辞行 然而那袁天掌玉大人的千金 还依依不舍 不断回头 嘴里还喊着 道长 以后道观招人 记得给我留个位置啊 我这些天最惦记着道长了 我对您的敬仰之意 就连国师都比不上的 他终究被他兄长无情镇压 扔上了马车 然后马车里又传来声音 宝兽道长 我还会回来的 宝兽道长一阵无言 时至傍晚 这意外之事已了结 郑老等人也便各自回家 方玉得了天机道单 失了一礼 便回道观中去 准备吞服炼化 而在这时 山上小熊一路小跑下来 宝兽道长 广山遇官府还钱了 还得不多 就一百多两银子 还不够建一个茅房的 官府咋这么抠啊 官府哪有不抠的 宝兽道长感叹了一声 说道 平到下山之时 念你护山有功 再给你掌一两银子吧 那感情好 小熊欢喜若狂 然后又道 话说刚才那些个家伙 居然想拆咱们道观 简直可恶 道长为啥不一剑全被他们砍了 非要跟他们讲道理 能讲道理 非要拔剑 宝兽道长黑了一声 提着他耳朵 冷笑说道 你就是嫌弃猎妖榜上 没有平道的名字呗 啊 疼 小熊嗷嗷乱叫 小腿乱蹦 道长误会了 真不是这意思 疼 道观尚未建成 平道妖师犯了事 回头那国师领着猎妖府 一批炼神集数的精一斩妖力 来此问罪 可不见得能打得过 宝兽道长撇了撇嘴 说道 再者说了 咱们是有基业在此的 可不是什么浪迹天涯的亡命之徒 你跟随平道半年多 平道一直以来 奉公守法 淡薄名利 你又不是不清楚 宝兽道长你啥时候奉公守法了 小熊震了一下 然后耳朵剧痛 连忙哭着挥舞双臂道 以礼夫人 以礼夫人 给你一枚天际道丹 宝兽道长扔了一枚丹药出来 说道 晚上回来 你要是没净声炼气净 明天道观 开喜吃熊肉 哈 小熊抱着丹药 娜娜道 您又要出门 太阳都要下山了 待会儿就夜黑风高 做坏事去 山下还有位客人 宝兽道长拍了拍剑柄 冷笑道 平道去营一下 这位炼神真人 风云山下 只见一人 背负双手 他身着金色长袍 赫然是猎妖府 斩妖丽的服饰 而他妖配斩妖刀 却也是上等法宝级数 猎妖府 金衣斩妖丽杜兴 见过道友 只见这金衣斩妖丽 看向山上来人 轻笑一声 说道 本官原是统侠 原天玉裂妖府的金衣斩妖丽 如今调任广山玉 近些十日 琐事缠身 未有及时到来 听闻是道友 替本官斩杀了 为货白杨县的玉衡老鬼 特来此答谢 宝兽道长神色平淡 说道 首先 平道斩杀玉衡老鬼 不是替你杀的 其次 平道也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琐事 能让尊驾至白杨县 十四万性命于不顾 杜兴闻言 不恼不怒 只笑了一声 说来惭愧 便也不说了 你说吗 平道好奇 杜兴脸上笑意顿时一将 玄机又笑着说道 话说回来 本官到此 其实另有要事 既然是要事 那就别提了 宝兽道长贪手道 大家又不熟 陌生人联络感情 都是从琐事开始的 你先说说琐事吧 杜兴顿时觉得 这小道士不讲规矩 十分棘手 当下笑一脸去 冷淡说道 本官到此 是为永遥和一事而来 此事涉及我猎妖府 正大人安危 牵扯到红衣斩妖利周英 以及南权县两名官吏的性命 听闻道友 斩杀了永遥和玄规大妖 夺了一枚玄园龙顶珠 此为重要物证 重要物证 宝兽道长笑了声 说道 内尊价准备如何 道友将玄园龙顶珠交来 助本官查案 感激不尽 杜兴失了一礼 郑色道 就这 宝兽道长副手力 说道 就凭你一句话 拿走玄园龙顶珠 杜大人 你好大的官位 杜兴语气肃然 这般说道 执掌广山玉猎妖腐 宝兽道长淡淡说道 杜大人这话听得好声刺耳 怎么在频道耳中 左右来听 都是威胁 道友说笑了 杜兴停顿了下 然后说道 是才见道友 取了新罗宗长老的银两 想必是道观初见 耗费甚至 本官这里有十万两银票 买下这玄园龙顶珠如何 打发叫花子呢 宝兽道长呵呵一笑 说道 玄园龙顶珠是什么宝贝 大厦境内 仅有三对而已 你觉得玄园龙顶珠 仅十万两银子 本作看着斩妖刀的法宝品阶 也远不如 玄园龙顶珠 不若就吃点亏 用十万两银子 买下你这斩妖刀如何 据本作知晓 斩妖刀是大厦官府所赐 你可是白得了十万两 道友当真 是要与本官交恶 杜兴不再掩饰 神色微冷 目光森然 怕你不成 宝兽道长握住剑柄 眼眸冰寒 道 真以为猎妖斧的金衣斩妖力 就可以肆意妄为 强取豪夺 向来只有本作占别人的便宜 你想要在本作这里占便宜 下辈子再来试试 两尊炼神静高人的契机交锋 寒风萧瑟 冷意如刀 周边草木 似乎被无形的锋刃所割断 青草纷飞 树叶脱落 似乎有更加强烈的气息 震上了云霄 天穹之上的白云 瞬间分裂细碎 宛如棉絮一般 道友年岁不大 道横不浅 真是厉害 杜星忽然收了气息 笑着说道 不愧是一件斩杀玉衡老人的后起之秀 比本官预料之中强多了 如此 玄园龙顶珠便算安全了 并且 有道友坐镇封原山 这周边之地的安危 今后本官也无需过多忧虑了 饱受道长也收了气息 淡淡说道 大人真是好眼力 杜星双手一拱 失了一礼 心中暗骂道 该死的道士 若不是没有把握取胜 定要一刀斩了你 夺了玄园龙顶珠 饱受道长坐鸡 也回了一礼 心道 无耻的货色 要不是在道爷家门口 另换个地方 道爷非得一剑劈了你 夺了你一身修为 杜星退了两步 笑着说道 本官上有要事 要去广山域报道 明日还要去白杨县收拾残局 就不讨扰了 这便告辞 饱受道长微微点头 说道 大人慢走 广山域内妖魔不守 路上千万小心 万一被人所杀 拼到着实不好解释 再会 杜星退了有十步 有空来道观喝茶 饱受道长诚挚地道 下次一定 杜星拱了拱手 才转身去 一路走好 饱受道长握着剑柄 数次想要拔剑出鞘 终究吐出了口气 这丝绝非善类 从白杨县一事就可以看出 此人对十四万百姓的性命 都全然不放在心上 甚至见了此人之后 饱受道长隐隐怀疑 这杜星是为了养大祸患 贪得更大功劳 故意迟缓了脚步 毕竟没有十二天魂珠的 玉衡老鬼 不是杜星的对手 而杜星大约也没有料到 玉衡老鬼的狡猾 仍以为白杨县死亡人数六万余 十二天魂珠炼制仅过半 拖个三五天 也可以从容应对 而实际上 玉衡老鬼 早已将十二天魂珠 炼制到了最后两颗 等等 饱受道长忽然心念一动 自语道 他怎么知道玄渊龙顶珠 玄规大妖 藏匿于永瑶河 两地官府皆为理会 猎妖府或者不知 或者视之而不理 但这玄规大妖 身怀玄渊龙顶珠 在筹备一桩大事 显然是这大妖的秘密 杜星是事后查阅 永瑶河一事 推断出来的 还是他早就知道 永瑶河的玄规大妖 藏有玄渊龙顶珠 若是前者倒还好说 若是后者 岂不是说 这四根那玄规大妖 有所牵扯 是有着更深的谋划 若有更深的谋划 能让他堂堂猎妖腐 精一斩妖力 暗中勾结妖魔 显然非同小可 而玄渊龙顶珠 在此事之中 必然属于至关重要的一环 看他的架势 不像是来试探 也不像是要轻易放弃 玄渊龙顶珠的样子 饱受道长微微皱眉 心道 若真不死心 那么他定会一直盯着平道 今次已经和他交恶 再有玄渊龙顶珠一事 恐怕今后不会平静 何况这四 如今是广山玉猎妖腐的主事之人 今后凭到斩杀妖魔 可都是要经过猎妖腐勘验 然后发放奖赏的 他看起来可是十分心胸狭隘 以后在这方面故意为难 不给赏钱 或者客扣赏钱 又该怎么办 不如半路上 换个地方 把他截杀了 饱受道长握着剑柄 低声自语 但他还在游移的时候 却发现天边一道金光 瞬间远去 杜星全力顿走 已经没影了 他的顿光这么快 饱受道长正了下 心道 今后斩他的时候 除了他一身修为 会不会得到他的逃命道术 观道之上 金一斩妖力度星 行迹多变 他隐隐觉得 那年轻道士的修为 已不弱于自身 若刚才出手 他实在没有把握取上 而且他更察觉地出来 就在自身展露出敌意的时候 那小道士 居然直接就显露出了杀机 要不是估计 他是猎妖腐金一斩妖力 只怕那道士已经出剑了 他也有些担忧 那道士前来截杀 便数次改变行迹 抹除气息 没道理啊 杜兴暗道 本座乃是炼神大成之境 他年纪轻轻 可没理由凌驾于本座之上 就算是国师年轻之时 冠绝当代 也是到了四世不惑 才炼神大成 又过七年岁月 方静生炼神巅峰境界 他皱着眉头 心道 难不成是他身怀一宝 壮大了气息 本座被他唬了 但关系自家姓名 他也不敢冒险 干脆还是相信 这小道士是惊艳奇才 本领在自身之上 若这小道士 真是如此厉害 已然炼神大成 甚至逼近炼神巅峰层次 那么 玄渊龙顶珠还如何取回 除非袁孝州与他联手 将那小道士袭杀 他这般想着 忽然眉宇一挑 想起了刚才新罗宗的长老 新罗宗虽非先宗 但毕竟是道门大派 抵运不浅 他们宗主道横不低 而且宗门历代传承 密法无穷 更有诸多宝物 如纳袁孝州 本是炼神大成 得了一柄法剑之后 单是功法之力 便能与炼神巅峰相比 新罗宗底蕴不容小觑 除他这位炼神镜宗主之外 还有百余炼器镜 七位炼器巅峰手作 而本官乃广山玉猎妖斧的主事人 可以调动众多斩妖猎 这小道士 虽杰使掌域大人 杰使九霄仙宗真传弟子 但本身也只是孤家寡人的 若能两家合作 只要这道士 不是炼神巅峰的至强者 都可无据 他这般念着 调转顿光 搜寻陆元县 然后便远远看见 浑身光洁 皮肤白皙 只有一条底裤 正捂着脸面 匆忙行走的新罗宗长老 道友请留步 新罗宗长老浑身一震 面色皂红 他顿时加快了脚步 陆元县 数日之前 县令被革职查办 已经下了大雨 而陆元县上下 无论附户还是平民 酒楼之上 市井之间 皆议论纷纷 而王山从道观做工回来 到了家门口 却叹了一声 自家婆娘回了一趟白阳县 未到地方 便被官府之人拦截 说白阳县出了瘟疫 不准进入 时隔两日 官府传来消息 他在白阳县的岳丈一家 竟全都遭了灾 让他这婆娘悲伤之下 痛哭昏厥 卧病又是两日 今日更是染上了风寒 王山 你回来了 就在这时 隔壁的婆婆 忽然朝他招了招手 王山稍微点头 说道 三婆 我刚做完工回来 正要回来做饭 那婆婆招手 示意他过来 王山临近前来 露出疑惑之色 老人扯着他的手 哀了一声 说道 你家这婆娘 病得不轻 就算有药可医 怕都不知道 要花多少银子 今天早上 婆婆听人说 东市那边近日 来了的赤脚廊中 不管什么病 一包药散 即可痊愈 王山闻言 不禁苦笑道 这不成神医了 那怕不是个 四处招摇撞骗的 老人连忙摆手 说道 可不能乱说 听说他是在 金阳县那边过来的 在那边就已经 救了不少人 而来到咱们乡之前 隔壁乡就有人 被他治好了晚几 听说那个裁缝铺的瘸子 就是吃了他的药散 痛了经络 现在都能跑了 还有那个 李家肉铺的婆娘 脸上早些时候 被火烫了 跟鬼一样 都能治好 对了对了 还有那个咱们乡的李二 都说他打鱼遭了报应 脖子上的肉流 都十来年了 也是一包药散 就治好的脸 婆婆对着神医 显然是笃性无疑 王山听得摇了摇头 无奈道 三婆 哪有这种神医 这都是哪听来的 您老越说越玄乎了 婆婆又说道 你看你婆娘这样子 得吃多少药才能治好 再说了 万一治来治去 老是不行吗 听说那赤脚狼中 一包药散 也就收几个铜子 又不多收钱 还不如试试呢 反正也没听 吃死人的事 王山闻言 略有沉吟 顿时有些动摇 婆婆伸手入怀 掏了几个铜子 说道 我老人家腿脚不方便 你晚点要是去了 记得帮我也买两包 回头致志 这风湿骨痛的毛病 留一包 今后藏着能用 王山想了想 接过铜板 心道 也罢 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他回了家 做了饭 跟妻子说了一句 就出门去 往东市那边走 他问了些人 果然到了集市上 有一群人围着 他挤进去 见里头是个 灰色长袍的中年人 续着胡须 不要急 不要急 药都有 慢慢来 被伤着人了 那人连忙示意众人保持秩序 期间有人问了他来历 这人神色有意 便应了一声 沉三水 轮到了王山 便用铜板 换了三包药散 只是 王山隐隐觉得 这人看见他的时候 眼神有些古怪 还问了一声 这位大哥 近来可吃过什么 往常没吃过的东西没有 山珍海味 奇珍异果 王山闻言 苦涩一笑 说道 都是养家糊口都不易的 哪有资格吃什么奇珍 说完之后 他挣了一下 又想起前段十日 饱受到掌脱了一车的河仙 不过这事 他也没有提起来炫耀 便告罪一声 取了三包药散回家 他想起刚才那 沉三水神医的眼神和问话 心中隐隐觉得有些古怪 但他又察觉 不出什么古怪 一路往家里走 王山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声音 王山回头 却见巷子口 站着郑元老爷子 郑老 这一个胡 这是寻常人家打酱油的 显然他是出来打酱油的 你这是去哪 哎 王山叹了声 说道 不是我家那婆娘病了吗 听说东市有个神医 无论是什么病症 只要一包药散 便可要到病厨 也才几个铜板 就去碰碰运气 买了两三包 什么药散 能让世间所有的病 都要到病厨 郑元笑了声 摇了摇头 说道 就算是京城里的御医 都没有这个本事 你莫不是被人骗了 左右才几个铜板 骗也罢了 就怕要吃错了 可要人命的 你可不能马虎 郑元伸手说道 老夫也算略微明白些药理 你取一包来 且让老夫看看 是什么奇药 王山文言 掏出一包 便递了过去 郑元打开保纸 就见内中的药散 竟是成墨黑之色 他皱着眉头 凑进去嗅了嗅 郑老 王山见他面色古怪 连忙问了一声 这不是药 郑老微微摇头 啊 王山文言 惊了一下 露出懊悔之色 这是指挥 郑元皱眉道 用指挥骗钱 可他一包 又踩几个铜板 这是什么道理 王山见状 当下面色微变 但又有些不甘心 低声道 可大家都说这是神医 会不会是福灰 咱们平常求神拜佛 求来福祉 烧入水中 也能治病 郑元摆了摆手 说道 哪有这种道理 他这般一说 忽然震了下 又说道 你要说是福祉 与其相信这种赤脚狼中 还不如去寻宝受道长 讨一张驱邪治病的福 王山文言 当下大喜 说道 我怎么就忘了 他老人家可是真正的神仙 郑元将这药伞包起 陈寅说道 要是病情不打紧 这药伞先不用 明日你 带着这药伞 去见宝受道长 便能清楚了 这日清晨 宝受道长看着箱子里 百余万两银票的巨款 神色恍惚 若在过往 他定然觉得自己是富甲一方 十辈子一事无忧 就等着躺平 建成道观 傲视天下 而在如今 这也就打个地基的事 当然 要是放在小熊身上 他一个茅房都建不成 不行 平道不能安于现状 平道需要发愤图强 需要居安思危 需要看得长远 宝受道长收拾行李 准备下山搜寻妖魔 多挣些银两 而在这一日 王山是第一个上山来的 宝受道长 我有一事相求 王山将事情来龙去脉 都说了一遍 然后取出药伞来 宝受道长错愕了一下 然后接过药伞 打开一看 眉宇一扬 确实是指挥 正确地说 是浮灰 他虽是道士 但没有继承前身所有的记忆 在制服造诣这方面 更是一头雾水 不过他细看之下 这浮灰确实带着些许微薄的气息 其中气息微弱 本身却也不强 似乎也没有什么协议之处 倒真像是驱邪之病的 但一个修行人 扮作赤脚狼中 四处派发福祉 又是什么道理 宝受道长 王山迟疑着问了一句 确实是浮灰 气息中正 并无协议 宝受道长出声说道 如果这浮灰 出自于那个名为 陈三水的赤脚狼中手里 那么他应该也是我辈中人 所学之法 也并非邪门魔宫 算是重规重矩的 正经修行法门 那这浮灰能治病吗 王山又问道 治病应该可以 宝受道长沉印着道 但符只烧成灰了 看不出是什么符 里边究竟是什么门道 还不好说 万一有人从中动了手脚 得不偿失 那 王山期盼着道 道长赐我一张驱邪治病的符 让我回家给那婆娘治一治病 宝受道长 神色一僵 他娘的 平道虽然是个道士 但真就不懂符啊 道长 如此小事 不必拼到出手了 宝受道长咳了一声 说道 你去找方玉姑娘 她是九霄仙宗的真传弟子 练一张符 不在话下 王山闻言 千恩万谢 便又去寻方玉了 前些十日 宝受道长去勇摇和斩妖 王山对方玉颇多照顾 又留下为他烧火做饭 算是有一份交情 而在王山离去之后 宝受道长眉宇微皱 陷入了思索当中 陆元县来了一个赤脚狼中 无论是何病症 只要一包药散 就可要到病除 也才收几个铜板 耐之几个钱 想不久前 她替流云外驱邪的时候 一张符纸 架高百两 就已是良心架了 修行中人 游历俗事 还是邪道中人 暗中布局 既然来到了陆元县 也算是我风元山的门前 还得去查一查 免得出了事端 有损我风元山白红罐的威名 宝受道长心中暗想 平道本就打算是要下山 去搜索妖魔踪迹的 也不知道这位道友 是不是猎妖榜上的衣室父母 他这般想着 走出道观 来到茅房之前 吩咐了一声 让小熊看家 便提招法剑 下山去了 小熊文言 精神一震 从茅房边的树上滚了下来 连忙挥手 早点回来啊 道是下山 必有银两 道是回山 我得一两 熊小爷喜滋滋地想着 宝受道长提见下山 然后就后悔 下山走了 路上来的都是 他雇来的工匠 这一路打招呼便口渴了 就想回山再泡一壶茶 但他想着来回一趟 又是麻烦 便静止下山去了 临近路员线不远 望见前方乡镇 但忽然之间 宝受道长似乎察觉什么 微微皱眉 绕了道路 走过三五里地 他停在了路边 而路边草丛里 慢慢爬出一个人来 宝受道长震了一下 侧头看去 只见这人睡眼朦胧 伸了个懒腰 他昨夜竟然睡在路边 看什么看 这人美好气地骂了一声 便往前去 然而他刚走两步 又恋恋不舍 朝着路边草丛里看了一眼 咕弄道 要是天天做这美梦 老子天天来这儿睡 他娘的 那美人真好看 可惜就只在梦里有 啥时候我能娶一房 这么好看的婆娘就好了 果然 这小子身上有妖气啊 宝受道长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摸着下巴 神色古怪 这妖气倒不至于要命 只不过会伤神 而昨日这丝 显然做了美梦 泄了阳气 已经伤身 颇为虚弱 这一去 这小子至少得病三五个月 刚才宝受道长 也就算了 不就是点银子吗 本道爷才大气粗 不要了 不过这里的小妖 倒可以算是个开胃菜 他看着路边草丛 伸手一招 有一缕残存的妖气 被他取在手中 但这一次 他没有用明河咒术 杀鸡烟用宰牛刀 何况 明河咒术弄死了 失手不知道在哪 怎么换上钱 再说了 能换换美人的 多半是个狐狸精 他饱受道长活了前世今生 久仰大名 都还没体验 呸 都还没见过呢 于是这一缕妖气 只营绕在宝兽道长的指尖 然后宝兽道长 以阴神将之恋化 隐隐指向了某一处地方 据此不过二十里地 对宝兽道长来说 并不遥远 他默然一笑 沿着方向而去 过不多时 便来到一片树林 林间有洞穴 幽深难测 在这儿 宝兽道长目光一宁 山丘中间 洞穴之内 光芒幽暗 有一头灰甲小妖蹲着 手捧光滑 正在舔市 宝兽道长输地一见 前方山丘 骤然裂作两半 灰甲小妖忽然察觉天色一亮 然后正正抬头 就发现山被劈开了 当下愣了扮上 小小妖念 拦路劫道 道人精气 凭道这就拿你去裂妖府 那小妖面色大变 转身要逃 然而就有一股威压 将她死死压在地上 小妖不断挣扎 却无法挣脱 最终便听她口吐人言 哭喊着道 该死的命 果然是哪里都躲不过 可怜我没有死在 金衣斩妖历的手里 反而死在了一个 无名道士的手中 早知如此 还不如被金衣斩妖历砍死 留个名声 也不算辱没了 我家二大爷的威名 她居然是公的 宝兽道长不禁错愕 在许多故事里 用幻象道人精气的妖物 往往都是母的 比如母狐狸精啊 比如母叶叉呀 比如母老虎啊 可恶 这个居然是公的 但真正让宝兽道长 见下留情的 跟她是公是母没啥关系 主要还是 她口中提到金衣斩妖历 让宝兽道长 不由得心中一动 小妖 宝兽道长忽然开口 道士 你要杀便杀 我绝不辱没我 二大爷的名声 你也甭问我二大爷是谁 就算死了 我也不会出卖她的 铁骨铮铮 平道敬佩 不难为你了 就给你一个痛快 宝兽道长提起剑来 别啊 你倒是问一下 我好还个价 那小妖连忙挣扎着道 我招了 我都招了 你二大爷是谁 平道都不怎么在意 宝兽道长进前来 一脚踩在她尾巴上 说道 只是你说的金衣斩妖历 平道十分好奇 你好奇 那金衣斩妖历 小妖闻言 不禁正了下 你说在金衣斩妖历的手里逃生 宝兽道长神色凝重 说道 什么时候的事情 若是在半月之前 那么这小妖 遇见的金衣斩妖历 应该就是原先执掌 广山玉猎妖府的 金雷剑柳铭 而若是近几日间 那便是与她交恶的新任 金衣斩妖历杜星 就在四日前 这小妖连忙说道 那天 小妖与二大爷 只是陆金正路原线 结果天上披下来一件 就把我二大爷披死了 那金衣斩妖历从天而降 拎着二大爷的头就走了 本来还要杀我 但看了我一眼 大约是觉得我长得好看 便放了我 宝兽道长看着她丑陋的面貌 露出思索之色 四日前 就是她与杜星见面的当日 那日 杜星斩了一头妖魔 却放过了这头小妖 她似乎想到什么 忽然伸手 掐住这头小妖 法力探入其中 砰的一声 小妖惨叫一声 浑身颤动 就在此时 宝兽道长收了法力 止住了 她暴体而亡的下场 果然 这小妖体内 有一缕炼神真人留下的法力 宝兽道长可以辨认出来 这就是杜星留下的法力 炼神境的真人 法力纠缠 如复古之躯 难以驱散 不断侵蚀 杜星为什么不杀她 反而留下一缕法力 此刻宝兽道长心头一动 想到了白羊线 玄疾心中危寒 这家伙是要养妖 这小妖的二大爷 是猎妖榜上有名的妖物 所以斩了她 可算攻击 这小妖太不起眼 斩了她 也就白两银子 若放过了她 可以留着她 再去四处害人 今后成了气候 能登上猎妖榜 她这一缕法力 足以知晓这小妖的所在 动身前来杀她 待到那时 她杜星又添一桩攻击 可是在此期间 若真有妖物害人 这些无辜之人 就都是她一身 攻击下的枯骨吗 宝兽道长只是猜测 但若真如她心中所料 那么只能证明 杜星比她之前预料的 更为狠毒 杜星此人 万不能留 对了对了 那金衣 斩妖力是男的 身边还有个不穿衣服的 也是个男的 大概是她的拼头 小妖忽然又道 不穿衣服的 宝兽道长 瞬间便想到了 那新罗宗的长老 当日她扒光了 新罗宗长老 以示成见 事后杜星到来 索要玄渊龙顶珠 被她拒绝 莫非此事之后 杜星找上了 新罗宗长老 另有筹划 瞬息之间 饱受道长心中思索 此事若真 那么两家合作 后患无穷 她来真要寻个机会 去截杀这位 大厦官方的 金衣斩妖力 道 道长 这小妖忽然巧声道 我话都说完了 你能放了我吗 我发誓 再也不吸精气了 再说 宝兽道长 被她打断思绪 听得这话 当下有些讶异 是啊 我二大爷是 其他地方来的妖 看我是同族 长得又好看 就用她的精血 把我养了两天 我就忽然聪明了 也变厉害了 她说我已经是妖了 难怪 原来是最近被点化的 宝兽道长 不禁又想起前身 叹了一声 然后看着这小妖 淡淡道 还真就没害过人 我用我二大爷的性命发誓 灰甲小妖大声道 她已经死了 宝兽道长面无表情 我用自己的性命发誓 灰甲小妖又连忙说道 可是你以往没害过人 见你今日对人不利 今后可指不定就霍乱人士 平道还是防患于未然 先斩了算了 宝兽道长正色道 别啊 我立誓言还不成吗 道长要求还不放心 干脆收了我当个跑腿的 就你这么个小妖 道横浅薄 还是个工的 收你有个屁用 我能钻地打洞 还能看家护院 钻地打洞 宝兽道长听了这话 眼前一亮 顿时就握住了剑 山上目前在打地基 还真就缺个钻地打洞的 要是砍了这家伙 夺了他的神通 岂不是有大用 但他想了想 自己还得在外赚钱 也不能天天留在山上打洞 不如就让这次发挥一下本领 看他能有多少用处先 这般想着 宝兽道长忽然伸手一凝 法力凝聚 化作一道魂光 打入了这小妖的体内 小妖浑身巨震 不禁惊叫了一声 道长别杀我啊 没杀你 这是阎罗殿的居神秘术 你三魂七魄 都在平道法力掌控之内 只一念之间 叫你魂飞魄散 永不超生 但只要你听平道吩咐 平道也不会要你性命 且在这里等着 平道还有要事 今日午后回山 到时候领你回去 宝兽道长淡淡道 带平道归来 你若敢跑 不论你到哪个天涯海角 都能让你魂飞魄散 那小妖忙是磕头道 不敢跑 真不敢跑 我娘从小就说我胆小 我二大爷总说 我有她年轻时的风范 宝兽道长收了法剑 便没有理会她 朝着陆元县方向而去 只是走在路上 她心中隐隐已有了一丝危机感 杜兴不死 时难安心 得换个地方 并且换个方式 而且杀她之后 还要毁尸灭迹 瞒天过海 不被外人得知 免得事情外泄 闹到最后 与大厦王朝官方彻底决裂 不死不休 她终究是在大厦境内 拥有积业的 时至午后 陆元县东势所在 宝兽道长静静看着前方 那里三层 外三层 围着一个小摊 里边一个中年男子 正在收取铜板 卖出所谓要散 过得一阵 人才逐渐减少 这中年男子 也就收了摊 准备离开 宝兽道长静静看着她 心道 炼器小成 年仅三十余 但贴了些假胡子 也一过容 果然有问题 这位陈三水神医 并未察觉到 一尊炼神真人的窥探 他收拾了东西 便离开东市 走过大街小巷 前方忽然有几人 将她拦住 气焰张狂 十分凶悍 今日离开东市 以后不要再回陆元县了 不然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这是卫石 陈三水露出不解之色 你到此来 短短数日 可知砸了我们 医管多少生意 那人脸色阴沉 这般说道 我明白了 陈三水微微点头 他也不争论什么医者仁德 只知道夺人生意 如杀人父母 当下说道 我本也是游历各方的 既然如此 明日便走 算你这外乡人实相 这人哼了一声 又道 将你身上要伞都交来 我们也就不与你计较了 也好 陈三水将一带要伞掏出 便尽数递了过去 道也聪明 我们也不是蛮不讲理的 今日就免你一顿打了 明日再来 定打断你的腿 我明白了 陈三水微微点头 几人这才扬长而去 而就在这时 一声轻笑 他们以为你如此软弱 免了一顿打 却未想过 是他们侥幸保住了命 忽然传来的轻笑 让陈三水浑身一震 他竟然没有半分察觉 此时他脸色苍白 双手捏住法印 缓缓看了过来 他们想要打你一顿 你倒是平静 而平道只是与你聊一句话 你却是敌意不少 饱受道长淡淡说道 不过你倒也算温和 适才平道 还以为你要大开杀戒了 侠以武犯戒 江湖武林之中 身具本领者 往往血性激烈 不受欺辱 尤其是不受那些本领 弱于自身 身份来历又不显赫 背后也无高人依靠的弱者所欺辱 至于修行之人 往往是众生如蝼蚁 自诩为仙神中人 在无数人的眼中 蝼蚁挑衅神威 必定粉身碎骨 但出乎饱受道长意料之外 此人竟然甘愿低头 而未有出手 门星自问 就算是他饱受道长 遭遇此事 也不会如此宽容 就算不伤人命 好歹要点精神损失费方面的赔偿 尊驾 就是白阳县力挽狂澜的那位道长 陈三水神色微变 忽然眉宇一扬 昨日官府颁布了白阳县瘟疫之事 但我被修行人 可以知晓其中古怪 陈三水神色肃然 缓缓说道 听闻列妖府精一斩妖力位置 倒是有位神秘的年轻道人 力挽狂澜 斩杀邪魔 既然神秘 你又如何知晓 就是平道 饱受道长缓缓道 白阳县一事 暂未公开 但并非绝命 而且 晚辈之所以知晓前辈身份 是因为陈三水面色复杂 笛声说道 不久前 在永瑶河 道长一见结江 震海天地 晚辈那时从永瑶河过 打听之下 听闻有一名年轻道人 在南泉县官府 用水中腰泪换取了赏钱 便往这个方向走了 所以猜测 大约便是道长了 你倒是没有说谎 但又没有尽数告知 饱受道长缓缓说道 只不过 你既然知晓 平道在枫缓山上 在陆源县又在山下 还敢来平道门前晃荡 又是何意 真就不怕平道斩了你 陈三水神色复杂 然后叹道 晚辈已是将死之人 未必能活多久 尽些时日 战战兢兢 寝食难安 后来反思我这一生 竟是庸碌无为 全无意义 才幡然醒悟 如今 只求能留得有用之身 造福世人 才当了个赤脚狼中 四处行医 用仅存余生 为世人摆脱病症苦楚 将死之人 饱受道长缓缓说道 观你一身修为 既无恶极 也无弊病 倒看不出来 晚辈有大敌 并极高 且身份显赫 假以时日 必定被他寻得 无法活命 陈三水低沉道 你来这里 是要平到庇护 饱受道长 语气冷淡 不敢寻求庇护 只是道长门前 他终究要小心谨慎一些 不敢派人大肆探查 陈三水苦笑了声 说道 我本想着多留三五日 再换个地界 去袁天玉行医 在被他斩杀之前 多救一些性命 你与他有何冤仇 饱受道长忽然问道 其实无仇无怨 反而有大恩于我 陈三水神色复杂 只是我 知悉他太多隐秘 他必要灭口 隐秘 饱受道长闻言 略感讶异 道长好奇 陈三水神色微变 低声说道 他大恩于我 今日虽要杀我 可我却也不想 将隐秘外泄 对他造成不利 评道可不好奇这个 你知他隐秘 就被他追杀 评道虽然无惧 但无端端惹着试端干什么 宝受道长淡淡道 再答平道两个问题 你便可以走了 道长请问 陈三水肃然道 你在猎妖榜位列地几 宝受道长问道 陈三水苦笑道 在下可没有入猎妖府的眼睛 榜上无名 宝受道长道声可惜 叹了一声 又问道 你那浮灰 真有治病救人之效 此符是清灵符 却有阵邪去病之效 陈三水伸手入怀 取出个包囊 低声道 这里边有未烧的清灵符 请道长见别 清灵符 宝受道长从中取出符纸 然后眼眸一凝 隐隐有震惊之色 他的目光 从清灵符之上 落到了包囊里的铜板上面 在接触到铜板的瞬间 他的阴神竟有所感悟 但这铜板 不但对阴神有影响 更是让混沌珠之上的 一缕经文亮了一瞬 混沌珠上面的一缕经文 乃是他在白杨县斩灭 十二天魂珠 释放将近十二万阴魂厉鬼 所获之功德 但这铜板 竟然能让经文有所反应 更重要的是 他知道这铜板不是什么法器 正是刚才那些百姓 交到陈三水手中的 这些铜板 为何能让功德经文有所变化 这一时之间 保兽道长竟是正在原地 扮上未有动作 也未开口 道长 陈三水迟疑着问了一声 确实是清灵符无疑 保兽道长话锋一转 忽然又道 既然你无一害人 可以留在风云山周边各县之内 继续行医救人 道长的意思是 准许晚辈在周边行走 陈三水不由一正 准你行医 但不代表平道庇护于你 保兽道长背负双手 说道 此外 对各方医馆的态度 你自行处理 但是有一点 你若在平道门前施法害人 定让你死无全尸 晚辈不敢奢求 陈三水忙是说道 还有一点 保兽道长 神色依然平淡 道长请说 陈三水攻身道 你行医所获钱财 尽数送往风云山白红罐 保兽道长顿了一下 忍痛咬牙道 平道拿银子跟你换 打翻了陈三水 让他自行离去后 保兽道长立身原地 神色复杂 他仔细思索 忽然想到了赵琪 当日斩了赵琪 不但得了其一身修为 还让混沌珠上面的金文 有了一缕 微弱到近乎难以察觉的增益 今日这铜板接触了一瞬 便也让金文有了反应 他隐隐觉得 这次大约也已经铜板 给金文带来增长 只是比上一次更加微弱 微弱到以他保兽道长 这样的恋神真人 都没有察觉出金文的增长 赵琪死前 受贫道解惑 而贫道斩杀了他 也是替他解脱 所以他心生感激 此次 陈三水以符灰做药 治病救人 且收得仅有几个铜板 价格便宜 无敛财之心 所以百姓之中 难免感恩戴德 这一缕金文的增长 是源自于生灵的善意 众生致意 保兽道长 你回来了 小熊一路小跑 盲事问道 这回斩了多少妖魔 赚了多少银两 保兽道长微微摇头 说道 没赚得银两 就捡了头小妖 小熊这才发现 不远处 还有个灰甲小妖 趴在路边上 毕恭毕敬 不敢乱动 刚成妖的 小熊仔细思索了下 然后说道 猎妖府对这种小妖 给的钱都不多 不过也算聊胜于无了 您老人家先等着 我去烧一锅水 当会把它烫了 先炖个汤 路边的灰甲小妖 见到一头小熊 本以为有了个小伙伴 听到这话 当下把头一缩 吓得瑟瑟发抖 宝兽道长抬了抬手 摇了摇头 今天先不煮 这小东西可能有大用 它是个弓的 能有什么用 最近不是要打地鸡 缺个绝土打洞的 它天赋神通 就是钻地打洞 应该能起大用 宝兽道长想了想 然后说道 如果没用 再炖个汤吧 灰甲小妖熬的一声 差点流下泪来 小熊这才听得清楚 原来是宝兽道长 又请了个小妖当帮手 其实 咱们道官不缺人手了 小熊心中顿时生出危机感 拍了拍胸脯 自信地说道 俺干活还是个能手 还是不用他帮手了 多招个人手 还得多发一份工钱 咱们还是得省一点的 这个不花钱 宝兽道长巧声道 这个是抓回来的苦力 免费使欢的 他不分钱 小熊不经一正 不分钱的 宝兽道长点头说道 咱们道官就缺个打地鸡的 你把他往死里用 在道官建成之前 你要累不死他 就算你太过仁慈 所谓慈不长兵 不堪大任 那以后 咱们白红贯的守山大妖 你也当不了 最多当个看毛房的 宝老人家放心 小熊文言 当即胸脯 拍得砰砰响 说道 既然是个免费苦力 那么就没事了 宝老人家 看我怎么使唤他 新罗山上新罗宗 长老已经不裸奔 穿上了衣服的新罗宗长老 郑公镜站在下方 在上面是当代新罗宗主 而下方左侧 坐着一人 身着精衣 妖配斩妖刀 正是精衣 斩妖立度星 早先不知 风元山上的小道士 是恋神极数真人 如今他更力挽狂澜 拯救白阳县 受得广山玉官府的礼遇 新罗宗主叹道 风元山既是 恋神真人的居所 本门已经考虑 另则别处 杜星笑了声 说道 宗主放弃了 新罗宗主缓缓说道 他本身是恋神真人 又有广山玉官府的关系 本座怎好在夺风元山 杜星忽然站起身来 大笑着说道 宗主何须如此谈话 你真以为 本官来此 是探一探口风 保着小道士的山门 新罗宗主闻言 沉默不语 杜星语气微沉 正色道 宗主也是一尊恋神经的真人 本官可不相信 只因为这年轻道士 是一名晋升恋神经的后辈真人 就把你这堂堂一宗之主给经退了 凡我被修行之事 皆知宗门传承 比自身性命更加重要 在我大下之外 有多少宗派 为了抢夺山门 掀起腥风血雨 风元山若是一座 寻常地界 且你新罗山若无变故 那么本官相信 宗主今后只会与他结交 但新罗山地势变化 急需寻找一处宝地 迁徙宗门 延续传承 祖道之仇 不死不休 而宗门传承 道统长存 又岂是风轻云淡 当年大下建国之前 你新罗宗第三代祖师 在乱世之中 修至炼神巅峰层次 风头一时无两 可是强行驱赶了 这山上的云落阁 斩了一尊炼神大成 三尊炼神出境的真人 才夺取了这座云落山 更名为新罗山 如今你因为一个 年轻后辈真人 就要掩旗息鼓 若这年轻真人 是炼神巅峰的存在 那么你新罗宗 举全派之力 都未必能胜 想必你只能罢休 可是国师冠绝古今 成为三千年以来 最年轻的炼神巅峰 那一年 他已经四十七 这道人年轻 是个后辈 纵使有国师资质 也不可能是炼神巅峰 而以新罗宗的底蕴 炼神巅峰以下 有何惧之 杜星笑了一声 说道 想必你们心中 早已筹备该如何布置 扶杀道人 夺取风原山了吧 新罗宗大殿之中 一时沉寂无声 那新罗宗长老眼中 露出凝重之色 新罗宗主沉默半上 才道 大人究竟何意 杜星淡淡道 本官也要杀他 新罗宗主眉宇一扬 道 为何 杜星平静道 这与新罗宗无关 但宗主知晓 本官也要杀他 这就足够了 新罗宗主再度沉默 玄琪说道 杜大人出道广山玉 或许不知 这道士在白阳县出手之后 广山玉的掌玉大人 都对他万分尊敬 极为看重 换一句话说 掌玉大人代表的是 大下官府 而他已经是 大下官府眼中的红人 扶杀了这道士 掌玉大人不会把休 他说到这里 忽然又道 本座今日一直在考虑 如何不留把柄 扶杀这道士之后 笑着说道 所以宗主想要杀他 只能要与本官合作 哪怕你新罗宗 有扶杀他的底气 也要顾及大下官府 新罗宗主沉声道 大人此言又是何意 杜兴背负双手 昂然挺胸 露出笑意 你需知晓 广山玉的掌玉 仅是执掌各地官府 管理各处 繁俗之事 而本官乃是猎妖府的 金一斩妖历 同于整个广山玉的猎妖府 如今数十红一斩妖历 上千白衣斩妖历 接受本官调解 管理的是修行之人 道士是修行人 夺山是修行士 所以你扶杀道士 夺取宝山 掌玉大人无权干涉 而只有本官主事 只见杜兴拍了拍斩妖刀 眉宇之间露出巨傲之色 大人准备怎么行事 新罗宗主忽然问道 总不至于 大人率领我等 攻占风云山吧 直接出手 自然不成 杜兴笑了一声 说道 如宗主所言 这道士 在不久前力挽狂澜 拯救白阳县 不单是掌玉大人 还有广山玉 诸多斩妖历 都对他心怀敬畏 一旦清明州 列妖府知晓了此事 想必也不会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况且这动静 若是闹得太大 造成一桩大案 掌玉大人 给清明州上书一封 到时候还要本官 给个交代 他说到这里 又是倾笑着摇头 说道 本官总不能为了灭口 将掌玉大人也宰了吧 那么大人 有何妙解 名正言顺 如何名正言顺 新罗宗主又道 本官自有办法 杜清笑着说道 他死之后 封元山便是无主之地 没有恋神真人阻碍 新罗宗取了封元山 想必也不难罢 至于掌玉大人那边 回头给这小道士 判个斩刑 本官还考虑 让掌玉大人亲自兼斩 既然如此 本座就静候大人加音 新罗宗主说道 本官还有个条件 杜清说道 大人请说 新罗宗主应道 事后封元山归于你 本官只取封元山一件物事 杜清正色道 什么物事 新罗宗主露出一色 这就不是你们该问的了 杜清淡淡道 好 新罗宗主当即点头 不再多问 从今往后 你们居住在我广山域的封元山 而本官 作为广山域的猎妖府主是人 你们再也 本官再攻 今后只要诚心合作 还怕不能蓬勃发展 杜清笑了一声 意味深长地说道 在本官的背后 是大下王朝 杜清与新罗宗达成共识 便离开了新罗山 化作一道金光 去 新罗宗主立身大殿门前 看着天边那一缕金光 神色肃然 宗主 他不是善来 穿上了衣服的新罗宗长老 神色凛然 在身后说来 声音低沉 看得出来 新罗宗主缓缓说道 这人心性急沉 或许今后事发 他会拿我们开刀 只是可惜 他低估了一个宗门的底蕴 如果刚才谈不拢 本座甚至可以直接 将他震杀在山门之内 他最后说了一句 他的背后 长老沉声道 也是为了让我们心生忌惮 不管怎么说 目前的合作 还算可行 新罗宗主身吸口气 说道 本座亲自出手 写本门杀伐利剑 再请动诸位长老合力 布阵诸杀这个道士 本就有十足的把握 只是担忧 诸位长老之间 会在那小道士 临时反扑之下 出现伤亡 如今再加上了他 便不会再有变故 可谓十分稳妥 这倒也是 而且有了他在 官府方面 也可以安稳一些 长老点头说来 但还要防备他 新罗宗主身吸口气 说道 恐怕事后 在这杜星身上 要出变故 那宗主有何防备 事关宗门传承 关乎道统接续 不能有失 新罗宗主由一半上 采取出一枚令牌 正色道 你执本做令牌 去后山走一趟 长老正了下 说道 后山的禁定 新罗宗主 神色凝重 微微点头 谨慎起见 以防万一 如果真就出现变故 连着杜星一块斩了 到时候嫁祸给这道士 我们便是为 猎妖府金一 斩妖利报仇 新罗宗长老 攻身失礼 恭敬道 宗主英明 风云山上 灰甲小妖 正在卖力干活 绝土打洞 清泥碎石 直拿打 众多工匠 看着这景象 直呼神奇 就连郑老也都感叹道 有此神物 施工之时 不知方便多少 王山更是好奇 下山去问保兽道长 这又是从哪里得来的 神兽幼崽 竟然如此神奇 保兽道长 还在旧官之中 摸索着一堆铜板 思索着其中的原理 最后给这些铜板 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 功德金钱 听得那灰甲小妖 确实围到官打地基 起了不小作用 当下保兽道长辩 也非常欣慰地点了点头 自语道 虽然少吃了一顿肉汤 但这小妖 既然能用得上 也就罢了 今晚吃点朴素些的好了 时至傍晚 工匠各自返家 灰甲小妖 累得跟狗一样 浑身颤动 保兽道长 这才出道官来 朝着山上看了一眼 当下这灰甲小妖 就跳了起来 忙是扣手道 老爷 俺可没有偷懒 今日可勤快了 他们都夸俺在这里 起了大用 保兽道长微微点头 面带笑意 说道 很好 确实很有用处 凭到今日 就不吃你了 下山去酒楼买些烧肉 灰甲小妖浑身一颤 他二大爷的 原来这倒是 还真就打算 今天把自己当了晚饭 要不是今天干活卖力 岂不是这时候 就进锅里了 而在这时 韭菜雄心中一阵 忽然觉得不对 这司管保兽 道长叫老爷 俺可一直叫道长的 这不就生分了吗 这可是个新机要啊 再者说了 保兽道长平常做事 还十分厚道 给自己分钱 可这司妃 但是个不要脸的 还是个不要钱的 万一保兽道长觉得他好用 把自己给卖到 猎妖府了咋办 要不然 主动去跟保兽道长 商量商量 今后赚钱的时候 自己分的钱少一些 但想到自己的茅房钱 本来就遥遥无期 若是再减一些 岂不是雄生无望 莫非只能是自己 狠心一些 明天就往死里整 使唤着他 一天之内 就把道观地基的 基本工作都搞定 活活累死他算了 可是把这么好用的 免费苦力弄死 别说保兽道长 自己就舍不得 就在韭菜雄心终生 出危机感的时候 保兽道长 已经走到他身旁 还叮嘱了一句 你继续看家 平到下山走一走 要是还撞见妖魔 去猎妖府 换了赏钱 再分你一两银子 不了不了 韭菜雄连忙白手 眨了眨眼睛 心中实在肉疼 又咬着牙说道 俺啥也没干 实在没脸分钱 说到这里 小熊好久没孝敬道长 不 没孝敬老爷您了 小熊我兜里 还有二两银子 您老人家 拿去打点酒喝 就当熊子孝敬您老人家了 说完这话 熊小爷眼中 几乎就忍不住 掉下泪来 保兽道长见了 心中静音音有些不忍 和愧疚 于是 也就只取了 他兜里的一两银子 走了 老爷早点回来啊 韭菜雄抬起手臂 挥了挥小熊掌 我先去 把盘子碗筷洗了 等您老回来吃饭 声音未落 他心中一痛 毛茸茸的熊掌 擦了擦眼泪 他看着西边 残阳如血 如心在滴血 忍不住又要迎试作对 但又怕保兽道 掌回来杀熊灭口 终究作罢 他叹息一声 回去洗碗刷盘子 过了半晌 天色昏暗 他才清洗完毕 走出门来 却见山下来了一人 细看之下 并不是保兽道长回来 当即熊子 露出凝重之色 招呼了那灰甲小妖 心中戒备 道长不在家 若此人来者不善 岂不是危险 道长 老爷吩咐自己看家 那就不能出错 当下便见熊子 蹬着短腿短手 摇着小屁股 爬上了树 埋伏在了上面 只见山下这人 面貌年轻 衣着华贵 神色有些巨傲 登山而来 他走到道关门前 看着破旧的道关 露出不屑之色 就这破地方 还骗我师姐 来此练妾 回头拆了你这道关 他这样想着 忽然浑身一震 砰的一声 他眼前一黑 只觉得脑后 受到了重击 待 何方妖念 敢擅闯我 风云山白红关 身后一个稚嫩的声音 闷声闷气地喝道 工具甲 你上去 将这贼人绑了 等保兽道长回来发落 那回甲小妖正了下 说道 我叫路人甲呀 不叫工具甲呀 那稚嫩声音又闷声道 你费什么话 你个胆小怕事的 还不赶紧上去 将他绑了 我怕他装死 回头我上去了 他要打我 哎呀 不对 不是这个原因 你容我想想 对了 你什么时候 见过荡大哥的亲子去绑人 当然是狗腿子上去的 可你也不是狗啊 工具甲小声说道 工具甲 你敢骂我 熊小爷气坏了 哪有骂你 再说了 我也怕呀 大哥你要不然再给他一板砖 我再上去绑他 那你等着 我再给他三板砖 这衣着华贵的少年 刚从茫然之中行转过来 就听得那稚嫩的声音 这样说来 不待他有反应 喷喷喷三声 脑后震了三回 又晕了过去 时已入夜 天色昏暗 少年在朦朦胧胧之间醒来 然后便见眼前有两个 奇形怪状的东西 不禁吓了一跳 细看之下 竟是两头小妖 不对 左边那个还没膝盖高的 看身形 像个胖嘟嘟的小娃 浑身毛茸茸 竟然有炼气劲的修为 已可称为大妖 我堂堂九霄仙宗真传弟子 竟然被两头妖怪给伏击了 少年不禁正了下 心中生起难以置信的屈辱感 而就在这时 便听得那个炼气劲的小熊仔 呆了一声 稚嫩的声音 闷声喝道 来者何人 报上名来 少年听得这熟悉的声音 当即清醒了一瞬 说道 刚才就是你背后 敲了我一板砖 不对 后面还加了三板砖 敲你又怎么了 熊小爷喝道 未经通报 擅闯我风云山白宏观 我作为守山大妖 本该把你打死 要不是为了审你 你以为 现在还能在这说话 少说废话 赶紧把你的姓名 来历 修为 身高 体重 三围都报上来 工具夹巧声道 三围是什么 熊小爷低声回了一句 我怎么知道 就是饱受到长 关主老爷以前 经常这么念叨的 所以我才问这家伙 稍微了解一下 说完之后 又见他掏出一块板砖 扬了起来 再不老实交代 大行伺候 别 都是自己人 少年见识不好 连忙说道 在下九霄先宗 真传弟子 是来找我家师姐的 小熊仔文言 当即冷笑一声 不屑说道 装也装得像样一些 就你这点本事 一板砖就敲倒了 还九霄真传弟子 我家倒灌的那位方姑娘 人家才是九霄先宗的 真传弟子 本事大得很 就你这样的 都不够给人家垫脚 好意思装成先宗真传 少年文言 当下不服 仗红着脸 道 我腰间 就有九霄 先宗真传令牌 而且 我今年才满十五 就已是练气出境 可谓天宗奇才 世间少有 小熊仔取过令牌 也辨别不了真假 只是正正道 九霄先宗的真传 这么废物啊 都十五岁了 才练气出境 我才半岁多 多练气净了 少年张了张口 然后垂头丧气 色然道 对不起 我是废物 那你还不如实交代 熊小爷扬起板砖 再度问道 少年傲气全消 心中暗暗念叨 可不能再给九霄先宗丢人了 当下闷声道 不然你打死我算了 大哥 他一心求死 果然是有阴谋的 工具假顿式开口 谄媚着说道 我二大爷没死的时候说过 这种有阴谋的人 怕泄露秘密 才会求死 避免他咬蛇自尽 要不然你再给他一板砖 然后我把他的精气 给吸掉大半 让他疲软无力 再等老爷 回来审问 言之有理 正在熊小爷 又要动用板砖的时候 就见前方 一只纸鹤飞来 书底摊开 传来方玉一句话 小熊 他是我师弟 不要伤他 我还在后院炼制机时 暂时不能离开 你们带他过来见我 啊 熊小爷正了下 看向那少年 娜娜道 你真是九霄先宗的真传弟子 少年连忙否认 跟波浪鼓一样摇头 说道 我不是 真不是 你不要乱说 九霄先宗才 没有废物 熊小爷跟工具假面面相去 露出古怪之色 但既然方玉开口 熊小爷还是受益工具假 把这少年给放了 这少年脱困之后 当下神色不善 虽然看在自家师姐的面上 放弃了斩妖除魔来灭口的念头 但被打了一顿 还被捆绑起来 心中仍然有些不服 就想着教训一下 这两头妖怪 出一出气 但就在他握住法剑的时候 轰的一声 上边 骤然落下一个铁笼 少年被铁笼罩在了气中 哎呀 完蛋 小熊也吓了一跳 连忙说道 差点忘了 刚才怕你挣脱捆绑 把你放在了 这陷阱下边 就想着 万一你挣脱了 还有这个铁笼把你困住 里边还有饱受道长 留下的剑气 只要有外人的真气 或者法力触动 很快就会爆发 把铁笼里的人来回穿插 变得千疮百孔 说到这里 熊小爷胡一道 你没事运转真气干啥 你是不是刚才 想偷袭我 少年连忙把法剑扔在地下 否认道 没有没有 我不是那种人 小熊这才将铁笼 重新升上去 只是眼神中充满了怀疑 小手上悄悄握紧了板砖 少年这回真就受了惊吓 捡起法剑就退了两步 低声道 话说 我师姐让你们 带我去见他来着 小熊听的这话 让工具甲去门口看着 才领着少年往后怨去 行走途中 他又信不过这少年 兜里藏了三块板砖 要是身后有什么动静 就低头弯腰 从当下往后抛 砸死这小子 而少年已经放弃 对这小熊出手 他只是心中 仍然气愤不已 这妖怪 简直没有大妖风范 看来豢养他们的那个道人 也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我师姐奉命下山斩妖 居然被他骗去练妾 简直入没我九孝先踪的名声 今次定要让师姐迷途知返 回归正途 免得传了出去 有损名声 他这样想着 便看见前方后院 自家师姐在保顶之前 不断打着硬诀 而顶中有一块巨石 随着硬诀打入其中 还有各种材料 融于其中 逐渐变得坚实 他细看之下 想起了刚才那小熊手中的板砖 这不就是师姐练出来的吗 他这么一想 脑袋更痛了些 而此刻 便见他往前去 怒气冲冲道 师姐 你奉命斩妖 下山至今 不务正业 竟然帮外人练气去了 实在是有损 你先别说话 方玉娥上香汗层层 喘息说道 我快要练好了 他声音才落 最后一道 法觉打入 然后便见那基石 漠然一阵 彻底凝实 他将真气一运 便将基石落地 而在这一瞬间 他体内残存的天际道 单枝要力 终于彻底炼化 轰然一声 他仿佛冲破了什么枷锁 真气浩荡 如大江大河 深洲大风飞扬 炼气静大成 少年不禁张了张口 无法置信 按道 师姐 不是刚突破炼气静小城未久 这才过了几日 怎么就突破炼气大成 这等修行进度 简直惊世骇俗 他看了看 旁边伴随炼气静 又看了看 岳鱼之间 连破两个境界的师姐 神色恍惚 似乎想到了什么 而在此刻 突破枷锁的方玉 终于松了一口气 露出喜悦之色 他转头看向自家师弟 笑颜如花 对了 我刚才在练气 没有听清 师弟你说什么来着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少年迟疑了下 低声道 就想请你帮我问问道长 道观还缺练气的吗 风元山 白红旧官 来自于九霄先宗的真传弟子 名为张碧 此刻他暗运法术 取出龟甲 放下铜钱 欲要查探这风元山的玄机 然而 还不待他施法完毕 心中忽然悸动 收了真气 接着就见龟甲破碎 铜钱崩裂 果然非同小可 张碧倒吸口气 若是刚才 他继续施法 必然遭受反噬 如今龟甲破碎 铜钱崩裂 代表的是大凶 也就是说 他若是继续推演 下场必是极为凄惨 这边也说明了 这座风元山绝非寻常 难怪 张碧心中暗惊 眼中又绽放出了光芒来 师姐芳玉 以炼气出境下山 未过多久 便有了突破 炼气竟得一小成 按道理说 这个境界 需要十日磨炼 逐渐锤炼真气 不是一招一息可成 就算是九霄先宗的敌传 就算他是天资绝顶 按正常进度 他最快 也需得十年八载的光景 才能晋升炼气大成的境界 但今日他竟然亲眼地见 师姐在炼气之时 就突破到了 炼气大成境界 而距离他上一次突破 还未过一月 道观门前一头熊 伴随修成炼气竟 道观门后我师姐 一月便也生一惊 这天大的奇遇 必然就在这道观之中 难怪师姐奉命下山 却没有去斩妖 反而来这里 一心炼气 原来这里蕴藏 如此惊人的机遇 他比我想象之中 聪明的太多了 张碧深吸口气 正正想着 就见得到观门前 走进来一位年轻道人 这年轻道人 虽面貌稚嫩 比自己还要年轻 但举手投足之间 风轻云淡 佛暗河大道韵味 年轻道人 只是走进道观之中 就有香气四溢 莫非是虚实生香 这可是神仙人物啊 张碧露出敬仰之色 然后就见那年轻道士 从袋子里 掏出一只香味扑鼻的烧鸡 放在了桌上 你又是哪位 宝寿道长 看着这个陌生人 问了一声 九霄仙宗真传弟子 拜见宝寿道长 老爷 老爷 你回来了 这趟赚钱了没 小熊仔屁颠屁颠 又跑了过来 得知宝寿道 常出门 花钱买了烧鸡和酒 只花了钱 没有赚钱 心里有些难过 但还是强撑着笑脸 又把张碧的来历 尽数告知 就只有三维 还没问清楚 听得小熊一番叙述 清楚了 其中来龙去脉的宝寿道长 不禁神色古怪 眼前这个少年 本身大约是准备 来带走方玉 让走路歧途的方玉回归正道 可是偏偏看到了方玉 借助练气 来练化 那天急道丹的要力 所以这少年还不知道 这是天急道丹的功效 只认定了风元山 是灵山宝地 准备在这里 死赖着不走了 之前拐了方玉这么个苦力 如今还送上门来一个免费苦力 宝寿道长心中暗喜 但神色依然如常 皱着眉头 稍作成瘾 然后就见他微微摇头 淡淡道 风元山 不是谁都能来的 张碧心中微慌 盲是说道 道长 宝寿道长微微抬手 制止他开口 才淡然说道 我风元山 看似寻常 实则乃是天地之间的灵脉 蕴藏万千奥妙 只要寻得合适的契机 修行一日 可破一径 就如你师姐方玉这般 而这等密地 有缘者方可久居 方玉与我有缘 但你缘分太浅 道长 晚辈对您老 敬仰已久 张碧听的这话 盲是说道 如今听闻您老建造道观 想要尽一份绵薄之力 还望道长成全 宝寿道长微微摇头 说道 在风元山炼气 便有机会 可以感悟我白宏观先贤 存于此山的炼气之道 这是一场大机缘 平道也不是非要赶你离开 只是风元山 炼气材料不多 目前仅能供应方玉 他说到这里 又叹息道 道观建造 用材甚多 方玉也忙不过来 其实若能多一个人炼气 平道也是欢喜的 无奈材料不足 而且道观 敬意不多 实在没有余钱赴你报仇 张碧文言 盲是说道 道长放心 我不要报仇 而且在这风元山上 我每次开炉炼气 都自己出材料 您老人家看成吗 这 宝兽道长由于许久 才忍痛一跺脚 咬牙道 既然如此 勉为其难 答应你吧 张碧感恩戴德 盲是失礼 谢谢道长 谢谢道长 宝兽道长神色平静 稍微点头 他心中暗喜 又骗了个炼气的 而小熊就在边上 心中想着 这家伙 莫不是被自己几个板砖 给敲开敲了 小熊 你先带他去后院 考笑一下 他炼气的本领 宝兽道长说道 若是炼气造诣不足 频道也是不收的 张碧连忙说道 您老人家放心 同辈弟子之中 晚辈炼气造诣 在九霄仙宗里头 也算是能排得上好的 宝兽道长青苗淡血地 挥了挥手 去吧 打发了张碧之后 便见宝兽道长 取出了遗物 这是他刚才从官府 领来的本月新烈妖榜 不过张碧身上 倒是带了 更为详细的新烈妖册 孟山君 在烈妖榜的前列 宝兽道长 看见了熟悉的名字 孟山君元是 烈妖榜上第132名 如今 他已经是第39名 本月以来 烈妖榜上的妖魔 也被大厦境内修行人 诛杀了不少 如玉衡老鬼 便是排在孟山君之前 但是 孟山君在榜上位置前移 不是在排在他前面的妖魔 陨落了上百位 而是 原先炼气竟巅峰的他 已然凝救阴神 成就炼神出境了 他上次 被自己一箭锁伤 还丢了九弓令之一的离子练 可是这头大妖兽创之后 非但没有腿米 竟然还另有机缘 凝救阴神 成为了炼神极术的妖王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宝兽道长不禁感叹了一声 炼气竟巅峰 与炼神竟之间 看似一线之隔 实则这一线之隔 便如天壤之鞭 世间不知多少 炼气竟巅峰的修行者 只不于炼神之前 就算是九霄先宗 门人弟子众多 可是千年 传承以来 炼神极术的真人 也是凤毛麟角 其中不知有多少 仙宗敌传 终其一生 都未能突破炼神 好比玉龙仙宗的杨文黎 同样出身仙宗 真传 如今 担任外门长老 却也是在 炼气竟巅峰境界止步多年 随着岁月蹉跎 陷入智谷 消磨了兴气 此生晋升炼神的希望 可谓是十分渺茫 如孟山君这等 炼气竟巅峰的大妖 多半是终生 都会止步于此 可如今他短短时日 竟能突破炼神 必有造化 而更让宝兽道长在意的是 随着猎妖榜前 一上百位 孟山君的悬赏银两 直接翻了十二倍 平道似乎明白 为什么杜星这丝 平常总爱放走小妖 留着养成大妖了 宝兽道长难难低语 心道 要是上次 就把孟山君砍了 哪有这么多赏钱 他这般念着 目光忽然落在了 猎妖榜的顶上 他震了一下 忽然取出 九霄仙宗的猎杀册 掀开第一页 细看之下 眼眸一宁 心中掀起惊涛海浪 猎杀榜 第一位 姓名 卓书虫 身份 无极魔宗太上长老 修为 炼神出境 本领 善于隐匿 顿数极快 且出手狠辣 死者皆尸骨无存 魂飞魄散 另外 此人一生所学 极为繁杂 通晓各类奇术 尤其擅长 阴邪之术 世纪一 早年拜入无极魔宗 闯出显赫名声 恶技无数 庆竹南书 潜入大厦境内后 受猎妖府 围攻三次 皆脱困而去 时至今日 已杀死猎妖府 三名精一斩妖历 五十七名红一斩妖历 以及百余卫 百一斩妖历 世纪二 于十日前 潜入大厦皇陵 盗取先帝之宝 夺去龙骨秘卷 修成禁法 本领大增 副主 皇陵被盗一世 属大厦隐秘 已被大厦王朝封锁 猎杀榜上 暂无记录 便是猎妖府内 目前也仅有嫡系高层知晓 究竟怎么回事 宝兽到掌面色 变换不定 猎杀榜第一位 仅是恋神出境 孟山君 同样晋升恋神出境 如今也只是 排在第三十九位 他记得猎杀榜前五 皆是恋神近巅峰的存在 而这位卓书虫 正是其中一位 位列第四 可是如今 他晋升猎杀榜第一位 算是被大厦认定为 入侵而来的妖魔之中 最强的一位 可是他的修为 却从恋神巅峰 跌落到了恋神出境 前有大厦国师 以恋神巅峰境界 闭关修行 破关而出时 修为跌落 请恋神大乘境界 然而自此之后 各方先宗老祖愈发忌惮 应有无敌于大厦境内的风采 如今卓书虫 以恋神巅峰境界 夺取皇陵机缘 跌落至恋神出境 却明灯烈妖榜首 方玉曾说过 怀疑大厦国师 恋成惊天秘书 境界跌落 然而本领更强 此刻看来 卓书重英 该也是与国师当年那般 他盗取了这一门秘书之后 习恋有成 境界虽然跌落 却变得更加强大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法门 饱受道长 梅于锦咒 行道 需要打落自深境界 作为代价 才能修炼成功 广山域 猎妖府 原先此地唯一的 金一斩妖利金雷剑柳明 受调前往渊河围杀赤玄龙 可未曾想在此期间 广山域境内 出现阎罗殿玉横老鬼 闹出了白杨县大祸 为保广山域无恙 清明州又调来了 新任金一斩妖利杜星 原先暂待猎妖府诸事的 掌玉大人 如今便也将权力 交还给了杜星 而杜星 却并非孤身到此 他在原天域时 麾下有数名红衣斩妖利 依附于他 也随他调来了广山域 除此之外 他近期还在广山域 收复了一位 炼器近巅峰的 红衣斩妖利 名为罗振 若保兽到掌之得此事 便可以辨认出来 这个名为罗振的 炼器近巅峰修行者 正是当日 在白杨县前 曾被他一剑横 在脖梗上的那名 红衣斩妖利 此时 杜星正看着眼前的 许多文书 作为金衣斩妖利 许多事情 还需他来接受 尤其是白杨县一事 至今风波未熄 而就在他处理文书时 未过半课中 却听到外边传来声音 红衣斩妖利 赵巡求见 进来 杜星回了一声 旋即便见红衣 斩妖利赵巡 进入了院落当中 见过大人 赵巡失了一礼 神色平淡 他是大夏王朝 一手栽培起来的修行者 禁军出身 猎妖府嫡系 尽管修为低于杜星 官职也低于杜星 但是他在杜星面前 仍显得不卑不亢 杜星神色如常 心有不喜 缓缓说道 可有妖世上禀 赵巡说道 属下受金城猎妖府调令 回返金城 听后调遣 杜星心中更是不喜 他乃是广山玉 猎妖府的最高主事之人 本该可以调遣 挥下所有斩妖利 但是赵巡接到的 是金城猎妖府的调令 就算是 他这位金医斩妖利 都无权干涉 也就是说 就算他不准赵巡调离 也无法强留 赵巡 你好歹在广山玉 任职岳鱼 也做出了不少功绩 斩杀的妖魔 便不下于十位 本官出来乍到 你却要调走 实在感慨 杜星笑着说道 不若再留一日 金夜本官设宴 为你送别 赵巡摇头说道 免了 事情紧急 实在无法逗留 金夜不要动身 杜星文言露出亚瑟 说道 金城那边究竟是什么事情 竟然如此极欠 赵巡略有迟疑 过得片刻 才道 原本此事已被封锁 目前算是隐秘 不得外传 不过今日沉时 金城猎妖府 已经通过决议 准许各地猎妖府的 金夜斩妖历 获知此事 就算属下不提 明日大人 也可以知晓 他看向杜星 顿了下 才说道 无极魔宗卓书虫 登上猎杀榜第一位 想必大人 已经知晓 杜星点头说道 本官亲自接的星榜 自然知晓 赵巡说道 想必大人 也很好奇 为何卓书虫的修为 从恋神巅峰 跌落至恋神出境 反而成为了 猎杀榜之首 凌驾于 所有入侵大下的妖魔之上 杜星闻言 神色肃然 微微点头 说道 不错 本官对此事 也颇多精益 赵巡低沉说道 卓书虫 潜入黄陵 盗取龙骨秘卷 修成禁术 境界虽然跌落 然而本领 却更强了 杜星书的战起 面色微变 道 黄陵被盗 赵巡点了点头 说道 看守黄陵的八百禁军 皆被他所杀 如今欠缺人手 杜星当即明白 为何京城猎妖府 急召赵巡回去 黄陵位置集内中 布置皆属隐秘 要调派人手 去镇守黄陵 自然要调赵巡这等嫡系 如他杜星之流 毕竟是一月之前 猎妖府组建时 才加入大夏王朝阵营之内的 仍不如赵巡受的信任 黄陵被盗 杜星面色变了变 忽然想到什么 脸上反而泛起笑意 心道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竟来要对那小道士出手 可是费了不少 经历查案件线索 至今全无所获 反而那无疾魔宗的太上长老 替本官送来这么一个好由头 风原山上 道观依然在建造 小熊作为监工 巡视全场 至于工具甲 在山间土里 正拼命绝土打动 为生存而努力 避免自己成为 今晚锅里的材料 方玉和张碧师姐弟二人 都在后院炼制道观 建造所用材料 而在这一日 从轻严格买来的第一批材料 基本快要炼制完毕 这新一批材料 要准备从轻严格进货 昨日正老和王山 结伴前往轻严格 以上次宝兽到 长去永瑶和除瑶之前 所定下来的价格 重新采购了一批材料 至于这批材料的炼制 以及所用的辅材 都交代在了家底 丰厚的张碧手里 也算节省了 白红罐的一大笔开销 而宝兽道长 修行完毕之后 阴神壮大了一丝 不禁感叹道 还是要多砍几个妖魔 比修炼快多了 他这般想着 又觉得 道观地基将要建造 这一笔花费下去 必然又是一穷二百 当下心中有了急迫感 便准备下山 搜寻妖魔 斩妖除魔 替天行道 顺便赚点赏钱 也顺便提升 一下自身道横 但还莫等宝兽道长下山 便有活主动上门了 来的还是个老熟人 轻严格的吴大掌柜 掌柜姓吴 所谓吴氏不登三宝殿 宝兽道长辰营道 宝兽道 莫不是这批材料 出了问题 让道长见笑了 吴长贵苦笑道 倒也不是您 定的那批材料 出了问题 而是我轻严格之内 出了问题 影响频道建造进度 宝兽道长心中一集 问道 这批材料 倒是可以及时送来 没多大影响 吴长贵应道 那影响之前 谈好的价钱 宝兽道长又问道 也不怎么影响 吴长贵应道 那就挺好 宝兽道长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才问道 既然与频道关系都不大 如何来寻频道 是我轻严格 在京阳县内的一座仓库 近来怪事平盛 吴大掌柜的 显得十分无奈 说道 大夏王朝 速来太平 怎么近些时日 近是些妖邪作祟 您老到此 是要请频道降妖伏魔 饱受道长当下 心如明镜 正是此意 吴大掌柜说道 前次道长 前往永瑶河 打通了两玉通道 让我轻严格重去商路 免去更大损失 如今 京阳县仓库 出了这等变故 我家阁主知晓 道长神通广大 所以来请道长出手 可频道上次降服 永瑶河的大妖 已经是筋疲力尽 伤重兵死 好不容易 才缓过一口气来 饱受道长 露出迟疑之色 低声道 怕是无力降服妖魔了 这 吴大掌柜 也是个人精 看惯了人事 当下巧声道 老夫做主 接下来这批材料 也给你免了 实在不是为了这些小事 饱受道长 露出为难之色 又无奈道 若频道 在全胜之时 此刻便随你下山 便也不多说了 可是前次 在永瑶河 受了重伤 心中蒙上阴影 至今未消 如今带伤之身出手 恐怖如前次那般顺利 前次下山 不知道 哪个不开眼的 用明和咒术来 咒杀自己 结果不知道死在哪个角落里 白白丢了他上百万两银子 在永瑶河中 玄归大妖尸骨无存 几万银子 白白打了水漂 饱受道长 至今伤心未消 确实伤势未负 仍兴气消沉 道长 吴大掌柜游一片刻 才道 得加钱 钱才是身外物 说这种粪土般的东西 着实见外了些 饱受道长微微白手 叹了一声 一千两 吴大掌柜低声道 都说了 钱才是身外物 饱受道长顿了一下 说道 念你如此心诚 再追加一批材料就算了 吴大掌柜顿绝肉疼 但咬咬牙 终究点头道 好 也罢 平道拼上性命 也定要斩杀紫妖魔 饱受道长正色说道 青天白日 黄黄苍天 竟有如此妖魔 吴大掌柜在前领路 平道这就随你去斩妖除魔 他吩咐了小熊看家 然后便跟着吴大掌柜下山 降妖除魔 替天行道 而就在饱受道长 前往金阳县斩妖的时候 风元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小熊在山上监工到日落 工匠们离开之后 天色渐晚 却看见山下来了一人 这人衣着朴素 贴着假胡子 临近天黑上山 又不以真面目示人 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熊吩咐了工具甲 去叫上九霄仙宗的废物少年张碧 然后才从树上跳了下来 拦住来人道路 待 来者何人 来人看着这头小熊 不禁笑了声 说道 在下沉三水 在风元山周边各线行医 与饱受道长有过约定 每隔三日 将行医所得同钱 尽数送上风元山来 送钱来的 小熊闻言 顿时欢喜不已 饱受道长果然厉害 竟然在周边 收起了保护费 今后白宏官就照这个来 但凡外界修行人来 风元山周边赚钱 得先送钱来风元山才是 他这样想着 见工具甲带着张碧过来 又挥了灰熊爪子 表示这是好人 陈三水颇事玩耳 从兜里取出上百个铜板 交给张碧 可是张碧竟然不敢收 递给了旁边的小熊仔 陈三水见状 这才明白 原来这两妖一人当中 竟然是这小熊妖为首 他不禁又笑了一声 又问道 不知保兽道长何时归来 小熊仔会了会熊掌 说道 我家老爷下山一天了 大概再过片刻就回来 说完之后 又听熊子说道 你既然已经把铜板交来 就不用等他老人家归来 由我来给你证明就行 我可是白宏官守山大妖 还是等一等比较好 陈三水笑着说来 之前保兽道长成诺果 要用银两 换取他手中的铜板 他虽然不知其中究竟 但是觉得 这位恋神真人 当时犹豫许久 咬牙切齿 想来其中必有深意 若是直接将铜板交来 或许这位真人会有不喜 所以才要再次等候道长归来 你要等就等了 不过 小熊胡一道 你等我家老爷 还有什么事情 道有点事 陈三水笑着说道 道长说过 我每一个手中铜板 皆以一两银子交换 小熊陷入沉默当中 过得半晌 才说道 原来如此 那你等着 他毛茸茸的稚嫩脸上 神情如常 眼神平静 然后 他转过头 就朝着工具甲和那少年 使了个眼色 输地一下 陈三水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两腰一人 忽然一拥而上 少年张碧手中 一记倒数 轰在了他的背后 工具甲的一爪子 拍在他的肩膀上 那头小熊左右熊掌 各抄起一块板砖 疏忽一跃而起 当头就砸了过来 只见两块板砖在面前 输地放大 然后 陈三水思绪一僵 就陷入了黑暗之中 一个铜板 换一两银子 你当熊小爷傻的 还是当我家宝兽老爷傻的呀 此时此刻 宝兽道长则一路来到金阳县 而吴大掌柜这时候 才让人通知了金阳县中 那自幼习武 三五十人都 进不了他身的吴捕头 此前 吴捕头本来说自己病了 怕不是妖魔的对手 执意在家养病 直到听说 上次斩杀妖道秋风的那位 年轻道长也来了 才愿意从床上爬起来 待吴捕头到来之后 宝兽道长问了一声 才知道因为白阳县一事 猎妖府派人前去善后 如今已是人手不足 而且新任金医 斩妖力度新出到广山域 需要进行各类交接 所以金阳县 这妖魔之事 暂时无人处理 至少要等三五天 才能有斩妖力前来 可对于青岩阁而言 仓库一日不开 便少一天生意 损失惨重 才又上了风原山 请来了饱受道长 妖魔就在前方 吴大掌柜低声道 虽然这妖魔未有伤人 但我青岩阁的人 每当进入院落之中 便要浑浑噩噩 最后又走出院外 不能进仓库之中 内中还有一批材料 不能久放 否则便要毁了 吴捕头进前来 说道 像是鬼打墙 饱受道长微微点头 绕着仓库外 走了一圈 心里顿时有了明雾 仓库边上 长了一株小槐树 而槐树 乃木中之鬼 若是寻常槐树 还就罢了 可是偏偏 这槐树成精了 但饱受道长 有些奇怪 就算大下之外 来了许多妖魔 怎么连本土的妖魔鬼怪 还多起来了 他略有沉吟 扫了一遍 翻出猎妖侧 又询问了钱捕头 当下明白了 其中来龙去脉 前不久有位红衣斩妖利 追杀妖邪至此 斩了妖邪之后 便回去复命 如此说来 是那红衣斩妖利贪功 斩了妖邪之后 就拿回去 换了赏钱 没有把残留的邪器 清理干净 而槐树 本就容易找招引阴邪之气 所以被邪器依附 得以成精 也许是故意留下 阴邪之气 养一株槐树精 今后再来 便又是一笔赏钱 宝兽道长这般念着 又呸了一声 心道 都是那该死的杜星 自发现他养妖之后 害得平道 总是把所有人 都往这方面想 小小槐树精 对宝兽道长来说 自然是小事 只是可惜 这不是猎杀榜上的妖魔 不能跟官府换赏钱 也增长不了多少道横 但处理此事 简单归简单 宝兽道长 却没有显得太过简单 好歹人家给了两批材料 要是挥一挥手 就解决了 难免人家心中不平衡 今后再找他宝兽道长做生意 又要斟酌一番 减少报酬 所以 宝兽道长辩 吩咐无捕头 找来供捉 黄符 朱砂 桃木钉等等玩意儿 做足了派头 一注香之后 宝兽道长一剑 把槐树砍了 而在此时的风云山上 陈三水 从昏厥之中醒来 他的思绪 仍然停留在被无端袭击的时候 心中茫然 更有不甘 怕浑身疼痛 背后如被火烧 脑袋更是疼得嗡嗡作响 想要起身 却发现动弹不得 已经被捆绑住了 陈三水左右 挣扎了一下 竟挣扎不脱 当下十分无奈 大哥 他醒了 一头挥甲小腰 这般说来 然后有两腰一人 站在了陈三水的身前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干什么 小熊冷笑了一声 说道 你究竟是谁 来此抑郁何为 先前看你易容 就知道 你不是好人 竟敢来我白红关敲银子 我是在周边各县行医 与保兽道长有过约定 要送铜板来风原山 陈三水脸色难看 你要是只说送铜板来 熊小爷还真就 差点上了你的当 小熊眼神更加不善 说道 可是你说用一两银子 换你一个铜板 当谁是傻子呢 熊哥说得对 我看他就是来骗钱的 旁边来自九霄先宗的少年张碧 身表赞同 我没有说谎 陈三水正色道 这是保兽道长与我的约定 你当我们傻 还是当保兽道长傻啊 小熊当下哼了一声 眼神中充满不屑之色 说道 我家老爷一向聪慧 只占便宜不吃亏 怎么可能跟你约定 这种吃亏的事 一两银子换一个铜板 这是人干的事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 那是蠢的脑袋冒水 要不是脑袋被加了几百回 能这样傻 就算是傻到了家的 都没这么傻 大哥你看 老爷到家了 灰甲小妖忽然叫了一声 指着陈三水 得意地说道 看到没有 我家老爷是一路走到家的 才不是一路傻到家的 砰的一声 这灰甲小妖 直接被一脚踢到了墙上去 胡说八道什么 保兽道长看着眼前的场景 以及被捆绑起来的陈三水 周梅说道 究竟怎么回事 还有你工具甲 居然还敢骂本作 老爷你回来了 小熊凑近前来 问道 挣钱了吗 张碧听的这问题 满面错愕 陈三水惊恶之余 隐隐明白了 自己为什么会挨揍 挣了两批材料 保兽道长回了一句 又指着陈三水 问道 小熊当即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尽数说来一遍 灵了还愤愤不平 恼怒道 这小子一看就不是好人 就是来敲银子的 他居然敢说 这种没脑子的约定 是您老人家答应的 这简直侮辱您老人家的聪明才智 这是 保兽道长面无表情 沉默了半赏 说道 是平道答应的 场中气氛当即沉寂下来 陈三水忽然松了口气 两腰一人对视了眼 皆眼神复杂 颇为古怪 过得半赏 才听到小熊拉着工具甲和少年退了两步 巧声说道 保兽老爷向来心黑 从不吃亏 我看这个定是假的 你说这世上 有没有变化的法术 却有少数玄奇倒数 可以欢化身形 您老人家的意思是 少年想了想 低声道 他定然不是咱家保兽老爷 小熊语气肃然 沉声道 你们听我号令 待会儿一拥而上 把他按道 够了 保兽道长当即两步上前 提着小熊耳朵 怒道 赶紧放人 哪来这么多废话 哎呀 疼 疼 小熊短腿乱蹦 惨叫道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误会小姐 保兽道长 亲自给陈三水松绑 用法力为他疗伤 又给他兑换了银两 陈三水带着银两 败别保兽道长 一蹶一拐 得下山去了 树上的小熊 看着他背后的包袱 仿佛看透了内容的银两 不禁默默默泪 保兽道长 居然白白往外送钱 这日子 简直没法过了呀 这般想着 他经不住心头委屈 嚎啕大哭 剑灰甲小妖没哭 他哭喊着 拎起两个板砖 把工具甲给打哭 于是两头小妖怪 便哭得稀里哗啦 一日清晨 续日出生 正老与王山 如往常一般 来到枫原山 工匠们 也都陆陆续续道来 工具甲吃了点剩饭 就鼓起进来 绝途打洞 开始了 今天他在国外的生存之旅 方玉和张碧 在后院架起保顶 开始练气 熊小爷天还没亮 就已经蹲在树上 做好了监工的准备 只有保兽道长 晨起练功之后 又回去 睡了回容觉 至今未醒 天气真好 又是距离道观 建成更进一步的一天 韭菜熊 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忽然发现山下来人 心中一惊 细看之下 不是陈三水 才松了口气 毕竟陈三水 是来换银两的 其他人上门 多半是来送银两的 比如上次的掌狱大人 比如青年阁的五大掌柜 不过这一次 好像又有不同 来的是猎妖府的人 领头的是一名红衣斩妖丽 率领十余位白衣斩妖丽 登山而来 熊小爷并不认识他 但看他身后白衣斩妖丽的身上 携带锁链镣铐 当下觉得不对 立即从树上跳下来 去敲响保兽道长的房门 但还默等他敲开房门 就见房门自己打开了 保兽道长从中走了出来 老爷 猎妖府来人 知道 保兽道常练救阴神之后 感知极为敏锐 猎妖府这一群人 并未遮掩行迹 气息外放 颇为张扬 还未上山 便惊动了睡梦中的保兽道长 来者不善 保兽道长走出道观门外 就见山上工匠 已经乱作一团 将郑老护在后边 王山则是挡在最前头 已经被一脚踹倒 官府其拿贼人 你等刁民 胆敢阻碍半差 格杀勿论 当头的红衣斩妖丽 神色冰冷 眉宇一阳 竟然当真动了杀机 就在这一瞬间 输得有一股强大的气势 压在了她的身上 这红衣斩妖丽 不禁闷哼了一声 但眼神冷冽 却没有意外之色 她显然早已知晓 风原山上有一尊 恋神极数的真人 罗震 你好大的官位 只见一名年轻道人 背负法剑 缓缓走来 淡淡道 上次平道人善 饶你一命 今日赶来我风原山撒眼 保兽道长已经认出 这一名红衣斩妖丽 便是当日在白杨县外 为首的红衣斩妖丽之一 练气竟巅峰修为 因为想要利用九煞鬼柱 以及白杨县百姓 来拖出玉衡老鬼 换取功勋 曾被她一剑横 在脖梗之前 险些被她斩杀 保兽道长 罗震勉强执起身子 朝她见了一礼 在她麾下的白衣斩妖丽 也都见过保兽道长 当下纷纷见礼 真要说来 白杨县一事 保兽道长也是 对他们都有救命之恩 上次没宰了你 这次怎敢来 耀武扬威 保兽道长面无表情 说道 想必是杜星给你的勇气 罗震看了工匠们身后那老人一眼 才回过头来 出声说道 道长误会了 本官是奉命而来 与您老人家无关 保兽道长冷笑道 要抓平道的人 与平道无关 先前你还说要格杀勿论 想在我风原山大开杀箭 罗震神色肃然 近前说来 道 此事本属隐秘 保兽道长 虽是半袖精一 却也不是我猎妖府之人 不过 杜大人准许属下 将这桩隐秘 告知于道长 避免道长 因为私交 犯下了包庇贼人 并阻碍猎妖府行事的大罪 保兽道长 仍然没有回话 只是静静看着他 罗震不知为何 心中略有虚浮 不禁退了半步 但这么一退 他便脸色战红 羞脑万分 保兽道长 你过来的这个工头 乃是西年工部官员 曾参与修建皇陵 如今皇陵被盗 涉及到了猎沙榜守卫的 无忌魔宗太上长老 卓书虫 罗震微微咬牙 说道 这本是官府的事 但涉及到了妖魔 就该是我猎妖府管辖 如今杜大人怀疑 这正元勾结 无忌魔宗卓书虫 泄露皇陵隐秘 导致皇陵被盗 所以命本官 前来拿他 莫非道长要对抗猎妖府 保兽道长文言 眼神微宁 他早在思索 杜兴会如何 对自己出手 但却没有料到 是对建造道官的正元出手 而秦拿正元的理由 竟然是猎沙榜之手的 卓书虫 盗取皇陵一事 此事若是戏究 便是滔天大罪 但明眼人都能知晓 正元不过凡夫俗子 只能参与皇陵外围修建 没有资格设计内部 也没有资格 去勾结无忌魔宗的太上长老 杜兴自然是聪明人 他抓正元为的 不是皇陵被盗之事 而是向风原山发难 其实罗某心里很明白 杜大人派本官前来 也有借刀杀人的意思 罗阵进前来 语气低沉 说道 当日道 为了先救下白阳县 那区区数万 蝼蚁般的性命 就让本官颜面尽失 如今手下白衣斩妖力 也议论纷纷 心生不服 背后嘲笑 这等屈辱 若不学耻 定不把休 杜大人就是要本官来这里耀武扬威 逼你杀了本官 你还真不怕死 保守道长忽然问道 因为你不能杀 罗阵微微昂首 缓缓说道 如果在白阳县前 你有权统筹全局 当真一剑宰了本官 便算本官不服调令 自认倒霉 甚至在猎妖斩组建之前 本官也只是无门无派的散穴修士 被你这炼神真人斩杀 也就像碾死一只蝼蚁 无人问惊 但是现在 现在如何 保守道长 目光森冷 本官身后是大夏王朝的猎妖斩 今次奉命来此办事 你若在此无故杀我 罗阵笑了一声 说道 杜大人就能顺理成章 让你明灯猎杀榜 猎妖斩组建以来 你们这些无门无派之人 找到了最大的靠山作为背景 还真是肆无忌惮 比先宗真传 还要自以为是 保守道长感叹了一声 心里不禁想到了周英 过往他们身份地位显得低威 如今一招得势 反而比任何先宗真传 都能耀武扬威 然后 就见保守道长在感慨之中 伸手入怀 他在罗阵错愕的目光之下 取出了半袖精一 记在了左臂上 接着 啪的一声 罗阵挨了一巴掌 半袖精一 地位等同于精一斩妖力 保守道长淡淡道 你区区红衣斩妖力 见得本座却未见理 站得比本座还高 岂不是以下犯上 说完之后 他忽然又掐住了罗阵的脖梗 面色冰冷 说道 据本座所知 风源山下藏有妖王 因此 本座来此镇守 目前需要一位练气境巅峰 三跪九扣 引出此妖魔 罗阵脸庞胀红 从牙缝中挤出声音来 哪里有妖魔 你无中生有 宝兽道长掐着他 将他拖进前来 淡淡道 你无权知晓隐秘 只是本座来此斩妖 而你 不听本座调令 本座这就宰了你 待会儿再去寻一头妖魔 埋在风源山下 你死的也就不冤了 说完之后 他方式松手 将罗阵灌在地上 一脚踩了上去 鞋底碾了一碾 语气森冷 寒声道 罗阵 真以为本座治不了你 宝兽道长的脚 用力往下踩了踩 将这位趾高气昂的 红衣斩妖力 半个脑袋都踩进了泥土里 场中沉寂无声 众多工匠 都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宝兽小道长 竟然这么凶猛 其他斩妖力 均神色复杂 对视了眼 无人开口 罗阵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怨毒之色 若在上个月 有一尊炼神级数的真人 将他踩在泥里 他定然不敢有半分不满之意 甚至会庆幸 炼神真人 没有直接斩了他 但如今 他加入了猎妖府 他本以为进入了大厦官府 身份地位 由在先宗弟子之上 但是 前一次这道人用剑指着他 打破了他好不容易 获得的骄傲与自信 而这一次 这道人更是一脚 将他踩进了泥土里 但他却不敢反抗 在宝兽道长 抬起脚的时候 他缓缓爬起 朝着被他踹倒的王山 三跪九寇 这种蝼蚁般的凡夫俗子 却要他这样的修行人 他都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 罗振微微抬起头来 记住了王山的模样 总有一日 他会斩了这个工匠 宝兽道长 本官已经照你所言 妖魔何在 想妖符魔是本座的事情 你只管三跪九寇 哪来这么多废话 罗振深吸口气 低声道 既然本官事情已经做了 那么正缘呢 本官奉命待他归案 没有杜星大人下令 谁也保不住他 除非道长当真杀了本官 他看着宝兽道长 眼神中充满着极为复杂的意味 他心中也有一丝最后的坚持 这倒是可以用尽方法折辱自己 但是这倒是 终究不敢杀了自己 自己费尽千方百计 摆入大下猎妖符 不就是为了成为大下官方之人 有这么一道护身符吗 正缘 本座宝了 宝兽道长拔剑出鞘 横在他驳梗之前 罗振脸色微变 想起了当日屈辱 想起了今日对方 不再代表猎妖符高层 不再拥有统筹全局的权力 想起背后的金衣斩妖力度星 当下便见他一字一顿 说道 道长包庇嫌犯 诛杀猎妖符红衣斩妖力 此事绝不会善罢甘休 休的一声 剑盲闪过 宝兽道长收剑入鞘 罗振脸上泛起笑意 眼神之中带着嘲讽 然后就听啪的一声 他脸上又被甩了一巴掌 脑袋一猛 就被一脚踩在了地上 罗振本要起身 却觉胸腹之处 一阵剧痛 地下似乎有什么东西 掏开了他的胸腹 他还没出声惨叫 便见宝兽道长脚下运转法力 直接震碎了他的心脉 罗振张了张口 瞳孔焕散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他怎么敢 然后他就觉得 自己的身子被一脚踢开 耳边传来那道士的声音 地下有妖魔作祟 罗振学义不惊 被妖魔所杀 宝兽道长看向众多白衣 斩妖力 淡淡道 妖魔逃了 有问题吗 众人这才看得明白 地底下竟然掏开一个大洞 鲜血染红了泥土 就在罗振被踩在地上的时候 似乎有什么妖魔 用利爪掏开了罗振的胸膛 将他的内脏都扯入了洞里 而罗振也终于明白 自己是怎么死的 这个倒是 竟豢养妖魔于土地之下 以妖魔掩人耳目 却亲自出手 杀了自己 此时工具甲躲在地底深处 正瑟瑟发抖 也不知道宝兽老爷 会不会为了灭口 把他扔进锅里煮一煮 罗大人 可惜了呀 宝兽道长蹲下身子 在他身边轻声叹息道 本想饶你一命 可你非得把一身修为相送 所谓盛情难缺 你这又是何必 罗振生机断绝 死不瞑目 而宝兽道长 这才站起身来 看向一众白衣斩妖力 这些白衣斩妖力 皆是炼精进修为 看不出其中端倪 但他们也能知晓 罗振之死 显然是宝兽道长有意为之 此刻众人对视一眼 心中皆有不安之意 你们皆是奉命而来 本座不为难你们 宝兽道长淡淡道 郑远有本座保了 你们将此地之事 报之于杜兴 就说罗大人 为斩妖除魔而现身 务必将抚恤提高一些 另外 待本座转告他 若是不服 亲自来抓人 而就在这时 山下忽然有一人狂奔而来 速度极快 化作一道红光 来人竟也是红衣斩妖力 袁玉龙先宗外门长老 杨文黎 他感到此地 看着眼前场景 露出无奈之色 倒有事来接替罗大人呢 宝兽道长转头 淡淡问了一句 道长 杨文黎近前来 低声道 此举不免鲁莽 那以你所见 应当如何 宝兽道长平静道 杨某受掌玉大人之命而来 杨文黎这般念了一句 然后又退了半步 看向众位白衣斩妖力 说道 广山玉裂妖府 红衣斩妖力罗阵 入职月余 贪赃王法 草间人命 证据确凿 今日请伴秀金衣宝道长 清理门户 哦 宝兽道长 不由露出亚裔之色 这是前次 掌玉大人执掌猎妖府的时候 掌握的一些线索 杨文黎低声说道 今次听闻罗阵带人来风原山 就知道要出变故 所以将他罪证取来 先将他捉拿归案 经过审理 定他的罪 可惜你动手早了点 就地斩杀 不合规矩 不过既然杀了 也就罢了 可是眼下更重要的是 郑元此人 你觉得该当如何 宝兽道长平淡问道 郑元之事 显然是杜兴有意为之 杨文黎出声说道 没有洗清郑元的嫌疑 道长如今强行要保住他 就是包庇嫌犯 你今次杀了一个红衣斩妖利 总不能真就来一个杀一个吧 宝兽道长看着他 没有说话 莫非他还真敢 杨文黎心中微惊 然后低声道 不如先让这些白衣斩妖利 带郑元回去复命 掌玉大人已有对应之策 可洗清郑元嫌疑 宝兽道长微微皱眉 说道 要让他们先带走郑王 杨文黎叹了声 说道 如今清明州来了一位半袖子衣 情势大不一样 便是各大宗门都收敛了许多 道长可不能在风头上对抗猎妖府 何况 既然掌玉大人做了担保 定能保住郑元 道长便可以放心 宝兽道长还未开口 就听郑老出声 宝兽道长 亲者自亲 莫要落得个对抗大厦官府的罪名 郑老放心 宝兽道长伸手一招 喝道 张碧 你且过来 随郑老同网 他声音落下 便见山下道观 急急忙忙出来一个少年 杨文黎与其他白衣 斩妖力偏头看去 发现这少年一身衣着华贵 而妖间佩戴的 则是九霄先宗真传弟子令牌 张碧乃是九霄先宗真传弟子 随之前往猎妖府 随时守护在郑老身旁 可以保住郑老无恙 若是换一个人随行 或许会被杜兴派人灭口 但张碧出身显赫 九霄先宗之内有三位长老 已算是猎妖府高层 杜兴也不敢轻易对他下手 罗震的尸身 一并带回去交差 杨文黎对这些白衣斩妖力 吩咐了一声 而众人看了过去 却见有一头小熊 似乎在罗震的尸身上 摸索着什么 小熊察觉众人目光 才善善起身 将银票往身后藏了藏 又道 他不是被地下的妖魔杀掉了吗 就想着给他收尸 回头把他遗物送回去 声音落下 他朝着宝兽道长看了一眼 宝兽道长目光扫过 与他对视一眼 一人一雄 心有默契 皆是点头 罗震住在何处 宝兽道长看向杨文黎 说道 就让这小家伙 把罗震遗物送回去吧 杨文黎面色古怪 照实说了地方 又道 他一人独居 原是散学修士 无门无派 加入猎妖府后 在那买了一座院落 平日里若是没有去猎妖府报到 都会在那歇息 他说完之后 心里更觉古怪 想着宝兽道长 莫不是要派这头小熊 去搜罗镇的家底 宝兽道长微微点头 见地方所在不远 便受益王山领着小熊前去 告诉方玉 趁着道观停工这两日 继续炼制砖石 不要懈怠 回头在动工后 他炼制的速度 只怕跟不上道观 建造所需的材料用度 知道了 小熊应了一声 更是咬牙切齿 心道 这次害得我家道观停工 回头就是他家的强灰 都得给他刮一层下来 走吧 宝兽道长平淡说道 杨道友 平淡与你往广山玉走一遭 广山玉 猎妖腐 大人 传来消息 罗镇被杀 来人是红衣斩妖力 杜兴从袁天玉调来的心腹之一 好 杜兴闻言 忽然拍掌笑道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纵然成就炼神镜 仍是年少热血 此次本官借刀杀人 看似是以这道士来杀罗镇 实则是借罗镇来杀这道士 他胆敢斩杀猎妖腐的 红衣斩妖力 本官这就将他报给清明州那位半袖紫衣 必定让他登上猎杀吧 可是 这红衣斩妖力挠了挠头 说道 罗镇是妖魔杀的 什么 都心震了一下 说是风原山下藏有妖魔 那倒是镇守风原山 让罗镇三跪九寇 引出妖魔 结果罗镇就被妖魔杀了 这红衣斩妖力 神色古怪 诱导 而且妖魔居然还逃了 这是什么鬼话 分明是这道士 借妖魔之手杀了罗镇 都心脸色难看 说道 罗镇乃是猎妖府红衣斩妖力 岂能死得不明不白 你将那批白衣斩妖力召来 本官逐个问话 定要还罗镇一个公道 另外 派人再去风原山 将镇原捉拿归案 就派那个不服本官的林燕 要是林燕也被他杀了 此事 让他再寻借口 也都洗不清了 可是镇原已经捉拿归案了 这红衣斩妖力说道 就地关押于陆原县牢狱 今日正午进行交接 明日送来广山狱 杜兴正了下 一时间竟有些摸不准脉络 说道 这倒是斩了罗镇 不就是为了保住镇原 怎么罗镇死了 镇原反而捉拿归案了 御龙仙宗的外门长老 杨文利到了 这红衣斩妖力说道 据说还掌握了罗镇的罪证 说是罗镇死有余辜 就算是饱受道长所杀 也该算是清理门户 至于镇原 听闻是在杨文利劝说之后 那倒是 答应按照大侠律法行事 杜兴错愕了半赏 才捋清楚了这来龙去脉 忽然笑了一声 摇头道 看来罗镇是白死了 不过既然已经将镇原捉拿归案 便也不必以罗镇 来向这道是发难 还有 杨文利据说奉掌玉大人之命 还将这道士 请来了广山玉 这红衣斩妖力又顿了下 低声道 掌玉大人似乎想要直接插手此事 此事由不得他 杜兴哼了一声 然后说道 既然这道士来了广山玉 本官也该请他上门 好生叙旧一番 你去路上等着 他一入城 就请他来猎妖府 请他上门 这红衣斩妖力低声道 大人与他早已撕破颜面 何况他是掌玉大人请来的 半路将他请来 不大合乎规矩 他斩了阎罗殿的玉衡长老 挽救了白阳县 本官既然是广山玉 猎妖府的唯一主事人 于情于理都合乎规矩 杜兴笑了声 说道 广山玉境内 众目睽睽之下 难道你 还能跟罗震一样 死在妖魔手上 这红衣斩妖力 心中微寒 暗道 这怕是说不准 仅在一个时辰之后 饱收道长与杨文黎 已经来到了广山玉所在 前方城池雄伟 恢红大气 这就是广山玉最繁荣的地界 例如陆元县 金阳县 南泉县等等 皆属广山玉统侠范围之内 而唯独这座城池 才是广山玉的中心 掌玉府邸 也在城中罢 饱收道长淡淡说道 听说郑老一手主持修建的 平道如今 请郑老建造道观 倒也好奇 他当年建成的掌玉府邸 是什么样的大气 杨文黎笑了一声 点头说道 确实就在城中 饱收道长正要说话 却忽然一顿 目光看向前方 城门之处 占了一位白衣斩妖力 此人往前而来 躬身说道 道长可是 风元山白红罐的饱收道长 饱收道长没有回话 只是看向杨文黎 杨文黎平静说道 你是何人 这白衣斩妖力 朝着杨文黎行了一礼 才低声说道 奉杜兴大人之令 来请道长前往猎妖府一行 杨文黎眼神一鸣 喝道 道长乃是掌玉大人所请 自然先与掌玉大人见面 你且回去 就说 声音未落 却见饱收道长 抬手拦在他身前 指住了他后面的话 杨文黎偏头看去 只见道人神色如常 平静万分 本座与你走一趟 小心陷阱 杨文黎心中威灵 盲氏说道 还是先见掌玉大人 回头再与掌玉大人商量 是否去见杜大人 无妨 宝兽道长微微摇头 说道 本座就在猎妖府内 再会一会他 这位精医斩妖力 说完之后 就见宝兽道长微微昂首 朝着那白衣斩妖力说道 带路 这白衣斩妖力不敢多言 盲氏在前领路 杨文黎顿绝无奈 也随之进城 但入城之后 便朝着掌玉府抵抵而去 宝兽道长跟随在这白衣斩妖力身后 淡淡道 杜兴就派你一个白衣来接本座 是觉得本座只配的这个排场吗 如果说 这就是他的下满威 不免拙劣了一些 道长误会了 这白衣斩妖力连忙说道 接引道长的 本是我那顶头上司 红衣斩妖力诸诚 只是他临时身体抱恙 所以才唤我来请道长 宝兽道长震了下 神色显得古怪 红衣斩妖力 练其境修为 临时身体抱恙 骗谁呢 此时他便也明白了 杜兴是派遣一名红衣斩妖力接引 只不过那红衣斩妖力 是怕与罗镇那般下场 所以派了个白衣来当替死鬼 看来是平道误会了 宝兽道长说道 平道也不难为你 只管在前带路就是了 入城以来 所见繁华 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街道两侧是店铺 也白有小滩 吆喝叫卖声 百姓议论声 孩童玩闹声 行人匆匆擦肩而过 两侧石滩香味扑鼻 他看着这座城池的繁华 心中想到了白杨县 但也只是叹了一声 往前而行 随着他来到了猎妖府 猎妖府占地广阔 装潢大气 守卫森严 两扇巨大同门 门前站着两名白衣斩妖力 走进内中 红衣斩妖力不少 白衣斩妖力更多 而其中还有许多 竟是全无修为在身的普通官员 这是猎妖府组建以来 从广山玉官府当中 抽调出来的文官 负责关于猎妖府各方面的记录 各地斩妖除魔 所获的悬赏 都要经过这些官员审核 核准之后才能发放奖赏 所以 宝兽道长的目光 看向那些文官时 略有温和 前方就是杜大人所在 那白衣斩妖力 停下了脚步 略微侧身 做了个手势 引向前方 宝兽道长稍微点头 说道 你去忙吧 他说完之后 也没有多言 直接往前而行 前方有一座高台 台上有一人 副手而立 俯视下来 宝兽道长抬头看了一眼 神色平淡 道友上来一叙 杜兴笑了一声 问了一句 宝兽道长 没有沿着楼梯登台 而是运时法力 直接升到高台之上 一步往前 站在了这上面 这里是猎妖府的最高处 寻常是有红衣斩妖力 轮流助手 可以在这里看清 整座城池 杜兴缓缓说道 从道友进城之前 本官就在这里 看着你的一举一动 宝兽道长平静说道 难怪一路走来 总觉有人窥视 还以为是什么 藏头鹿尾的萧小鼠辈 原来是杜大人居高临下 在俯视众生 说完这一句 他便也没有拐弯抹角 当下直奔主题 冷淡道 你与本座 皆为恋神镜 修行人之间的事 却把正元这样的 凡俗之人牵扯进来 不免显得过于卑劣 本官 请你到此一续 立于高台 观看风景 体会一下 本官作为广山域 最高主持人的眼界 如何变成了 道长兴师问罪 杜兴面带笑意 说道 你这番话 又是何意 你心知肚明 何必装模作样 饱受道长出声说道 看来道长 还是喜欢直来直往 之所以击杀罗阵 想必也是如此性情 杜兴笑意收敛 神色冷淡 说道 不久之前 黄灵被盗 而无极魔宗太上 长老卓书虫 在其中来去自如 并在无声无息之间 便杀光了八百护灵进军 经成列妖府认定 卓书虫必有内隐 而郑元此人 曾经参与修建黄灵 如今本官拿他审问 自然合乎规矩 说到这里 他似乎一有所指 饱含深意地道 就算掌域大人 都不能无故阻拦 郑元不过凡夫俗子 当年参与修建黄灵 也只能涉及黄灵外部 而黄灵内部之事 与他何干 有没有关系 谁又知道呢 只不定他就是盗取了 黄灵内部的建造图 杜兴笑了一声 近前半步 低声道 既然道友喜欢直来直往 本官便也与你直说 只要你交出玄园龙顶珠 本官立即放了正元 否则 他这把年岁 在牢狱之中 怕撑不过一顿刑罚 你若敢杀他 本座就敢强闯猎妖妇 亲手宰了你 宝受道长韩生道 本官练神静大成 在真人之中 也属前列 你一个后辈真人 就真有把握胜过本官 杜兴微微昂首 又道 莫说 你是否能杀本官 可强闯猎妖妇便是死罪 你堂堂炼神真人 为了区区一个凡人 就要把自己的性命赔上 大侠猎杀榜上 那些炼神静的妖魔 也不见得都被大侠王朝 全数斩杀殆尽了 宝受道长这般说道 可是你跟他们不同 你年纪上轻 已成真人 前途无量 况且 你有道统基业 此前更有功于广山域 杜兴缓缓说道 大好前程 真就要全部舍弃 从此颠沛流离 时刻狩猎妖妇通击 便成保得了今日性命 却未必能保得了 明日性命的绑上妖魔 正元为本座建立道观 建立道统传承之基业 宝受道长平静说道 既然你要让本座基业难成 道统难续 那么本座还有何去之 再说了 妖魔能杀一个罗阵 怎么就不能再杀一个杜兴 你在威胁本官 杜兴面色冰冷 妖魔之意 着实难以揣夺 只不定今晚杜大人 就遭遇妖魔死无全尸 宝受道长缓缓道 本座只是提醒 何来威胁 道长冷静些 其实本官也没做什么 按律行事而已 你又何须如此 杜兴忽然笑了一声 说道 既然道长如此上心 那本官答应你 不对正元动刑 只不过 例行审查 总该是要的 时日也不知多久 而道长要建这座道观 少了他正元这为首的公投 怕也就不知道 要当个多久了 不若你再去寻一个 公布官员来 但是千万切记 要寻一个清白之人 杜兴面带嘲讽 他话中有话 哪怕再请一个 他便也可以找个借口 再抓一个 宝兽道长面无表情 伸手握在剑柄上 掌域大人设下宴席 还请宝兽道长立即赴宴 而就在这时 高台之下 传来杨文黎声音 高台之上 气氛凝滞 杜兴目光微冷 扫向下方 看着杨文黎的目光 颇为不善 杨道友 本官念在宝兽道长 拯救白杨县之功劳 请他到此一续 何必如此急切将他领走 掌域大人设宴 杜兴大人半路将人 请到猎妖府 也是不合情理 杨文黎失了一礼 说道 掌域大人府上的美味佳肴 待会儿便要凉了 菜要趁热吃 还是请宝兽道长与我同往 杜大人若是闲暇无事 道也无事 既然掌域大人盛情相邀 就请多添一副碗筷 杜兴缓缓说道 杜大人误会了 杨文黎正色说道 掌域大人说 杜大人若是闲暇无事 可以围着城池巡视一圈 避免妖孽入城 杜兴脸色愈发难看 既然如此 贫道就先行一步 宝兽道长进前半步 笛声道 待会儿有剩菜剩饭 贫道给你留着 等杜大人被妖魔诛杀之后 给你上坟用 鹿死水手 有未可知 今次算你命大 杜兴忽然冷笑了一声 说道 各州各狱所在的猎妖府邸之下 都见有阵法 材料出自于京城军蟹部 上面有国师亲自赋予的神通 纵然是恋神巅峰来此 都讨不得好处 阔才你当真出剑 此时你已经失衡旧地 可惜道长无福 没法在这猎妖府的风水堡地上 寿终正寂 饱受道长目光威宁 扫视了一遍 忽然笑道 无妨 你换个好地方 平道亲自买了你 他说完之后 没有理会杜兴 月下高台 立身于杨文黎身侧 杨文黎语气稍低 道 杨某地位不够 不知猎妖府玄妙 是才掌狱大人到处隐秘 提及这猎妖府之下有大阵 可占恋神巅峰 孔道长年轻气盛 与他起了冲突 在此必然吃亏 这才急忙让我来此 请道长速往掌狱府邸 商议要事 饱受道长微微点头 往上看了一眼 只见杜兴居高临下 俯视下来 两人的眼神之中 都有毫不掩饰的杀鸡 道友慢走 掌狱大人府邸之上的宴席 多吃一些 指不定今后便未必吃得到了 放心 频道给你留一份 饱受道长收回目光 才与杨文黎往前而行 离开猎妖府 此时高台之上 杜兴手握斩妖刀 按着妖间的斩妖大阵令牌 犹豫许久 终究放弃 他转身而去 从高台另一侧落下 而在这里 站着一名红衣斩妖立 赫然是原先要去接引 饱受道长 如今脱病不出的诸城 传讯兴罗宗 本官没能逼着道士在 猎妖府出手 让他逃过了一劫 此前的一切谋划照旧而行 今天日落之前 斩杀饱受道人 杜兴这般说来 又道 替本官传讯给袁孝州 让他那座骑孟山君 立刻下山 原本杀着道士 就是他袁孝州的主意 如今竟是本官与他交锋 也该让袁孝州 一块动动筋骨了 朱成文言 连忙又道 适才袁孝州门下 另一名弟子已经来过 说大人耗时数日 都没能诛杀这宝兽道人 他袁孝州只能准备铤而走险 去做一件大事 杜兴冷笑道 他藏在幕后 能有什么大事 朱成微微摇头 说道 不大清楚 只说 今日若是不能斩杀宝兽道士 袁孝州只能行一步险棋 在三日之内 风原山化作一片绝地 大事可成 杜兴哼了一声 冷笑说道 你回他一句 就说日落之前 这道士若再不死 本官宁愿辞官不干 去跟他袁孝州 在猎杀榜上争排名高低 他回望一眼 沉声道 今日倒是必死 谁也就不了他 本官说的 此时宝兽道长随杨文黎而行 来到掌玉大人府邸 是才与杜兴会见一面 此刻也没有心思 再去仔细观看 这掌玉府邸的浑厚大气 只见那种一个老人迎来 赫然便是广山玉的掌玉大人 好在及时赶到 否则在猎妖府中开战 便是大事 掌玉大人见到宝兽道长 不由地松了口气 猎妖府中大阵 可以让他这炼神境大成之人 堪比炼神巅峰之境 宝兽道长淡淡问道 正是 此阵乃国师亲自创造 极为不俗 掌玉大人说道 本官知你年轻气盛 自信本领强横 但你可曾想过 强如赤玄蛟龙 也被十余卫精衣 斩妖立为在渊河 即将受禄 自从猎妖府组建以来 就连猎妖府主 都还未曾出手 国师至今甚至不曾出面 可凭着临时组建的猎妖府 就能让大下境内的妖魔 都只能潜于黑暗中之中 而不敢显露行迹 曾经有一尊强大到 能与国师并肩的存在 最终还是被国师 亲自带领着十余位 炼神静真人 生生为杀 就算能与国师并肩的人物 也敌不过整个 大下王朝的力量 而在猎妖府中 强杀斩妖立 乃是对抗大下国威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无论多么情有可原 都免不了死罪 杜兴乃是炼神大成之境 凭借此阵之威 你未必能斩得了他 一旦出手 猎杀榜上必有一席 若不能斩杀 更是白白上了猎杀榜 掌玉大人叹了一声 说道 前任广山玉 金一斩妖立柳名大人 曾与杜兴有过结怨 知晓此人作风 曾给老夫传训过 必须谨慎行事 谨慎行事 宝兽道长梅宇一扬 说道 掌玉大人此言何意 杜兴既然与道长结怨 想要解决此事 无非两个方法 说来听听 宝兽道长陈应道 第一 加入猎妖府 以你伴秀金一的功勋 不必继续积攒功绩 直接晋升金一斩妖立 与他平起平坐 便不必再受他的权柄所压制 掌玉大人出声说道 同为金一斩妖立 也不允许同僚相杀罢 宝兽道长忽然道 你若是金一斩妖立 他自然不敢寻你麻烦 掌玉大人回应道 但本座也不好寻他麻烦 宝兽道长说道 道长是想 掌玉大人心中一灵 当即明白了什么 第二个方法呢 宝兽道长目光看向猎妖府 说道 平道夜观星象 杜星死定了 国师也就不了他 天机说道 想杀杜星 断不能鲁莽 须得师出有名 掌玉大人出声道 如罗阵一样 宝兽道长顿时鸣雾 正是 掌玉大人点头说道 此人形势不正 有迹可循 待老夫寻得足够罪证 便可以名正言顺 请清明州的半袖子一来杀他 就算道长想要亲自出手 也可以算是 老夫请动你来 为我广山域清理门户 罪证呢 宝兽道长又问道 还在查 掌玉大人无奈道 他做事很辣 首尾一向处理得干净 在你查到罪证之前 不能杀他 宝兽道长问道 如果他被不知名 而又英俊帅气的妖魔杀了呢 最好是先查得罪证 否则他一死 就有半袖子一到来 即便事后查证 终究不易脱罪 掌玉大人停顿了一下 又道 还有 他指掌广山玉猎妖腹 底下阵法是国师创立 由军械部炼制 他有阵法令牌在手 恋神巅峰也杀不了他 今后就算寻得罪证 真要杀他 还要提前剥夺他手中令牌的权柄 可是正玉还在牢狱里 终究是任他拿捏 并且在此期间 平道的道观建造大业 岂不是要停工 宝兽道长出声道 若是如此 可以先洗刷正玉的罪名 待到那时 老夫保证 罪证也能收集的七七八八 掌玉大人陈思片刻 说道 广山玉之中 有一位归老还乡的官员 他是当年的公布侍郎 正玉算是他的下属 可惜他卧病在床 已有多年 无法出面作证 但是他的门声 成为了当今公布上书 有权调出当年的详细记录 关于正玉的这一笔 既然涉及不到皇陵内部 就还谈不上绝命 说着 掌玉大人陈应道 老夫与他有些交情 可以请他修书一封 给当今公布上书 平道亲自去寻这位老先生 宝兽道长点了点头 又陈应道 至于正老 道长可以放心 老夫亲自派人过去 务必保住正缘无恙 掌玉大人陈声道 多谢大人 道长客气 掌玉大人顿了一下 说道 请道长务必沉住气 待老夫寻得他的罪证 便清了这个害群之马 过了片刻之后 掌玉大人修书一封 宝兽道 掌也没有留下品尝宴席 携带书信 便去往前任公布侍郎的住所 只是他走出掌玉府邸之后 心中便是一顿 隐隐觉得古怪 听掌玉大人的意思 列妖府临时组建 并非因为大夏王朝人手不足 据说列妖府是国师下令组建的 当今列妖府主 就是他的师兄 同为炼神巅峰的存在 莫非其中还有什么一面 组建列妖府 另有谋划 宝兽道长心中这般念着 但思绪只是一闪而过 便不再理会这些事情 而是选定一个方向 往前而行 时至傍晚 落日昏黄 宝兽道长来到了这座县城 寻到了地方 直接出示了掌玉大人给的信件 这位道长 我家老爷出门半日 尚未归来 天色已晚 大约今日是不回了 听闻你家老爷 卧病在床 如何出门去了 道长有所不知 两日前有位神医 据说来自于袁天狱 准备定居于石允村 买地气石狱到南处 我家少爷替他解决麻烦 他为报恩 出手医治 近两日来 我家老爷每日都去神医家中医病 石允村 就在城外六里地 不算太远 多谢道之 宝兽道长失了一礼 静止出城 走过六里地 远远看见一座村落 然而他尚未临近 便面色骤变 因为前方传来极为剧烈的血腥味 他眉头紧皱 疏忽往前 这十个小村 仅有十余户人家 但每一户人家 都传来了血腥之气 而在前方 还有一辆马车 奢华艳丽 宝兽道长临近前去 忽然掀开了车帘 只见内中 只有一滩碎肉 不成人形 宝兽道长 面色难看 他看着眼前一滩碎肉 心中隐隐觉得有些不大对劲 直到他左右看了看 才看见了旁边倒塌的院墙边上 有两节断树 当下宝兽道长心中威震 露出了一色 这两节断树 本是一株槐树 这是不久之前 他亲手举荐斩断的槐树精 为何这两节断树 来到了这里 原来如此 宝兽道长心中顿时鸣雾 串联起了其中线索 勾勒出了来龙去脉 两日前的神医 便是一位修行人 为了将这位前任公布侍郎 引到此处 如今杀绝了一村百姓 斩杀了这位前任公布侍郎 将带有他剑气的槐树 留在这里 栽赃陷害 做个罪名 将他擒拿诛杀 无需铁证如山 只要嫌疑 这张广山玉猎妖腐的 金衣斩妖力 就可以立即定罪 好大的官威啊 当下便见宝兽道长冷笑一声 副手而立 沉声喝道 出来受死 而在他声音落下之时 周身所在 无理范围 生起一片光芒 这是一座阵法 范围仅有无理 却将他封锁在了当中 阵法早已布下 深藏土地之内 但是在此之前 阵法没有发动 全无气息 直到他踏足阵法之内 隔了半刻钟 有人预料他已经来到了这里 才催动了阵法 这是早有布置 饱受妖道 安敢残害朝廷救老 屠杀一村百姓 苍老的声音 从阵法边缘传来 喝道 本座身为道门正宗长教 今日定要将你斩杀 以阵我大下王朝升危 饱受道长拔剑出鞘 目光落在南方 但但说道 新罗宗 就凭你这老鬼 那新罗宗主笑了一声 却未有开口 若是加上猎妖斧呢 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声音传来 高声喝道 而声音落下 光芒大盛 四面八方 皆有光芒闪烁 大阵兴起 笼罩方圆无理 杀鸡凛然 阴阳八卦阵 饱受道长持劲力 左右看了看 他近来除了修炼之外 便是斩妖除魔 但在此期间 他也买了一本大下律法条例 但凡空闲 都有翻阅 看厌了律法条例 便也偶尔翻阅 白红罐内的藏书 其中就有关于 这座正法的描述 两名恋神 极数真人 分别落在一个方位 一阴一阳 八名恋 气境巅峰 各自落在八个方位 占八卦之威 其中有六名 英式新罗宗长老 其余两名 则是穿着猎妖服的 红衣袍服 而在北边天穷之上 一道气息冲销上 顶上便是那面容苍老 气度威严的新罗宗主 两名恋神境 八名恋气境巅峰 加上这一座 从新罗宗藏宝库当中 取出来的阵法 就算是恋神巅峰 都难以轻易破阵 但听得新罗宗主 出声说道 宝兽道长 本座只你本领高深 这样的阵容 够看得起你了吧 宝兽道长剑指前方 缓缓说道 本座与杜星之间的恩怨 新罗宗也要来凑一凑热闹 新罗宗主说道 道统传承 祖宗基业 细于灵山宝地之间 可是你孤身一人 却独占宝地 常言道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新罗宗的老家伙 你须知晓 本座可不是 无力自保的匹夫 老夫知你本领极高 且战力极强 新罗宗主伸手一挥 便见阵法滚滚 压制过来 只听他笑道 但是你修为所限 在墙中纠有限 修为所限 宝兽道长嘲讽道 你怎么知道 本座极限何在 国师被誉为 三千年来最为杰出的奇才 四十七岁方式 恋神巅峰 你年纪上轻 难道还能比国师 更为出色 新罗宗主哈哈大笑 这般说道 慈子也算奇才 可谓是年轻一代当中 最精彩绝艳的后辈 不亚于国师年轻之时 可惜尚未成长起来 那位穿上衣服的 新罗宗长老 这般笑着说来 扼杀一名 可以比肩国师年轻之时的 天纵奇才 本也是一件乐事 红衣斩妖立诛成 笑着说道 新罗宗主 如之前所说 只要斩杀慈子 风元山归你 我只带我家大人 取走一件物事 但是 你要记住 斩杀慈子 是你新罗宗欠我 猎妖府一个人情 日后可是要还的 大人尽可放心 得了风元山 新罗宗就是广山域内的百姓 必然奋功守法 新罗宗主应了一声 说道 名部与官斗 老夫终究只是平民而已 则是懂得的 随着他们的交谈之声 阵法已经缓缓压制了过来 方圆五里 压制在了方圆三里 只见阵法收缩 便要将宝兽道长困死其中 诸位说完了 宝兽道长笑了声 说道 本座正觉近来修行缓慢 多谢诸位慷慨相助 声音落下 他手中多了一枚令牌 而他运转脑海之中的混沌珠 法力暴涨 灌注在令牌之上 令牌升起一道火焰 被他打在法剑之上 然后便见法剑火焰升腾 直冲消汗 本座一剑 反请诸位品鉴 宝兽道长昂然说来 他这一剑 斩向了北边 这是阴阳八卦阵之中 位于阴处的新罗宗主 炼神巅峰 新罗宗主惊呼一声 喝道 这不可能 他声音未落 轰然一声 火焰吞没了他所在的方位 天地变色 火光弥漫 阵法顿时阴阳失衡 只听得新罗宗主 失去阵法加持 竟闷哼一声 从天穷之上跌落下来 与此同时 八个方位 接传来惨叫之声 八名炼器进 阵法反噬 就在这时 宝兽道长却又反手一剑 斩向阳位之处 此剑威势惶惶 犹在弑财这一剑之上 受死 宝兽道长 语气冰冷 这边是新罗宗主 那边应当便是 精一斩妖力度星 然而一剑斩出 便听得那边传来一声唬吼 骤然响起 震害天地 只见天边尽头 忽有一头猛虎 遇风而起 踏空而行 疏忽便去往天际尽头 不是度星 宝兽道长先是一正 旋即大喜 道 莫不是前次 从平道手中逃去 转眼身价 长了十二倍的孟山君 他提剑往前 法力运转 升空而上 直扑南边去 他见光一扫 横贯东西 斩裂天穷 阻住了孟山君去路 度星 你死定了 就见宝兽道长追杀上去 面带寒色 冷笑出声 我不是度星 那云层之巅的猛虎 陡然长笑一声 深圳百里 惊慌万分 大吼道 你不要过来啊 本座知道是你孟山君 毕竟从本座手中逃去的妖魔 仅你一个而已 可谓印象深刻 宝兽道长笑着说道 但既然你来了 度星就可以死了 孟山君闻言 硕大的狐眼凝制了下 不由惊愕 为何是他来了 度星就要死了 这是什么说法 他惊愕之余 却不敢停下身形 仍要往侧边顿走 什么说法都不重要 保命最重要 上次逃的性命 心中侥幸万分 原以为这倒是年纪轻轻 成为炼神境 已是极为令人惊骇 这次有星罗宗主为首 大阵部下 定能斩杀这道人 未曾想 这道人竟然是炼神巅峰的人物 他这出入炼神境的妖王 根本都敌不过对方一剑之威 答应来此为杀道士 实在有欠考虑 草率了 孟山君这般想着 在云层上左冲右突 怒吼咆哮 此时堂堂妖王猛虎 却像急了一头仓皇逃窜的天狗 小伙儿 你千万不要挣扎 本座定给你一个痛快 宝寿道长持剑临近 与其温和 说道 平道也没有想过 你居然如此争气 先前从本座手中逃去不久 便养肥了自己回来 足足涨了十二倍的身价 着实太让人欢喜了 待会儿你不要说话 深呼吸 就疼一下子 很快就过了 没有痛苦的 等你下辈子找死 还要认准平道了呀 若不是觉得 孟山君晋升炼神静后 短期内已经不会再有突破 他倒还真想 把孟山君养在枫原山 过些天 孟山君的身价 再长一些 便又是一大笔银两 他这般想着 忍痛挥出了一剑 然后 这一剑落空了 竟是在他初见的瞬间 孟山君便落下云空 匍匐在地 他挥一剑的速度 没来得及赶上 这老虎跪下的速度 求道长饶过小妖性命 小妖愿为道长做棋 看守山门 绝不反悔 你不是袁孝州的做棋吗 宝授道长举剑起来 笑道 枫原山上 已经有了一头熊 还捡了头穿山甲 再添一头老虎 岂不是成了动物园 凭道建造的 可是正经道观 袁孝州铤而走险 三日之内 封袁山避毁 孟山君抬起头颅 口吐人言 盲是说道 道长饶我性命 小妖可将所知隐秘相告 除此之外 愿与道长指正渡星 三日之内 封袁山避毁 宝授道长目光烧宁 念了一声 袁孝州 他斩杀的第一个妖道 就是袁孝州的弟子 他在白阳县斩灭玉衡老鬼 而且袁孝州手中 更是有他白红罐的传承法剑 他一直认为 他与袁孝州必有一战 而袁孝州的向上头颅 必然会变成 他道观大门的银两来源 只是未有想到 袁孝州早已隐藏幕后 对自己出手了 从看到孟山君的一瞬间 饱受道长顿时便明朗 那个一向擅长养妖的 金衣斩妖利杜星 与邪道高人有所勾结 而且勾结的竟是 吞英山袁孝州 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防不胜防 孟山君盲事出声 说道 小妖之前无权知晓 如今出城练神境 今次受命而来 围杀道长 实施一次考验 若能攻城 那么便可得惜隐秘 也就是说 你现在根本不知隐秘 饱受道长抬起剑来 陈寅道 不过留着你 算是他勾结袁孝州的人证 但你这老虎 如此不讲道义 凭道怎么信你 而袁孝州 又凭什么重用你 小妖所学吞英山功法 乃是万元神光法 须得凝救一枚种子 才能修成真气 而当年小妖降服之后 以她的法力作为种子 修炼此法 即便如今修成了炼神境 可是面对袁孝州 便如胶蛇遇见真龙 无法匹敌 孟山君盲事说道 所以袁孝州颇为重用小妖 但如今再不降服 性命难保 也罢 饱受道长心中想着 目前看来 这活老虎 比死老虎有用一些 暂且养着 今后养肥再杀 倒也不迟 当下就见他手中法力运转 凝成一道光环 孟山君抬头起来 眼眸中露出金色 炎罗殿的居神秘术 为何这道人 禁食的这等秘术 受此树禁锢 生死只在对方一念之间 在这一瞬间 他心中萌生退意 便要顿头 但饱受道长的剑 横在了他的头顶 你已成阴神 本座无法强行将你拘禁 须得你自行接纳 才能在你阴神之中 种下这一缕禁树种子 饱受道长冷淡道 要么接纳此树 要么当场陨落 自己选 孟山君不敢妄动 只张口吞下了这一缕光芒 放开阴神 任由此光 尽住子府 深藏于阴神之中 饱受道长冷笑了一声 然后不再理会这头猛虎 转身就朝着石允村的方向而去 是才他一箭破阵 阵法溃散 反噬众人 新罗宗主受他一箭 又受阵法反噬 伤势不减 其他炼器进巅峰的八位修行者 更是伤势沉重万分 正是因此 饱受道长才从容追杀 这头炼神出境的猛虎 此刻他返回来 便是要斩尽杀绝 然而 就在他回反之际 却见一道光芒 从侧边而过 朝着新罗宗主 坠落之处而去 想抢人头 饱受道长当下大怒 举剑而去 他远远便见 有一道白光 要将新罗宗主裹挟住 当下饱受道长一箭斩去 快走 新罗宗主忽然大喝一声 挣脱着白光 迎向了饱受道长的顿光 道 这倒是战力无双 只怕将要超出 炼神巅峰的界限 你不是对手 速速回返新罗山 封闭山门 饱受道长一箭灵力无匹 将这新罗宗主 斩成两段 而他神色肃然 再出一箭 此时那白光已经远钝 但这一箭 仍将那白光斩落一角 饱受道长往前赶去 却见他掉落的一小块白光 忽然开始消散 他伸手去捞 只见余下还有一缕 如发丝般细小的白光 在散尽之前 被他用法力裹挟 然而瞬息之间 这一缕白光 还是消融在他法力之内 但是也在这一瞬间 混沌珠上面的 一缕功德经文 竟然增长足足一成有余 什么 饱受道长不由惊恶 那白光被他斩下一角 只留一缕白光 竟然就让功德经文增长一成 饱受道长心中震动 转头看向半截的新罗宗主 问道 刚才那是什么玩意儿 那道白光 不像是炼神镜真人的炖光 甚至这道白光 根本不像是生灵 这究竟是什么物事 他看向新罗宗主 而新罗宗主 被一剑蓝腰截断 已是呼吸微弱 面带苦涩 杜星 贼子 新罗宗主咳了一声 嘴角溢血 神色低沉 杜星根本没有来 来的是一头炼神出镜的妖魔 如果是杜星在此 两名炼神镜大成 不至于出现阴阳失衡 阵法瞬间溃散的局面 他来不来 不重要了 这一次 他主动将把柄送来 给平道杀他的机会 饱受道长淡淡道 那白光 是什么 新罗宗主没有回应 只低沉道 若来的是杜星 此阵不会轻易破开 你未必能胜 饱受道长微微点头 说道 看来这白光很重要 你不会开口了 既然如此 平道这就送你上路 回头再去新罗宗会 一会这道白光 你要记住 黄泉路上慢些走 一个时辰之内 平道就让杜星去追你 到时候 你们两个结伴投胎 下辈子再来给平道送人头 只是话说回来 你我本是无冤无仇 前次本座还饶你家长老一命 又何苦前来送命 看走了眼 新罗宗主苦笑道 之前便仔细探查过风原山 知晓老道士已死 小道士本领不高 却未有料到 你竟是恋神真人 其实前次得知 你是恋神真人之后 老夫本已心中动摇 然而四集宗门 传承道统 名山着实少见 加上杜星寻来 愿意联手 这思来想去 才答应将你为杀 国师乃是 三千年来第一奇才 四十七岁成就恋神巅峰 本想着你年纪轻轻 纵然有国师之姿 如今也不该是 恋神巅峰级数的存在 可惜 竟看走眼了 你的天资 游在国师之上 万古罕见 今次 是老夫有眼无珠 与你结怨 死得不冤 但是新罗宗上下 着实无辜 新罗宗主低声道 宗门弟子 皆战战兢兢 刻苦修行 他们不该因为 老夫一人决策之差 而牵连宗派 这叫什么话 你是一宗之主 代表的是整个新罗宗 宝授道长说道 你夺了风原山 他们尽数受益 而如今 你夺不了风原山 新罗宗也要付出代价 待斩杀渡星之后 本座会去新罗宗 讨个公道 不把那白光给了平道 这是没完 饱受到人 不要以为恋神巅峰 便是天下无敌 新罗宗主抬起头来 缓缓说道 清明州有恋神巅峰致敬的 伴袖子一 还有三名精医 斩妖力留守 今日之后 渡星之你具有 恋神巅峰的本领 定然不敢耽搁 会不惜一切代价 请来他们 合力杀你 今日的局 是不给你的 是你杀了朝廷就老 肆无忌惮 践踏律法 理当登上猎杀榜 天机显示 杜星活不过今日 饱受到长平弹道 斩了杜星 等猎妖府来人 无论来多少 本座接着就是 不过 带着本座闲侠 迟早要往新罗宗 走上一走 刚才那道白光 本座要定了 他声音落下 一剑刺穿了 新罗宗主的心脉 混沌珠 汲取其一身法力 并反补自身 增长道横二十余年 在这一瞬间 饱受到长阴神壮大 节节攀升 然后 他便又将 新罗宗六大长老 斩了五个 留下已经穿上衣服的 那熟面孔 接着将那两名 红衣斩妖利 斩了一个 留下诸承一人 孟山君 看住这两个家伙 不能让他们死了 饱受到长眉宇一扬 说道 本座现在去拿杜星的人头 与此同时 广山玉猎妖府 有一名红衣斩妖利 匆匆来报 如何 杜星笑道 道士的尸首 可取回来了吗 他身上应有一物 十分重要 若无此物 本官今日 就可动身 去风原山搜一遍 道士没死 这红衣斩妖利 神色金黄 为何 杜星面色骤变 陈生说道 此局十分周全 阵法稳固 可敌恋神巅峰 就算这小道士 当真就是恋神大成 且专门善于功法 可也绝技讨不了好 他一剑斩破了阵法 这红衣斩妖利道 只怕是恋神巅峰 星罗宗主本 就是恋神大成 加上阴阳八卦阵 能敌恋神巅峰 杜星脸色变幻 隐隐变得难看 笛声道 一剑斩破阵法 怕是比恋神巅峰更强 他年纪轻轻 怎么可能如此强悍 就连当年国师 都没有这等出色 这倒是难不成 堪比无极魔宗 太上长老卓书虫 红衣斩妖利经道 我们得罪的 竟是这等人物 不可能的 他如此年轻 杜星握紧了斩妖刀 咬牙道 以他的年岁 能成就恋神 已是冠绝当代 怎么可能比国师 更加出色 本官随便招惹了个 无门无派的小道士 就是个万古奇才 一人之力 可比一种底蕴的人物 本官出道以来 运到一向极好 没道理这样倒霉的 可目前来看 咱们似乎真的这样倒霉 这红衣斩妖利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眼神充满慌芒 不管怎么说 恩怨已结 此事绝不可能善罢甘休 这道士 也非是心词手软之人 好在本官早有准备 已经上禀卿 明州烈妖府 将屠杀石允村一事 推在他头上 目前已有半袖紫衣感知 可是那道士 只怕比半袖紫衣 来得更早 这红衣斩妖利 有一半上 才道 不然大人先行一步 以你的盾光 天下无双 恋神巅峰 也追不及 不行 本座盾光 虽独步天下 远胜恋神大成 堪比恋神巅峰 但境界所限 真要全力盾逃 不能长久 他若追杀上来 半日之内 就能追得本官历劫 杜兴脸色变化不定 看得出来 他已经有了几分 慌芒之色 微微咬牙 心中把袁孝州 骂得狗血淋头 想到这里 他又深吸口气 低沉道 这里终究是烈妖府 底下大阵所在 凭本官恋神 敬大成之力 就算恋神巅峰来攻 也足以安稳 此次盾逃 反而不大安全 还是留在此处 凭借阵法周旋 等待半秀紫义的到来 这红衣斩妖力 心中慌乱 说道 要是这道士 杀过来了呢 杜兴微微摇头 说道 就算是无极魔宗的卓书虫 如今明灯猎杀榜首 都不敢强闯猎妖府 只能在暗中前行 不敢暴露刑际 这道士 虽是精彩绝艳 天资或许还在国师之上 总不至于 还比炼神巅峰更强吧 他再是强大 总该有个限度 难道他 还能真正对抗大夏国威 这红衣斩妖力松了口气 听杜大人的意思 显然这道士 不敢强闯猎妖妖府 杀精一斩妖力 乃是死罪 但掌域那老鬼在帮他 定然要给本官罗列罪名 想必这道士 就在猎妖府外 等着本官 舍弃猎妖妖府大政 再从容斩杀本官 如今本官打定主意 绝不离开 杜兴陈寅说道 就算掌域老鬼 取得罪证 可想要拿下本官 也需经过清明州 猎妖妖府的审礼 而不是一剑 就斩了本官 更何况 无论本官有什么滔天大罪 他一个外人强闯猎妖妖府 便是挑衅大夏国威 给他一万个胆子 本官都不信 杜兴 出来受死 外界忽然传来大喝之声 哦 本座来了 杜兴神色大变 若在白天之时 他倒是真要 引着道人出手 在猎妖府动墙 顺理成章将这道人 斩杀当场 但是如今 他已然知晓 兴罗宗主 这位炼神大成的真人 亲自布阵 加上炼神出境的孟山君 以及八位炼器 近巅峰的修行者 都没能阻拦得住 这道人一剑 他凭借猎妖府的阵法 能抵挡几剑 宝兽道长 莫要自握 杜兴心中威震 大声喝道 无论何事 皆可商议 如有误会 你我讲开便是 然而 你敢强闯猎妖府 此为死罪 此举挑衅大夏国威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无论你背后何人 都难免国法处置 猎杀榜上 必有你一席 宝兽道 长冷笑出声 一剑斩落下来 剑芒滚滚 威势无双 猎妖府大门 疏忽列作两半 忽有大阵兴起 威势万分 强悍至极 道士 今日本官与你于死网破 杜兴怒喝一声 阵法加持于身 手指斩妖刀 又指阵法令牌 喝道 妖道强闯猎妖府 剑踏大夏国威 重斩妖力听令 随本官迎敌 斩杀妖道 还广山域 一个朗朗乾坤 他声音落下 一刀朝前劈了过去 刀芒凌厉 一往无前 撕裂云层 直指道人 然而 宝兽道掌举剑还击 剑气纵横 只见刀芒如泥牛入海 竟然全无反应 而羞的一声 又是一剑 从宝兽道长手中 挥洒而出 剑芒百丈 耀眼绚烂 剑冲消汗 气落幽冥 这一剑 斩在猎妖府的大阵之上 阵法禁位之阵战 内中无论红衣斩妖力 还是白衣斩妖力 接受影响 无不震撼 杜芯健壮 面色变幻 心道 真是炼神巅峰的境界 宝兽道长往前一步 正要强闯大阵 且慢动手 而就在这时 却听一个苍老的声音 高声喝道 杜芯罪证 未有收集齐权 不可杀他 况且 就算收其罪证 也该让清明州猎妖府处置于他 你此刻杀他 便是动用私刑 而且 就算他罪该万死 你强行打破 猎妖府下的大阵 亦是死罪 宝兽道长盾了一下 看了一眼 正是掌域大人 然后 就见到是点了点头 应道 知道了 声音落下 他一剑劈开了大阵 占地甚广的猎妖府 顿时从中裂开 见住轻塌 大地蹦裂 一道剑痕 深不见底 杜芯 宝兽道长怒喝一声 而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 从南边疏忽而去 快如闪电 宝兽道长往前迈步 喝道 想走 他一剑劫在前方 断金光去路 然后 又是一剑 斩落金光 道长饶我性命 杜芯忽然大喝 说道 杜某心服 从此不敢为南道长 愿以精一斩妖力身份 未到长效全马之劳 他声音未落 便又是一剑 将他身体 拦腰斩断 玄吉那道士 一步往前 来到他上半身处 一脚踩着他的脑袋 将他踩入泥土之中 杜芯 道爷人你很久了 宝兽道长抬起来 冷笑道 真以为入了猎妖服 就有不死不灭的护身服 要不是忌惮大下王朝 早就砍死你了 现在 道爷不忌惮了 道长 杜芯段 去半截身子 仍在喘息 颤声道 杜某与你为难 皆因袁孝州的授意 他为求玄园龙顶珠 会毁掉风原山的 杜某愿意替你 擒住袁孝州 宝兽道 长微微摇头 他仔细了解过袁孝州 今日事后 袁孝州必然放弃杜芯 杜芯甚至连袁孝州 身在何处 都不可能知晓 正待宝兽道长举剑落下之时 却听到耳边传来 一个冷漠的声音 住手 宝兽道长冲耳不闻 仍是一剑斩落 将杜芯脑袋斩成两半 然后 他才抬头看向的声音来出 淡淡道 这位具有半袖子役的大人 有事 天边尽头 只见一道剑光 瞬间来 那剑光临近猎妖斧 没有停住 直接冲向宝兽道长 好个半袖子役 宝兽道长 怀了一剑 剑光相对 轰然魄散 只见散碎剑光 散入天穷之中 白云瞬间被万千剑光撕裂 宛如碎序 散布于天空各处 然而那剑光 此时方式停下 化作一个青年 只见此人手执一柄 黑色短剑 面貌普通 神色冷漠 他身着精衣 然而左臂上 细有半袖子役 炼神巅峰 宝兽道长不由一正 行道 此人看起来 同样年纪不大 竟也是炼神巅峰 不是说国师47岁 成就炼神巅峰 已经是3000年 来最精彩绝艳的人物了吗 但下一刻 他目光落在了 那柄黑色短剑之上 心中微震 暗道 这剑有问题 到了此时 宝兽道长行中 顿时明朗 这青年本身是 炼神大成的境界 但是这青年的剑道 造诣极高 而且这炼法剑品皆不俗 若是单论杀伐之力 这青年已经堪比 炼神巅峰的层次 强闯烈妖斧 杀精一斩妖力 自烈妖斧组建以来 你是第一个 青年缓缓开口 他说话很慢 似乎自聚斟酌 显得不大顺畅 他停顿了片刻 又道 我奉命来 镇守清明州 广山玉是我所辖范围 杜星是我麾下 你杀他 我杀你 郑国法 立 国威 他眼神变得极为严肃伶俐 举剑起来 便要朝宝兽道长斩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得下方传来声音 不可 掌玉大人出声道 杜星贪赃王法 草菅人命 并滥用职权 以公谋私 此人死有余辜 这位道长 虽非列妖府之人 然而他有功于广山玉 曾获半袖精一 今日乃是本官请他来 清理门户 青年的剑 忽然停顿住 看向下方 问道 你是 何人 杨文黎当即出声 高声道 此为我广山玉掌玉大人 青年收回目光 看向宝兽道长 说道 证据 宝兽道长停顿了一下 才出声说来 杜星勾结 吞英山元孝州 如今本作 已经擒拿元孝州 坐下弟子孟山君 他可以作证 此外 还有新罗宗长老 以及红衣斩妖立诸成 接着其中究竟 不够 青年微微摇头 说道 如何不够 宝兽道长目光一宁 道 你 青年指着下方的掌玉大人 又道 他 新罗宗 袁孝州 都可以泼脏水 回一名精医 指的人证 没得物证 怎么知道 你们不是相互勾结 坑杀精医斩妖烈 孟山君提及 杜星有一名弟子 名为潘城 潜逃至今 在广山狱中 宝兽道长出声说道 能找到他 就能有证据 人呢 青年问道 在追查 宝兽道长应道 那你要跟我走 青年说道 不行 宝兽道长摇头道 袁孝州 要对本座 锁在山门出手 本座绝不离开广山狱 一定要走 青年语气冷漠 说道 查不到罪证 你就是凶手 要判斩刑 而且 以后就算查的罪证 你也是强闯广山狱的 猎妖府 一样 也要判斩刑 你现在跟我走 以后查清他的罪证 我保你一命 最多关押百年 滚你大爷的吧 宝兽道长顿时大怒 说道 道爷好生好气 跟你说了半天 你他娘的 还想带道爷入狱 最轻的 还是坐百年牢 中了算 凌迟处死 阴神魄散 青年这般说道 去你大爷 宝兽道长一剑往前 怒道 放马过来 要逼道爷大开杀剑 就算国师来了 道爷都不拒他 有办法 青年忽然又道 再对一剑 不死 饶你 什么意思 宝兽道长也是人惊 当下明白 顿时指着他 颤抖着手指 怒道 你小子这么个浓眉大眼的 拐弯抹角一番话 就是想要拿道爷当陪练 你就是想跟道爷 对一件事吧 胡 胡说 这青年有黑的脸上 竟有几分账红 只是念你在白杨县 有功劳在广山域 给你机会 能网开一面 咻的一声 他声音未落之时 宝兽道长 已经不讲武德 直接出剑 青年面色大变 疏忽后退 这一剑 光芒凝聚 穿破虚空 一点寒光 穿破天穷 青年疏忽后退 宝兽道长生化金光 举剑往前 直逼而去 青年瞬间移退百丈 宝兽道长剑行百丈 这一剑 指着他的眉宇 眼见就要将他眉心穿透 只眨眼之间 两道光芒 一前一后 直接退出了广 遇得诚实之外 破 青年疏忽横剑在前 仓促格挡 宝兽道长的一剑 被他隔开 剑锋掠过他的耳边 剑芒穿破而去 百里之外 一座高山 从中破开 只见一个巨大的空洞 将这座山峰 穿了个通透 而不带青年松一口气 就听得啪的一声 当下剧痛 宝兽道长出了一剑辽阴腿 你 青年法力溃散 脸色清白交加 直接跌落云空 狠狠砸在了地上 宝兽道长缓缓收剑 脚也收了回来 淡淡道 没有人可以挡得住平道的剑 而在下方 所有斩妖力 尽数看得清楚 无不目瞪口袋 掌玉大人 只见两道光芒一前一后 远至天际 然后就有一点阴影 从天而降 坠落下来 显然奋出了胜负 怎么回事 他 杨文黎夹紧了双腿 颤声道 他一脚 把那位大人踢翻了 掌玉大人颇是茫然 重斩妖力 更是不惊心寒 这道人 未免太过于胆大包天 剑斩精衣斩妖力 还敢踢翻半袖子衣 问题他踢哪里不好 非得踢哭当 更可怕的是 猎妖腹中 能获半袖子衣的 不是恋神巅峰 便有恋神巅峰的战力 这道人一记辽阴腿 踢翻了恋神巅峰 不对 猎妖腹中 一位红衣斩妖力 面色变幻不定 心道 这道人是才动用的金光盾法 乃是杜星大人 奥利于恋神真人当中的绝技 灵宝精霞 这道人 怎么也精通这一门秘书 在所有人心绪复杂的时候 宝兽道长已经降落下来 只见宝兽道长收剑入鞘 背负双手 看着趴在地上 捂着裤裆的半袖子衣 淡淡道 还要领教本座的剑 半袖子衣青年 左手高抬 强忍剧痛 咬着牙道 不打了 宝兽道长微微点头 蹲下身子 说道 那咱们 就得好好商量一下价钱了吧 试财本座仔细算了算 满打满算 你欠本座一百万两银子 青年脸色惨白 浑身冒汗 颤声道 拼 拼什么 青年像是一条主熟的大虾 弓着身子 捂着裤裆 体内法力重新积蓄 不断运转 消除伤势 但那道士的法力 去消解 虽然伤势减弱 但剧痛愈发强烈 他喘息着 心中暗骂 但又不得不承认 就算没有那一脚 试财这道士毫无叙事 忽然就随手刺出的一剑 就堪比自己全力出剑 也即使说 这道士的剑 确实强于自身 但他心中仍然有些不服 可是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只有那道士在他耳边叙叨叨 杜星身为猎妖府 精一斩妖力 勾结邪道 贪赃王法 草菅人命 以公谋私 如今事发 若平道没有杀他 接下来 他就该登上猎妖府的猎杀榜 你说对吧 杜星恋神大成 更善于陶盾 极为难缠 又是窃居高位 价钱肯定不低 而平道一剑斩了他 免去他继续维获众生 免去猎妖府 还要将他排入猎杀榜 你看多简单哪 还有 你总共跟平道对了两剑 还有一脚 算起来就是三招 按照恋神巅峰的身价 给你当陪练 也该给点报酬 这总共算下来 平道给你打折 一百万两就过得去了 保守道长说了半天 才微微点头 说道 要不是看你还算顺眼 这是没得两百万白银 铁定是过不去的 青年张了张口 伤势勉强平复了些 才抬起头来 低声道 杜星 没入猎杀榜 没得赏钱的 保守道长顿时恼怒道 难不成平道刚才 还得放他走 你们这种做法 不就是逼着我们这些 老实人钻空子 只能去养腰 听到老实人三个字 青年觉得胯下更疼了 扯了扯嘴角 要不然平道吃亏点 你这件黑不溜秋的 抵了这一百万两就算了 不行 青年颤声道 这是我师叔年轻时的配件 我练就阴神之后 他送我的礼物 你师叔是谁 保守道长不禁问了声 能介绍给平道认识一下吗 国师 青年看了他一眼 说道 打扰了 保守道长心想 国师的东西一定很烫手 这般想着 又伸手将青年扶起 关切道 原来是国师的师职 那你就是猎妖服主的青传弟子 想必你的权柄 铁定是极大 这赏钱的事 我无权处置 青年这般说来 然后就感觉 这扶着他起身的道士 似乎要松手 连忙又道 这是可以商量 我替你上报京城猎妖服 但肯定没有一百万两 也罢 保守道长虽然仍有不满 但听得还能商量 也就点了点头 然后 还是扶起这青年 关切道 没事吧 切磋总是难免受些伤的 好在平道出手有分寸 青年看了他一眼 青年忽然又开口 青明州调不了其他恋神真人 杜星被你所杀 金一斩妖力一职 暂时会空缺 青年沉吟着道 你可要 不当 保守道长顿时拒绝 说道 本座乃是白红贯的长教 非得到猎妖服 来当你的下属 您做凤头 不做鸡尾 你看整个大夏王朝 只有长老或者弟子 加入猎妖服的 哪有一宗之主加入的 就算混得这么扑街的新罗宗 他们的扑街宗主 也没入猎妖服吧 罢了 青年无奈道 那在此期间 你作为广山域内 唯一练神境 又是半袖精一 请多加照看 这事倒是可以商量 保守道长巧声道 今后再有妖魔 凭道斩了他们 赏钱翻倍 这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 青年斟酌着语气 忽然说道 加三成罢 我可以跟清明州的主事商量 实在不成 我可以补 这 保守道长犹疑了下 才忍痛咬牙跺脚 道 答应你了 青年心中一领 忽然觉得自己今后 好像要穷困潦倒 保守道长神色如常 心中狂喜道 三日之内 袁孝洲就要来送命 他的赏钱可不低 这三成银子 不就是白给 而他一路扶着这位半袖紫衣 回到了猎妖府 众人 看得目瞪口呆 掌狱大人松了口气 此事显然不会再有后续的麻烦 而在此时 又见保守道长放开这青年 来到杜兴的身边 将他尸身搜了一遍 最后将猎妖府赐予他的乾坤宝袋收了 这本事不合规矩 尤其是乾坤代 作为猎妖府的赏赐 更不应该被外人所得 但他具有半袖紫衣的青年 捂着裤裆 脸色苍白 此刻对保守道长的举动 视而不见 众人健壮 也就没有多说 将杜兴麾下的斩妖力 都拿下吧 掌狱大人吩咐了一声 杨文黎当即点头 便要动手 灵要走时 却见保守道长拉住了他 请拿这群红衣斩妖力的功劳 评到不抢你的 但是他们的遗物 按规矩来 折成银两 给你两成 其他上交 杨文黎顿时明朗 低声道 妥当 保守道长这般说着 直奔猎妖府 杨文黎不禁问道 你去哪里 保守道长没有回应 直接闯入了杜兴的住处 这些红衣斩妖力的遗物 上交也就算了 但杜兴这次贪赃枉法 心狠手辣 家底必然极为丰厚 这笔遗物他保守道长 定要全包圆了 只见他闯入杜兴的住处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全部搜刮干净 墙灰都刮了一层下来 但就在这时 他面色骤变 糟糕 保守道长都来不及 清算杜兴的遗物 便陷入了沉默当中 心中念叨 草率了 今日罗阵死于枫原山 小熊仔跟王山去搜刮 这红衣斩妖力的遗物 到时候 岂不是还要给小熊仔 还得分一成银两 不如回去收缴了银两 告诉熊仔 这钱得给广山与官府交税 可是这也不妥当啊 官府收税 也不至于跟平道这样 直接收上九成九的帅 这该如何是好 保守道长满怀心事 走出了猎妖府外 猎妖府中 众红衣斩妖力 以及白衣斩妖力 均目录近卫 退让出来 保守道长走出猎妖府 却不见那半袖紫衣 朝长遇大人问了一声 才知那半袖紫衣的青年 捂着裤裆 一瘸一拐出城去了 此时城外 系着半袖紫衣的青年 喘息着运转法力 才将伤势彻底恢复 疼痛削减 不禁长出口气 但就在这时 天边飞来一道金光 落于身前 袁天玉猎妖府 升情了吞英山 袁孝州的弟子 并寻到了袁孝州的藏身之地 这金光化作一个中年人 神色交集 说道 可是袁孝州昨日 已经离开袁天玉 不知去向 但从他藏身之地的 种种痕迹来看 袁孝州早在暗中 就已经将阴神 修炼到巅峰层次 青年闻言 皱眉道 上一次发现他的痕迹 不还是恋神静大成吗 怎么不过短短十余日 就晋升了恋神巅峰 恋神静的修行者 每静一步 都绝非易事 他的静静 怎么会这样快 中年人说道 袁天玉那边怀疑 袁孝州闯入大夏国境之后 未久 便已经将阴神锤炼至巅峰层次 只是一只藏桌 没有显露恋神巅峰的气息 而且 根据目前查知 他之所以晋升恋神巅峰 是因为他在大夏境内 得到的那柄法剑 青年正了下 说道 就是让国师至今 都耿耿于怀的那笔仙剑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低语道 难怪 吞音山袁孝州 以炼神静大成修为 闯入大夏境内 但他进入大夏之后未久 便得到了一柄法剑 增添沙法之力 猎妖夫主曾经提及 此剑品阶之高 游在自己手中的黑色短剑之上 袁孝州持有此剑 可与炼神巅峰一战 可是如今袁孝州晋升炼神巅峰 并且持有此剑 该有多强 清明州之内 岂不是无人可以制衡 袁孝州应是领悟了此剑奥秘 得以晋升炼神巅峰 那金一中年人低声道 但是他至今藏桌 我等甚至都不知晓 他已经有所突破 此人素来奸哗狡诈 至今隐在暗处 恐怕有极大图谋 袁孝州具体有什么图谋 暂不清楚 但近期来看 他只怕是盯上了 风源山上的那个道士 青年忽然迟疑 说道 这倒是说过 袁孝州三日内 就会打上风源山 你说的道士 就是上次在白杨县 斩杀炎罗殿玉衡长老的 炼神进道人 金一中年人问道 正是 青年顿了下 说道 而且 广山玉金一斩妖利杜星 勾结吞英山元孝州 就在刚才 这倒是强闯猎妖斧 把杜星给斩掉了 强闯猎妖斧 这金一中年人惊怒交加 说道 这道士呢 我放他走了 青年说道 这怎么能成 你私放此人 不合规矩 金一中年人面色难看 若证据属实 杜星死有余辜 青年说道 可杜星毕竟已是入了 大下猎妖斧 并立下不少功绩 才能升任金一斩妖利 身份已非寻常 这中年人沉声道 就算证据确凿 也须得是审问之后 才能问斩 可是这道士当场便斩了他 这是动用私刑 而且 无论杜星是否该死 但这道士强闯猎妖斧 也都是死罪 两罪并罚 这道士都该判个斩刑 你至少应该将他拿下 关押到清明州 再行处置 主要是 没打过 青年脸色忽然苍白 胯下隐隐发疼 叹了声 说道 比我强 什么 他不是年纪上轻吗 中年人不由一惊 说道 你天赋绝顶 国师都对你万分赞誉 说你不比他年轻时逊色 他比我强 青年顿了下 说道 若师叔夸我时是认真的 那么他就 强过师叔当年 不可能 中年人肃然道 国师乃是三千年来 天赋最高之人 没什么不可能 事实就是如此 除非师叔只是随口夸我一声 骗我的 青年这般念了一声 又想到什么 陈寅说道 言归正传 此番组建猎妖府 本就出于当今陛下的授意 背后出于什么意图 我师父 这位猎妖府主 都还没猜出来 不过 例如杜星这样的外人 进入猎妖府之后 自觉一步登天 自视身份 肆意妄为的 已经不在少数 他看向中年人 说道 这些人不遵律法 却执掌律法 时间一久 必出变故 那么照你的意思呢 中年人迟疑道 我无权干涉高层决断 但心中觉得 实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青年思索了一下 然后说道 师尊说过 平定大下境内妖魔之后 猎妖府定要进行一番清洗 此次你去京城的时候 替我告知 师叔一声 如果不影响陛下的决断 那么关于猎妖府内部的清洗 就提早进行吧 那杜星之死 如何上报 中年人忽然问道 巨石上报 青年平淡道 那你私放此人 怕是要受责罚 中年人说道 猎妖府内 并非铁板一块 你这把柄送上去 若真受重罚 凭着私放嫌犯 包庇凶徒的罪名 你这半袖子衣 都可能要被剥夺 无妨 青年笑了一声 道 我喜欢他 中年人不由一正 低声道 你这个喜欢 是正经的吗 当然不正经 青年应道 中年人不禁退了小半步 男女之间的喜欢 才是正经的 青年认真地说道 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喜欢 自然是不一样的 你干脆说 欣赏他不就得了 中年人这才领悟了其中含义 松了口气 又颇为无奈 这有区别吗 青年不禁反问道 区别大了去了 中年人应道 那区别在哪里 青年好奇地道 中年人忽然说道 我还有事 这就上京城去 就不耽搁了 封元山 正元被抓之后 已然停工 众多工匠各自回家 但保守道长临近之时 仍然是让孟山君藏于后山 不要下着 此次正元已经被释放 明日就可以继续开工 而小熊屁颠屁颠就过来了 献宝一样 递上了个宝袋 老爷你看 这是从罗振家里搜出来的 不单有银两 还有好些值钱的东西呢 小熊似乎想到什么 然后说道 我问过王山和方玉了 贪官污吏的钱 只能收两成 其余都要上交官府 不过 咱们是自己搜的 人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所以这钱都是咱们的 对了 我还特地问了 这钱不用交税 保守道长顿时沉没下来 好不容易找到的借口 这就用不上了 他沉默片刻 然后把东西都收上来 才道 封元山将有大威 这钱平道先收着 回头给你分一成 小熊文言 大惊道 大威 保守道长陈生说道 袁孝周要毁封元山 平道此次提早回来 就是守株待兔 等他送死 这一次不能分心 这钱财的事情 先收着再说 回头砍了他 又是一笔钱 好嘞好嘞 这袁孝周 真是个好人啊 小熊忙时应了两声 感慨一声 又取过一包东西 说道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保守道长问道 那红衣斩妖利家里的墙灰 小熊说道 还没筛查清楚 指不定有什么宝贝 反正他家墙里 是没藏东西了 墙灰 保守道长 当下在乾坤袋中 也取出一包东西 说道 这是杜兴家的墙灰 回头你一起筛查筛查 好嘞 小熊应了一声 又迟疑了下 说道 对了 还有个事 什么事 保守道长不由诧异 咱们道观地基快要建好了 那工具甲的用处 已经不大了 小熊不禁低声道 而且上次老爷 让他弄死了罗阵 这种事情 不好被外人所知 如今是该要灭口了吗 你想拿他炖汤了 保守道长震了下 然后说道 不好不好 这小弟用得还是挺顺手的 还很扛揍 小熊连忙摆手 说道 我就想跟你老人家商量一下 把他留着算了 嘿 保守道长心中暗笑 面色如常 犹疑道 那岂不是喝不了汤 咱们少吃一餐嘛 而且多样的工具甲 其实也不麻烦 咱们吃剩下的那些残羹剩饭 本来就要倒掉 用来养它 还能避免浪费 小熊顿了下 又倒 实在不行 养肥了再杀 有道理 保守道长当下点了点头 说道 既然如此 就留着他吧 此时藏在地底下的工具甲 顿时长出一口气 终于不用被灭口了 还是熊爷障爷 就这么保住了他的命 这样想着 工具甲也不由得感激涕零 但是想起养肥了 再杀这几个字眼 他又陷入沉默当中 还是得努力干活 今后剩饭也不能吃多 得维持一下身材 免得过年就上了桌 在工具甲这般想着的时候 站在地上的保守道长 往地下瞟了一眼 心中暗笑 便静止回了道观 入了道观之后 保守道长便迫不及待地 取出了乾坤袋 逃出了一堆大宝贝 路上他就已经清点过 都心的遗产 银两积攒 共有六十余万 已经算是一笔巨款 单从银两上来看 并不符合这位 贪赃王法的 金衣斩妖力应有的家底 但是保守道长 发现了不少法宝 还有许多天才地宝 更有一些丹药 例如天极道丹 足有五枚之多 须得知晓 保守道长在白阳县 立下这等功劳 也才得了三枚天极道丹 而杜兴入职猎妖府 才有多久 要是再让杜兴混个两年 岂不是一人 可比一种底蕴 保守道长嘖嘖念了一声 忽然看向一物 不由错愕 这玩意儿不对 这是一枚清玉班纸 藏于一个紫檀木盒当中 保守道长取出清玉班纸 任他如何观看探究 都看不出任何端倪 但藏于杜兴乾坤袋之中的宝物 还用紫檀木盒盛装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平平无奇 保守道长沉吟了一下 法力运转 但依然没有半点动静 可是保守道长神色微变 却更加认定 这是一件宝贝 若真是俗物 在法力催动之下 定然承载不住 可是这玩意儿丝毫未损 究竟是什么东西 保守道长这般念着 沉吟许久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小熊的声音 老爷 陈三水来了 熊爷的声音 显得很是低落 颇为不喜 进来 保守道长伸手一挥 将房门吹开 然后吩咐到 将桌子上的东西 都收拾一番 反正银两银票都收起来了 这小家伙并不识货 让他收拾倒也无妨 当下小熊屁颠屁颠就进来 开始收拾各种东西 他不大懂得 但也明白这是宝贝 而保守道长走出门外 就见陈三水站在外边 神色复杂 保守道长 陈三水见得房门打开 往前竖步 湿了一里 保守道长神色如常 只淡淡说道 不知是该叫你陈三水 还是应该换你攀城 陈三水不由地浑身一震 抬起头来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保守道长平淡说道 平道是不认识你的 只不过你 大约是没有察觉 枫园山深处的山林里 来了一头老虎 在看守山门 他认得你 陈三水语气微致 笛声道 道长降服了孟山君 保守道长没有否认 微微点头 陈三水闻言 眼神中不由露出敬畏之色 说道 晚辈之前见过孟山君 知他非同寻常 近期在猎杀榜上 升至三十九位 已经是炼神境的妖王 道长真是神威莫测 先师死于你手 败得不冤 保守道长闻言 反倒有些讶异 道 你知晓了 陈三水说道 先师杜星之死 已被猎妖府传开 提及他勾结邪道 已被清理门户 晚辈得知此事 颇为震惊 细想之下 联系到前次 风原山红衣斩妖力 罗阵之死 在司级玄园龙顶珠 便猜测 应是道长出手了 保守道长似乎有些出神 难难道 草率了 广山玉猎妖妇 在扯平道的大旗 让各方妖魔皆知 尽管金衣斩妖力 杜星已死 但广山玉内 有一尊可以斩杀杜星的正道人物 可以震慑各方妖魔 避免广山玉内再出变故 这样一来 各方妖魔势必隐藏得更深 甚至不敢再来广山玉 平道还如何挣钱 他念了一番 立刻想起正事 又说道 你来得正好 清明周烈妖府 正好要个解释 平道需要你做个人证 也免得 你受到他的牵连 今后东躲西藏 见不得光 陈三水正了下 又道 晚辈也正想 为他老人家收尸 尽管他后来有意灭口 但终究对晚辈有授业之恩 宝兽道长 深深看了他一眼 道 你还算是个感恩的 从你自绝命不长久 开始在各方既得行善之后 平道就知你还算善类 否则在刚才知晓 你是杜星弟子的时候 平道便不会对你客气了 说到这里 宝兽道长又想到什么 说道 此前你说知晓他的隐秘 便是他与袁孝洲勾结一事 陈三水闻言 迟疑了半赏 才点了点头 杜星已死 袁孝洲还在 宝兽道长问道 你有什么要告知于平道的吗 陈三水思索了半赏 似乎在斟酌这些什么 然后才开始说来 袁孝洲有天大的谋划 若他得以攻城 整个清明州都要毁于一旦 具体如何 晚辈无从得知 就连孟山君 只怕也不知晓 但袁孝洲要借助 仙师杜星这精一 斩妖力的身份 所以与仙师进行合作 日后谋划得成 可分得一杯羹 待到那时 仙师必成恋神巅峰 另外 晚辈当时奉命前往冤河 监察玄规大妖的动静 知晓此事之中 玄元龙顶珠极为重要 玄元龙顶珠 涉及到赤玄蛟龙 而这头猎杀榜第九的赤玄蛟龙 似乎也与袁孝洲达成交易 互相合作 晚辈隐隐之晓 袁孝洲这场天大的谋划之中 赤玄蛟龙 以及玄元龙顶珠 皆是至关重要 但是 仙师杜星 之所以能够与袁孝洲合作 不单是精一斩妖力的身份 还有他手中一件秘宝 陈三水说到这里 停顿了下 又道 这秘宝是和形状 只有仙师一人知晓 而动用这秘宝的口诀 也只有仙师才知晓 晚辈 只知此宝极为不俗 更是赤玄蛟龙 与袁孝洲达成合作的关键 宝兽道长陈应道 也即是说 赤玄蛟龙是为了这秘宝 而袁孝洲为了跟赤玄蛟龙合作 才跟拥有秘宝的镀星 形成合作的关系 但是因为秘宝 只有你师尊渡星才能动用 所以袁孝洲只能忍痛 愤一杯羹出来 陈三水点头说道 大体上 应是如此 他说到这里 然后似乎想起什么 又出声说道 对了 晚辈即将前往广山域 为他老人家收尸 近期可能不能来风原山 这里还有1600枚铜板 此时的房中 小熊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就剩下寥寥几件物事 而旭日出声 一道阳光从窗户照进来 落在青玉斑纸之上 看似平淡的青玉斑纸 忽然泛起青光 显得清静悠然 这啥玩意儿 小熊正了下 取过这青玉斑纸 对着阳光照了照 只觉颜色颇为好看 赏心悦目 但也看不出什么端倪 而就在他觉得失望的时候 门外传来陈三水 与宝寿道场的交谈声 这里还有1600枚铜板 什么 这岂不是要给1600两 小熊惊呼一声 心里一颤 手上也不由一颤 那青玉斑纸 忽然掉进他嘴里 咕噜一声 就进了喉咙 他当下手忙脚乱 连忙双手 掐住自己的粗脖子 但他偏偏掐不住 越掐越是窒息 然后只能无奈放弃 掐死自己 接着又伸出毛绒爪子 往喉咙里抠 哇 哦 他浑身乱颤 充满了绝望 渐渐窒息 等宝寿道场 将陈三水打发走了之后 走入房中 就看见小熊仔 正躺在桌子上抽搐 他眼睛胀得通红 然后又开始翻白眼 他口吐白沫 舌头都伸了出来 眼看堂堂练气劲大腰 就快要被噎死了 宝寿道场见状微微一惊 连忙运转法力 但是小熊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抽出得更加凄惨 眼看他要以更加凄凉的死状离世 宝寿道场 又是一拳打在他肚子上 哦 小熊呕吐了一下 然后熬的一声就哭了 宝寿道场揪着耳朵拎起他来 怒道 你吃什么了 小熊颤抖着看向地上 地上空空如也 然后一震 没吐出来 他震了片刻 不死心地到处转了一圈 然后看向宝寿道场 张了张嘴巴 娜娜道 吞进去了 宝寿道场心中微惊 连忙运用法力 探查他全身内外 但却发现 这头熊腰一切正常 肚内也不见义物 真吞进去了 应该是 小熊仔摸着小肚子 扒拉了下肚起眼 才抬起头来 犹豫着低声道 是吞进去了吧 法力没能探寻道 宝寿道场沉吟了一下 握住法剑 迟疑道 要不然把肚子剖开看看 小熊熬的一声就趴下了 惨叫道 我以后再也不敢乱吃东西了 不对啊 我也不是故意吃的 多怪那沉三水 害死熊了 他哭喊着解释了一通 然后又想到什么 于是求着宝寿道场 杀完之后 一定要将自己送到猎妖府换钱 别忘了给道观添砖加瓦 更重要的是 那块砖瓦 还得印个熊仔的标志 什么 宝寿道场震了下 道 你把那个青色班纸给吃了 他心中微动 这青玉班纸极为古怪 看似平常 但是又能承载自身法力 又被杜星用紫檀木盒 珍藏在乾坤袋中 如今 小熊吞下此物 竟然消失无踪 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下一刻 他忽然就想到了 陈三水所说的秘宝 杜星的宝物 他全都仔细查验过一遍 除了这一枚青玉班纸 其他的基本都能使得 如果杜星没有把秘宝另藏别处 那么他的遗物当中 这唯一让宝寿道场看不透的 就是那秘宝 还能用吗 此时宝寿道场看向小熊的目光 略有沉吟 吃了这玩意儿 会有什么坏处 又或者 会有什么好处 宝寿道场 小熊颤声道 俺可是忠心耿耿的 行了 不至于为了个东西 把你宰了 宝寿道场沉吟了一下 才道 不过你吃了这玩意儿 不知道会有什么变故 正好近几日间 平道不会出门 你也在山上不要乱跑 一旦出现什么异常 定要报之平道 知道了 知道了 小熊哭喊着道 都怪沉三水 吃了这么个东西 得值多少银两啊 说到这个就对了 宝寿道场正色道 这是个宝贝 你还得赔钱 小熊眼神恍惚 顿觉雄身无望 娜娜道 早知道噎死算了 宝寿道场哼了一声 然后又运转功法 打在了他的额头上 在他体内留了一道法力 万一真有变故 这道法力可以压制一遍 保他不死 收了手掌之后 宝寿道场发现 他哭得稀里哗啦 不由得一时心软 想着这一道保命的法力 就不跟他算钱了 他打发走了韭菜熊之后 便又陷入了沉思当中 这清玉般只着实古怪 究竟是什么秘宝 袁孝周能知此宝 赤玄蛟龙渴望此宝 杜兴又仗着此宝 成为二者合作的桥梁 去奋一杯羹 至少现在看来 除了杜兴之外 袁孝周和赤玄蛟龙 都认识着秘宝 宝寿道场心道 这秘宝定然有迹可寻 甚至是名声显赫之物 若寻得有识之事 或者寻得相应的古籍记载 想必还是可以查得到的 想到宝贝 他不禁又想到 新罗宗的那道白光 心中万分垂涎 于是心里不禁又埋怨袁孝周 袁道兄 你怎么还不来送人头啊 你好歹先把白红剑还了呀 等这是早点了结 频道好去新罗宗 让他们赶紧把那白光 也还给频道啊 他怅然一叹 觉得自家两件宝贝 都落在他人手中 着实是一件煎熬的事情 走出道观之外 呼吸新鲜空气 又巡视风原山上下 对工程进度感受十分满意 想必在七日之内 就可以打好地基 稳固下来 饱受道长心中微动 按道 稳了地基 混沌珠衍生出来的大阵 就先有了一个基础 与此同时 清明周烈妖府 半袖紫衣青年 喝了完补药 长出口气 便见得一名主室文官 匆匆闯了进来 什么事情 这样慌张 青年问道 冤河方向传来消息 这官员低声道 猎杀榜之手 无极魔宗太上长老卓书虫 出现在渊河上游 疑似要解救赤玄蛟龙 已被我猎妖府主帅七名 金一斩妖利 合力击退 卓书虫 青年震了一下 忽然站起身来 徘徊片刻 思索着什么 然后轻声道 或许不是解救赤玄蛟龙 什么意思 这官员不由错愕 卓书虫在皇陵之中 盗取龙骨秘卷 练就了秘书 境界虽然跌落 本领却已凌驾于 恋神巅峰之上 他必然是 想要更进一步 所以要用赤玄蛟龙的血 来浇灌龙骨秘卷 青年抬起头来 忽然说道 他不是解救赤玄蛟龙 而是要在 我猎妖府的大阵之中 虎口夺食 那么此事 要上报京城吗 这文官低声道 不用 青年说道 我能察觉 师父也能察觉 还有一事 这文官盲事说道 金雷剑柳明对此十分不满 传讯来时 还有质问的意思 什么事情 你曾说过 袁孝州要对封玄山动手 不错 青年点了点头 但辅主率领七位 金一斩妖利 击退卓书虫的时候 斗法的余威波及百里 袁孝州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显露了行进 文官低声道 柳明传讯质问我等 卓书虫善于隐秘 也就罢了 如 连袁孝州临近冤河 猎妖府也是全然不知 袁孝州在冤河 青年不由一正 面色微变 低声道 不好 冤河上游千余里 此地足有三尊恋神真人 左侧一人 身着猎妖腑 金衣袍服 而右侧一人 身材魁梧 轻面赤发 形同妖魔 赫然便是猎杀绑上 位列时期的赤燕山妖 可是中间一人 浑身黑袍 照住全身 正盘息而坐 他膝上横着一剑 光芒内敛 此剑入鞘 看似平常 却让其他两位恋神真人 时不时看向此剑 眼神充满着忌惮 卓书虫怎么来了 袁孝州眼神微尘 说道 若不是他潜入渊河 本作也不至于显露行进 如今 你已行踪暴露 我等应当如何 那名金衣斩妖力 这般问道 赤玄蛟龙不能死在渊河 否则前功尽弃 赤燕山妖声音沉闷 但是渊河太危险 赤玄蛟龙掏出家底 才布下的大阵 就快要被磨灭了 这金衣斩妖力出声说道 围杀赤玄蛟龙的金衣斩妖力 达到了十三位之多 而其中有三位 本领在我之上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袁孝州语气如常 只是说道 若不是那个道士多管闲事 在咏妖河一剑结疆 怎会有如此困境 如今咏妖河彻底消失 玄圆龙顶珠被他所获 把妖之阵戒灭 给赤玄蛟龙流的一线生机 已被这个道士给毁得干干净净 我等如不愿前功尽弃 便虚地在冤河破开一线生机 为何不直接取来玄圆龙顶珠 那金衣斩妖力问道 你已炼神巅峰 仗着此剑 战力可与卓书虫并肩 早先斩了那道士 何至于此刻这般局促 你当本作闲暇无事吗 除了玄圆龙顶珠外 其他珠般布置 又是何其繁琐 袁孝州哼了一声 拂袖道 原本让杜兴用尽一切方法 取回玄圆龙顶珠 想来以他金衣斩妖力的身份 炼神静大成的修为 对付一个后辈真人 应是手到擒来 信手拿捏 未想着杜兴是个废物 如今连命都丢了 杜兴不成妾 死得活该 赤燕山妖说道 但是他的秘宝 也落在了那道士的手中 其实不怪杜兴 金衣斩妖力叹息道 这个道士 年纪轻轻 已是炼神巅峰 击败了猎妖腐主的清传弟子 在此之前 他更是一剑破开阴阳八卦阵 一剑毁掉猎妖腐大阵 在炼神巅峰 集数的真人当中 他战力也属顶尖一列 不错 这道士的战力 或许只比本座弱一筹 袁孝州说道 想要杀他 须得仔细谋划 其余两位炼神真人 皆神色肃然 露出复杂之色 袁孝州此前 一直展露出 炼神静大成的气息 但是他从冤河战场上 从容退走 暴露了他炼神巅峰的修为 他早已晋升炼神巅峰 如今手中 还有一笔仙剑 灵力万分 就算是修得龙骨秘卷的 无疾魔宗太上长老卓书虫 如今也未必能胜他 可是这道士 年纪轻轻 凭什么也有这样的战略 就算他打娘胎 开始修炼 修制炼神境 也已经是惊世骇俗 可他不但是炼神境 更是修炼到了炼神巅峰 按道理说 这样的年轻后辈 必然是一心修炼功法 增长修为道横 可如此一来 必然也会输于剑术修炼 并且缺乏道法神通的运用 然而 他偏偏连斗法的本领 都如此强悍 不管如何 我等世成之后 这倒是必死无疑 袁孝州出声说道 你等皆要做好准备 尤其是你石阵鹤 作为精一斩妖力 务必将猎妖斧 一切动向 提早报来 再度星死后 也只有你 才能窒息猎妖斧一举一动 风云山上 一道金光 划破天际 金光停顿 凌驾云空 化作人形 赫然便是宝兽道长 修为到了炼神境 只需法力运转 即可驾风腾空 但是这灵宝金霞 竟足足让宝兽道长的盾数 提升了三倍之多 杜星凭借此术 确实是善于逃盾 炼神大成之境 比炼神巅峰 跑得还快 果然是保命的本事 宝兽道长斩杀杜星 得了他一身道横 更是得到了这一门 灵宝金霞的盾数 杜星对此术 显然花费无数心血 已经将灵宝金霞 修炼到了大成之境 只差半步就能圆满 待到造诣圆满 盾光速度 仍能再提升一倍有余 他这般想着 立身云空 微微闭目 此次广山玉一行 他斩杀了星罗宗主 又斩杀了 金一斩妖力度星 与此同时 也斩杀了六名 炼气静巅峰 掠夺了他们一身修为 因此 宝兽道长的阴神修为 静意可谓极快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觉得自身阴神 仍未达到宝和 仍然有进步的余地 所谓炼神巅峰的境界 代表着自身的阴神 已经修炼到了巅峰 壮大到了极限 如今 他还没有感受到极限 也就是说 他还不是真正的炼神巅峰 可是他可以断定 自身的阴神 无论从各个方面 包括法力等等 都不会逊色于 炼神巅峰的存在 因为 阴神的不同 宝兽道长 隐隐有了些名物 如一只猫长到了十来斤 体重或许便 已经是极限 但猛虎长到了百斤 却还没有成年 他修行人与自身相比 同为炼神巅峰境界 就好比是一只成年的猫 比之鱼与一头成年的虎 在同样的岁数 终究是不同的体型 拥有强弱不同的力量 哪怕他还没有壮大到极限 但是论起阴神之强大 他已经达到了 世间炼神真人 最巅峰的层次 只是不同的是 其他真人走到这一步 已经到了至高的极限 而他依然还有成长的余地 这是出于本质的不同 还是出于功法的不同 区别在于何处 宝兽道长这般想着 又感叹道 平道自负天赋异禀 可时至今日 终究还只是一个炼神境大成 尚未达到巅峰的小道士而已 修行的进度实在太慢了 这般念着 他忽然又想起了那道白光 心道 话说回来 当日那道白光不像是生灵 但却要救星罗宗主 它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若将他拿到手里 混沌珠之上的功德经文 会成长到什么地步 这样想着 饱受到长心中 还有点小兴奋 但就在这时 就听风源山下 传来一声惊叫声 轰隆声响 有一株大树 轰然倒塌 饱受到长连芒 从云端降落 他本以为是袁孝洲来犯 伸手搭在了箭上 却看到那倒塌的树木之前 站着一个瑟瑟发抖的小家伙 你又犯什么事了 饱受到长的手 从箭上离开 上前就拎起了小熊仔 小熊仔当下短腿乱蹦 嗷嗷叫道 不知道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尿急 在树下撒个尿 怎么就把树给冲到了呢 饱受到长文言 不由一正 这小不点咋这么厉害 他转身 看向那一株大树 看着上面的湿漉漉的断口 竟发现了炼神镜的法力 他愕然片刻 才发现 这法力竟然是自己的 可问题 他得小熊留下一缕法力 是为了保命的 怎么就被尿出来了 这一缕法力 以温和为主 怎么就把树给冲断了 难道 饱受到长 转身拎起小熊仔 一缕法力探查全身 小熊还在嗷嗷乱叫 惨嚎道 我不是故意的 小熊我实在没钱 陪着树了呀 饱受到长收了法力 露出极为复杂的神色 他发现自己 留在小熊体内的法力 竟然真的被他尿出来了 这法力不是小熊自身所修 因此被施作义务 排了出来 若真是如此 小熊如今 算是百毒不清 但还有一点 他留下法力 以保命为主 极为温和 怎么就冲毁了这棵大树 想到这里 他又似乎察觉什么 伸手一按 探查小熊的妖气 这小熊仔 已经是炼气劲的大妖 体内诞生了妖气 但就是这么一查 饱受到长心中 竟是未知一阵 他的妖气 如何凝炼到了 这等层次 饱受到掌眼神惊异 按道 比平道 在炼气劲时 体内的真气强度 也不遑多让 须得知晓 他的真气 极为凝聚 甚至可以 跟玄渊龙顶珠之中的 赤玄交龙法力抗衡 如元孝州弟子之中的 妖道秋风 数十年修行的真气 经混沌珠炼化 最后变成 精纯凝炼的真气 便也只是增长了 饱受到长半年到横 因为妖道秋风的真气 本是虚浮 在混沌珠内 被凝聚到了极致 而这小熊仔体内的妖气 竟然也凝聚到了 这等层次 几乎可以与法力抗衡 而且还有一点 小熊的妖气 比昨日增长了 足足三成 昨天他的妖气 还没有这样强 只是一夜之间 就有这等变化 平道的一缕法力 也是经混沌珠宁 炼到了极致 应该是无法 再继续凝炼 如此说来 因是一夜之间 这一缕细微的法力 增后了三成 所以今日 被排除之时 才显得如此强悍 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饱受到长看着小熊 神色愈发古怪 昨天这小家伙 吞下了那清玉斑纸 今日来看 应该算是一场天大的浮原 这就是杜星的秘宝 能够使法力 提炼精纯 那其他的方面呢 刹那之间 饱受到长想起了 前世的一些饮品 似乎是让猫 甚至是大象 吃下原料 拿出来之后 再行加工 制作饮品 价格还十分昂贵 颇受上流人士的喜爱 那他是不是能借小熊 开发一个 专供达观显贵 如果说 能够提炼精纯 那么今日 让他喝酒 明日尿出来的 会不会穷将欲业 饱受到长眼神之中 充满光芒 按道 要真是好喝 拿出去卖钱 并扬升出去 大腰制作 想必那些达观显贵 会很舍得花钱 要是生意做大了 今后裁员广进 凭到还用得着 把脑袋 别在裤腰上 去跟妖魔 拼死拼活 久死一生 流血流汗 赚这么点辛苦钱 他这样想着 连忙告诉小熊 说道 你待会儿去喝酒 明日找个坚实点的缸 尿在里头看看 如果变成更好的酒 以后咱们 就发财了 小熊挠了挠头 茫然道 什么叫更好的酒 饱受到长一时间 竟然说不上来 于是便道 明日你尿出来后 再找人尝尝 也就是了 小熊顿时恍然 连连点头 说道 那倒不用明日 我待会儿 就尿一壶给老爷尝尝 饱受到长 顿时一脚把他踢飞 恼怒到 平道不做生意了 他将这小熊踢飞之后 心中也开始明白 为何杜兴有资格 成为袁孝州 与赤玄蛟龙之间的 合作关键 赤玄蛟龙 乃是杂起的蛟龙 极为重视血脉 必然是借助磁宝 要提纯龙族血脉 而袁孝州 想要与赤玄蛟龙合作 便要达成 赤玄蛟龙的条件 他不知从哪里得知 杜兴手中有秘宝 可以做成此事 便邀请布兴 来形成合作 但如今 有个很古怪的地方 赤玄蛟龙被围在渊河 眼看就要 被猎妖妇为杀 那么这秘宝 以及玄渊龙顶珠 还有什么作用 他沉音不语 又看了天空一眼 低声道 袁道友 你怎么还不来送人头啊 此时 小熊被一脚踢飞 翻了好几圈 才缓缓站起 抖了抖身子 轻轻灰尘 屁颠屁颠地 朝着道观中去 工具甲今日 好不容易得空 但剩饭剩菜不多 只好在门外啃树皮 忽然见得 熊小爷 迈着两条小短腿 跑了回来 连忙迎上去 大哥 你有什么事吗 没你是 上回老爷 喝剩下的酒呢 在柜子上 那你趴下 我踩着你 拿酒下来 好脸 灰甲小妖趴了下来 小熊踩着他 小心翼翼 将酒坛子拿了下来 工具甲抬头 看了一眼 巧声道 大哥今天 怎么有闲情 一直喝酒 小熊看着这酒 迟疑了下 说道 其实我也不喜欢喝酒 前两个月 我跟老爷喝酒 喝完就屁股疼 工具甲闻言 眼神忽然变得古怪 老爷说 我喝醉了耍酒疯 从树上摔下来 然后就听小熊 又开口说道 要这么说 我待会耍酒疯咋办 可是不喝多 尿不出来 他犹豫了半晌 终于还是 咕噜咕噜喝完了酒 打了个嗝 眼神恍惚 大哥 那个 小熊砸吧砸吧嘴 醉熏熏地说道 你帮我问老爷 还喝不喝了 工具甲正了下 说道 酒不是喝完了吗 小熊伸出熊爪子 摸了摸脑袋 娜娜道 尿也能喝 老爷说的 工具甲打了个颤 心道 我要是跑去问 老爷喝不喝熊尿 这不是 嫌弃自己命长吗 他这样想着 却见熊子 又打了个嗝 闷声道 憋不住了 然后就见熊子摇摇晃晃往后院走 找个角落 就开始吁吁 哎呀大哥 工具甲金呼道 那宝贝 可不能尿啊 道观后院之中 方玉汗如雨下 近些时日 每日炼气不断 他的炼气造诣提升极快 而且具有炼气静大成的修为 炼气方面更加得心应手 他仿佛从炼气之中 找到了乐趣 更是找到了锤炼真气的方向 尽管这些时日 劳累不已 脸颊也都消瘦 但好在有些地方 依然没有改变 并没有瘦下去 让倒是感到欣慰 然而另一名九霄仙宗 真传弟子张碧 却陷入了迷茫之中 道长没有蒙我爸 张碧在这炼气也有数日之久 而且为了购买辅财 还搭进去了不少银两 炼气造诣没有多大提升 修为也不见暴涨 他开始试想 如宝兽道长所言 自己悟性不足 还没有感受到 白红罐先贤炼气之时 留下的大道感悟 但如今 隐隐觉得 还是哪里不妥 但细想之下 却又说不出什么不妥之处 宝兽道长乃是炼神真人当中 极为强大的存在 就连炼神镜大城的杜星 都被他斩杀 据说堪比炼神巅峰的半袖 紫衣都没能挡住他一见 这等人物所居的地方 定然不是寻常之地 那小熊 半岁炼气境 自家师姐 突破炼气境小城之后 未过一月 又晋升炼气境大城 自己也测算补卦 险些遭受反噬 这种种表明 风云山确实是宝帝 但是 这宝帝似乎并没有过于惊艳之处 至少目前感觉 还远不如九霄仙宗所在的天云山脉 不至于啊 师姐也是 自幼在宗门长大 若不是此地 更加神异 又岂会长久定居于此 张碧静七 可谓是十分努力的炼气 炼气越是努力 花钱就越多 越是毫无所获 就越是烦闷 他炼了一批砖石 不禁叹息一声 有了挫败之感 于是跟方玉打了声招呼 走出了后院 来到道观前面 然后他不由得一正 左右看了看 心中顿时 有些慌乱 师尊赐予我的青藤木剑呢 木剑不好长期禁于火焰 所以他炼气之前 就放在墙角 这枫园山上 堂堂炼神境真人居所 居然都有盗贼入室 他心中大惊 左右寻找 便寻不着 又掐了剑绝 然后就听轰然一声巨响 道观怨枪轰然破碎 墙角下 一株青藤 轰然冲销之上 长达百丈有余 清脆欲滴 随风摇曳 这 张碧脸色茫然 看向这株青藤 似乎想到什么 再度掐起剑绝 然后就见那青藤 爆发出了剑气 张碧木瞪口呆 这叫什么事 他的木剑 变成了青藤 何方妖念 就在这时 天穷上传来一声利和 正是饱受道长的声音 只见一道金光瞬息而至 化作一个年轻道人 见到眼前的场景 也都满面错愕 道长 张碧连忙失礼 这是怎么回事 宝兽道长指着青藤 不禁问道 这 张碧略感茫然 摇了摇头 说道 晚辈也不清楚 但这青藤 原先应是晚辈的青藤木剑 那是家师赠女的宝剑 材料取自于南荒青黄神藤 南荒青黄神藤 宝兽道长进前去 忽然问到一股酒味 心中微动 便道 你在这里等着 是 张碧还未回过神来 只觉此事十分诡异 而宝兽道长走出道观 直接拎起小熊 将事情来龙去脉 搞了个一清二楚 竟是这小熊 喝了酒之后 尿在张碧的木剑之上 然后他怕张碧心疼木剑 倒地大哭撒泊耍无赖 就把木剑埋了 那青玉般指 究竟是什么宝贝 宝兽道长心中微震 但探查之下 发现小熊体内的妖气 消耗了一成有余 也就是说 这酒变成了 浇灌木剑的灵水 其中还蕴藏了小熊的妖气 那朱青藤 你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忽然就长出来了 刚才那末梢还不断摇 跟朝我招手似的 小熊挠了挠头 说道 他好像是挺听话的 宝兽道长当即明白 这株青藤之上 不但有张碧的印记 还有了小熊的印记 二者都能催动着青藤 他揉了揉眉雨 将小熊提起 恼怒道 以后 找个大刚尿 不要随地小便 说完之后 他将小熊抛在地上 便回了道观 临近后院之时 他深吸口气 背负双手 道长 张碧见他回来 连忙见礼 平道大致已经知晓 你的木剑有灵性 得物封原山的道运 从而成长 宝兽道长缓缓说道 你那木剑 长不过三尺 如今它变成了百丈 材料不知长了多少倍 也算一笔不小的兽益了 这 张碧闻言 心中一动 觉得宝兽道长言之有理 青藤木剑长不过三尺 原材料极为难得 师尊当年 再难慌 也不过结了十丈 回来之后 炼制了一批青藤木剑 而这里足有百丈材料 简直难以想象 可是想到这里 他心中竟然有种挫败之感 就连自己的木剑 都感悟了白红罐的大道 偏偏自己居然一无所获 而且还开始怀疑风云山 他深吸口气 越有自责 眼睛余光 忽然看见一边神色古怪 正在偷瞄的小熊仔 刹那之间 心中更觉惭愧 嘴角露出苦涩 心道 我果然是个废物 宝兽道长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 只看着那所谓南荒青黄神藤 陈寅道 先不要拔了 再留着他 这几天多浇水 多涨一涨 看他能涨多高 他才这般想着 却见山下来了一人 赫然是御荣先宗外门长老 现今红衣斩妖力杨文黎 他面色焦急 匆匆而来 宝兽道长赢了上去 袁孝州 杨文黎第一句话 便说到 他在冤河上游 宝兽道长闻言 震了一下 猎妖榜首 无忌魔宗太上长老卓书虫 潜入冤河 被我猎妖扶主击退 斗法之间 藏于暗处的袁孝州 被迫显露刑警 杨文黎话才说了一半 就见宝兽道长抬手起来 说道 杨兄稍等 杨文黎正是错愕 便见宝兽道长 转身朝着山上去 越过山顶 到了山背后 然后便有狐吼之声 震慑天地 旋即变成了惨叫之声 七力万分 他心中一惊 连忙赶上去 与此同时 道观之中的方玉 张碧 小熊 及工具甲 都听闻动静 朝着山后赶去 然后他们便看见了一位 面沉如水的道士 正在骑虎 道士举着拳头 一下又一下 把老虎打得嗷嗷叫 说好了 袁孝州来风原山送人头 他跑去冤河送死 你个死老虎 敢骗平道 后山所在 树林之间 一头身材壮瘦的猛虎 匍匐在地 惨叫不已 道士 骑在猛虎身上 拳头如雨 把狐脸都打肿了 杨文黎错愕万分 听到动静赶来的 芳玉和张碧 只有小熊骑在 工具甲身上 挥舞着小熊掌 喊道 打得好 打得好 他说完之后 看了看身下的工具甲 学着道长的姿势 比划了两下 然后满一点头 冲着工具甲说道 下回咱俩也练练 工具甲一想 挨揍这种事 铁定能寿 过年不用上桌 大哥果然为他着想 当下非常欢快地答应了 投靠道爷的第一条消息 居然就错了 平道留你何用 宝兽道长 直接把老虎 按在地上抱走一顿 说好了 袁孝州三天内 避毁风原山 所以 宝兽道长 坐镇风原山两天 结果现在告诉他 袁孝州出现在冤河 难不成袁孝州这种人 会不远万里 连夜赶回 未保承诺 奔波而来 道长饶命 袁孝州原定计划 便是三日内摧毁风原山 但听刚才所言 他暴露行迹 如今被猎妖府盯上 实乃意外之事 并非小妖欺瞒 还敢找借口 今晚就将你宰了 炖上一锅 明天把吃剩的骨头 送去猎妖府 宝兽道长打了一顿 才稍微消了气 就在这时 张碧巧声道 咱们道观平常夹菜 都是拿炼神妖王做菜的吗 小熊微微摇头 温声说道 偶尔也吃点小妖 换换口味 像工具甲这样的小妖怪 上次夹菜 就吃了上百个 工具甲下得瑟瑟发抖 杨文黎则是神色复杂 猎妖府颁布悬赏 通常修行人斩妖除魔 都是带着尸首去官府领赏 怎么这位道长 还得炖上一锅 吃剩的骨头拿去领赏 舒畅了 宝兽道长一脚把孟山君踢开 才看向杨文黎 说道 现在可以了 请到凶祥说 杨文黎这才上前 低声道 袁孝州现身之后 当日便在冤河源头之处 联合赤燕山妖 截断冤河之水 破开猎妖府 一十三位精一斩妖立 部下之大阵 宝兽道长震了下 问道 赤玄蛟龙吗 杨文黎深吸口气 说道 赤玄蛟龙 破阵而出 沿河走水 兴风作浪 已连过三玉 如今已彻底闯入清明州境内 到了袁天玉境内 我奉命前往广山玉 协助掌玉大人 宝兽道长神色冷淡 漠然不语 只是想着 赤玄蛟龙脱困 连过三玉 周边更是多名精一斩妖立 围追堵截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这次灾劫 又是何等严重 想那白羊县内 锦衣县之地 十余万百姓受劫 便如人间炼狱一般 而三玉之地 牵连各处县城村镇 无辜受难 何止千万之众 这又该是何等惨状 与此同时 冤河上游 记着半袖紫衣的青年 神色冷漠 在他身侧 是一名精一斩妖立 以及一名半袖精一的 红衣斩妖立 目前清明州境内 修为达至炼神境的 精一斩妖立 基本都以汇聚冤河 分作三路 一路早先就奉命而来 参与围杀赤玄蛟龙 一路奉命协助 天元州列妖府 追杀吞英山元孝州 一路则是以着半袖紫衣的青年为首 来追杀赤焰山妖 寻不到踪迹 赤焰山妖还是逃了 旁边一名精一斩妖立 叹了声 说道 他只是炼神大成 但本体终究是灵物生成 天赋一柄 着实难以侵拿 另一边传来消息 袁孝州也顿走了 旁边一位半袖金衣的红衣斩妖立 同样神色冷漠 顿了下 说道 不过袁孝州逃走之前 卖了天元州的石振河 天元州列妖府挥下金衣斩妖立 紫秀青年看了过来 语气冷淡 不错 据说石振河在渡星之前 就已经是与袁孝州达成合作 近期我等列妖府一举一动 皆是经他泄露出去的 适才那名金衣斩妖立 出声说道 现在看来 袁孝州觉得他没有用处了 又不愿今后奋出一杯羹 干脆卖了石振河 石振河 他人哪 青年问道 府主追索卓书虫未果 归来之后 听闻此事 亲自动手 当场请拿石振河 以打入天牢 等待问罪 这金衣斩妖立回应道 赤玄蛟龙吗 青年稍微点头 又问了一声 连过三玉 闯入清明州 已到了袁天玉 毁坏千余城池村庄 造成死伤无数 伴秀金衣的红衣斩妖立 语气沉重 袁天玉里 没有炼神镜的 金衣斩妖立 青年神色变得极为难看 狄臣说道 不能把他堵在袁天玉 而任他肆虐 大人的意思是 那金衣斩妖立问了一声 请风元山宝兽道长 前往永瑶河 准备拦截 青年停顿片刻 才道 让这十三位金衣斩妖立 将赤玄蛟龙 驱赶至永瑶河 大人思虑周全 那伴秀金衣当下点头 赞同道 永瑶河周边 荒僻无人 就算大战 也不至于波及太甚 不行 先前那名金衣斩妖立 忽然摇头说道 围杀赤玄蛟龙的十三位 金衣斩妖立当中 有三位具有伴秀紫衣 地位不比你低 你无权下令 以我之名 请求配合 伴秀紫衣青年 正色道 金雷剑柳明 为人仁厚得善 他或许会答应 那金衣斩妖立 不禁说道 但余下两位伴秀紫衣 不会给你面子 除此之外 其他的金衣斩妖立 十有八九也不会答应你的 他们有半数人 出自大厦军中 只听军令 这次得到的军令 是斩杀蛟龙 另一半人呢 青年问道 另一半 来自于先宗 或是无门无派的散学修士 非我大厦栽培 这金衣斩妖立说道 不能指望 为什么 青年沉默了下 问道 早一点斩杀蛟龙 止住栽节 不好吗 宫虚 这金衣斩妖立 陈生说道 他们合力之下 其实足以斩杀赤玄蛟龙 只是一时间难以将它困住而已 如今这条蛟龙连过三玉 将要立节 明天日落之前 他们便能斩杀赤玄蛟龙 此番围困赤玄蛟龙多日 虽然蛟龙脱困 但也有把握斩杀 眼看明日 就能大功垂成 只差最后一步 就可以耗死蛟龙 他们必然不会让其他的炼神镜 来分这一杯羹 他们无力在今日 立即斩杀赤玄蛟龙 只能拖到明日蛟龙历节 青年的脸色 变得极为难看 陈生道 在此期间 他们对蛟龙围追堵截 让蛟龙四下逃窜 左冲右突 斗法于威 席卷数千万人 这笔债要怎么算 旁边两位斩妖力 对视一眼 均不敢回应 我统于整个清明州的猎妖府 赤玄蛟龙闯入了清明州境内 这是我的地方 也是我的职责 青年扯下半袖紫衣 陈生说道 眼下已经来不及上报 京城猎妖府 就让我来模仿家师笔记 待会儿用我师尊 这位猎妖府主的名义 强令他们 今日之内 将赤玄蛟龙 驱至永遥和附近 你要假传府主之命 那金衣斩妖力 面色骤变 笛声说道 这是重罪 就算府主事后为你开脱 但假的终究是假的 瞒不住的 大不了这半袖 紫衣不要了 事后至罪未认了 青年看向三位金衣 冷淡的面容上 浮现笑意 说道 金衣斩妖力 神色严肃 听说那倒是在白杨县 对玉衡老鬼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有些事情 总该有人承担责任 赤玄蛟龙脱困 造成大灾 他一定要死 也一定会死 但袁孝州 赤燕山妖 石震鹤 同样也要付出代价 袁孝州逃往另一个方向 我没有把握寻到他 但是我可以追上赤燕山妖 我本领有限 不能将他们禁数擒拿归案 但付出一些代价 拿下赤燕山妖 还是可以的 青年看向其余两人 说道 只是你们跟不上 所以我一人前往即可 那金衣斩妖力 扯住他的袖子 说道 这会损害你的本源 伤及修行根基 青年轻声道 如今已来不及 前去阻止蛟龙作乱 但我执掌清明州列妖府 如今清明州出现这等大祸 总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百姓一个交代 乌光一闪 落于山间 这是黑影 浑身笼罩在黑色袍服当中 看不清面貌 然而眼睛浑浊 显然是一位老者 师叔 山洞之中 走出一个中年人 面色苍白 感叹道 宁老人家的本事 越来越高了 在猎妖府如此阵容之下 居然能从容脱逃 想必就是我那位 担任吞英山掌教的师尊 都未必能吻胜宁老了吧 若保守道长在此 就可以认得出来 这中年人便是猎杀榜上 位列前摆的衣食父母 此人也是来自于大厦之外 吞英山的掌教敌传 修为在炼气境巅峰 看起来 你倒是很期盼 老夫死在猎妖府手中吗 不过你别忘了 老夫一死 落于你身上的枷锁 无人可解 就算你师尊来了 也无能为力 袁孝舟淡淡说道 不过今次老夫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只要你把事情做成 事后老夫解了这枷锁 饶你一命 绝不食言 中年人沉默了一下 然后说道 师叔请吩咐 袁孝舟缓缓说道 老夫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从猎妖府围攻之下 给赤玄蛟龙 破出一线生机 如今他所过之处 死伤无数 尸横遍野 冤魂无数 这些炼宝材料十分难得 若咱们吞鹰山的人 都视而不见 岂非暴殿天物 他取出一杆长帆 以及一个葫芦 都抛了过去 说道 这是炼魂神帆 与化尸葫芦 中年人接过这两件宝贝 当下明白袁孝舟所想 用炼魂神帆 收 冤魂 用化尸葫芦 熔炼尸骨 以如今赤玄蛟龙造就的灾难 死伤无数 足以让这两件宝贝 提升到顶尖法宝的层次 可是清明州猎妖府 赤玄蛟龙从冤河盾逃 十三位精一斩妖力 围追堵截 现在整个清明州 都乱作一团 袁孝舟缓缓说来 道 此事未定之前 猎妖府难以分心 去为这场灾结善后 只要你聪明一些 在猎妖府进行善后之前 先练好这两件宝贝 不就成了 他进前半步 看着这个中年人 笑道 不必你去屠杀百万之众 本作已经替你 准备了这大批材料 只需要你为他们收尸即可 若如此简单的事情 都做不到 留你何用 这中年人文言 当下点了点头 说道 弟子尽快练就这两件宝贝 但是成之后 怎么寻找师叔 袁孝舟笑了声 苍老的声音略带嘲讽 说道 免得你被猎妖府所情 供出老夫来 所以 你只要留在袁天狱 等着老夫寻你便是 他看向广山狱的方向 眼中露出了杀鸡 心中默默想着 封元山这个道士 坏了老夫好事 斩了老夫弟子 还抢了老夫的坐骑 如今赤玄蛟脱困 老夫总算得空 正好等蛟龙事后 各方疲惫之时 先斩了这个道士 这小道士 年纪轻轻 本领如此之高 不能再让他进一步成长了 他若得以再进一步 老夫就算仗着这仙剑 都未必能斩他了 袁天狱 宣元献 就在今日 灾难骤然而发 全无预兆 天色昏暗 大雨磅礴 恍惚有一头蛟龙 在狂风骤雨之中 驾驭巨浪而来 石鱼道金光 在天边各个方向 围追堵截 然而巨浪滔天 蛟龙在其中若隐若现 任由这些猎妖腐的 金衣斩妖力不断攻打 也未能将这蛟龙斩杀 在后世记载当中 或许只记录了 这样的天象变化 记录了神仙屠龙之圣景 但却没有人看到 轩原县中 洪水冲垮了大山 淹没了城池村庄 立即救人 先救人 其他一切事情 尽数押后 这该死的蛟龙 过了半日之久 才陆续有官府之人赶到 他们是从其他地方 调来的官吏 受袁天玉的掌狱大人之命 来此营救百姓 而当头一人 赫然是袁天玉 那位掌狱大人的千金 他的兄长 已经被派到别处救灾 而他则奉命 来到了轩原县 这里是袁天玉 最危险的地方 因为才刚刚蛟龙过剑 谁也不知道 在猎妖府的围追堵截之下 蛟龙是否会被迫掉头 再度逃窜至此 若真掉头逃窜 巨浪洪水之下 他们只怕也难逃结束 可是掌狱大人的千金 当先率众而来 让众人皆得到了心气鼓舞 炼神境的争斗 便如此惨烈吗 那少女脸色苍白 眼神中饱含恐惧 低声自语 道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可是 这些凡人 却又做错了什么 她看向了蛟龙远去的方向 那里是往广山玉的方向 广山玉内 有一位炼神境的年轻道人 但蛟龙威势强悍 十余位金衣斩妖吏 都不能将她截停斩杀 那年轻道人 若不能立敌蛟龙 那么她真会冒险出手 拦住蛟龙吗 若那倒是愿意出手 联合猎妖府诸位金衣斩妖吏 或许能更快一步 平息灾难 能够更多人免去 这样的惨烈下场吧 广山玉 猎妖府 红衣斩妖吏杨文黎 得清明周猎妖府 伴秀紫衣受益 并且得到广山玉掌玉大人的许可 当下便以书信一封 折成纸鹤 传训风原山 但就在她这只纸鹤 飞出猎妖府的瞬间 说乎一道刀芒 斩灭了纸鹤 白鱼 你要干什么 杨文黎面色骤变 看向猎妖府门前的一名 红衣斩妖吏 杨道友又是要做什么 那名为白鱼的红衣斩妖利 提着斩妖刀 冷声反问道 辅主下令 将赤玄蛟龙逼入咏妖河 请风原山宝兽道长出手 将蛟龙堵在咏妖河所在 合力围杀 你要抗命 杨文黎拔出他的斩妖刀 指向对方 我只听闻辅主下令 将赤玄蛟龙逼入咏妖河所在 但未曾听闻 要请外人出手 白鱼出声说道 我知道你与风原山那倒是交情不浅 想要让他一起参与围杀蛟龙 分得这天大的功劳 但是你这样不合规矩 请保守道长 虽非辅主下令 但命令来自于执掌 我清明州猎妖府的温大人 杨文黎沉声道 我家大人也是半袖子役 不受他的调遣 白鱼出声说道 猎妖府围困赤玄蛟龙一月之久 临到头来反而请外人出手 岂非丢尽了猎妖府的名声 大下国为受损 你担得了责任吗 百姓受灾 数以千万计 你担得了责任吗 杨文黎立声道 我知道你得了授意 但今日再敢阻拦 杨某 拼着残杀同僚的罪名 也要将你诛灭在此 白鱼面色难看 说道 我家大人说了 他们围困数月之久 眼见就要诛杀蛟龙 见不得这最后一步 多出个外人来分摊功劳 杨大人不必动怒 今日之内 必斩蛟龙 无需再请外人 杨文黎不再忍耐 一刀便斩了过去 今日斩蛟龙 可是他们拦不住蛟龙 他们没有本事 将蛟龙困死在咏摇河 今日宝兽道长不出手 蛟龙就会越过咏摇河所在 位于咏摇河周边的南泉县 及鹿原县 二十多万百姓的身家性命 你负责得了吗 杨文黎的刀 披向了这名红衣斩妖令 而就在此时 猎妖府外 传来一个苍茂而愤怒的声音 猎妖府暂无精一主事 老夫暂待一切事物 只听掌玉大人面带怒容 陈生说道 猎妖府内 所有斩妖令听令 驻杨文黎斩杀白鱼 传训风原山 请饱受道长下山斩龙 就在广山玉猎妖府 掀起内斗之时 他们这些卫族 猎神镜的斩妖令 以及这位掌玉大人 却都没有料到 猎神镜极数的大战 是何等惊世骇俗 此时蛟龙兴风作浪 早已经越过了咏摇河的范围 冲垮了小半个南泉县 大浪滔天 洪水猛兽 直扑路原线范围所在 与此同时 风原山上 工匠们在正元的指挥下 皆在忙碌 然而忽然之间 只觉天色疏忽阴暗下来 而原本炎热的天气 一瞬间便是万分阴凉 前方天际之处 有遮天蔽日的阴云 席卷了过来 阴云声势 左右边际都看不到镜头 从前方压来 令人喘不过气 那阴云森然可步 雷霆四起 轰隆隆声响 宛如雷声 然而细看之下 竟是天际尽头 洪水滔天 席卷而来 连天接地 竟如海啸一般 令人心惊胆战 声势来得极快 众人还未在 炎热天气转凉的变化下 反应过来 便看见了天边汹涌的 巨大浪潮 以及轰隆不绝的 雷声及巨浪之声 快看 山上的工匠 惊呼一声 指向那个方向 众人看去 刹那之间 心绪凝滞 恐惧与骇然 顷刻间汹涌而上 有人惊叫一声 惊慌失措地 往山顶上跑去 但眼见这等大事 就算大山 只怕都要冲垮 那是我家 忽然又有工匠 叫出声来 然后恍然的气氛 愈发浓郁 笼罩在整个 枫原山上 枫原山的工匠 大半来自于陆园县 他们家住陆园县 家人也在陆园县 我爹娘还在家呢 我婆娘和孩子 都在家等我吃饭 怎么办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惊慌失措 嚎啕痛哭 甚至有人想要冲下山去 被人拦住 看前方灾难 下山必死 留在山上 或许可以留得性命 在这等灾难面前 人力竟显得如此渺小茫然 而就在这时 却见年岁最大的正元 摇晃了一下 然后朝着道观方向 跪倒下去 我妻儿皆在陆园县 请饱寿道长救他们一命 王山健壮 也连忙跪倒 山上工匠 皆知饱寿道长 乃神仙中人 纷纷跪倒 高呼出声 请道长下山 拯救众生 众人之声 传至道观 修行之中的饱寿道长 正宫行圆满 书底睁开双目 在这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 冥冥之中的一缕痕迹 这很像功德金钱 但功德金钱是实物 而这是无形之物 可混沌珠竟有了反应 不断运转 上面的功德金文 光芒闪烁 久久不息 他站起身来 取过法剑 扫了墙上那十六个字眼 收回目光 走出道观之外 众人皆狼狈 赶至道观之前 纷纷跪倒在地 饱寿道长的目光 却越过众人 看向前方 先前得到的消息 这赤玄蛟龙 已肆虐到了袁天狱 他正在考虑 动身前往袁天狱斩龙 避免更大的灾祸 顺便拿龙头去换点赏钱 装饰一下道观门面 未曾想到他还未动身 赤玄蛟龙 竟然已是闯入了广山狱的境内 而且来到了他风原山之前 见这场面浩大 他可以想象 蛟龙过处 是何等惨状 城池村庄 人畜性命 所有的一切 都会毁灭 照眼前场景 一刻钟后 滔天洪灾 会毁掉半个路原线 此后再过半刻钟 风原山都会在波及范围之内 若不出手 风原山净毁 道观见面 杀到本作家门口不说 还想直接冲了本作的道观 宝兽道长脸色冰冷 只见他朝小熊吩咐了一声 看家 玄疾化作一道金光 直扑天际而去 我被修行人 自许高于凡尘 自比仙神之尊 方玉心怀震撼 语气稍低 然而道长这等人物 才是先生 张碧肃然点头 看着道长汉不畏死 以一往无前之势而去 当下不禁眼含热泪 工匠们纷纷看去 只见天际尽头 大浪滔天 席卷一切 势不可挡 却有一点金芒 细微如蝼蚁 迎着滔天巨浪 逆向而往 金芒迎浪 如飞蛾扑火 在这一瞬间 郑元与王山等人 疏忽想到了道观之中的十六个字 替天行道 斩妖除魔 宝静安明 守护众生 只有小熊挥舞着小熊掌 恶狠狠地道 砍了他的头去换钱 想挥我家道观 什么玩意儿 阴云盖顶 雷霆闪烁 巨浪滔天 汹涌澎湃 隐隐能见一尊庞然大物 在其中若隐若现 然而威势无比 十余道金光 纵横交错 不断攻打 这十余道金光 皆是恋神极数真人 挥洒之间 剑芒破空 倒数绚烂 他们出手 各有章法 首尾相连 隐隐结成阵法 斩 惊雷剑柳鸣 一剑斩落在巨浪之中 巨浪裂开 然而瞬间又合拢在了一起 那蛟龙隐在巨浪之中 难以寻得真身所在 偶尔被他们道法剑术逼迫 才显露一灵半角 但瞬息之间便又隐没 寻不到蛟龙真身 众多金衣斩妖力 便也只好攻打着浩荡浪潮 之前围困多日 种种倒数剑爵 落于水中 也不见蛟龙气息减弱 但时至今日 这群金衣斩妖力的攻打 却已经有了肉眼可见的成果 随着他们种种倒数落于浪潮之中 那蛟龙斩落的气息 也已经开始萎靡 蛟龙已经疲惫不堪 即将力解 老夫知晓 诸位心中各有想法 仍留有一分余力 以护卫自身 但时至此刻 二等也可以亲力出手了 围困越鱼 临到最后 出现这等变故 好在如今也算大功告成 天上地下 金光闪烁 纵横交错 倒数无穷 剑气挥洒 威势无穷 皆是炼神镜的力量 与此同时 又有一位金衣斩妖力 面若老者 手指长帆 往天一挥 长帆燃起火焰 化作一个火球 方圆百丈大小 赤裂万分 威势无匹 轰隆声响 火球砸入了巨浪之中 白雾生腾 水浪蒸发 最终仍是巨浪熄灭了火球 然而蛟龙的气息 更是微弱到了极致 蛟龙长吟 显得凄厉 巨浪翻转 细看之下 似乎这蛟龙即将历劫 已然晕头转向 他偏转了方向 朝着鹿原线而去 但身外巨浪仍未消散 邪浩大之势 要将整个鹿原线 尽数摧毁冲垮 诸位金衣斩妖力 皆神色如常 毕竟一路争斗以来 如此毁灭的城镇村庄 不知多少 早已让他们万分麻木 只打定主意 要在那鹿原线所在 将蛟龙诛灭 然而就在这时 疏忽一道金光 脱离而去 拦在了前头 剑气挥洒 浪潮疏忽一顿 然后蛟龙长笑一声 竟然调转方向 偏了过去 那赤玄蛟龙 避过了鹿原线的所在 直扑前方无名大山 此刻所有人都看见 是有一位金衣斩妖力 截断了前路 迫使蛟龙偏移方向 有名 你干什么 有人骤然大喝道 这一路来 他兴风作浪 威势无匹 我等合力都截不住他 甚至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方向 已经造成无穷灾难 柳铭的声音 显得极为凝重 说道 既然眼下 他已是将要立境 力所能及之下 本座自然要截他前路 否则在前进三十里 就要毁掉陆原线了 妇人之人 另一名金衣斩妖力和道 早先也不见你仁慈 多少城池村庄都毁掉了 再毁一座又何妨 临到头来 万一因为你一念之差 出现变故 你又该当何罪 少说废话 赤玄蛟龙已经历劫 我等毕竟是大下猎妖府之人 力所能及之内 理应庇护大下百姓 柳铭沉声喝道 前方是一座无名山脉 位列袁天玉和广山玉交界 人烟稀少 他即将历劫 我等将他驱离陆原线 尽力在那里将他拿下 众人虽然不满柳铭之举 却也没有在此时及与他纠缠 而是听从柳铭指示 重新构建阵法 迫使赤玄蛟维持方向 再过片刻 赤玄蛟龙驾驭巨浪 撞上前方那座山 山或许会崩 但浪潮也会停歇 赤玄蛟龙便会利尽于此 然后他们便可以轻易拿下这头蛟龙 最好便是生擒此蛟龙 陷于国师 不对 柳铭忽然出声道 那山上有道观 又有金衣斩妖力扫了一眼 应道 有数十人在山上 但嗜才打出火球的那名老者 却哼了一声 说道 区区数十人 无需理会 赵公所言即是 嗜才那座县城 眼前区区几十人 不该再耗费我等经历了 柳铭 你不要再有富人之人 众位道友听着 莫让赤玄蛟龙转向 迫使他撞击此山 指住他兴风作浪的神通 金光闪烁 斩妖力之间 互有交流 然而 隐于巨浪水流之中的赤玄蛟龙 眼眸之中 却露出一抹难言的赤裂之色 玄园龙顶 猪 他感应到了 另一枚玄园龙顶猪的气息 就在前方那座山脉当中 袁孝洲打破阵法之时 只来得及告知一声 让他闯入广山域 便在猎妖府围攻之下 各自散开 如今他终于明白 袁孝洲便是让他来到这里 取回玄园龙顶猪 虽然他感受不到百妖之阵 但是只要再得玄园龙顶猪 先前藏于其中的法力 就会回归自身 然后补一法力 恢复自身状态 并且 两枚玄园龙顶猪合在一处 可以将方圆百里 纳入掌控之内 形同自身道场 眼下这些精一斩妖力 一路追杀自身而来 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待他取得玄园龙顶猪 此消笔掌之下 必然可以反杀这十三位 精一斩妖力 袁孝洲已经寻得 清明州的帝龙所在 赤玄蛟龙心中暗道 只要再寻到宁天清明环 提纯龙族血脉 因帝龙传承于身 本尊之血脉纯正 便仅次于真龙 正在他这般想着的时候 便见前方一道金芒 纵然赤玄蛟龙永恪无敌 凶猛万分 但心中也不由得为之慌乱 在天一尊炼神极数真人 他如何还能重获 玄渊龙顶珠 反杀精一斩妖力 此为何人 十三位精一斩妖力 无不感到精一 但更是感到惊目 他们围杀蛟龙多日 眼见最后一步 竟由炼神真人掺和一手 瓜分战果 在这个时候 莫说那其他的精一斩妖力 就算以仁善德后 著称的精雷剑柳名 也不由得露出不悦之色 但是到如今 他们也同样疲惫 着实无法在斩杀赤玄蛟龙的同时 将这位半路杀出的 不速之客击退 可是在这一瞬间 令得众多精一斩妖力 以及赤玄蛟龙 多位之一症的事情发生了 这位不知名的炼神竞真人 进入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 万分莽撞 毫无谋划 直截了当 撞入了滔天巨浪之中 他是 带着求死之念而来的吗 众多精一斩妖力 揭露错愕之色 这位道友没见到 他们十余位精一斩妖力 都是凌驾于云空之上的吗 他们只敢凌驾于浪潮之上 从云空之中 寻得赤玄蛟龙 在巨浪之中的位置 从而进行攻打 削弱其本领 伤其龙区本体 赤玄蛟龙虽是杂血龙族 却也具有天赋神通 能云游天穷 畅游水中 更能呼风唤雨 兴风作浪 此为龙族血脉之神通 相反如炼神境真人 虽能上至云霄 下潜湖海 但是身在水中 一举一动 终究难免受得制衡 不如平常自在 除此之外 道术神通 剑法威能 甚至都会大打折扣 因为身在水中 因此来自于水的阻碍 无处不在 赤玄蛟龙本身 便是如此永恨兄弟 进入水中 此消彼长 岂不白送 原来这位道友 是来送命的 赤玄蛟龙先是一正 玄机大喜 如在水中 吃下这名炼神境真人 可以让他状态恢复不少 近来被围困冤合 疲惫不堪 饥饿难忍 未想在此 竟有炼神真人 主动来投龙口 事虽诡异 但明显有意 赤玄蛟龙也不客气 当即龙尾一甩 龙爪一操 张口便朝着那炼神真人 所化金光 视咬而去 然而那金光一转 疏忽便到了另一侧 宝兽道长按骂一声 斗法就斗法 动不动搞得像要吃人似的 等会儿 宝兽道长看赤玄蛟龙 再度张口视咬而来 这才反映过来 这赤玄蛟龙张口 不是为了跟他争斗 真的只是纯粹想要吃他 修行人与凡夫俗子不同 修行之人 道衡在身 对于异类而言 犹如美味佳肴 正如宝兽道长将妖类 做成佳肴 吃了之后 对道衡有所避意 对凡人而言 更是疏精活血 增添灵气 延年益寿 而对妖类而言 吃修行之人 亦是有益于修行 例如孟山君 就是吃了被 明河咒术反噬而死的 莫归诗书 从而修为再进一步 借机踏足炼神之境 想到这里 宝兽道长就来气 上百万银两 让孟山君吃霉了 于是他怒而拔剑 挥手之间 如行云流水 毫无阻碍 当下便将赤玄蛟龙 探过来的龙爪 给削了半个爪子 龙血渗于巨浪之中 浪潮当即泛红 红里泛金 龙银长孝 七历万分 什么 天穷之上的十三位 精一斩妖历 都不由地露出震海之色 他们结阵 追杀赤玄蛟龙 然而因为赤玄蛟龙的 天赋神通 引在巨浪当中 寻不出真身所在 因此 他们攻向巨浪 却未能直接伤及蛟龙 除此之外 巨浪有削弱剑术 道法的功效 即便击中了水中的蛟龙 却也会被蛟龙灵甲阻拦下来 不至于伤及筋骨 也正是因此 自赤玄蛟龙从冤河脱困以来 他们只能消磨赤玄蛟龙的力量 而不能直接将之生情 或是斩杀 然而 试财那一道看似来送死的金光 直接闯入了水中 竟然伤了赤玄蛟龙 诸位道友 金雷见柳明指向下方 沉声道 你们看这位道友 竟不受水中束缚 只见水中 一道金光 闪烁不定 在水中来去 如一条万分灵活的鱿鱼 但众位精一斩妖历 见多识广 知晓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鱿鱼 可以与他的速度 相提并论 这就是那位炼神静真人的顿光 这顿光是在水中 竟然比他们 在空中还要更快 他似乎不受水流的影响 另一名伴秀子一 沉声说道 此人要么修炼的是水行道法 要么就是天赋一柄 具有入水的神通 柳明皱着眉头 陈英道 却也不该这样快的 而且 这赤玄蛟龙乃是水中生灵 在同等境界之下 水中乃是蛟龙的主场 谁能在水中与这蛟龙搏杀 更何况 眼前的巨浪 便是以蛟龙神通所化而成 他相当于主动 闯入了蛟龙部下的陷阱当中 是才这道金光 仗着具有入水的神通 实在太过鲁莽 可要一并入水 与他并肩作战 柳明看向众人 问了一声 但他声音未落 便见对面那位 施展火焰道术的赵姓老者 露出不屑之色 其余金一斩妖历 也只有两人露出游移之色 余下诸位 皆神色冷漠 入水一战 本领大打折扣 本座不能去 本座修行火焰之术 本就被蛟龙所克制 若入水中 本领实不存一 岂不送死 这位道友如此莽撞 似乎决意送死 我等何必理会 再者说了 他若死了 少一人瓜分战果 岂不大好 赵公所言正是 正好借这位道友之手 削弱赤玄蛟龙之力 但要注意 莫要让他失身 被赤玄蛟龙所食 免得再生变故 十三位精一斩妖历 皆有忌惮 但更多的是 不愿这位炼神真人 来瓜分战果 而在此时 水下之中 便见金光闪烁 来去自如 而赤玄蛟龙摇头摆尾 爪牙撕扯 张口是要 更动用巨浪施压 只是在赤玄蛟龙神通 所凝成的巨浪之中 这倒是竟如鱿鱼一般 全无阻碍 好一头赤玄蛟龙 饱兽道长身在水中 毫无阻碍 避在天穹之上 速度也是不慢 他从杜星身上 掠夺而来的灵宝精霞 极为不俗 此时 他绕着赤玄蛟龙 终于将这一头蛟龙 看了得一清二楚 头如牛马 顶身双脚 尖利万分 锐气凌利 身如巨蟒 长三百余杖 粗壮无比 腹下有四只 龙爪约有三只 两前一后 森然可不 他浑身不满灵甲 但红黑二色 博杂不纯 早就听闻赤玄蛟龙之名 原来 是因鳞片杂色 才名赤玄 宝兽道长一剑 挡住了龙爪探机 说道 只是听闻你被猎妖斧围困 必死无疑 便也不想着凑这一份热闹 唯有想到 你竟然主动撞到了 平道的门前 平道有几句话 轰隆声响 还不带宝兽道长出剑屠龙 水面之上 道数此起彼伏 剑光灌入水面 赫然是因为宝兽道长的缘故 蛟龙无法继续隐秘 而这十余位金医斩妖丽 认定了蛟龙位置 便各自施展本领 朝着蛟龙所在 轰然打落 轰隆隆 巨浪滔天 四下崩散 刹那之间 一声长吟 只见蛟龙出水 三百丈长的巨龙 冲销而起 凶力万分 他长尾一扫 当下便将三位金医 斩妖丽拍飞了出去 他龙爪一探 撕开了一位金医斩妖丽的半边身子 他昂然咆哮 仗着强悍之身 竟在法力浩劫的局面之下 以龙族体魄 强行杀出重围 但他没有恋战 脱水而出 便腾云驾雾 直扑封原山而去 在那里有玄渊龙顶珠 在那里便是他的 而一线生计 取回玄渊龙顶珠 他可以杀尽眼前一切大敌 快逃 封原山上 方玉惊叫一声 与张碧对视一眼 携众人往山顶而去 眼见那数百丈蛟龙 在云空之上摇头摆尾 只扑封原山而来 众人只怕都难逃一截 龙威浩荡 压得众人心绪凝滞 近乎窒息 而唯独小熊神色茫然 他坐在工具甲身上 震了一下 然后才反应过来 宝兽道长居然拦住了那巨浪 却没有拦住这蛟龙 他当下恼怒 嗷的一声 就朝着那蛟龙迎了上去 本座乃是白红罐手山大妖 犯我封原山 你嫌病长吗 只听那熊仔闷声说来 左右熊掌各自拎着一块板砖 就朝天上狠狠砸了过去 不知死活的小玩意儿 赤玄蛟龙身形巨大 看着如蝼蚁般的熊妖 眼眸之中充满不屑之色 方玉等人回头看去 皆惊呼一声 然而就在这时 疏忽有一道金光 船破虚空 瞬息回到枫原山 你 赤玄蛟龙当下认出 这道金光赫然便是 适才在水中压制自身的 那名炼神真人 而那十三位 被赤玄蛟龙冲得正式溃散的金衣斩妖力 也不由得露出惊恶之色 这位道友还未陨落 道长 风原山上众人 皆惊呼出声 只有小熊视而不见 弯腰掏出最后一个板砖 朝着赤玄蛟龙砸了过去 与此同时 便见那年轻道士 立身于风原山前 迎着那如山月一般 轰然落下的蛟龙之手 轻描淡写地递出了一剑 天色依然昏暗 赤玄蛟龙遮掩天穷 阴云盖顶 然而这疏忽一剑 要亮天际 灿烂如星 满天繁星 渐若长河 这一剑 直指蛟龙双眸之间 这一剑 看似轻描淡写 却有无间不摧之意 赤玄蛟龙眼眸闪烁 略显恍惚 正正看着这一剑灵境 它出身于南荒大河 具有龙族血脉 虽血脉搏杂 却也是神兽血液 在南荒之中 亦属一方妖王 势力庞大 此番天机变化 大夏出现机缘 各方强者借机 涌入大夏境内 它便也率领麾下妖物 顺着南荒大河 逆流而上 来到了大夏境内 在这里 若一切顺利 它可以凝练龙族血脉 成为纯血蛟龙 再获得大夏境内的地龙传承 便几乎可以 击身正统龙族的范畴 但这一切 终究已经到此为止 它这位在南荒之中呼风唤雨 占据大河 受得各方妖物朝败的蛟龙王者 今日便要陨落了 它力战多日 已疲惫不堪 它自知避不过这一剑 即便在全胜之时 它大约也是避不过这一剑的 剑王裂开了灵甲 剑锋切入了龙骨 剑刃穿入了龙手 法力瞬间爆发 赤玄蛟龙当即陨落 阴云破灭 天穷清澈 一缕阳光 照落下来 只见宝收道长拔剑出来 然后那三百丈长的庞然大雾 便从云空之上 轰然坠落 轰隆声响 赤玄蛟龙之躯 坠落大地 镇得地动山摇 枫园山上 如芳玉 张碧 龚巨甲 正元 王山等人 无不惊骇万分 先前巨浪滔天 蛟龙出水 毕竟是在远处 而经蛟龙来撞击枫园山 近在咫尺 凶利可步 仿佛遮掩天地 龙威震慑 汗人心魄 在这样的局面下 宝收道长一剑屠龙 竟然众人心神摇曳 露出了难以言喻的震撼之念 须得知晓 在这数百丈蛟龙的身前 饱受道长的身形 也只如 一点灰尘那般细微 但就是如此渺小的道人 一剑斩了蛟龙 而就在这时 那边的金衣斩妖力 也纷纷赶至 临近风原山之前 但道士的剑 却未有入鞘 而是提剑看向众人 淡淡道 蛟龙已死 乱象已平 风原山准备载龙炖肉 就不招待诸位大人了 各自请回 小道士 你要抢夺我等功劳 那赵姓老者 往前一步 神色冷漠 他们在冤河围困赤玄蛟龙 如今赤玄蛟龙脱困 他们一路追杀 直至此地 才将蛟龙耗得历劫 结果这最后一步 冒出个炼神极数的道士 一剑便斩了蛟龙 事到功成 多一个炼神真人 来瓜分战果 他们本就万般不情愿 如今这道士 竟然还想要独吞战果 这是何意 宝受道长神色冷淡 其实心中 颇为理解这老者的想法 辛辛苦苦 拼死拼活 忙活到了今天 结果被人抢了人头 不对 抢了龙头 任谁心中 都要憋着一股气 但理解归理解 这赤玄蛟龙 倒也要定了 道士 你莫要太过分了 你真以为斩了蛟龙 便天下无敌 我等就奈何不了你 如不是我等与蛟龙缠斗多日 耗尽蛟龙之力 岂会被你所杀 你要分一杯羹 我等还可商量 想要独吞战果 便是要与我等死战吗 诸位精一斩妖力 揭压了过来 神色冷冽 杀机凛然 只有柳鸣等少数精一 斩妖力 神色复杂 心中虽有不甘 但却自觉 在此事之上 着实不占道理 但饱受道长 神色如常 剑锋灵力 往前一指 书帝 便见一道光芒闪过 瞬间而至 赫然是刚才被赤玄蛟龙拍飞的 那名半袖子一 恋神巅峰极数的存在 道友莫怒 我等自知引蛟龙到此 实在有过 那半袖子一 神色欠然 语气诚恳 拱手道 只是猎妖府奉命 斩杀赤玄蛟龙 我等职责所在 今日有劳道友出手相助 待我等将赤玄蛟龙 失手带回复命 日后再登门拜谢 宝兽道长看了他一眼 然后问道 这头蛟龙 你家养的 那半袖子一 神色不由一致 不是你家养的 那就是野生的 既然是野生的 关你们屁事 蛟龙是本座砍死的 他又死在本座家门口 告诉本座 蛟龙是谁的 宝兽道长目光扫过众人 落在这半袖子一的脸上 冷淡道 你单凭一句话 就要领走这么大一条蛟龙的尸首 诸位金衣斩妖力 接面色 变 赵姓老者 手中凝聚火焰倒数 往前一步 你要对抗大下猎妖府 好大的官威啊 宝兽道长淡淡说道 猎妖府的金衣斩妖力 也不是没杀过 道友 蛟龙已死 我等一时劳心费力 不知耗费多少心血 才将他逼迫到这一步 眼见今日便可斩塌 可道友 此时出手斩杀蛟龙 已是令我等心中郁闷 适才那位半袖子一 陈生说道 但你若要瓜分战果 获取一份奖赏 老夫做主 可以与你 但是 你要独占蛟龙 却万万不能 那就来试试 宝兽道长神色微冷 看向众多金衣斩妖力 韩生说道 你们本事不足 无法阻拦蛟龙作乱 但又因一己之私 追着蛟龙肆虐 死伤无数 哀鸿遍野 今日引蛟龙来西风原山 若非本作今日在家 岂不是被你们毁了山门 今次本作 出手斩杀蛟龙 避免更大灾祸 算是给你们减少罪孽 到了本作的门前 还敢肆意妄为 看看你们这些个老弱病残 筋疲力尽 本作不出手 你们都未必能活到明日 饱受到掌面带嘲讽 冷笑说道 哪怕你们在全胜之时 本作一个 照样打你们十三个 如今这蛟龙 就是本作的战利品 谁若不服 上来临死 适才那名肇姓老者 当下便按捺不住 手中火焰倒数 轰然而发 但还未等饱受到 掌举剑相迎 便听得雷声一响 有一剑拦住了火焰 柳明 你干什么 刘某认了 柳明看向饱受到长 说道 我等本领部族 波及众生 罪孽深重 幸得到掌出手 斩杀蛟龙 万分感激 宝受到长看了他一眼 认得出来 这就是刚才 将蛟龙方向阻拦 使得蛟龙冲向 封原山的罪魁祸首 你就是刚才 阻拦蛟龙方向的 那道金光 正是 柳明躬身失礼 说道 是才为了保住 鹿原县百姓 迫使蛟龙来此 实乃无奈之举 还望道长恕罪 你还算留有半分善念 但引龙来攻本作山门 可以理解 不可原谅 此事之后 柳明来封原山谢罪 为道长办得一件事 以求饶恕 柳明尘声说道 因蛟龙之事 射击三玉 刘某余生 将为此赎罪 记住你的话 保兽道长看向其他人 眼神冷冽 说道 斩龙的本事都没有 还想斩杀平道 道士 那赵姓老者顿时大怒 保兽道长当下举剑 一剑斩落 剑光森然 划过云空 那老者 只来得及避开一侧 原本要将他劈成两半的剑光 斩下了他的手臂 道士 众人当下便要一拥而上 而就在这一刻 柳明兰在他的身前 念向众人 贺道 今日我等无礼 到此为止 如不罢休 柳某便只好站在 道长这一边 与诸位一站 他声音落下 看向旁边那位半袖紫衣 道长好奔令 半袖紫衣疏乎拱手 说道 本座自愧不如 今日这头蛟龙 就交与道长了 声音落下 他化作一道光芒 就此远去 其他众人 皆有不甘 但对视一眼 竟都有了退缩之意 这倒是年纪轻轻 但刚才那一剑 足以震慑诸位 筋疲力尽的恋神 那赵姓老者仍是不服 而就在这时 旁边却有精一斩妖力 巧声说道 他正值全胜之时 我等已经疲弱 哪怕以多欺手 怕也占不得便宜 不若回去休养生息 再来讨回公道 你师弟精通恋气 回头让他来此相助 布下大阵 定可将他困杀 宝授到长本 要直接一剑劈了他 阴神忽然听到这话 不由地把剑停住了 精通恋气 来此相助 讨回公道 将平道困杀 说到这个 饱受到长心中危动 当下便是把手一挥 滚 与此同时 距离风原山 约莫千里之地 只见一个黑影 笼罩在黑袍之中 手提一柄长剑 他静静看着风原山的方向 眼眸微尘 出于意料之外 赤玄蛟龙陨落了 他本以为 赤玄蛟龙 在南泉县的位置 就可以直接将风原山上的 玄圆龙顶住赵规身边 然后恢复状态 反杀精一斩妖力 而他会趁此时机 出剑相助 斩灭所有精一斩妖力 最后 再与赤玄蛟龙合力 争取在一个照面之间 就打死风原山上的 饱受小道 但在饱受小道 化作金光 离开风原山 闯入蛟龙浪潮之时 他就知道 自己错了 饱受到人的本领 在自身预估之上 一剑斩杀赤玄蛟龙 便是老夫仗着仙剑 也要蓄力片刻 才能做到 这小道士的本领 已不在老夫之下 果然是天纵七才 年纪轻轻 具有这等本领 他天赋游在国师之上 若不尽早除掉 日后必成老夫的催命符 除非近期老夫 能够得到如卓疏虫 那样的机缘 寻到恋神 巅峰之上的道路 如若不然 等他成长到国师的高度 纵有此见 怕也难以抗衡 袁孝舟这般念着 深深看了那边一眼 感受着 赤玄蛟龙的气息 瞬息消散 终究无奈叹息一声 转身离去 图谋多日 最后功亏一篑 细想之下 每一步的差错 竟然都与这道士 息息相关 这道士仿佛是故意 与他作对 这道士的本领 几乎能与老夫平齐 已算不相上下 老夫没有把握 能够轻易将他斩杀 许得寻邪帮手 合理之下 才能让这道士受死 赤焰山妖 应当未死 可以寻来帮忙 做个打手 得了赤玄蛟龙之助 这个精一斩妖力 便在无作用 现在看来 还是老夫鲁莽了 出卖得早了 否则此次围杀到时 他也可出一份力 就算枫元山上 有什么古怪之处 回头石镇 喝死于枫元山 猎妖府必然也会细查 石镇和手脚干净 又不是杜星 他若无端死于枫元山 那么这斩杀猎妖府 精一斩妖力的罪名 可没有那么容易洗脱 加上有杜星的前科 这倒是十有八九 要遭殃 可惜把石镇喝卖走了 想到这里 他忽然心中一动 是才那些精一斩妖力 围杀赤玄蛟龙 不知花了多少心血 耗费多少时日 今日蛟龙被盗士斩杀 他们岂会心甘情愿 哪怕如今见识不妙 暂时忍气吞声 只怕事后 也不会轻易把休 那位赵公 倒是个好帮手 袁孝周沉映着念叨 京城 猎妖府 只见一名青年 匆匆赶至 他穿过假山 来到地下 沿着地道 看见了前方一座大门 静静封闭 然而 他还会扣向大门 却见大门忽然打开 里边坐着一名中年男子 身着白色长衫 充满书眷气 他放下手中竹简 叹了一声 国师青年低声道 赤玄蛟龙陨落了 我看见天机了 中年男子脸色白皙 但却白得一样 像是毫无血色 并若苍白 他低声叹了一下 说道 龙乃神兽 这杂血蛟龙 好歹具有龙族血脉 死后天机是有异象的 着实有损国运 可是有一件事情 实在古怪 什么事情 青年不由问道 斩杀蛟龙的是谁 中年男子问道 不是我猎妖府的斩妖力 青年低声道 据说是广山玉的一个年轻道士 不是斩妖力 中年男子压抑道 年轻道士能斩赤玄蛟龙 据说 他已是恋神巅峰 青年说道 如此说来 他天资纵横 还要比我当年更甚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 缓缓起身 忽然咳嗽两声 脸色泛红 玄疾显得更加苍白 笛声说道 我们去广山玉 瞧一瞧这小道士 赤玄蛟龙 陨落于风源山下 宝兽道长一剑斩龙 阴神已知巅峰 时至今日 他才算是 货真价实的 炼神巅峰之境 与此同时 他获得了蛟龙神通 呼风唤雨 除此之外 还有龙族炼体公爵 真龙炼体爵 这头赤玄蛟龙 具有龙族血脉 但是血脉搏杂 显然没能获取 完整的龙族血脉传承 只有这一门 呼风唤雨的神通 以及锤炼体魄的真龙 炼体爵 三百丈蛟龙 够吃一年了 宝兽道长 当下高呼一声 吩咐道 都去驾火起锅 凭到今日宰龙百艳 小熊屁颠屁颠跑过来 看着这庞然大雾 噼里啪啦上去 猛揍一顿 然后被龙铃阵 得手脚发麻 一瘸一拐爬了过来 老爷 今晚上咱们吃烤肉 还是炖肉啊 这一头蛟龙如此庞大 怎么吃都行 宝兽道长大手一挥 说道 一边烤肉 一边炖肉 这边再来涮一下火锅 他声音落下 便将一片灵甲取下 说道 无需留下龙手 这逆龙一块 足以作为信物 换取猎妖符的赏钱 他声音才落 就见小熊转头 爬到了蛟龙背上 跟个还学不会走路的小娃娃一样 来来回回爬了个遍 嘴里不断念叨着 龙骨能泡酒 龙灵可以炼成盔甲 龙爪用来炼法宝 龙木刀也可以炼宝 龙角也可以炼宝 不过目前先见道观 不然把龙头挂在大门上 当个事物 宝兽道长文言 当下玩耳一笑 说道 你个不成气候的小子 不就是斩了头蛟龙 有什么好高兴的 不过 你还算漏了一点 龙精也可以炼宝 说到这里 宝兽道长似乎想起什么 心中一动 然后说道 把龙血抽了 放在缸里 你每日喝血 尽快喝完 还有龙心 你自己炖了 小熊吞下的 那个清玉斑脂 乃是用来凝聚赤玄蛟龙的 脖杂血脉 而如今 赤玄蛟龙失身在此 将它龙心及龙血 喂养给这小熊 明日尿出来的 岂不是真龙精血 你要记住 喝了龙血之后 明天尿出来 一定尿刚脸 宝兽道长冲着蛟龙头顶上的 小熊高呼一声 小熊摸着龙脚 随口应了一声 与此同时 山上众人也纷纷感知 如芳玉 张碧 龙巨甲 都露出震撼之色 今晚吃龙肉 宝兽道 常笑着说来 张碧心中一震 暗道 熊小爷果然说得不假 动不动就家才吃妖王 偶尔换换口味 才吃上百个小妖 芳玉看向这具大蛟龙 心中震撼 心中喃喃低语 煮电材料 若以龙骨为梁柱 龙铃为砖瓦 岂非坚不可摧 如正元 王山 众多工匠下来 看着这具大蛟龙失身 万分震撼 看向宝兽道长的目光 更是敬畏万分 谢道长出手 正元攻身败道 众人纷纷败道 就见宝兽道长 微微抬手 笑道 区区蛟龙作祟 无妨 他这般说来 将法剑递给张碧 说道 这上面有本座法力 你先将蛟龙剖开 待会儿平道就来帮忙 张碧正正接过法剑 而宝兽道长 则往后杀而去 他手中各有一枚珠子 颇不相同 这两枚宝珠 皆是出自于赤玄蛟龙体内 一枚是玄渊龙顶珠 与如今山脚下那一枚 正好是一对 另一枚 则是赤玄蛟龙的蛟珠 只是因为 他被宝兽道长所杀 一身道横皆被掠取 如今蛟珠已成空珠 只是内中自成空间 宝兽道长 后山的孟山君 匆忙而来 然后就被宝兽道长一脚踢翻 蛟龙来袭 怎么不见你半点踪影 道长误会 那猛虎高呼一声 盲是说道 实在是局面危急 你说袁孝州三日内 毕毁封原山 就指这个 宝兽道长面无表情 说道 他去冤河 放出这蛟龙 让他来冲垮封原山 这叫什么事 小妖那位世尊 其实来过了 孟山君语气稍低 说道 正是因此 适才小妖才说 局面危急 什么 来过了 宝兽道长不由一正 先前蛟龙逞兄 道长又直面 十余位精一斩妖力 气息杂乱 未能辨别 孟山君伏地在地 说道 小妖所学万元神书 本源来自于袁孝州 就在蛟龙来袭之时 便感受到一股 被压制的窒息之感 这种感觉 必然是小妖体内 万元神书的源头 他在哪里 宝兽道长辰迎道 就在你一剑斩杀蛟龙的时候 他便走了 孟山君连忙说道 走了 宝兽道长咒没道 大约是本身 想要在此扶杀 借着蛟龙作乱 趁乱对道长下手 但先前道长一剑斩龙 展现出这等本领 他自觉失算 没有把握斩杀道长了 孟山君低声道 没有把握的事情 他宁愿不做 宝兽道长不由沉默 然后便发现一道 更为复杂的目光 正是朝后山而来的小熊 恰好听的这话 停住脚步 沉默了一下 然后 看向宝兽道长 眼神之中 充满了埋怨 表现得那么强 给谁看呢 给自家银子看了 结果银子跑了 老爷说过 袁孝洲是咱们家道观的主店门面 小熊嘀咕了声 说道 一时不懂收敛 吓得两扇大门都跑了 跑了就把他找回来 宝兽道长哼了一声 传讯杨文梨 袁孝洲 出现于风原山周边 立即探查其踪迹 只要寻得蛛丝马迹 即刻来报 等会儿 你不在前面帮忙载龙 来这里干什么 俺就是想来问问 道长啥时候 去猎妖府换钱 宝兽道长心中微动 想到了之前那半秀 紫衣青年的承诺 做镇广山域 在此期间 斩杀的一切妖魔 赏钱增三成 袁孝洲虽然没砍死 但是这蛟龙比袁孝洲值钱啊 当下便见道士转身 指着那巨大老虎 说道 今晚平道吃了龙肉 就启程上路 去猎妖府换取赏钱 在此期间 你得看好风原山 如有变故 斩 孟山君心中一惊 匍匐在地 连忙应导 如有敌来犯 小妖必将死战 饱受到掌略胆满意 稍微点头 心道 那半秀紫衣 伤势不浅 得要闭关个十天半月 凭到此 去清明州 明日便可归来 不对 新罗宗也在那 正好一并搜刮 把本作的白光 也一并带回来 风原山三百里外 赵姓老者神色冰冷 在他身侧 有三位精一斩妖力 柳明这丝 见识不妙 竟站在了那道士一边 此人简直可恶 若不是柳明 其实我等都要受死 另一名精一斩妖力 低声说道 那道士 能一箭斩蛟龙 便可以一箭斩了我等 蛟龙力竭 才让他捡了个便宜 你真当他有这么大本事 可是我等 也近乎力竭了 是才那名精一斩妖力 当即沉默下来 赵姓老者 哼了一声 沉声说道 围困蛟龙月鱼 此番蛟龙脱困 我等不惜舍弃三玉之中的 城池村镇 担负祸及百姓的罪念 如今被这无名道士 结了战果 那边传来一个笑声 四位精一斩妖力 揭露出金色 只见那边走出一人 浑身笼罩黑袍 手提一柄白色长剑 袁孝舟 赵姓老者 当即双手结印 凝成一枚火球 轰然砸了过去 咻的一声 白光一闪 剑芒瞬息斩灭火球 就凭你们 全胜之时 都不是老夫对手 何况 如今已是游镜灯窟 袁孝舟轻笑了声 提着白红仙剑 说道 老夫已入恋神巅峰之境 凭借此剑在手 你们谁能匹敌 今日老夫现身 是与你们商业 如何斩杀这道士 夺回赤玄蛟龙尸首 妖魔之辈 正某宁死不与你为伍 这位精一斩妖力 声音才落 举刀相迎 当下便被剑光斩落 死于非命 你们祸及八方 与妖魔合议 袁孝舟看着几位精一斩妖力 说道 老夫知晓 你们几个 都不是出身先宗 而只是散学修士 加入猎妖府而已 今日不与老夫为友 便只能为敌 必死无疑 声音落下 他举起剑来 说道 是死是活 自己抉择 赵姓老者默然片刻 才道 老夫定要斩杀这道士 夺回赤玄蛟龙 但是 轰然一声 便见火光暴涨 冲笑上 老夫终究不与你这妖魔为伍 剑光骤起 火光破散 赵姓老者已然陨落 而袁孝舟依然站立原地 手中提着仙剑 淡淡道 尤镜登窟 还想与老夫为敌 就剩你们两位了 若不答应 今日便死 你们有十三位金医斩妖吏 皆因此事而心生不甘 对道士充满杀鸡 大不了杀了你们 再寻其他人就是了 余下两位金医斩妖吏 皆对视一眼 然后拱手说道 袁道有好本事 袁孝舟面上含笑 手中两道光芒泛起 说道 两位服下这丹药 再等赤燕山妖到来 便可去攻封袁山 斩杀道士 入夜 阅明星熙 封袁山上 篝火通明 这边是烤肉 那边是炖肉 还有一边是涮肉 饱兽道长将龙肉切开 这些工匠欢喜万分 他们凡夫俗子 何德何能 竟有机缘 食德龙肉 真是赚大发了 张碧南南低语 充满了复杂之色 赤玄骄龙 修制妖王境界 本就是极为难得 而骄龙血肉 毕竟具有龙族血脉 就算是放在九霄仙宗之内 这等食材 也不是他们这些后辈弟子 可以品尝的 而在封袁山上 就连这些普通工匠 都分得不少肉吃 虽然他们未经修炼 不能增益道横 但吃下骄龙血肉 至少可以去除弊病 身轻体健 精神焕发 还可以延年易寿 整个枫园山上 肉香弥漫 骄龙血肉 灵气充沛 后山的孟山君 不断吞咽口水 眼神之中 充满羡慕之色 但休得一下 就有如磨盘大小的炖肉 从前方飞来 跃到后山 砸落在了地上 孟山君本想把持一下 练神镜妖王的尊严 但左右看了一眼 也无别人观看 当下便扑了上去 像是一条野狗 啃食着龙肉 而在前山所在 众人九足饭饱 然后保守道长 就拉着方育 进了房间 今晚练着一个大纲 越大越好 一定要坚实 道长这是做什么 方育不禁好奇道 平道要盛放一些贵重液体 但又怕这大纲承载不了 我明白了 方育当下说道 我这边去练一个大纲 保守道长说道 练完之后 就放在后院 回头再跟熊仔说一声 他将龙血储藏于胶珠之内 交给了小熊 每日合上八大碗 喝完尿在大缸里 除此之外 今夜的骄龙之心 也让小熊独享 他倒是很好奇 不知道明日 经过小熊体内炼化凝聚出来的 会是何等纯正的龙族精血 而就在他准备妥当 将要启程前往广山 玉猎妖腹之时 便有一只指鹤飞来 那是来自于杨文黎的传训 袁孝州出现于清明州 疑似救援赤焰山腰 哦 宝兽道长露出亚裔之色 这次白日 还在枫原山周边 准备浑水摸鱼 今日便跑到了清明州去 准备救援赤焰山腰 这他娘 还是连夜赶路去救的 要是自己这时候 赶过去 来不来得及把袁孝州 和赤焰山腰一块砍了 他这样想着 忽然又想起来 这骄龙的逆龄 不能在广山玉猎妖腹换取 若在广山玉猎妖腹换取 最多就发放了 猎妖榜上的价钱 但是去了清明州 他还需得找 那个半秀紫衣的青年 跟他多要三成银两 深夜 清明州猎妖腹 诸位斩妖腹 依然忙碌 因为赤玄蛟龙 兴风作浪 连过四玉 死伤无数 其中有三玉 属于清明州侠玉 受灾最浅的 就是广山玉 因为那倒是一件斩龙 还驱退了 十三位精一斩妖腹 独占屠龙之功 受灾最重的 是袁天玉 如今猎妖腹 还收到消息 有邪道修行者 借机炼化冤魂 熔炼尸骨 炼制邪道法宝 如今猎妖腹 要协助各域官府赈灾 还要防备 邪道妖魔出手 更要押送赈灾银两 可谓是极为忙碌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 作为猎妖腹 最大掌权人的半秀紫衣 却追杀赤焰山妖去了 更可恨的是 如今前方传来消息 袁孝周现身 就走了赤焰山妖 时至深夜 才见天穷上 飞过一道顿光 落在猎妖腹之前 此人身着金色官袍 左臂即半袖紫衣 他脸色苍白 发丝散乱 显得颇为狼狈 但他一言不发 走入了猎妖腹中 众位斩妖力见状 纷纷失礼 这青年没有回应 只是回到了自己所居院落 却发现 内中已经有了一人 正是清明州猎妖腹的 文官主事 从三品官员 你看看你 非得逞威风 如今折损了自身道行 还没能杀掉这赤焰山妖 这主事貌若中年 面白无虚 哼了一声 说道 还有 你摊上大事了 什么大事啊 伴袖紫衣青年 不由一正 之前广山玉 金衣斩妖力度星被杀 我猎妖腹 调不出新的金衣斩妖力 你是不是答应了 那个倒是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 那伴袖紫衣青年 思索了一下 然后才道 他斩杀一头妖魔 增三成赏钱 是谁给你的勇气 给他这样的承诺 这主事面无表情 说道 若是其他妖魔 便也罢了 稍微给你个面子 多批一笔银两 多批一些丹药 倒也不算什么 但是这赤玄蛟龙 是国师典名药的 如今高达160万两 除此之外 还有12枚天际导弹 名为阿文的青年 沉默片刻 说道 猎妖腹不想给 多出来的三成 数额太大 上面不屁 主事缓缓说道 据说这倒是 适才如命 你有家底吗 听说国师出关了 阿文忽然说道 作为师职 我要去京城 助他出关大吉 猎妖腹诸事 你们先处理 你不能走 这中年主事 连忙把他扯住 说道 你妖士走了 这倒是回头上门 不得把这里给拆了 我可听说了 这次强闯猎妖腹 把精一 斩妖力杜星砍了 在陆元县之前 抢夺13位 精一斩妖力的战骨 独吞蛟龙 威慑众位斩妖力 还初见斩商赵公 就因为赵公不服气 他可不是个善茬 这里虽是猎妖腹 但他要撒泼起来 我不得被他砍了 可我能怎么办 阿文挣扎了一下 无奈道 本来想着 广山玉出了几次事情 炼神镜真人都死了不少 想来不会再有什么 炼神镜的妖魔 去广山玉了 就那些炼气镜大妖 给他价钱翻倍也无妨 谁知道他便斩了 如今身价这般高的赤玄娇龙 可承诺你已经给了 就算要毁诺 也得你自己应付这道事 终年主事扯着他 老怒说道 你自己招惹出来的事 让我给你撑的 这是人干的事 可是我钱也不够 天际道单也不够赔的 阿文揉了揉眉宇 说道 总不能挪用 清明州的公库吧 难道还让我去跟师尊见 他才这般说来 便听到外边 传来吏河之声 何人来犯猎妖腹 平道乃是广山玉丰山 白红贯主 曾受猎妖腹半袖精衣 今日到此 寻清明州掌权者 莫不是斩杀赤玄蛟龙的 宝兽道长 那红衣斩妖腻惊呼一声 充满敬畏之色 正是平道 宝兽道长的声音 显得颇为温和 阿文面色变了变 然后扯下半袖子衣 巧声说道 千万不能告诉这道士 我回了清明州 就说我在外追杀赤燕山妖 尚未归来 他声音才落 这中年主事尚未回应 却听得前边传来 那红衣斩妖腻的声音 属下这边前去通传 闻大人刚回猎妖府 属下先前还瞧见他了 道长请稍等哈 阿文漠然片刻 然后看向中年主事 问道 刚才这名红衣斩妖腻 本月的兴奋 多找个借口 扣下来吧 中年主事漠然点头 为过片刻 便见那红衣斩妖腻 匆匆而来 此人约莫三十来岁 面貌憨厚 语气沉宁 两位大人 前方来了一位道人 自称是白日里 斩杀赤玄蛟龙的半袖精衣 来自于广山玉风原山白红冠 这红衣斩妖腻说道 他说 是来询闻大人的 中年主事陈生说道 就说闻大人重伤 至今昏迷不醒 有什么事情 等他醒了再说 这红衣斩妖腻 看了旁边的青年一眼 露出错愕之色 但似乎明白什么 才失了一礼 回到大门去报 而在大门之前 等候的保兽道长 听得这般说辞 当下神色微宁 你说什么 保兽道长进前半步 淡淡道 刚才他走回来了 然后现在昏迷不醒了 这红衣斩妖腻 有些心虚 但终究点了点头 保兽道长出声说道 这便巧了 本座带着龙肉来的 可治百病 你领本座去见他 这红衣斩妖腻不由一正 却善笑了一声 保兽道长笑了声 说道 怎么 不方便 就在这红衣斩妖腻为难之际 就见猎妖腹中 走出一名中年人 身上气息平淡 未经修行 这位便是保兽道长 中年人失了一礼 笑道 本官是清明州列妖腹主侍 文官梁霄 未有远迎 还望恕罪 保兽道长笑了一声 看向这中年主侍文官 笑道 文大人呢 梁霄微微摇头 无奈道 他追杀赤焰山妖无果 反被袁孝周阻拦 在这两尊妖魔的围杀之下 勉强脱逃 如今重伤归来 还在昏迷当中 保兽道长文言 说道 平道手中有龙肉一块 可治他伤事 梁霄盲事说道 文大人不方便接见道长 这龙肉便让本官代为转交 保兽道长笑了一声 说道 这倒是好 不过还有一事 他之前答应过 要将手中黑色宝剑赠予平道 既然你将龙肉转交给他 不若将宝剑一并转交给平道 保兽道长 还是被恭恭敬敬 请入了猎妖府当中 那位半袖子一的青年 就坐在大殿之上 脸色苍白 神情恍惚 看来倒有伤得不轻 保兽道长上前来 笑着说道 不过 不是说昏迷不行吗 如何这就醒来了 恢复了一些 便也醒了 只听这青年闷声道 平道白天 斩了赤玄蛟龙 你应该听说了吧 保兽道长进前来 说道 没听说 这青年当即摇头 那你现在听说了 保兽道长出声说道 恭喜道长 青年这般说道 赤玄蛟龙 在猎妖榜上 悬赏160万两 十二枚天际导弹 保兽道长缓缓说道 文大人还记得咱们的约定吗 什么约定 青年茫然道 别装算 保兽道长出声说道 天级道单可以不要 但是那三成银两 共计四十八万两 你得付了 文大人沉默了一下 然后说道 如果今日我斩杀了赤焰山妖 倒是有钱赴你 可是袁孝洲出手就吓了他 然后呢 保兽道长心中顿生不妙 我手里只有十二万两 文大人色然道 保兽道长神色复杂 要不然道长取了十二万两 也就罢了 那位梁霄主事 这般说来 保兽道长看向梁霄主事 神色忧怨 梁霄当下缩了缩脖子 才善善道 再不计写个戒条 这道妥道 保兽道长看向文大人 说道 先给十二万两 余下三十六万两 打个戒条 如若不然 把剑给我 你就缠这把剑 文大人把剑往后藏了藏 一诺千金啊 保兽道长悠悠说道 这可是男人之间的承诺啊 新罗宗的事 我不管了 文大人忽然说道 我给你打戒条 一年之内还你 只要你答应缓一年 你上新罗宗的事 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哦 保兽道长略感诧异 问道 你怎么知晓 本作要上新罗宗 你誓财如命 有仇必报 文大人缓缓说道 新罗宗主服杀过你 虽被你所杀 但你定会找新罗宗的麻烦 更重要的是 毕竟是一宗山门 财富定然不少 看来平道的想法 倒有几分人尽皆知的味道 保兽道长笑了一声 新罗宗主是罪魁祸首 已被你所杀 但新罗宗其他人 终究没有对你出手 文大人出声说道 在你杀了新罗宗主之后 接下来再去新罗宗 实则已经不占道理 在大夏律法方面 他们是大夏的子民 你此去如同入室抢劫 甚至会抢劫杀人 乃是死罪 只要你缓一年 我便将此事抹消 为何 保兽道长问道 你可不是这种迅思王法之人 新罗宗主勾结杜星 而且近来一段时日 清明州各处妖魔之乱 新罗宗都视而不见 甚至趁机获取好处 梁霄忽然出声 说道 之前就要敲打敲打新罗宗 只是新罗宗门下 也有弟子加入猎妖府 所以我等不好下手 说到底来 还有几分借刀杀人的意思 保兽道长凑近前来 低声商量着道 这不得加钱 实在没钱了 文大人低下头来 语气苦涩 保兽道长不知怎跌 仿佛从他身上 看到了小熊的影子 不由心软 叹道 那就打个欠条罢 说完之后 他又看向梁霄 说道 你是文 主事 那么猎妖府的赏钱 是从你这里发放的吧 梁霄仿佛被一条龙给盯上了 浑身一颤 善笑道 原先是从本官手里发放出去的 但是赤玄骄龙的赏钱 数额太大 此外 目前清明州境内 骄龙作乱 烂摊子一堆 需要赈灾银两 都是周府大人来借的钱 道长想要换骄龙的赏钱 还需等本官报上京城 保兽道长微微点头 说道 那就等平道从新罗宗回来领赏 他说完之后 随手一抛便将逆灵抛到了梁霄的手里 梁霄挣了半赏 然后端着灵甲 娜娜道 就这 赤玄骄龙三百丈 这倒是就拿了一块灵甲来领赏 这是逆灵 保兽道长默然一笑 说道 没见识了吧 骄龙身上独一无二的逆灵 由此作为凭证 足以证实是凭道斩杀骄龙 文大人闷声道 可是骄龙失守呢 按道理说 得要失守 才能认定是你斩杀骄龙 保兽道长深深看了他一眼 说道 借条要不要算上利钱 文大人当即低头 喝了口茶 一言不发 梁霄则是满面为难 苦笑连连 赤玄骄龙浑身是宝 猎妖榜上 赤玄骄龙原先定在一百万两的价钱 但正是因为骄龙之躯浑身是宝 上骄猎妖斧之后 能有大用 所以定在了一百六十万两 但是这倒是 竟然把三百丈骄龙之躯 全给收了 就留个灵甲 这不合规矩 梁霄无奈道 只怕上面不会屁的 猎妖榜上有标注了 要带全尸吗 不都是带上唯一信物即可 保兽道长面上含笑 说道 世人皆知 平道斩杀赤玄骄龙 若今后再传出去 大下猎妖斧不允许兑换赏钱 那么威严何在 大下名声何在 世间修行人 如何能再相信猎妖斧之信誉 你将这话也报上去 平道保准赏钱 照样发放 梁霄收了逆灵 说道 也罢 本官这就上交逆灵 但是上边怎么判定 本官可管不得 保兽道长进前来 看着梁霄的眼睛 说道 逆灵给你 收条给我 上回在南泉县 就被坑了一回 这次还是得拿个收条 才算安心 过得半晌 才见保兽道长 走出了猎妖斧 手中多了一张收据 他十分珍重地放入了怀中 然后驾驭顿光 化作一道金光 直奔新罗宗而去 与此同时 猎妖斧中 他若在新罗宗大开杀剑 我等也说不过去 梁霄低声道 他不是是杀之人 死去为的是讨回公道 说白了是讨要赔偿 文大人抬头看了一眼 出声说道 新罗宗上下 也没有万众一心 前仆后继的必死之念 所以不会有举踪覆灭的危机 咱们也不用担负什么责任 说到这个 如今你欠债三十六万两 梁霄看了他一眼 忽然笑着说道 得杀多少个妖魔才够 恋神极数的妖魔不好杀 只能去杀那些恋气 进大妖来凑钱了 文大人沉默不语 最终还是长叹一声 低语道 我还是太年轻了 与此同时 新罗山所在云空之上 一缕金光闪过 立身停顿 化作一个年轻道人 这就是新罗山 宝兽道长自打建立道观以来 对于各方面的知识 理解得更加深厚了 除却大夏律法典籍之外 对于地势风水 也有了一番见解 他细看之下 便能明白 这座大山的山脉已经断绝 逐渐沦于平凡 他这才明白 为何新罗宗要盯上风云山 因为新罗山失去了神意 不再是临山宝帝 修行之初 宝帝所在 极为重要 如今新罗山失去神意之处 后背弟子修行缓慢 必然是事被公办 他这般想着 打亮了一眼 新罗宗便建立在新罗山上 只是光芒朦胧 笼罩在整个新罗山上 他想起了新罗宗主临死之前 向那一道白光高呼 回返宗门 封闭山门 就是这道光芒 封闭新罗宗 隔绝内外 打落下去 只见法力骤然被吞没 笼罩整个新罗山的光芒 如水面一般 泛起涟漪 而就在内中 惊呼声此起彼伏 有光芒闪烁 何人擅闯新罗宗 此时 整个新罗宗乱作一团 自从宗主死后 群龙无首 且有宗门先被归来 直接封闭山门 所有人都知道 本门宗主在外 必然招惹大敌 致时陨落 声孔祸及山门 便将整个新罗宗都封锁 但封锁多日 此时宝兽道长一缕法力 就好比一点火星 落在了本就躁动不安的 新罗宗门人心上 彻底将他们点燃 让他们找到了释放的方向 有人惊慌失措 也有人近乎癫狂 修行之人 心境如此脆弱 看来这山门大势断绝 着实毁了新罗宗的后背一带 宝兽道长笑了一声 高声喝道 本座乃是 风元山白红罐之主 宝兽道人 你新罗宗主与本座结怨 夺取本座一件至宝 今日本座特来讨回 道长 就在这时 内中也传来一个声音 狄臣道 本门宗主 行为师德 乃本门耻辱 多谢道长斩杀此聊 替我新罗宗清理门户 只是他在外被道长斩杀 如何还有宝物 白光一道 敬请归还 宝兽道长笑道 那是我新罗宗历代积存之至宝 那道声音喝道 道长莫要胡言 此宝 是我新罗宗之抵御 绝不能交于道长 平道就是为此而来 宝兽道长叹了一声 总不能空手而归罢 此乃我新罗宗大阵 初代祖师所创 历经六代祖师改善 恋神巅峰在此 也需强攻十天半远 才能催垮此阵 这道声音语气低沉 缓缓道 没有任何修行人 在清尽全力出手的局面下 可以坚持十天半远 不休不止 你若中途歇息 阵法自然也会运转修复 你觉得本座没这个本事 宝兽道长闻言 当下笑了一声 内中之人沉默了下 才道 想要在我新罗宗讨回公道 就请道长进山来谈 言外之意 若进不了山门 来讨什么公道 其实破除此阵 再是简单不过 饱受道长举荐起来 只需以超过 炼神巅峰范畴之外的力量 就可以在寝客之间 摧毁此阵 他声音落下 便斩出一剑 这一剑 清尽全力 这一剑 动用混沌珠 这一剑 超出了炼神巅峰应有的层次 于是 在这一剑之下 阵法轰然破碎 东方蓄日出生 光芒洒落在整个新罗宗 照应着门中长老弟子 满面不可置信的神色 只见天穷之上 站着一个年轻道士 缓缓收剑入鞘 神色冷淡 俯视下来 新罗宗主扶几本座 今日新罗宗 也该给本座一个交代了 饱受道长 就在这时 下方飞出一道光芒 立身云空之上 化作一个清瘦男子 年约半百 神色凝重 饱受道长扫了他一眼 便看穿此人修为 在炼神出镜 你就是新罗宗新任宗主 正是 清瘦男子功身一礼 道 前任宗主已死 就由自取 我新罗宗一拍手称快 但道长再来寻衅 属世不占领 饱受道长笑着说道 前任宗主行事 道德败坏 勾结妖邪 如能功成 全宗上下 尽数受益 而如今不成 便单死他一个首恶 而不能诸连途中 清瘦男子神色微变 笛声道 新罗宗愿给道长赔罪 饱受道长眼睛一亮 心道 此人难怪可以当上新任宗主 果然是个实相的 当下便听到宝兽道长出声道 那就将那道白光交来 清瘦男子微微摇头 说道 那白光是我新罗宗历代相传 唯有宗主可以掌控 外人无法动用 道长要了也无用 本座能否动用 就不劳尊驾操心了 宝兽道长这般说来 心中想着 平道又不是要驾驭白光 只是用他来滋养功德经文 要什么动用之法 道长 一切可谈 唯独此物不可言谈 清瘦男子站起身来 陈生说道 如今新罗山地脉已断 你要强夺此物 便是夺我新罗山根基 除非你杀尽我新罗宗门人 否则你夺不走 宝兽道长摸了摸下巴 缓缓说道 那先从你开始 清瘦男子经退术步 面色变幻 与此同时 众多弟子 纷纷赶上 结成大阵 其中十余位 炼器敬长老为首 结这儿来 宝兽道长看了一眼 看来新罗宗确实没落了 前任宗主是炼神静大成 六脉首座则是炼器静巅峰 被他斩杀之后 如今新罗宗 只有一位炼神出镜的清瘦男子 以及十余位炼器出镜 两位炼器小成 还有一位炼器大成的长老 余下弟子 数量虽是不少 却都只是炼精静的修为 何必如此 宝兽道长拔剑出鞘 叹了一声 说道 本座可以一剑破你新罗宗祖传大阵 也可以一剑扫平你新罗宗 举宗覆灭 全部死绝 最后还不是一切 落于本座之手 其实本座到此 不为大开杀箭 只是讨个公道而已 清瘦男子沉默半赏 然后挥退众人 才道 道长捎蛋 本座与诸位长老商议 不销半炷香 必然给道长一个答复 宝兽道长深深看了他一眼 点头说道 好 然后便见这清瘦男子 率重退去 归入宗门大殿 关闭了大门 宝兽道长神色平淡 看着新罗宗的种种建筑 心中颇是感叹 果然是历代传承的基业 宫殿楼阁 亭台水泻 早有布置 可惜地脉断绝 宝兽道长自语道 唯独平道 祖传道观破破烂烂 也只能拼死拼活 九死一生 去赚钱才赢两 用着一点一滴的血汗钱 据称一砖一瓦 回山去建造道观 说来实在令人心酸落泪 他这般想着的时候 却见前方宗门大殿 疏忽打开 新罗宗当代宗主 神色复杂 缓缓往前而来 如何 白光可以交与道长 青兽男子说道 但是道长须得知晓 此物只有本门宗主 才能动用 什么意思 宝兽道长沉印着说来 尽管他用这白光 是以混沌珠浆之吞噬 但仍有些好奇 说道 这白光是何来历 如此古怪 这白光 只认新罗宗历代宗主 这可是一个道统传承的宝贝 历代传承 此物不灭 何况 这白光既然如此有用 如果能探寻的来历 效仿之下 是否也能造出白光来 此物是我新罗宗历代宗主死后 阴神炼化而成 青兽男子正色道 初代祖师受尽而亡 他肉身腐朽 阴神将灭 但二代祖师出手将之留住 以密法炼制 避免阴神消散于天地之间 但此法未能让初代祖师 以阴神而永生 却让阴神失去了一切的意识与法力 仅存最为纯粹的神念 宝兽道长闻言 神色微宁 二代祖师将密法传下 他在陨落之时 三代祖师又将他炼化成纯粹的神念 并于初代祖师的神念 合而为一 如此历代传承 才有今日之光芒 除此之外 本门每逢祖师祭日 必会全宗拜祭 随着青兽男子说来 宝兽道长心中隐隐明白了什么 这白光本质上 是炼神集数真人死后 未有消散的阴神 但每逢祭日 新罗宗会加以拜祭 宝兽道长心道 难怪只有新罗宗才能动用 原来这白光的本质 就是新罗宗历代祖师 而上面的神异之处 便是历年祭拜的香火之力 就如同荡日平道斩龙 众人心怀感激 虔诚叩拜 视而为仙神 这就是众生意念 如功德经前 上面依附的也是众生意念 但若以一个称呼来统称 便应当称之为香火愿力 众生香火朝拜 可增功德经文 想到这里 宝兽道长 隐隐已是摸索出了规矩 而就在这时 那青兽男子 忽然攻身拜祭 道长若取此宝 新罗宗再无根接 然而失去赐宝 我仅炼神出境 保不住这偌大基业 新罗宗祖辈 出了三位炼神境巅峰的祖师 遗存功法 道术 神通 修行体悟 种种宝物 皆非我等可以保住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而今已有顶尖道派 盯上了我新罗宗传承 异域吞并 道长取我新罗宗历代祖师之物无妨 但若要名正言顺 动用此物 增强占礼 还需得继任宗主之位 青寿男子忽然抬头起来 神色复杂 说道 我本领浅薄 保不住新罗宗 愿请道长担任新罗宗之主 保受道长闻言 不由错愕 一脸茫然 平道是来取这白光 顺便敲些银子 呸 顺便要点精神损失费的赔偿 怎么这次就要把满门上下全给送出来了 但下一刻 保受道长便以名望 顿时笑道 你倒是聪慧 这青寿男子 确实能够审时多事 如今宗门大阵被毁 即便避过今日保受道长的灾结 难保明日不被其他道派吞并 与其如此 不若跟随在他保受道长的身边 想必这青寿男子已经知晓 他保受道长本领通天 力展蛟龙 并且是孤身一人 山上没有其他途中 若真就担任了新罗宗主 他便不好 让这些门中长老及弟子 居住在地脉已经断绝的新罗山上 若是将新罗宗尽数搬迁 到他风源山去 那么 究竟是他保受道长 占了人家宗主之位 还是人家新罗宗数百图众 强占了他的风源山呢 这其中主刺 可就不好说了 若是如你所言 可不是平道占了便宜啊 该是你新罗宗 抱上了平道的大腿 道长 青寿男子低声说道 本门图众数以百计 精通各项技艺 例如炼丹以及炼器一图 每月往外售出 便足有数十万两之多 结存仍有十万两 若道长答应 受我新罗宗主之位 这一切便都是道长所有 保受道长不由沉默 然后说道 这宗主之位平道还是不受 不过 平道有个折中的法子 不知你觉如何 道长请说 青寿男子连忙说来 新罗宗依然是你主事 保受道长淡淡说道 平道给你们另寻一处 灵山宝地 搬迁宗门基业 但从此之后 你新罗宗便是白红罐附属 就连你山门牌匾 都须得标上文字 白红罐下属 新罗分官 道长这是何意 青寿男子抬起头来 露出惊异之色 每月给本座 交上十万两白银 保受道长平静说道 新罗宗一切库藏 例如功法 道术 神通 修行体悟 种种宝物 借由风原山白红罐调派 但是有一件事 本座不会插手你新罗宗那一切事物 保留你新罗宗道统治完整 并且庇护你新罗宗长久不灭 这 青寿男子神色变幻 他原想着 请这道士 作为新罗宗主 便全宗搬迁至风原山 尽管这道士掌控他们生死 权柄最大 名为宗主 但实际上 新罗宗依然是新罗宗 依然是他们这些新罗宗的长老弟子 这也算另类达成了前任宗主的所求 只是如今 这道士提出的条件 竟是让他们成为风原山白红罐的附属 而这道罐 只有一人而已 好歹比宗门负面 被盗派吞并 好得多吧 保受道长平淡说道 至少保留了你新罗宗的完整道统 原本保受道长 只是想要这一道白光 顺便要点赔偿 只是没有料到 这一趟把整个新罗宗都要过来了 新罗宗就此一名 白红罐附属 新罗分官 青寿男子作为炼神出境 已是新罗宗唯一的真人 并且又是当代宗主 诸位长老之中虽然也有异议 但却都无人胆敢出面 先前青寿男子 已经给他们陈述了其中厉害 这道人年纪轻轻 一见斩龙 未来前程 不可限量 而且 新罗宗照此下去 不是被其他宗门吞并 便是消亡于这地脉断绝的新罗山上 与其如此 不若跟随道士 去前任宗主看中的风原山上 这道士只有一人 他新罗宗足有数百人 到了风原山上 谁占了便宜 可不好说 但唯一意外的是 这道士似乎看穿了他们的意图 并不接纳他们 可惜想回来 这反倒 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道士给予他们完整的自主之权 新罗宗 似乎还是新罗宗 除了名义上变成了白红分官 除了每月上角银两 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少数几个执拗不化的长老 已经被关押起来 封在了后山 此时那青瘦男子 将白光置于愈合之中 乘了上来 并取了本月十万两银子 一并送给了宝兽道长 很好 得了这么些宝物 宝兽道长 便已经算是心满意足 然而就在这时 却见青瘦男子抬起头来 道长 嗯 宝兽道长见他神色有异 当下眉宇一扬 青瘦男子微微躬身 说道 如今新罗宗已是新罗冠 您老人家是白红冠之主 我等下属道冠 理当得个信物 宝兽道长当今明白了什么 笑了一声 凑近前来 神色逐渐严肃 陈生道 本作也不是非要把你整个新罗宗都吃下肚子 但你真就想要把整个新罗宗命脉 都尽数交来 青瘦男子抬起头来 低声道 大下之中 亦有宗派附属 但这样的附属 往往可有可无 随手可弃 可是先前道长说的不是附属 而是要我新罗冠作为分支 既然是分支 便要有主刺之分 他神色复杂 低声道 本门点击库中 所有功法 道术 修行心得等 凡涉及炼神镜一卷 道长可以取回白红冠 今后本门弟子 如有出色之辈 请准许去往白红冠 沿袭炼神镜层次卷宗 饱受道长神色微宁 深深打量了此人一眼 然后说道 小瞧你了 这样的事情 明面上是将宗派基业 禁术�拱手送人 愚蠢至极 全无道理可言 但实际上 如此一来 新罗分官才能 进货他饱受道长的信任 后辈弟子 还有资格晋升至 风原山白红冠 做出这样的决断 你倒真是瞧得起频道 道长年纪上轻 修为已越过炼神巅峰 前任宗主有眼无珠 但我一无所长 唯一比他高的 应该是目光更加长远 轻受男子默然片刻 说道 西年大夏国师 47岁 修至炼神巅峰 乃三千年来 最为精彩绝艳之人 道长天资 游在国师之上 未来前程不可限量 新罗宗已无底蕴 未来必将没落 如能跟随道长 才可保持不灭 甚至胜于往昔 如此一来 新罗冠 可是将命脉 拿捏在频道手中 饱受道长淡淡道 如今不是一样 轻受男子顿了下 说道 道长本领高深 要灭新罗冠 不过一念之间 其实只要道长 足够心狠手辣 如今图灭满门 一切也都归道长所有 但道长新善人后 更值得托付 这也不是你将祖宗 道统传承基业 拱手相送的原因吧 饱受道长说道 除却道长之外 仍有其他宗派 惦记着如今颓然没落 但仍存留 恋神巅峰种种传承的新罗冠 轻受男子微微摇头 神色复杂 说道 他们若是攻上新罗冠 本门长老弟子 未必能够留得性命 就算侥幸可以保得性命 然而这些功法 道术 心得等等典籍 以及本门库藏宝物 一样也留不下来 当新罗宗失去这些根基 哪怕长老弟子都保得性命 新罗宗也必将分崩离析 你自觉保不住新罗冠的库藏 干脆送与平道 饱受道长笑着说道 被他们夺取 便再也没有了 轻受男子说道 但是将这些典籍送与白红冠 便不会有失 日后本门弟子前往白红冠 仍可修习本门功法 况且 能获得冠主这等人物的庇护 求之不得 你叫什么名字 保守道长这才问道 焦鹤 轻受男子应道 焦关主 思虑周全 佩服 保守道长缓缓说道 看似是平道得了万般好处 还获得了新罗冠这么一座宗派 作为下属势力 但细想之下 从长久看来 只要平道不死 新罗宗似乎便是转了 皆大欢喜 岂不快哉 焦鹤听的这话 当下露出笑意 保守道长忽然想起一句话 你或许血转 但我永远不亏 这家伙为了抱自己大腿 能做出如此决断 魄力之高 令人感慨 走吧 保守道长挥了挥手 焦鹤心中复杂 领着保守道长 往后扇而去 他们先是来到藏书库 这里堆积着新罗宗历代以来积攒的功法 道术 修炼心得等等 有本门自创的 也有从外界获取的 一眼看去 仿佛看不到镜头 今日开始 本门就会有弟子超路点击 将这里所有的点击 全部复刻一份 送上风原山白红罐 焦鹤低声说道 至于涉及炼神镜层次的点击 都在前方 保守道长微微点头 看了焦鹤一眼 心想 此人考虑得比自己还要周到 要是刚穿越过来 他铁定要怀疑 这个焦鹤是白红罐安插在新罗宗的奸细 时至今日 终于掌控大权 把宗门送给了白红罐 他寻到了新罗宗的炼神极数点击 便将炼金镜的卷宗 以及炼气镜的卷宗留下 所有功法及道术 涉及炼神镜的最后一卷 禁术封存 送到了从杜星身上取来的乾坤代之中 而这便是相当于掌控了新罗关 未来的上层命脉 未来新罗宗弟子 修行至炼气镜 便到了尽头 想要获悉炼神镜的奥妙 便须地前往白红罐休息 过不多时 焦鹤却又领着宝兽道长 来到了藏宝库 本门每月结于银两 多年以来也有积存 然而每逢大事 消耗不少 尤其近期准备搬迁宗门 银库所存不多 焦鹤低声说道 前任宗主向京城公布 购买了一批建造材料 皆是灵财 至今未有炼制工程 但银两已经富了 宝兽道长闻言 心中顿有欢喜 焦鹤说道 听闻封原山上也在建造道观 回头您老人家看一下材料清单 如有合适且满意的 便画上一个记号 等将来材料到了新罗山 便转送上封原山去 藏宝库中 在眼前所见的皆是寻常宝物 品阶算不上高 但真正的宝物则在内里 而宝兽道长没有继续前行 焦鹤主动去将宝物取来 呈现在宝兽道长面前 一剑法袍 换作灵宝太云袍 一双长靴 名为白云布铝靴 一枚大环丹 能治肉身之伤 亦能治阴神之伤 虽不能扭转生死 但只要留存一口气 服下丹药 必能不死 十二枚天际道丹 亦是新罗宗品阶最高的丹药 余下还有什么万年灵芝 万年合手屋 万年人参 天外云铁等物 行了 你再取来一座炼气宝顶 频道也该走了 宝兽道长这样说来 除却眼前这些物事之外 他因神察觉宝库深处 还有一些宝物 品阶不低于自己手中的这些物事 但也高不到哪去 但既然焦鹤不提 他也就没有再去探寻 毕竟新罗宗也不是就此负面 今后作为白红分官继续存在 好歹也需得留点家底 继续发展 只是有些事情 可以不做 但不可以不说 当下便见他拍了拍焦鹤的肩膀 面上含笑 余下宝物 也算给新罗冠留些底蕴 焦鹤文言 面色微变 宝兽道长 则已经转身走了出去 焦鹤连忙跟随出去 正犹疑着 如何解释自己 仍然为新罗宗 留下些许宝物的举动 却听到宝兽道长缓缓说道 往东南方向 搬迁六百里地 焦鹤不由一正 然后就见那年轻道士 取出了一打纸张 新的道观 按照这个图纸建造 这事 焦鹤略有茫然 宝兽道长没有解释 这是道观建造的简化版本 而他给新罗宗指点的风水宝地 如今还只是一片寻常之地 但是再过不久 那里就会是风水宝地 因为风源山 即将建成地基 地基一成 汇聚八大玉之风水灵气 而新罗宗的新观所在 就是在清玄山脉的支脉节点上 只要宝兽道长有意 可以将新罗观所在地势 变成风水宝地 但也可以一念之间 将那里化作穷山恶水 今后有敌来反 且让他们看着牌匾上的字 宝兽道长拔剑出鞘 在牌匾上写下几个大字 白红罐所属 新罗分官 剑气纵横 灵力万分 他留字之后 便化作一道金光 冲销而上 来到清明州猎妖府后 发现文大人已经去了袁天狱 那梁小主事答应 一旦赏钱发放 就命人送往风源山 这般一来 宝兽道长才算心满意足 又驾驭顿光 回返风源山 未过多久 他便回到风源山 然而才刚落地 便见地上忽然探出一个头来 赫然是工具甲 老燕 你回来了 工具甲惊呼一声 连忙哭喊着道 不好了 大哥出事了 风源山 白红罐 宝兽道长此时此刻 正沉默不语 方玉 张碧 工具甲 甚至是后山的孟山君 都汇聚在道罐之前 神色古怪 被众人围住的 像是一头小熊 仍然是两尺来高 但比往常 大不一样 这头小熊 眼眸泛金 头顶生脚 而屁股上还长出一条尾巴 宝兽道长伸手碰了碰 他浑身一缩 身上绒毛顿时贴住皮肉 没几时跟毛发凝在一起 如灵甲一样 那么大一颗龙心呢 宝兽道长忽然道 老爷让我炖了吃 我就吃光了呀 小熊眨了眨眼睛 那么多龙絮呢 宝兽道长又闷声道 也喝光了呀 小熊硬道 那为什么给你准备的大缸是空的 宝兽道长 语气低沉 小熊顿了下 挠了挠头 才善善道 尿不出来 宝兽道长深吸口气 不顾众人阻拦 拎起熊仔就给打一顿 打得嗷嗷乱叫 评道给你一缕保命的法力 你给尿出去了 你喝了一壶酒 也给尿出去了 怎么喝了龙血 就不尿了 直接就把蛟龙之血给炼化了 从此刻看来 这头小熊体内的龙族血脉 比至于赤玄蛟龙还要精纯 简直等同于纯血蛟龙 这一顿打下来 小熊仔嗷嗷乱叫 但叫得十分虚假 宝兽道长仔细一看 他皮肤上的绒毛 凝成了灵甲 竟然抵消了八成力道 其实并不疼 反倒是灵甲镇的 宝兽道长手掌发红 当下宝兽道长更怒了 正要打中一些 便见张碧连忙出来劝说 道长暂且息怒 张碧进前来 语气充满关切 您瞧我大哥这病 究竟是怎么回事 方玉深深看了他一眼 竟不知如何回忆 不妨是 宝兽道长这才放开小熊 揉了揉眉宇 说道 这也不是病 是他炼化了蛟龙血脉 没有排除体外 直接溶于肉身 而经受龙族血脉所改变 才有这般异状 真要说来 算是一场不小的造化 对他将来修行 大有必义 顿了一下 又听宝兽道长说道 不说其他 单是他如今的体魄之强悍 就可以战胜炼气境巅峰的大妖 哪怕是如孟山君这样的炼神 出镜妖王 若不动用阴神与法力 单凭肉身体魄 都未必能吻胜于他 具有龙族血脉的熊 众人面面相去 露出古怪之色 尽管听闻龙性本营 与许多生灵 都会诞生龙鼠旁之 但也极少听说 龙族跟熊类诞生子嗣的 宝兽道长看了他一眼 心中念着 这回倒真成了神兽幼崽 老燕 你说 我有龙族血脉 成了龙熊神兽 小熊也是错愕了两久 然后左右看了看 找出个镜子 嘖嘖称奇 小声嘀咕道 我现在这个品种 倒是十分稀有 不知道放在外边 能值个什么价 方玉 张碧 工具甲 还有孟山君 都露出茫然之色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还打算把自己给卖了 行了 少说废话 既然你具有了龙族血脉 本作传你一门功法 正好锤炼肉身 宝兽道长召来小熊 驱散众人 便传了他真龙炼体诀 这真龙炼体诀 需要真龙血脉 内中包含锤炼之法 修行之功 以及各种近身搏杀技艺 龙之神物 能大能小 能屈能伸 小熊坐在地上 摸了摸脑袋 妈撒着头顶补脚 闷声说道 那我要是炼成了 岂不是就不用等着长大 宝兽道长哼了一声 道 等你将这真龙炼体诀入门了再说 说完之后 宝兽道长经不住心中郁闷 又是一掌拍了过去 要将这熊仔铁揍一顿 但这一掌拍过去 手上一通 竟然是一掌拍在了 小熊脑袋的小脚上 宝兽道长翻手一看 掌心居然流血了 他更加大怒 再抬头看去 只见那头小熊连滚带爬 屁滚尿流就跑了 随着他的跑动 身后一条小尾巴 还左右晃悠 宝兽道长不禁无奈摇头 法力运转 止住伤口 但眼神之中 却露出了异样之色 这小家伙的独角 居然这等坚实锐利 忽悠在赤玄蛟龙的龙角之上 莫非他炼化赤玄蛟龙血脉之后 体内血脉 怕是已经逼近于真龙之血 说到这个 那赤玄蛟龙的蛟猪 落在屏道手中 也就只是一个乾坤袋 不若给他 或许真有妙用 赤玄蛟龙 可以在玄园龙顶珠当中 储藏法力来作为备用 但如今两枚玄园龙顶珠 皆要用来改善风水之势 这蛟猪再是不济 当作储藏龙族法力的容器 似乎也是不差 不过 评到原本以为 今次归来 能获得一大缸龙族精血 偏偏被他给贪污了 这笔账还得先算 宝兽道长这般念着 终究叹了一声 颇事无奈 他走出道观之外 巡视风原山上下 地基已经打好 依山而建 临近收尾 接下来 就是地面上的功夫了 但是地基一成 阵法有了大体轮廓 想必会有不一样的玄妙之处 广山玉 永遥河旧旨 原先的大河 已被宝兽道长蒸干 连源头都已坍塌 但此地本就是两余官府 都不愿理会的偏僻之处 早先玄归大妖帅上摆 小妖潜藏于此 如今却又有妖魔 汇聚在这里 当头一人 浑身黑袍 盘膝而坐 膝上有一柄长剑 朴实无华 此人便是袁孝舟 膝上便是白红剑 在他身侧 则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妖魔 气息稍显虚弱 他轻面赤发 正是猎杀榜上的赤焰山腰 过不多时 便见广山玉的方向 走来两道人影 收敛着气息 不敢张扬 这便是当日 围杀骄龙的其中两位 精一斩妖力 只是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换上了寻常衣袍 未敢在这猎妖府 精一斩妖力的服饰 毕竟他们将要与猎妖榜上的 两大妖魔同行 需得万分谨慎 隐匿行踪 否则的话 一旦被人窥见 猎妖府那边得知 又有斩妖力勾结妖魔 他们二人 只怕就要在猎沙榜上定个名字 人来齐了 赤焰山腰问道 齐了 袁孝州声音苍老 只见他握着白红仙剑 缓缓起身 说道 今次要杀的 是封原山上的道士 老夫须得强调一番 此子年轻 但本领极高 两名精一斩妖力 曾见他剑斩蛟龙 军事点头 比你如何 赤焰山腰忽然说道 你炼神巅峰 具有仙剑 本领之高 已是所罕见 不瞒诸位 他的本领 不在老夫之下 当然 也并未凌驾于老夫之上 袁孝州一袍鼓荡 语气森冷 说道 老夫自问 单打独斗 虽不会败 却也难胜 更难将之斩杀 而今次请诸位联手 便是为了让诸位将他拖延 容老夫一剑 将他斩首 你在猎妖斧半袖子一的手中 就得本尊一命 今次无论那道士有多强 本尊都会拼上性命 与他死战 但今次之后 你我恩怨两清 赤燕山妖沉默了半上 便这般说来 一切全听员道有号令 两名金衣斩妖力 对视一眼 均是如此说来 今日稍作歇息 三位且养好伤势 明日入夜之时 随老夫进入封原山 斩杀饱兽道人 袁孝州出声说道 封原山上一切物事 待老夫挑选过后 你等皆可平分 赤燕山妖闷声应了一句 两位金衣斩妖力 皆漠然无言 天色渐晚 一切喧嚣 阴谋鬼事 皆引入黑夜 清明州 关道之上 马车缓缓而行 这马是猎马 车厢更是朴实无华 甚至有点简陋 国师 前方就是清明州所在 猎妖府也在那里 要去见闻师兄吗 驾车的青年 侧头说道 这里没有外人 咱们还是偷跑出来的 不能泄露行走 那中传来一个声音 显得有些虚弱 说道 不要叫国师 叫师叔就是了 好嘞 师叔 青年应了一声 避过猎妖府罢 直接去广山域 国师声音传来 说道 回城的时候 再见一见小文 现在 师叔更好奇 那个在天机上 显得极为朦胧的年轻道士 咱们从京城到此 万里迢迢 就是为了见这道士 青年不禁问道 也不单是为了见他一面 国师不禁咳嗽了几声 喘息着道 听说阎罗殿十大殿主之一 第六殿主洪轩 也潜入了大厦境内 我早年跟他有仇 一直想要亲手杀他 跟这道是什么关系 青年又压抑道 白阳县一案 他斩了阎罗殿的玉衡长老 国师低声道 玉衡长老 隶属于阎罗殿的第六殿 据说早年是殿主 洪轩的师兄 但洪轩天资在他之上 手段也更加狠毒 杀人如麻 练魂造诣更高 所以 继任殿主之位 师叔觉得 洪轩殿主 会去风云山报仇 青年不禁问道 不一定去 国师轻笑了声 说道 但他出入大厦 有所图谋 但又全无线索 必然是先从玉衡身上寻找痕迹 十有八九会去广山域探一探虚实 那么风云山他是绕不过的 我想要在风云山周边 不一些手段 日后只要洪轩临近风云山 便会暴露行径 那么在大厦境内 他定然躲不过我的追杀 日正当空 炎炎如火 风云山上 在正元的带领下 众多工匠已经打好了地基 这座新道观的地基 便已经彻底稳住 其实宝兽道长规划的道观 规模宏大 要求严苛 若在往常 是没有这般快的进度 但是正元教导有方 加上宝兽道长做事大方 不但给了妖族血肉 甚至还给了蛟龙血肉 正原本已上了年纪 精神衰老 身体不佳 但如今却已是身轻体健 容光焕发 众多工匠 亦是身体强健 精神倍增 力气都增长不少 因此 道观的建造进度 比预期的进展 须得沉淀几日 再来建造 正元进前来 出声说道 待到过的几日 我等再来 宝兽道长微微点头 应道 也好 此时山上的工匠们 都在收拾工具 今日可以提早回家 自从宝兽道长 斩杀三百丈长的蛟龙之后 所有工匠对他的敬畏 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谓是静如仙神 甚至如今在周边各县百姓之中 也已经传开了风源山上 居住着一位神仙的传说 也正是因此 这些工匠更不敢消极懈怠 做事极为认真 心中更是以此为荣 为神仙建造道观 这等荣誉对常人而言 茶余饭后之间 甚至可以吹一辈子 就在这些工匠下山之后 便见宝兽道长回了道观 闭关修行 直到夜晚时分 才见宝兽道长推开房门 持一枚玄渊龙顶珠 走上风源山之巅 轰然一声 只见宝兽道长 将玄渊龙顶珠 从山顶打落 沉于山腹之中 与另一枚玄渊龙顶珠 交相辉映 当下天穷变色 风雨交加 雷霆闪烁 但宝兽道长没有理会 如今无需动工 便也不怕天气变化 影响了道观建造 他沿着山脉 往下行走 来到道观的规划所在 这里已经打好了地基 但尚未建造道观 便让平道试试 地基成了之后 阵法有了大致的轮廓 究竟能有几分成效 宝兽道长这般念着 站立于原地 微微闭目 就在他脑海之中 混沌珠微微颤动 然后以自西向东的方向 缓缓运转起来 疏忽之间 他仿佛感受到 一股无形的气息 只是显得颇为微弱 然后他修炼到了 极致的巅峰英神 仿佛融入了这阵法之中 融入了大山之间 化入了这天地之内 他隐隐感觉 自身仿佛化作了 整个风源山 风源山上 风吹草动 都未能满过他的感知 茅房边的树上 小熊抱着树木正在睡觉 屁股后的尾巴晃晃悠悠 偶尔伸出熊掌 摸一摸头顶上的小脚 嘴角留着哈喇子 嘟囔着道 小钱钱 就关门前 趴着一只穿山甲 蜷缩成一团 瑟瑟发抖 后山有一头巨大猛虎 匍匐在地 抬头望月 眼神迷离 道观后院 南荒青荒神藤 正逐渐长大 呼吸之间就长一丝 一叶约莫长得一寸 张碧正在炼制金砖 神色认真 用的是宝兽道长 从新罗宗带回来的炼器宝顶 品杰比他自身携带的 更高许多 此时正听的张碧咬着牙